颠覆晚清 弄全庙堂 于膳观金 谈笑间翻天覆地 萝莉天下 调教军阀 风花雪月 一曲江山 秘之音 一部开国皇帝的奋斗史 一部新华文明的开拓史 不一样的穿越文 轻松过瘾和历史厚重 谁说不能兼得 听众朋友们 欢迎收听由皮小九播讲的 民国青史穿越小说 我的老婆是军阀 作者陆氏参军 屋外阵阵私竹 婉转飘扬 叶昭则低头闷闷饮酒 这是京城寒家坛 燕春苑西楼大房 燕春苑姑娘 多为江南苏浙角色 燕鸣满京城 其院两境 四面接二层楼 南侧扶梯 蜿蜒而上 院内各房门槛上 披红挂绿的彩筹 有那熟客 便可知香归的主人 夜昭所在的房间 外堂内室 芳香阵阵 室内那阵阵喷香的 高枕软卧滑贵艳丽 令人不自觉的生出风流快活之意 紫檀木 刁灵之卷草桌 京城官宦家族 最流行的酸枝木软椅 据说坐在上面两三个时辰 也不会腰酸背痛 厅内加斯摆设 皆显大气不凡 这间房本就是内城一位黄带子 偷偷包下的 那位黄带子叫达春 在兵部统领衙门 谋了个差事 却只知侠己吃烟 二时不到就弱不经风 瘦得如同老病鬼一般 夜昭幼时通达春相识 童年竟觉罗学 几乎可以说光屁股意气长大的 却终究劝戒不得 今日夜昭气闷 黄带子达春又在衙门当职 赔不得他 事已达春一再劝说夜昭 来到了燕春院 更说有一位清官人 本来他下了银子开包的 今天就送于哥哥姐们 夜昭也就不知不觉的 来到了燕春院 夜 闷酒伤身 策立在夜昭身边的 是一位青袍花卦 瘦猴似的马脸汉子 脚侠的三脚眼 转呀转的 一看就不是好相遇的 他换作瑞吉 排行老四 外面的人都喊他 瑞四爷 在街面上 也是跺跺脚 四方乱颤的角色 正王府的宝衣 王爷独子的长随 说不得将来 小主人习了诀 他瑞四 就是王府三平顶带的官司 是以谁见了他 也不得规规矩矩的 喊声瑞四爷 瑞四知道 小主人 今日心下烦闷 这才符合 达六爷的搜主意 将小主人 领来了燕春院 要知道 宗室子弟 规矩森严 若是被人知道 他传到右主侠记 只怕会被打蛇腿 发配管外 但瑞四鬼点子多 就算被人告发 怕也有法子应对 见小主人 一口口喝闷酒 瑞四不得不出声劝了句 小主人虽然年纪老大不小了 按理说早该成家 可他好像对男女之事不开窍 从来没听说过 弗里丫头 又被他得手的 而且这个主子 其就其在 留在身边伺候的人 全是公公 事宜外面有传言说 小主人有龙羊这屁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要解闷 水灵灵的大姑娘 搂在怀里 可不比现在强百倍 瑞四心里嘀咕 嘴上却不敢说 叶昭喝着酒 心里却在轻轻叹息 天下之大 谁又知道自己此刻的心情 来到这个世界二十年了 前世是孤儿的自己蒙上天眷顾 这辈子 这辈子从孩童起 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虽然曾经被身为满洲贵族觉得别扭 但时间长了也就释然了 何况母亲夜市本就是汉君旗 父亲身上血脉也早就不胜唇症 不管怎么说 自己这个身体里算是有一多半汉足血脉 而父亲对自己宠爱有加 母亲更是称得上溺爱 这二老真真是将自己捧在手里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自己强宝之中 却是享尽了前世未有的富腾母爱 自己对骑射满语都不感兴趣 父亲却也听之有止 甚至昨日考封之后 听闻父亲还从公亲王因为自己吵了起来 起因不过听闻公亲王背后说了自己一句 不求上进而已 本来近年考封不过走走过场而已 尤其是自己王府独苗 自己这一支又是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 不出意外早晚要席绝的 谁知道宗人府怎么就突然大张旗鼓的 请了许多亲王郡王背了辈子官吏 结果自己文艺骑射三项接连 大大出了个仇 二十岁了 父亲原本指望这次考评后 自己可被封为世子 那是同郡王一等的爵位 按照宗室的规矩是有资格吩咐的 可现下倒好 如果是寻常宗室子弟考试三项接列是要听封的 自己这个铁帽子家的黄带子与众不同 被封了个一等奉国将军 比之父亲二十岁时的封爵上低了一等 可是父亲当时兄弟输人 谁席绝还不一定 自己却是独苗 要说奉国将军乃是三平爵位 放在后世就差不多是副省鸡带鱼一样的闲人了 而世子也好 将军也好 对于自己这个现代人都不甚在意 重生以来 自己也没有想过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过在闲暇时用学会的繁体字写了许多关于政党政治体制的见识 却从来没有跟人畅谈过当今欧亚大事以及西方文明种种 更没有跟人讲过自己通晓西方语言 在当今之时 从皇上到陈宫 对西方诸国都满是鄙夷轻蔑 更不认为十年前的战争是自己输掉了 西学这些东西是没人感兴趣的 现在闷闷不乐 不过是觉得自己太不争气 心疼父母因为自己同旁人大动干活而已 或许自己真该做些什么 叶昭闷闷的想 难道真的这样混吃等死 任由后世史书上写上第十四代郑亲王 碌碌无奇四字评语 何况现在是咸丰三年 本来自己也不大清楚确切的年份 但太平军刚刚在天津定都 那今年就是1853年了 任由历史按照原本轨迹发展的话 再过几年 先锋地去世 东太后将会伙同六王爷 发动新有之变 八大顾命大臣 不是被杀就是被搁职重军 而被杀的顾命大臣里就有父亲 也就是清代唯一一个被刺死的铁帽子王 不知道自己的到来 到现在为止影响了几分历史的发展 想来首先受影响的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历史上 郑亲王瑞华本儿女众多 因为自己的降生 却变成了一子二女的局面 又因为自己不争气 使得父亲多和人发生争执 更不惜触犯天言 私下婉拒了皇上属役的一次指婚 是以父亲同咸丰帝的关系 也远没有历史上来得好 倒是公亲王 远比历史同期的他要活跃 并不是无所事事 闷在王府避嫌 如果按照这个架势 或许父亲不会遭飞来横祸 毕竟 可能进不得顾命大臣之脸 不过这些 谁又说得准 若想彻底改变家族 可能随之而来的厄运 自己真的需要做些什么 更莫说 难道华夏大地 就真的要由西风东进 靠人家枪炮弃压 才被迫一步步走向现代社会吗 一次次战争赔款 又将多少国人足足备备 积累的财富掠夺 登登 传来了敲门声 瑞斯麻溜的去开了门 和门外的老宝 不知道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回头几枚弄眼的道 爷 姑娘等得害相思了 您今晚就宽心住下 我就说 您留在德贝子府上 说完 瑞斯就从外面 轻轻地带上了门 叶昭想着心事 也没大理会瑞斯 直到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门被轻轻敲响后推开 叶昭才抬起头 确实一正 却见门旁 翘声声一位 国色天香的古典大美女 粉黛轻描 眉目如画 一袭火红的蝴蝶刺绣纱裙 绣口香白底 全彩绣牡丹阔扩边 天声媚鼓 一举一动 接影的沙翼 又波光流动之韵 白声声的小手 千千十指 竟然扣单 勾得人心圆意马 叶昭代代看着他 一时说不出话来 来到这个世界 见过的粉黛不知反击 却是第一次有了惊艳的感觉 想不到真正的古典美女 给人的视觉冲击 这般震撼 比之荧幕上明星们搔手弄姿的装扮 要风情万倍 而冰雪肌肤的他 一袭红裙 更显得娇媚火辣 艳媚无方 爷 您看行吗 若不是老宝搭声 叶昭根本就注意不到他的存在 老宝现在也算放心 本来嘛 清官人 哪有装扮这般艳丽的 水嫩嫩的稚气些 才招人疼嘛 可是这位清官人 坚持要穿红裙 老宝也拿他没办法 见到叶昭被迷得掉了魂 老宝这才放心 心下大喜 看来 从此我百花谱中 又多了一棵摇钱树 啊 行行 叶昭 叶昭忙不迭地回答 接着才发现自己的失态 心下苦笑 什么时候 自己变成色狼了 老宝禅笑道 爷 那您和红娘歇着 说完觉得不妥 王解释 您喊他红儿就成 爷放心 他是成的闽婚 和公鸡败的堂 保证是清官人 哎 红娘命苦 为了公婆干的这行 遇到爷算是他福气 爷 您多联系 疼他的时候轻着点 说到后面 就是赤裸裸调情了 令叶昭心理 为之一大 老宝自动的见好就收 将红娘轻轻推了进来 慢慢带上了门 叶昭心下 就盘算开了 本来来这儿 就是想寻个人 喝酒聊天 却是从没想过男女之事 而听老宝的话 红娘正经人家 苦命出身 自己要不要坏了 她的身子 若是真的要了她 第一次 自己可就不能不负责了 说起来 前世自己交过几个女朋友 却哪里遇到过处女 更不要说 这般勾人的美女了 竟然是第一次 越琢磨 心里越是一团火热 这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竟然要被自己破了身子 任由自己疼爱 想到这儿 叶昭心里 经不住 微微发颤 转身去倒茶 准备缓冲一下激动的心情 嘴里道 姑娘 你坐 别怕 我 我不是坏人 你要不愿意 我不会勉强你 今天不会 明天也不会 咱们可以慢慢来 我每天都来看你 怎么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叶昭心下 虽莫名激动 但是要她舔着脸 和刚刚认识的女子还好 还真觉得别扭 忽然就觉得脖子一阵刺痛 鼻端却是清香萦绕 庆人心疲 不许出声 软眠动听的桂林官话 就在耳边 销魂荡魄 令人骨头为之一俗 可转过头 叶昭才愕然发现脖子上 夹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剑 接着后脑剧痛 她情不自禁 想张嘴呼痛 嘴里却猛的被塞了一团布 接着后脑又是钻心剧痛 她眼前一黑 就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昭猛的一机灵 慢慢睁开眼睛 花一盆冷水 兜头兜面的浇了过来 叶昭口鼻呛水 不禁大声咳嗽起来 看你她娘的还装死 身边一个身材矮小的汉子 将木盆砰的一声 摔在叶昭身侧 叶昭只觉得全身酸痛 动了动 才发现双手被绳索覆到了身后 自己平躺在底砖上 自驾看了眼 厅内点了红灯笼 两旁隐隐绰绰的也不知道有几人 正对自己的主座上 看见叠叠群居下 隐隐露出一抹红色 看起来是一双精美脱俗的绣花鞋 不用再往上看 也知道是谁了 你们是什么人啊 叶昭这个火大呀 不管你们是做什么的 不能好好说吗 愣把人打晕 你知道有多疼吗 蹭 脖子边就架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 无短身材的汉子 不怀好意的看着叶昭 黑黑道 大师姐 既然不是咱们要找的人 干脆杀了这小青妖技棋 叶昭就是一个机灵 这才想起自己身处的年代 莫说生生把人打晕了 清军同太平军之间 尤其是你死我活那般简单 抓到的战俘 那可是经常开膛破肚点天灯啊 更甚者凌迟处死 想想的头皮发麻 看样子 自己是落在反清组织手里了 可是抓自己做什么 难道因为自己是亲王之子 随即夜着 就想到刚才无短汉子说了句 抓错了人 感情是社局抓达春呢 夜着心思细密 短短一瞬间就猜想出前因后果 心里这个气 达春这小子 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报应到自己头上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夜着冤枉极了 可怜巴巴的 看向端座逐位的李人 看来这小丫头是管事的 虽说李人盘了头 绝美少富达吧 但年纪想来是真的 老宝说十八岁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才十八岁就当上了土匪头 心里更是苦笑 还以为飞来掩浮呢 谁知是横火灵门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二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二集 两世伟人 第一次起了做色狼的念头 不想就吃了大亏 人哪 看来还是要安分些好 见夜着可怜巴巴的模样 本来高高在上 打亮着夜招的李人 似乎忍不住 威楼小意 别怕 我不会杀了你 今天不会 声音轻软 说不出的动听 想来夜招和他刚见面的那番话 令他对夜招没有太多恶感 竟然用夜招说过的话 调侃起他来 夜招脸一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现在想想 和前世一般 自己红女孩也实在是笨嘴啄舌 可是不知道本事来绑人的她 当时是不是听得笑破了肚皮 我叫苏红娘 广西人 李人自报家门 夜招就吃了一惊 苏红娘 广西 莫不是那个贵西吴州 苏红娘 你听过我的名字 苏红娘盯着夜招 她好似是在问话 实则下了定论 夜招心里海然 好厉害 好聪慧的姑娘 自己的神情变化 竟然丝毫逃不过她的眼睛 看来想骗倒她 从她手里逃脱 难上加难 虽然不知道她绑达春想做什么 但以自己的身份 可是比达春尊贵多了 如果身份败露 自己可就危险了 那还不马上被这帮人利用完了 砍了脑袋 幸好老宝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自己轻车捡从 只带了瑞四去 而瑞四想来 回了王府替自己圆谎 可是现在的问题 就算自己几天不回府 瑞四怕是也定会以为 自己在外面风流快活 定然会继续帮自己圆化 以亲王福敬对自己的疼爱 又会以为自己郁闷散心 断不会逼迫自己回府 这就是说 就算这帮人将自己带出北京城 怕都来得及 这帮人来京城又做什么 苏红娘的名头 叶昭当然听过 现今两月鸿门 响应太平军启示者 此起彼伏 而月东零十八 贵西苏红娘 是威势最盛的两支武装 据说苏红娘 为天帝会红花堂相主 武艺精湛 功马贤淑 有万夫不党之勇 她乃天帝会豪杰 薛三刀的遗伤 只不过两人尚未拜堂 薛三刀就被官夫不惑杀害 而那一天 苏红娘就盘起了怕击 以薛夫人自居 而当时的苏红娘 刚刚十四岁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现今苏红娘 可不正是十八岁吗 关于苏红娘的八卦 都是达春跟叶昭讲的 达春这人最好事 对于这类话题 孜孜不倦 而叶昭以前 不过当江湖故事听 但现在看来 这些传闻显然不假了 只是他怎么 突然来了京城 也不怕身陷囚龙吗 这些年头 在叶昭脑里一闪而过 听苏红娘问 她只好老是承认 是 听人提起过 苏红娘亲汉粉塞 又打量叶昭几眼 你给达春写本信 约她去巨仙楼听戏 叶昭自是马上猜出她的用意 连连点头 达六爷怎么会听我的 您不知道他这人多横 虽然被达春这小子害苦了 但叶昭可不会出卖自己这个光屁股就认识的朋友 苏红娘秀眉为凭 她能将这 让给你 岂会跟你是范范之交 姑娘明见 那是我立了功 达六爷才将姑娘赏给我的 再说了 若是早见到姑娘花容月貌 达六爷就烧糊了脑子 也不会将姑娘拱手相让啊 听叶昭这话 旁边几个汉子都大声合马 更有一名汉子气势汹汹走上来 看样子要一刀砍了叶昭的脑袋 苏红娘做了个手势 大家虽然愤愤不平 却无人敢在鼓噪了 苏红娘清澈如水的心眸 却是眨呀眨的盯着叶昭 你不老是要 放心 写了信 过两日就放你回家 我苏红娘说到做到 我讲的只是实情 姑娘不信就算了 苏红娘的目光 渐渐凌厉起来 你真以为 我不敢杀你吗 声音虽然娇媚动听 叶昭头皮 却微微发麻 直觉告诉她 这位艳美脱俗的大美女 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此刻可不是开玩笑的 说不得念头一转 就要了自己的命 可叶昭别看平日不险山漏水 在王府好像整天稀里糊涂的没一点本事 真真是典型的黄带子作风 一代不如一代 实则 前世叶昭就骄傲得很 虽然是孤儿 却凭借自己的努力 拿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奖学金 每日刻苦钻研学问 几乎投悬梁追刺骨了 因为她知道 自己是孤儿 一切要靠自己 想成功 就要比别人付出千倍百倍的努力 可是重生以后 夜着懒散了 实在觉得 在这个世界没什么追求 可不是吗 有什么可追求的 帮满洲人多苟延残喘几年吗 又有什么用 毕竟现在中华文明 同西方文明的差距 不在于科技 而是社会制度 西方已渐渐迈向现代文明社会 而中华大帝还在闭关锁国 视科技为鬼神之处 更不要说 制度上的极度落后了 至于欺凌中华的奸船李炮 不过是西方文明制度下的 小小副产品而已 不过蓝散是蓝散 叶昭前世骨子里的骄傲还在 被人用性命威胁 叶昭也上了牛脾气 冷声道 要杀就杀 不必多言 死亡 好像叶昭真的不怕 已经死过一次了 也确实不值得害怕 苏红娘倒是微微一正 自是想不到这个小滑头还会发横 娘的 老子宰了你 那无短身材的汉子 好像就是看叶昭不顺眼 有机会就要跳出来 不把叶昭剁了 好像他就是不甘心 叶昭这时候 也看清庭内形势了 除了苏红娘和短小汉子 两旁的椅子上 坐了三两个人 没一个慈眉善目的主 这时候 他们也都跳了下来骨骚 更有人大声道 大师姐 挖了这个小青妖的心继老祖 保佑苏大哥平安 挨个汉子拎起叶昭脖颈 上下打量着 好像在盘算 从哪里下刀子 那阴瑟瑟的目光 令叶昭周身不自在 死不可怕 可真要是被活着开膛破肚 那也太瘆人了 阿九 算了 先把他关起来 苏红娘终于发了话 叶昭的心 这才一宽 方觉察 湿冷的身子 却是又出了一身冷汗 叶昭被关在东乡的时候 远方刚刚传来三更的帮子声 这一晚上 他遭的罪就别提了 衣服湿漉漉的 被绑在身后的双手 活辣辣的疼 想来也蹭破了皮 后脑更是裂开似的痛 不知道到底是起了包 还是被打了个窟窿 余渡泛白时分 叶昭又被提到了正厅 叶昭这个无奈 真不知道这帮人是不是铁打的 怎么不睡觉吗 被换造阿九的汉子 在苏红娘吩咐下 解开了捆绑叶昭的绳索 叶昭双臂发麻 好一会儿才能动 揉着红肿的手腕 又摸了摸脑后 可不是 明显起了个包 一摸钻心的疼 刚摸到脑后的包 叶昭就疼得吸了口凉气 却撇到苏红娘 正鸣嘴笑的 想是从来没见过 这般娇生惯养的主吧 厅内只留下了苏红娘 和叶昭二人 叶昭却是更加的警醒 这位苏姑娘 可真不好相遇 不知道诱打的什么算 自己可千万要留心 别招了她的道 不过见到丽人红唇 轻轻抿在白雨茶碗上的 诱人姿态 心下又是一跳 叶昭心下无奈 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色狼了 你叫什么名字 苏红娘白雨般的小手 轻轻放下了茶杯 叶昭 不假思索的回答 叶昭心下更是一场 二十年来 却是第一次理直气壮的 突出自己前世的名字 一千岁也用过 不过是同达春去宗室子弟竞技场所游戏时的化名 而在今生 自己却是爱心觉罗 景祥 汉人 入旗了吗 汉军 香兰旗 叶昭尾时是香兰旗 不过 是满洲香兰旗 达春的跟班 勉强算是吧 这也不算是完全的假话 六鸟赛英 出入风月场所可不都是达春带去的吗 还进过一次大烟馆呢 那好吧 我信你说的是实话 我也不瞒你 我这次来北京城是为了我哥哥 他现在被关在刑部大牢 这 这达春也帮不到你吧 刑部大牢关押的重犯 他也插不上手 也不敢插手啊 没人知道他的身份 他是因为羽人斗殴 被城卫所捕 带头拿人的 就是达春 叶昭倒是卑微一正 倒是知道达春 在步兵统领衙门 捞了个城门岭的从四平柴市 却不想这小子还能干点正事 真是令人吃了一惊 不过这么一说 这事儿找达春 倒是正如 他拿了人 扔在刑部大牢 只要找个缘由 提出来就是 事情的来动去脉 你也听了 你既然不肯给达春写信 出卖朋友 也有的你 那怎么就我哥哥脱难 就落在你身上了 我哥哥在京城化名 苏培林 逛系商人 想来这个小萌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吧 叶昭又是一正 心说 怎么还在这么赖皮的 刚想说话 却见苏红娘 将几张银票 和一个翠绿的玉斑枝 慢慢放在了桌上 闪亮亮的星眸 一闸不闸的看着自己 叶昭就知道 完了 还是露底了 银票且不错 大概一百多两而已 虽说普通人拿不出 却也最多证明 自己出身高门大户 何况做黄带子的跟班 身上又岂能不带银子 而这玉斑枝 却是稀罕 据说吴三贵带过 平三番后抄出来的 辗转进了郑王府 开始叶昭 带上他的时候 心里还嘀咕 可不自己 也成了汉奸吗 眼见苏红娘 轻轻捧起茶碗 一副圣券在握的神情 叶昭无奈 只好点头 能帮的姑娘 是我的荣幸 蒙着眼 上了雇来的马车 等解开蒙眼黑布 下了马车时 叶昭不由的苦笑 又到了燕春院 朝日之下 院中阴阴绿树 四面楼 栏杆折影 一座座相归玉阁 竟是说不出的美艳 姑娘客人 大多畏起身 苏红娘叶昭二人 直上了西楼大房 罗阿九 成了新的跟班 走在后面 扶梯上遇上大茶壶 见到叶昭 大茶壶站一旁 规规矩矩问安 目中 微有诧异 想来却是不止几时 这位爷和姑娘出去了 进了房 走在最后的罗阿九 演了门 苏红娘看了几页夜招 说道 要给什么人写信 都有你 阿九帮你跑腿 要不要给府上写封信 报平安呢 到现在 还不知道 这个公子哥的身份 这小滑头的话 更是不静不时 又身处险地 自然要处处谨慎 夜招盲摇头 心说算了 信送到了 自己小命怕是没了 眼看苏红娘 定是要在自己身边 形影不离了 也是 哥哥的身份 都跟自己讲了 万一自己逃脱 他哥这条命 就算是送了 至于罗阿九 给自己嘴里塞的丸药 说是七日后 不服毒门解药 就会毒发 想来苏红娘 见自己神色 也知道自己不信 没有丝毫的威慑力 这才亲自跟了来 夜招 倒尾时不信 有这样的毒 就算真中了毒 如果太医都医治不得 他又哪里有解药 不过这江湖法子 在这个年代 或许颇有市场 在苏红娘眼皮底下 夜招实在有些无计可施 其实就个把鸿门弟子 倒无所谓 虽说太平军 鸿门 清军等等 都不会带给华夏大地 光明的前景 夜招对这几只力量 也均无好感 但若不考虑其中历史局限性 这些人群中 总有一些 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意识 这种人 还是颇值的尊重 最起码 苏家兄妹 应该就是这种人 据说他们 乃是广西客家豪族出身 并不是因为 吃不上饭造反的灾民 更不是因为 成兄斗狠 伤了人命 才走上反抗官府之路的 亡命之徒 夜招比较郁闷的 是现在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被迫的 是被个比自己还小 两岁的小丫头 玩弄在鼓掌之间 尤其是自己 还是有一百多年后知识的 现代人 夜招懒散归懒散 可不会任由人欺负 更别说是个小丫头了 不过夜招也知道 苏红娘虽说年纪小 但说实话 其阅历 见识之广 经历之波澜起伏 惊心动魄 自己与之相比 尾时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苏红娘见上 担的可是数千条人命 若放一百多年后 十七周岁 不过是个懵懂无师的学生 想想 夜招也不由的感慨 一则敬佩 二则怜惜 这是何苦来在 苏姑娘 君子约法三章 你看一的不 从现在开始 不管我给谁写信 同谁会面 就算是你的大仇家 你也不许发作 等救出你哥哥 咱们两亲 你以后再见到我 要杀要寡 到时候 都有的你 苏红娘略以思索 微微点头 这个自然 夜招这才要罗阿九 去叫大茶壶 准备文房自保 虽然靠窗 摆了张红木窗帝 脚踏书桌 但夜招想也知道 达春的地儿 是断然不会 同书墨纸张结缘的 不许写满门 在夜招洞笔前 苏红娘却也来到了书桌前 自是不放心夜招 怕这个小花头搞鬼 姑娘识字 苏红娘醒说 这小花头脑筋赚得到快 识得几个 夜招却不再说 毛笔轻落 刷刷刷 看似笔走龙蛇 实则写出来歪歪扭扭 没办法 驾驭毛笔的功夫 夜招实在是没天的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三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三集 简简单单的变尖 达春 速来验春院 急事 凶 夜招 写完后 夜招 善善地递给苏红娘过目 刚才还说写信 善不来达春 苏红娘倒没多说什么 只是轻轻点头 夜招便将便签折了 递给罗阿九 又道 不知现在他在哪里 是不是在当职 你可先去前面卫所 若不在 便去东高房胡同 辅过功夫 达春乃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李亲王戴善 三子义亲王撒哈林后人 不过早与世袭王替的本家 没什么来往 毕竟已相隔两百年 师数待人 虽是同宗 却生分的不能再生分 达春这一脉 祖上还被夺过绝 到达春爷爷这一辈 总算恢复了元气 靠已过世的老郑亲王宝举 为嘉庆帝办过差 颇得帝心 这才恩封辅国公 乃是亲王 郡王 备了辈子 郑国公后的第六等爵位 北京城 数千上万皇带子 宗室爵位 共十二等 而没有爵位的闲散宗室 实在是数不胜数 达春还算长进 知道某个差事 自有被上边恩倦的希望 大多数皇带子 都是混吃等死 吃那共给闲散宗室的 四瓶钱粮而已 罗阿九走后 房内沉寂了一会儿 叶昭忽然问道 苏姑娘 你的脚还疼吧 说完就恨不得给自己 一个大耳瓜子 本来人家就当你是责鬼呢 偏还就不省事 说出这浑账话 怎么你一直盯着人家的脚看吗 叶昭早发现了 按照广西客家的习俗 苏姑娘并没有缠足 可是第一次见她之时 为了瞒过老宝 想来她是硬穿了双小巧弓鞋 到叶昭被打晕苏醒后 就意识到这一点 想和苏姑娘 唷唷唷 叶昭也不知道 怎么就问出了这句话 其实也怨不得叶昭 虽说来到这个世界二十年来 她还真没有怎么和这个时代的年轻女子 接触过 扶里丫鬟婆子 个个唯唯诺诺 宛如木头人 她又没有妻妾 说清的不少 但被她一概婉拒 至于狄伏敬 却是要宗人服 甚至皇上指婚 亲王伏敬 一向的忧得他 不过这一两年 才渐渐在叶昭耳边吹风 想也开始有了 宝孙子的年头 二十岁未婚 又是宗室子弟 在这个时代 算是高龄了 一直身处这样的环境中 叶昭算是第一次和陌生女子相处 言语间 不由得有前世的习惯 被人当作淫贼色鬼 那是免不了了 果然 苏姑娘俏脸 微微一沉 捧起碧绿茶杯品茶 给了叶昭一个软钉子 想来若不是叶昭尚有利用价值 身上多几个透明窟窿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叶昭揉了揉鼻子 善善的也端起了茶杯 两人就这样干做了一个多时辰 就在叶昭越做浑身越难受的当口 救星总算到了 他妈的敢跟老子八横的人 还在娘肚子里呢 可四九城打听打听 六爷我是什么人 仗义的人 可有一点 谁也甭想起我拨颈子撒尿 还没进屋呢 就听达春扯着嗓门喊开了 接着就有老宝子低声在劝结什么 想来是要打柳爷消气 叶昭苦笑 达春每次要不弄点动静出来 好像就周身不自在 门被推开 走进一个老病鬼式的年轻人 衣衫倒是光鲜的景 可面色焦黄 一脸烟气 永远睡不醒的样子 走路迈疤外部 大咧咧的一副天王老子派头 刚才在外面 六爷又打人 不过让路慢了一步 就被一脚踹了个跟头 还不依不饶的 照着人家脸上来了几脚 踹的人满脸是血 可常来燕春院的 谁不认识打六爷 谁又敢吭气 老宝好说歹说 劝六爷进了房 更一个劲的说 六爷 您先歇着 回头我叫那不开眼的小兔崽子 来给六爷磕头 他就是孙猴子 还能跳出六爷您的五指扇吗 您别跟他置气啊 不止 达春却根本不领情 翻了个白眼 滚出去 别他妈啰里啰嗦 拜了爷的信 吃了骂的老宝 却放了心 知道事儿算结果去了 泛着油光的大胖脸 陪着笑 忙不迭的 又道了几句歉 然后喜滋滋的退了出去 阿哥 您急想 对着夜招 达春可就亲热的紧了 虚头八脑的还要执手礼 却被夜招甩开 只是干笑 随即 他目光就撇到了娇媚赵人的苏红娘 微微一震 眼睛就有点拔不出来了 不过玄机想到了什么 硬生生转过头 却不再嬉皮笑脸了 哥哥 您这是准备外面置宅子吧 安心交给我达春 保管帮您办得票本粮粮 利利缩缩的 保管扫分满意 虽然也猜出这位丽人 是昨晚自己转送给阿哥的清官人 心下甚至有点后悔 但目已成舟 现下人家已经是阿哥的女人了 自然不能再存以思思妄念 更不能有些许不敬 见达春会错了意义 夜招心下苦笑 伸手做事 老六 你先喝口茶提提神 我找你有别的事 哥哥 您就甭叫我打八卦了 有事您吩咐 我六子皱皱眉头 不是爷们 有这么当的事 大上个月 你拿了个人 广西的 叫苏培林 还记得不 有这事 达春皱着眉 显然是想不起来了 这在夜招意料之中 他要是记得 那可就真不是达春了 甭管你记不记得吧 这个人现在在刑部大牢 你帮我捞出来 成 苏培林是吧 达春念叨着就站起了身 他却是个霹雳急性子 转身就走 边走边道 我这就去要人 这他妈什么事 熏培林抱起爷子名号 拿人了 想来觉得自己 抓了夜招的熟人 脸上挂不住 大呼小叫的出去 不知道在喊什么 倒是影的夜招 微笑不已 苏姑娘 咱要点果子冲击吧 虽然还没到上午头 但昨晚被折磨得够呛 早上更是西州都没喝几口 这些年来都养尊处优 夜招早就鸡肠碌碌了 放心吧 人既然是达春弄进去的 他就有办法捞出来 夜招能理解现在苏红娘的心情 哥哥能不能脱难 就在这一刻 想来是没什么好心情吃东西的 见苏姑娘不知可否 夜招对罗阿九使了个眼色 罗阿九翻着白眼 但也无可奈何地出去汗打茶壶 尾时 他的肚子也早就咕咕嚼了 起点中文网 版群所有 畅听网 荣誉出品 豌豆黄 云豆卷 驴打滚 萨奇马 等各色满汉点心 摆了满满一桌 天象扑鼻 色泽诱人 令人看一眼都垂涎欲滴 夜招赏了大茶壶碎银子 大茶壶却咧着一嘴黄牙赶笑 夜 帮您张罗一份前门外八仙巨的炒干 故马车麻溜了 我抱怀里 保准吹不到凉风 夜招摇头 挥了挥手 大茶壶忙告退 夜招帮苏红娘 吃碟里夹了几块点心 再着急 也得吃东西不是 身体是造反的笨钱 您说是吧 苏红娘似笑肥笑地看看夜招 渐渐地 看得夜招心里发毛 要知道 这娇媚火辣的大美女 是杀人不眨眼的 油嘴滑舌的 怕是更不招她待见 忙老老实实 比了嘴 达春这次回来 倒没弄出什么动静 夜招心下就是一尘 怕是事情搬砸了 果然进了屋 达春脸色有些难看 骂骂咧咧的 这帮孙子 也不知道是仗了谁的事 给脸不要 老六 怎么回事 夜招问话的当口 苏红娘几乎屏住了呼吸 翘脸第一次露出紧张的神态 达春坐下 仰脖子将一碗茶咕咚咚咚灌灌下去 摸了把嘴 骂道 妈的 那帮兔崽子说了 苏老大是广西贯匪 茶食了 他自己都找了 说国家重犯 咱爷们没权提人 现下 人被吓到了死囚牢里 说着话 达春又疑惑地看看夜招 阿哥 这事 谁托您办的 莫不是想害您吗 夜招哭笑咬头 看来苏老大 不知道怎么的被人坐实了身份 这条小命算是交代到里边了 达春事情没办成 自己拿起酒壶 一杯杯倒酒 滋滋地一口一个 显然有些气门 苏红娘默默坐了一会儿 就站起了身 妾身告退 夜招一阵 忙跟着站起来 随苏红娘来到门口 低声问 苏姑娘 你这是 苏红娘脸上 却看不出一丝悲愤 淡淡倒 如你所说 两斤了 事情办不成不怨你 不过你转告那位六爷 以后再见到他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没二话 夜招心下一领 却也佩服苏红娘 说话算话 虽然看起来 达春是献他哥哥于 绝境的罪魁祸首 但还是依照跟自己定的约 没有马上翻脸算账 苏姑娘 你可别动结语的念头 那可没活路 成不了事 夜招影视剧看多了 还真有点担心 苏红娘脑袋一热 想去结刑补大牢 苏红娘没止声 看来这个锐质聪慧的姑娘 遇到包兄生死存亡 脑子里 怕是多半转起了疯狂的念头 夜招长叹口气 罢了罢了 看来从今儿 开始六鸟驾鹰的安稳日子 是要一去不复返了 苏姑娘 别起糊涂念想 这事 我帮你办了 成不成的 总比你横冲直撞 把自己搭进去墙 苏红娘诧异地看着她 自是在揣摩着小达子 是在转什么花花肠子 夜招却是做了个 静生的手势 坐回桌旁 伸手按住达春的酒杯 一眨不眨地盯着达春 低声缓缓道 苏老大的事 还是得办 达春整天脑子里 也没个清醒的时候 正又盘算 一会儿到哪儿去 搅两口烟泡呢 夜招的话 当时就令她一个机灵 不过她 更是个无法无天的主 什么发肥贼你 在她心里全无概念 不就是捞个死刑犯吗 总不如砸统领衙门为王 嘉庆爷那会儿 三舅爷那一脉 不就是有个老族 把步兵统领衙门砸了吗 那我去约萧綦英的爷们 妈的 把这帮汉家奴才 打个落花流水 再请七太爷给皇上过话 参他们个不识尊卑 拿好人当贼版 看达春卷袖子 撸胳膊 跃跃欲试 夜招哭笑不得 盲伸手拉他坐下说 你呀 别胡闹 这事闹起来 咱没理 闹不好 别说咱哥俩 老爷子们都担不住 这事不能明来 咱这么办 找一具尸体 给送进去 偷龙转缝 回头就报个狱中报庇 神不知鬼不觉 具体怎么办 找什么人办 你跟瑞四商量着来 夜招知道达春的脾气 这种惊喜活 他可办不来 有瑞四照应 可就不一样了 保管办得麻麻沥沥的 如果不是达春 再几个衙美人头熟 倒真不想把他掺和进去 达春晃着膀子 连连点头 从小到大 他最幸福夜招 也最听夜招的话 唯有一点 抽大烟这事 夜招唠叨得到耳朵的气泡了 可他就是戒不掉 穿过一座四柱三间 冲天式牌楼 远远的就看见 郑王府气派的台阶下 那两头耀武扬威的石石子 牌楼书 詹云那儿子 视为西丹牌楼 郑王府坐北朝南 三路三进 东路第一进广场后 耸立着气派森严的正点 四下官网 雕梁画洞 碧娃青岩 柳英绿树中 更见层层叠叠的屋脊 宛若伯拉 一波波向远处荡去 不能寂寞 各个跨院 大小房间 累计数百间 正是一入侯门 深似海 王府西路的后花园 换作会员 乃是京城花园之罪 骑时临巡 甲山清泉 亭泻遮掩 眉不可言 夜昭就举会员后的 除缝楼中 楼前绿木映照下 有碧水一池 凌冽犹远 小王爷回府 整个郑王府 历时没了规矩 鸡飞狗跳 乱作一团 太监奴婢 踮着脚 在内宫中传行 给大福晋 送信的有之 给众位 侧福晋 妾室送信的 也有之 夜昭之后 有两个弟弟 都夭折了 又有一姐一妹 姐姐被指婚给蒙古王公 妹妹则嫁于大学士赛尚阿之子重启 不过妹妹运到不好 前年节 赛尚阿作为清差大臣都市广西 却不想 太平军越闹越凶 势如破竹般 进入湖南 赛尚阿 被革职拿板 家产亦被充公 直到今年年头 重启才被宝举为督炼 骑兵处文南 算是有了个前程 总之姐妹两个 都嫁出去了 整个王府 就剩了叶昭这个小祖宗 那可真是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就算不是叶昭的亲娘 众父亲对他 也是极尽笼络 虽说王爷还未到天命之年 但这几年 再不见父亲切实有云 怕是再生一个小王爷的希望 极为渺茫 说不得 也只能靠这根毒苗 来承袭王统了 叶昭回到除凤楼 换了衣衫 先去内宫见母亲 少不得被父亲问寒问暖 生怕御前考评委屈了儿子 伤了儿子的自尊 接着又给两位侧父亲请兰 叶昭这才去见亲王 直奔书房所在的官月员 却不想在月门前 同亲王撞了个对联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四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四集 请阿满 眼见叶昭这个圈儿就要打下去 却被亲王挽着胳膊掺了起来 免了免了 孩儿啊 委屈你了 咱回头就给他现言报 谁在背后给咱爷俩捅刀子 我都记着他 看着眼前慈祥的笑脸 叶昭心里没有触动是假的 按史书记载 这位郑王府的第十三位主人才智平庸 优柔寡断 后岁贵为顾命八大臣之首 却不过是个摆设 针基大士一向尤其地 也就是自己的六叔 宿顺做主 不过在叶昭眼里 他却只是一个极端 溺爱自己儿子 为了儿子 敢把天捅个窟窿的父亲 就说考风吧 本来是自己不争气 令门庭受辱 偏偏的老人家 不问青红皂白 就迁怒到了六王爷一心身上 反而担心宝贝儿子 这张小脸挂不住 自尊心受伤 想想也是好笑 来来来 看我给你找着了个什么好玩的玩意 亲王不由分说 抓着叶昭的手 就进了书房 却见书案之上 一只金黄 又宛如翠绿的小鸟 在鸟笼里跳远 亲王哈发大笑 贵州送来的 极品三皇去 怎么样 带出去神奇吧 这鸟笼手上这么一拿 精气神就是不一样 叶昭哭笑不得 哪有这么娇儿子呢 若不是自己二世为人 真真要被他惯坏了 可心里又是暖暖的 难为他老人家了 阿玛 我想摸个差事 总不能天天 游手好闲吃干饭啊 亲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睁大眼睛 看了叶昭老半天 忽然大笑起来 笑得那个畅快 哎呀 祖宗开言 祖宗开言呢 景祥他掌精了 掌精了 老祖儿 老祖儿啊 你们都听到了吧 听到景祥说什么了吧 看着他老人家狂喜的 疯疯癫癫癫样子 叶昭这个惭愧 自己没这么不争气吧 不过是说要找份工作 用得着乐成这样吗 明儿我就进宫见皇上 亲王脸上放光 心下大定主意 舍了一张老脸 也要保举儿子 做个散至大臣的名分 阿玛 您先看看这个 叶昭从秀里抽出一张文件 双手送到老爷子面前 文是叶昭早就写好的 同他历年来写的文章一样 一直放在西四牌楼 王家胡同 自己的小四合院书房 四合院是叶昭十五岁时置办的 多年来比比画画 写的那点东西都搬过去了 毕竟有些文字 如果挑字眼 可说大逆不道 放在王府被人发现的话 颇多不便 叶昭刚刚将苏红娘 安置在四合院 又告诉瑞六 事情办妥后 人送去那里即可 不过这不是一半天 能办妥的事 也只能要苏红娘候在那 叶昭本来担心苏红娘 未见得信任自己 不怕自己人走了 转头就领人补她吗 事已开始 是准备和苏红娘 约三天后在八仙居碰头的 谁知苏红娘 却没说半个步子 大的方方就同意了在四合院等消息 倒真是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不过想来 她也不会真的对自己放心 自己走了之后 她又布置了什么 万一自己领人去补她 她又怎么应对 这却是自己永远不会知道的 从四合院回来 叶昭在书房抽出了这篇文章 分析的是东北风静洁静利弊 以及与沙俄的关系 文理言道 沙俄对我龙兴之地一直忽视旦旦 近年渐渐蚕食我北疆国土 实在盖因北疆人稀地广 这才被沙俄移民捡了便宜 而要想根除隐患 保我龙兴之地万载平安 只有开进 如果顺之也时 一般昭明开垦 则燕鲁穷忙心 欢心而至 则不但北疆有了屏障 直立山东等地基民 又不至因天灾滋生事端 一举去两患 乃故国之两策 文理还言道 现今罗沙国 正在西方与英法奥等国 大动刀兵 而官齐刑事 战败已成必然 其国民野蛮好斗 扩张成性 西境受阻之后 势必将目光转向东方 师不我呆 若不未雨绸缪 只怕回之晚矣 亲王捧着文件 上上下下看着 越看越吃惊 看了一半 就忍不住抬头问 这篇文章 出自你的手笔 你说这个俄罗斯国 在跟英吉利法兰西开战 是不是真的 叶昭早就知道 有此疑问 回道 阿玛 景祥怎敢妄言国事 这些事真真的 全是泰安先生 听耶稣教的朋友说的 泰安先生 就是叶昭的汉语老师 换作杜文泉 自泰安 老夫子清高 儿子又滥赌 前些年 搞得家徒四壁 这些年 叶昭一直对着多方照顾 更将他的烂读鬼儿子 治得服服帖帖 就算叶昭说谎赖到他身上 想来他 也不好意思解破 亲王这才点点头 还是知道那老夫子 有几分学问的 转而就想到 这篇景秀文章 怕也是老夫子在做的 宝贝儿子 疼写了一遍而已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原来他俄罗斯 和英法结了仇 这倒好办了 日后他若真的起信 我们可以请英法 一人住战 害怕打不过他们 叶昭哭笑 英法 过不了两年 人家跟俄罗斯 这仗干完了 转头就来收拾咱了 阿玛 这怕是指望不上 他们一人之间 分分合合 但对我大清 却是一个鼻孔出气 一时半会儿 不好解释 这复杂的世界 政治形势 只好将一人 一股脑的 推到了堆里面 亲王就叹了口气 说道 哎呀 这些蛮子 统统不识理解 难怪蛇属一窝的 闸盾 叶昭只能点头附和 亲王又摇摇头 不过 凯敬一时 事关重大呀 莫说皇上不答应 就我看着 都甚得慌 要全天下的汉人 都去了关外 咱们齐人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失了事 咱可就连退路都没了 你没看吗 长毛这眼看就打过来 昨儿皇上 听说还咳了血 哎呀 说着 亲王眉头越皱越深 身以眼前局势为虑 叶昭自然知道 北伐的太平军 却是离天津不远 叶昭知道 其成不了事 自己的蝴蝶翅膀 还没煽动呢 这些国家大势 自不会改变 是以叶昭心下毒地 但其北伐对京师的震动 可想而知 阿玛 正因为我大清 遇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才不可拘泥 前朝圣祖爷的法治 若圣祖爷在世 也断然不会没守成规的 亲王再次诧异地看向叶昭 自是想不到 儿子对政见几时 有了自己的看法 不过诧异之余 却不仅老来安慰 儿子才不是补生性 文艺骑射 不过雕虫小技 而景祥 却是胸中有乾坤 好吧 这子我斟酌斟酌 寻个机会递上去 亲王看着叶昭 扶须微笑 看着叶昭 头皮发麻 静祥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真就不想成个家吗 叶昭心下苦笑 该来的总会来 却是躲不过去了 想了想 只好硬着头皮回话 阿玛 孩儿听闻 原安慰 灰宁 池广太道道台 惠征有一女 贤得聪慧 坊间多有传言 亲王就咧嘴笑了 有属意的就好 不过耳闻为虚 这人哪 还得仔细打听打听 说着一皱眉 呃 惠征 他是不是有个闺女在攻略 好像前两年 册封了贵人 其实蓝贵人声名不显 不过刚刚蒙 咸丰帝宠幸 也难怪亲王对他的事 不怎么清楚 叶昭点头道 就是这个惠征 其实叶昭 也是鬼使神差 忽然间就想到了这个念头 既然是包办婚姻 那么对方是谁又何妨呢 能和蓝贵人攀上去关系也好 虽说因为自己的到来 影响到京时局势 此蓝贵人 未必再是比蓝贵人 但来到这个时代 却不能不提防 这个日后统治了大清 半个世纪的女人 也算某种和亲吧 和亲就和亲 从准备开始做事的那一刻起 个人荣辱得失 就不再在叶昭的心上 起点中文网 版群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去杜家走了一趟 文之杜文泉尚未从山东回来 叶昭留下一封银子 又教训了杜家少爷一通 言道 再敢去赌 打折他的腿 这才被杜家众人 千恩万谢下送了出来 山东蝗灾 杜文泉 却是去青州办周厂救济灾民 这几年 直立山东 时常可见杜文泉的身影 放凉旧灾 世线们 都称其为杜大善人 只是谁也不知道 杜大善人 不过是体人刨腿 真正做善事的 却是京城的一位黄呆子 其实叶昭也知道 自己的努力 背水车心 被自己救济了又怎么样 只要制度不发生变革 悲惨的流明图 发生的一幕幕 就永远不会改变 自己现在所做 也不过是淡求欣然 在青色围墙 环绕的王府家道 瑞四却是早就候着呢 光着膀子 露出一身剑子肉的车把 时扯动江上 马车缓缓减速 叶昭撩起车窗上的小红布帘 瑞四凑了过来 低声道 耶 事儿办妥了 人也送过去了 叶昭微微点头 放下了窗帘 七四牌楼 顾名思义 就是十字路口 四方各有一座 油漆彩画 既是辉红的牌楼 如同东四牌楼一般 是皇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以及繁华商业区 叶昭置办的小四合院 就在西四牌楼 王家胡同 清墙乌相 垂流自闭 端的是一处好俱处 叶昭来到四合院的时候 已经是把苏老大救出的第二天 想也知道 人刚捞出来 兄妹之间 定然有许多话许说 叶昭也就没有来打扰他们 而见到叶昭 腿肉被打得稀烂的苏老大 挣扎着要齐身见地 这位昔日生龙火虎般的汉子 被折磨得形容枯高 只剩下半条人命 叶昭遇到这种感恩场面 倒颇觉得不好意思 忙谦逊了几句 就急着退了出来 院中天井旁 有一颗生机勃勃的槐树 绿意昂然 叶公子 多谢了 跟在叶昭身后 苏红娘也到了院中 叶昭转头 却见清风拂来 丽人的红裙飘飘 娇美无妨 再想象万马丛中 她横腔立马 美人如画 猎马如云的鹦鹉风情 不由地吃了 苏红娘有些无奈 刚刚对之升起的几分敬重感激 却不由地烟消云散 但有句别在心里的话 却是不得不问 叶公子 请问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这句话 却不好回答 叶昭智了下 随口胡舟 叹口气道 不慢姑娘 我母亲本是汉人 却 却被 强强进府 我小时候 她受的苦 唉 说到这儿 叶昭却再说不下去了 苏红娘轻轻叹了口气 也就不再追问 东响 忽然又四竹响起 从支开的漏花窗看过去 却是罗阿九操着一把二胡 边拉边唱 白罗鸡 白天机 一声爆笑 天下蹄 玉皇的弟儿 下圣旨 太平天国 定天地 左手盾 右手刀 砖砍马腿 杀青妖 奉承快马里 京东旋风章 不及我吴州 苏红娘 举调沧桑 略带激昂 嗓音嘶哑 却正合音律 回味悠长 却不像罗阿九 还有这等本事 叶昭有些吃惊 但却又马上 脸上变色 因为是客家方言唱调 回味了半天 叶昭才醒过神 他在唱什么 这可是荆棘重地 万鱼兵永日夜巡逻 内外城 榨栏数千处 这要被人出手 却是逃都逃不掉的 不等叶昭说话 苏红娘早已斥责了 罗阿九几句 罗阿九吐个舌头 善善放下耳呼 听凶狠的汉子 在苏红娘面前 却是如同孩子一般 曹猛出身 公子莫见怪 苏红娘第一次 对叶昭拱了拱手 算是赔罪 阿九哥传唱的 都是一时豪杰吧 吴州苏红娘 原来苏姑娘 是吴州人 想来人节地铃 才能有姑娘 这般出色的人物 日后若有机缘 倒要去吴州 沾沾灵气 苏红娘笑笑不语 礼人沉吟了一会儿 好似心中有个难体 终于 她心眸看见叶昭 叶公子 我翻阅公子藏书 却发现了几本经世奇书 尤其是那本 换作农民战争之书 不知是何人所作 叶昭一愣 却不想 几本玩笑之作 却被她看到了 所谓农民战争 不过是叶昭 以某人的斗争 实践为刚 胡乱写了通 现经之事 农村包围城市之论 无非是不争 一时一地之事 团结世身 减租减息 发动农民等等 但首要条件 自然是要在 起义队伍中 散播信仰 一种可谓之 抛头颅 洒热血的信仰 一只武装 若是没有坚定的信仰 则处于逆事时 崩溃 只在旦夕间 叶昭诧异地问道 姑娘看得懂 苏红娘轻轻了起 冰角散落的 一粒青丝 难得地秀起文静 好多字不认识 但意思能明白 欣赏着礼人风姿 叶昭问道 姑娘觉得哪几本书 能入法眼 红娘不懂这些 治国的道理 又哪敢批判 只敢说字字击诸 发人深信 叶昭就得意了起来 不骂苏姑娘 几本书 都是在下的玩笑之作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五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五集 啊 苏红娘不敢相信地 看了过来 再见叶昭得意洋洋的模样 更是泄气 本以为有这等市值高人 若能请出而为军师 而提免寿 何愁大事不成 却不想 是这个小色鬼的文章 难道他真有诺大学问 可要说请这小色鬼 做军师 不说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吧 他是绝技不会干的 虽然和叶昭相识 不过短短几日 但也知道 他贪图享受 绝不是可以刀口舔血的英雄 叶昭却悬济叹了口气 农民战争 就算成了事又如何 也不过是改朝换代 换个人当主子而已 何况现今之事 等你得了天下又如何 满洲退出关外 西北西南离心 只怕轻刻间 华夏江土分崩离席 若百年前 或者上游转机 现今西移 却巴不得我中华四分五裂 只怕会兴风作浪 则千百年后 后人 又该如何评说 苏红娘确实一笑 若农民战争 服役政体论呢 叶昭却是一惊 正正地看着苏红娘 没直声 苏红娘又问道 公子的政体政党论里又言道 花旗国的首脑 可以全国人选举的 听起来好似天方夜谭 叶昭笑道 可偏偏又是真的 苏红娘不再说话 只是默默的出神 也不知道她在寻思什么 叶昭道也没想到 上午刚刚跟苏红娘 高谈阔论一番之后 回府就被亲王招进暖风阁 却是有了信 咸丰爷要见一见这位 通晓西洋虚实的宗室子弟 通晓西洋虚实 自是亲王胡乱帮儿子 在皇上面前吹了大气的 本来想为儿子 谋个散致大臣的差事 却不想 咸丰帝当了真 郑亲王自然担心 儿子在皇上面前露了气 好一通的嘱咐 福晋更是抓着叶昭的手 直落零 就怕儿子一个应付不周 犯了天家的忌讳 当着叶昭就埋怨起亲王的不是 儿子平平安安 做富贵王爷不好吗 偏要去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地儿 伺候人 说到后来 亲王火了 拍着桌子骂了声 不可理喻 拂袖而去 叶昭只得劝慰母亲 更知道母亲在担心什么 心说 我这顶顽裤的帽子 什么时候才能摘下去呢 叶昭在强宝之时 就被赏了三瓶顶带 十六岁时 又被赏头瓶顶带 只是极少穿巢服 现如今 穿起乌爪九蟒的蟒服 挂上巢珠 冠上红宝石顶珠的红阴观帽 穿戴起来 倒也鹦鹉威风得很 在乾清宫南书房 跟亲王一起 打马蹄袖 规规矩矩 给先锋爷磕头请安 汤内檀香阵阵 皇家气派 眼角瞅着 满屋子 仿佛都荡漾着金色光云 给王爷看座 清朗的声音 倒是给了亲王几分面子 毕竟是道光爷 驾崩时的顾命 而按照规矩 叶昭只能一直跪在地上坐大 魂不似影视作品里 皇上接见臣子时的情形 但叶昭 还是忍不住好奇 眼角余光 偷偷撇去 却见软踏之上 端坐着一位销瘦的年轻人 人倒是俊秀 可面色苍白 隐隐有些斑点 乃是他少年时 处天花所留 这就是 智时远不及六阿哥 却以如木之城 打动道光地 得记大同的咸丰了 前几日 才见了你 还说呢 我宗室子弟 怎么就不能出个周培工 怎么就骑射文艺 样样不能了呢 郑秦王脸色震红震白 也不好插嘴 叶昭只好一个劲的磕头 奴才该死 奴才不争气 有父圣恩 罪该万死 心里苦笑 这个下马威 是怎么都免不了的 先锋语气 也就缓和了下来 看你的折子 有几句话 倒是也和朕的心意 我泱泱天朝 总不会怕几个 不实礼数的蛮子 这蛮子和蛮子 还打着架呢 叶昭又磕了一个头回道 回主子话 奴才的老师 在香港岛住过几年 倒是清楚那边的事 叶昭就自争俱拙的 将现今英法美俄等国形式 讲述了一遍 当然 政治体制 工商业体制 勃勃发展的 蜘蛛网般的铁路 开始横贯大洋 架势的电报等等 那也是不提 那也是提都不要提的 甚至已经被国人 见识过的巨炮 舰船 犀利火器 叶昭也只是 简单的说了两句 这世界 就算说构置火器 那都是显得不合时宜 从主角派 咸丰帝开始 一干王公大臣 对西洋 诸国都极为强硬 更不认为 输掉了十年前的战争 学习蛮移 只怕说出来 都能被兔磨星子喷死 尽管如此 这番话 倒也说了 有半个多时辰 期间 咸丰插嘴问了几句 虽有的话 问得可笑 叶昭还是顺着 他的意解答 诗意 才听得咸丰 连连点头 想不到 真想不到 原来蛮子那儿 也乱得很 以前就怎么 没个明白人 讲给朕听呢 先锋说着话 掀开了茶盖 叶昭盲道 皇上宽正爱名 周行天下 四方蛮一臣服 乃是早晚的事 说着肉麻的话 只管灌米乳汤 越肉麻越好 先锋轻轻饮了口茶 慢调思理道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总不能老在家晃悠 说说吧 想去哪个衙门口当差 叶昭盲又磕头 一副干击涕铃的样子 谢主子恩典 奴才全凭主子吩咐 若说奴才的志向 自然是上战场杀长矛 保主子江山永固 若说叶昭心理 自然是希望东北解禁 去东北练兵和老毛子争长短 但一来没有根基 现在就算去了 又能有什么作为 靠一枪热血 就能阻止老毛子东进吗 二来皇上开口问你 你就更不能透露自己的心事 咸丰倒是没想到 叶昭会这么说 呆了下 轻轻叹了口气 唉 倒也难为你了 小小年纪就识答题 我一直就盼着 有个满洲子弟说的 却不想被你说了出来 咱们满洲人的江山 总不能一直依仗外人 叶昭伏迪 静静地听着先锋感慨 日后曾国藩 李鸿章等汉人重臣的崛起 实在是因为 满洲清贵无人可用 八旗兵更是在同 太平军的较量中露了底 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 而从大清入关起 实则满洲宗室 才一直是真正统治 这片土地的主人 汉臣官儿坐得再大 在宗室贵族眼里 只不过是走狗而已 既然你通晓洋雾 不能荒废了 这样吧 你走一趟上海 船域给各方蛮夷 将关税之事 办一办 咸丰说的云淡风轻 叶昭却差点 一口气被噎死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什么 船域给各方蛮夷 把关税的事情办一办 这各路蛮夷 有一个将咱的圣域 当回事的吗 叶昭懂先锋的意思 小刀会作乱 刚刚攻克了上海县城 将海关监督吴建章 逃入租界 设立临时海关 可各国商人 却是鸟都不鸟你 临时海关 形同虚设 而上海关税收入 可是江南大营军享的 主要来源 起点中文网 版权所有 畅听网 荣誉出品 也就难怪先锋帝 着急上火了 叶昭其实倒是 想去上海走一遭 看一看 同各路蛮夷 接触接触 毕竟现在的西方 正是现代文明 萌芽阶段 也更接近 自己前世的世界 想来和这些蛮夷 可能共同话语 反而多一些 可叶昭却不想挂着 这个老石子 清差大臣的名头 去上海 有亲一代 这清差大臣 是最难做的 大赏 大罚 如李鸿章 曾格林庆等 都曾经作为 清差大臣 多次被处罚 但再怎么不愿意 叶昭也只能一脸 感激体灵的磕头弦 皇上栽培 是奴才终身之性 奴才定不负 主子厚望 将差事办得 飘飘亮亮的 先锋点了点头 你这番出去 不要汪费镇的 一片苦心 回去的路上 盖音仪仗森严 前有顶马香炉开路 后有数据清兵 哥是哈还四 亲王和叶昭 各做了一顶轿子 事已叙化不变 但进了王府东阿斯门 亲王下了轿 就招手叫叶昭过来 这才是不好办吧 叶昭却不想他担忧 笑着答 事在人为 谁说的准呢 亲王用力捏捏他的肩膀 看样子 倒是松了口气 而过了不多久 内庭就传出纸来 清命一等奉国将军 爱兴觉罗景祥 为半离松苏太苍道 江海北关事务大臣 赴上海与杨仪交涉 而只等官方应席到 叶昭就要即刻动身了 西四牌楼北口店铺结比林子 北口第一家福河楼 乃是京城一等一的去处 京气的招牌在日头下朔朔生辉 福河楼已爬鸡闻名 鲁汤锅十几代传下来 那鲜灵味直渗到鸡骨头里 但凡吃过的 无不条大拇指叫声好 二楼东一号房 此刻却是暴身赤犊 流水架子上 进出的店伙计 大气都不敢喘 可不是吗 就看房内四力伺候的下人吧 以瑞四爷为首 哪一个不是这片咄咄角 地方乱颤的主 更不要说他们的这些主子了 叶昭明天离京 达春等一干与他相熟的黄带子 为他白酒渐行 若照达春的意思 那是要找三庆班 热热闹闹唱三天堂会 可叶昭喜欢一切从前 这干黄带子 以叶昭为马首是瞻 也只好都忍下了那番闹腾的心思 不过叶昭 跟他们坐在一起 也实在无奈 就看这些爷的做法 达春还算好的 最起码身边陪的 是他在燕春班的香好荷花 摇摇摇摇的 可不管怎么说 是个女人呢 再看七叔公一脉的长三爷 瑞青芒的七儿子德宾 却是一人身边做一个兔相公 面相虽清秀可人 但拿枪做事的媚态 实在令叶昭 欺一身鸡皮疙瘩 长三在众人中 年纪最长 性子却是最浮 逗弄着凌人 又笑着举起酒杯 长三敬小王爷一杯 我家祖爷爷说了 咱下武器总算出了个能为皇上分忧的宗家 以后看谁还敢在背后搅设根子 郑亲王只有一子 这些人当面大多恭为叶昭一句小王爷 叶昭盲举杯干了 谢三阿哥 德宾虽是瑞青王之子 但上面有三个哥哥 又不慎得瑞青王喜爱 加上天生口急 想来也席绝无望 他整日私混在堂子里 身子骨早逃空 看架势 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 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结结巴巴的 阿 阿哥 德兵也敬你一杯 祝您马到工程 只怕他连夜昭到底要去哪里 办什么差都不清楚 吉祥话却是发自肺腑的 因为他虽愚钝 心里却是很清楚 郑亲王家的阿哥 对他最为亲口 夜昭看着他 倒是一阵心酸 后世史书上 大多数宗室子弟 自是几生虫 可又怨谁呢 按他们祖宗传下的规矩 宗室子弟既不能随便离开北京城 更不能从事工商等营商 若不能从仕途军旅谋的差事 那一辈子只能靠想银混吃等死 说起来 这样过生活 若能像正常人倒怪了 就好像得冰 看样子 怕也活不到三十岁 就这样一辈子 昏昏噩噩的过去 人世的酸甜苦辣 一样都体会不到 有何苦来世间走一走 老七啊 我的话你要放在心上 我走了以后 多保重身子 夜昭叹了口气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 我 我 我知道 德兵费了好大力气 才说出这三个字 憋得脸一阵的红 更咳嗽了起来 那吐相公 忙撬着兰花纸 拿浅红丝巾 帮德兵磨嘴 看得夜昭 这个无奈 达春斜眼撇着德兵 忍不住道 老七 你他娘身子板不行 就少喝点酒 回头再憋死你 又转头对夜昭道 阿哥 那帮养鬼子 不听说的话 您也甭跟他们客气 抄家伙跟他们干就是 夜昭哭笑点头 说着话 就慢慢风花雪月起来 常三笑得没了正行 就问夜昭 感情 听说您收了一方 亲王他老人家 不知道这回事吧 夜昭就瞪了达春一眼 达春马上喊起了撞天曲 这 这可不是我说的 喂 三个 你说话清楚 是不是我跟你说的 别冤枉了好人 常三几没弄眼的道 就你小子跟我说的 怎么在景祥这 就想赖账啊 夜昭知道 达春浑账是浑账 但不会多嘴 自己在王家胡同的四合院 不是什么秘密 有女子进出 想来是被有心人撞见了 夜昭就笑道 也不过是眼巴前的事 三哥的鼻子还真好使 我这次出去准备带上他 早就同苏红娘说好了 刚好可以顺路送他和苏老大去上海 而到了上海 他静止去天津 投奔太平军也好 去到广州 回他的地盘也好 都极为方便 少了许多风险 等自己回来 只说他跑掉了就是 坐在夜昭身边 翠梅寒平 俏丽可人的美人 乃是燕春苑的红姑娘翠仙 前阵子刚刚从植菇掉头过来的 他心思灵巧 早就想攀上燕春苑 第一等尊贵的客人达柳爷 可是达柳爷 却被荷花小蹄子 迷得迷迷等等 荷花手段也不一般 想从他嘴里夺食 实在不是件意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六集 今日听闻达柳爷 白酒打茶围 第一个点的就是翠仙 当时可把翠仙给乐坏了 心说达柳爷 原来早就在打我的主意 却不想出局来到福之楼 才晓得满不是那么回事 自己要赔的 却是另一个人 虽说清清秀秀 文雅得很 可翠仙还是有些泄气 但见到荷花又肚又恨的模样 翠仙就留了心 再听大家 一口一个小王爷的叫着 又渐渐从话头听出来 这可是满屋子的黄呆子 翠仙头晕晕的 知道自己捡到宝了 怪不得荷花脸色 那般难堪 不过见夜招 规规矩矩的 翠仙也不敢造次 只是帮夜招 针灸布菜 偶尔轻轻用苏兄 碰碰夜招的胳膊 却好似都是无以为止 但眼见谈起风月 就那两个带了兔相公的爷 手脚开始不老实 这位公子却还是自顾自 眼都不瞥自己一下 翠仙未免有些急 近夜招酒杯空了 忙给倒满 娇声道 爷 就是穿肠毒药 少喝两口 达春就哈哈大笑起来 对夜招道 看 有人心疼了不是 今晚哥哥就别回去了 喊翠仙来出局 自是因为达春未曾沾过他 朋友期不可期 现实在春楼 也有不成文的规矩 朋友招呼的姑娘 不可再行招呼 不然就是没有道义 而如果有人看中了朋友认识的姑娘 愿意招呼他 这个姑娘也要表示拒绝 当然 经过一番周折 玩弄一些花样 也就可以对这个姑娘上盘子 行话就叫割血腰子 达春是讲究人 自然不会找自己沾过身的姑娘来陪夜招 翠仙心中一喜 却羞答答的低头不语 就在这时节 呼听西乡一阵哄笑传来 一个男人猥琐的声音 那小白屁股真叫个滑溜 奶奶的老子都想下手去摸了 两间雅座 只用一道薄薄的木板隔了起来 隔音效果自然不好 本是极寻常的事 谁知道 偏偏那男人明显喝高了 说话越来越大声 轰笑声也越来越响 夜招听得分明 那男子是在炫耀他 怎么整治乡间对头 听话语 他来自湖南乡下 一位农把士 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他 他却是射击陷害人家 高官言道 农把士的妻子偷汉 知县好像都拒他几分 于是判了那位少妇帐行 夜招眉头就醋了起来 女子以通奸或帐行 是要去医受帐的 也就是说 要除掉裤子 卸裤搭屁股 对于受帐行的女子来说 大庭广众脱光下身 那无意比死还难受 尤其是在这个礼教时代 这种侮辱 坚持令人发指 却听了男子 还在得意洋洋的炫耀 老子不打他 打他算什么能耐 老子就看他女人的屁股 找大伙 一起看他老婆的屁股 早知道 老子也去当几天宅 娘的 星星的小子还跟老子说呢 他娘的 他还光明正大的 摸了几把 那边又是一阵哄笑 叶昭就哼了一声 骂他 不是个东西 达春眉毛早就竖了起来 见叶昭都骂起了大街 那还用说 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长三和几个黄带子 跟在他身后一拥而出 那些杂役长嘴 紧随起后 只有得冰 醉眼朦胧的左右张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就听到隔壁桌仪倒地 蝶腕摔碎 一句惊叫声 那男子嘶喊道 娘的 老子是亨州团练 曾博涵的本家 你们 啊 惨叫声 想来又挨了打 叶昭倒是心下一动 恒州团练 曾博涵 文正公 却不想隔壁的 竟然会是曾文正的宗亲 可人品也未免太低劣 不过 莫要说现在曾国藩名声不显 就算日后官拜大学士一等侯 这些黄带子又哪会真的将他放在眼里 参叫声不绝 叶昭慢慢品了口酒 却是想不到 跟曾文正的第一次交集 由此开始 不管孰是孰非 看来倒是先结了院了 那边乡 达春似乎打泪了 大声喊 妈的 都送顺天府 今天爷们 办办你们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就算是远清 可这案子真走公堂办起来 会令曾国藩脸上大大无光 叶昭却没有去劝阻达春 同这位未来举足轻重的人物 接约又怎样 会影响自己振兴国运的计划又如何 人 总是要能过得了自己的良心 叶昭这个钦差大臣 真是叫轻车见从 只带了顶马一人 哥是哈六名 瑞四等随身伺候的五名褒义奴才 老夫子杜文泉前几日从山东回来 就成了叶昭的事业 此外 倒是由苏红娘苏老大 以及罗阿九等天地惠众共七人 二十余人 雇马车到植孤 又从植孤征用了一艘沙船走海路奔上海 时下各地动荡 倒是走海路最为安全 郊阳之下 毕波万里 沙船扬起巨大风帆 烈烈作响 叶昭站在船头 眺望远方 虽然不知身处方位 但想起来已经出了渤海湾 大人 船头风大 不能久待 船老大 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壮汉 卷着舌头 跟叶昭说官话 他姓李 也是这艘沙船的主人 乃是崇明人 崇明榜 是上海海运的三大帮之一 当然 这个所谓的三大帮 只是一种商人对同乡的认同 联合起来 同一厢人相互之间 正生意而已 李老大 刚刚从南方 载了一船百米 本准备去牛庄 采购大豆 载回上海 却不想遇到官家 征用故船载客 自是欣然同意 叶昭 虽是一席便衣打扮 征用船之事物 都是瑞士办理 但是那顶红鹰子 披挂整齐 威风凌凌的哥士哈 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 一眼就知道 这位才是郑主 叶昭虽然年纪轻轻 但历代京城满洲青贵 少年得志的不知反几 更不要说 这位少年官员 也没几个随从 想来不是什么高官贵重 李大哥 这条船置办下来 要数千两银子吧 李老大面上 微漏得意之则 可不是吧 从十来岁 进商行做小利奔 到今日能与人 何谷买下一条船 安身礼命 却是多少人奋斗一辈子 也渴望而不可及的 不过 他回话自然谦逊得很 回大人 小的是跟人合伙买的旧船 让大人见笑了 小的跟伙伴准备过几年 托人借些银钱 再购置一条 叶昭微微点头 眺望远方 却又轻轻的叹了口气 总不如火轮船快捷呀 看来大人是去过上海 见识过洋人的火轮船 不瞒大人 小人也曾经有这样的心思 可是一来 迎钱不计 二来 火轮船操控繁琐 没有现成的伙计 后来心思也就淡了 迎钱不计 可以夺方筹备 没有伙计可以跟洋人学吗 又不是什么高深的手艺 你们运输这一行当 总讲究土顾纳心 若一直没守成规 总是要被淘汰的 见李老大陪着笑 但显得有些不以为然 夜招就到 现实大伙靠什么赚银子 无非依靠南北运输 而洋人的火轮船 是禁止北上贸易的 可说不准哪天就没了规矩 你再想想 火轮船一样可以去 牛庄采购豆谷 北上南下再无禁区 咱们的沙船 到时候何以为生啊 李老大就笑了 哎呀 不是我不信大人的话 可朝廷总得给咱活路吧 上海滩外 可有上万条沙船呢 可不独独是我这一家 起点中文网 版全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商业竞争 又何尝不是你死我亡 很多事 朝廷也是无奈为之 十几年前 洋人还只准在广州城 同十三行交易 可现在呢 无口通商 自由贸易 要想有活路 总要变 总要改 总要自强 老夫子杜文泉 不知几时来到船头 听着叶昭的话 扶须微笑 李老大脸色难看了起来 像是听闻叶昭说完 宛如看到了世界末日 心情郁闷 回到了堕楼 耳边却一直回想着叶昭的话 老夫子 这外面风大 您还是回仓啊 叶昭看着受谷林寻的杜文泉 还真怕一阵风 把他给吹海里去 爷 您都不怕 我这进了半截棺材的身子 怕什么 叶昭婉儿 说实话 身边认识的人当中 也就算老夫子 能算得上正人君子 其他人对自己虽好 但转身对别人 就不知道是一副什么面孔了 爷 我有问题想逃教 那英吉利国 既然与咱们相隔万里 来我帮漂洋过海 要半年之久 他们又为什么 非要跟咱们过不去呢 看到老夫子 一副虚心情假的模样 叶昭就一阵头疼 也怪自己 要将那几本书 送给苏红娘 就请老夫子 腾写了一份 搞得老夫子 现在成了问题先程 其实大如立命的老夫子 对蛮夷制度 想来是不屑一顾的 但对书里描绘种种 却颇为好奇 到经常和叶昭探讨起来 为了银子吧 叶昭只好将这错综 复杂的东西方制度碰撞 简而掠之 老夫子拂须点头 身以为然 爷 您歇着 我那怕再有个七八天 也抄不完 现在老夫子 夜以继日的 干的就是腾写的行的 不急 就算一路顺风顺水 到上海 最少也要十几天吧 虽然靠近通风干爽的钟楼 但狭窄的仓房 还是有些失失的门 叶昭进入房间的时候 苏红娘正坐在木板床上 捧卷阅读那本农民战争 他乃是千军万马的金国领袖 自然看得出这本书的价值 叶昭从身后取出一只木匣 笑道 送你的 苏红娘见叶昭进了船舱 就放下书本 站起来拱手为礼 倒把叶昭搞得很不习惯 苏红娘尾时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应付叶昭 这个笑话头贪图相守 十句话里怕是有九句是假的 更谈不上什么英雄豪杰 看他轻轻松松从死囚打牢救出哥哥 十有八九是分量不轻的宗室贵族 但是说一千倒一万 他都是哥哥的救命恩人 更一路互送大伙 离开京城险地 苏红娘江湖做派 众义轻生 好起甘云 是以这个救命恩人 可就令他有些伤脑筋 现在只希望早日想办法报答叶昭 同这小鬼两亲再无瓜哥 不然每日听他轻浮言语 真怕有昭一日按耐不住 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叶昭的礼物 苏红娘自然是婉拒 叶昭打开木匣 里面是一把花旗国造转轮手枪 一款式构造轮 实在与后世的左轮手枪 没有太大差异 只是更为厚重 这是当初英国人 送给天朝贵胄的西洋火器之一 不过这批西洋火器 早被道光爷数之高阁 这把转轮枪 倒是辗转流落到郑亲王府 被亲王锁在了书房角落 若不是叶昭无意发现 亲王早就忘了这马子事 见叶昭喜欢 自然送予了他 叶昭将木匣递过来笑道 西洋火器 这个叫手枪 射成威力不及长枪 但胜在方便 只是子弹没有几力 等到了上海 帮你多构置一些 苏红娘摆摆手 这是你用来防身的吧 我用不到 叶昭却不由分说地塞了过去 我知道你骄傲 伸手了得 可人总有没力气的时候 再说了 你伸手再厉害 能比得过火气 苏红娘不接 只说 轻腰的火气我见识过 也没什么了不起 叶昭叹了口气 西洋火器 尤其是鸟枪可比 这么和你说吧 若是鸟枪能连续不断地发射 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 你能躲得开吗 苏红娘俏脸 微微变色 显然马上想到了这种火气的可怕 她戴眉微平 问道 西洋火气 这般犀利 现在还答不到 但是随着科技进步 半自动的毛色枪时代 马上就会来临 科技 送你的书里 倒是有一本提及西洋科技的 看来你不感兴趣 这么和你说吧 西洋人发明立种事物叫电报 用电线连接两地 你说的一句话 转眼间就可以传到千里之外 又有火车 用钢铁机器为车头做动力 力气比牛马大万倍百万倍 拉货物在路上挤持 又有照相机 可以将你在镜子中的影子 瞬间拍下留作纪念 这些都是科技 而非巫术 在将来 更有可以在天空飞翔的机器 可搭成数十人 数百人 你想得天下 可你得了天下 做了娘娘又怎样 西洋人打过来 你怎么和他抗衡 听叶昭说的后面 又胡言乱语 苏红娘本来惊讶 这小鬼见闻之广的佩服 又烟消云散 叶昭却不知 苏红娘心里想什么 她将木匣塞过来 笑嘻嘻道 给 可以接着了吧 我教你怎么用火器 总之 想战无不胜 火器 您最佳的选择 遇到这么被懒的人 苏红娘一阵无礼 也只好接过了木匣 却正色道 叶公子 我话说头里 你的大恩大德 红娘感激 但还请叶公子 不要以为红娘 是水性洋花之人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七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七集 要说苏红娘 那真正是天生魅谷 娇艳动人 一平一笑 无不勾人魂魄 就算千军万马中 也是红唇含笑 来去如风 阴灵般的小声中 嫡将已经收手 两月露营 常传她的威名 呼之为 翘罗上 可面对叶昭 苏红娘却不得不 整日搬起面孔 免得叶昭 借颇上驴 又不知道 说出什么混账话 更不要误会自己 对她有什么好感 实在是因为 叶昭是救命恩人 不能失颜色 令她知道自己的厉害 叶昭自然明白 苏红娘的意思 微微点头 也正色道 当然 苏姑娘闽魂守节 我是打心里佩服的 这 确实心里话 苏红娘这才是然 叶昭就开始 给苏红娘讲解 怎么装戴 怎么瞄准 三点一线 对 对 就这样 说着说着 忽然房间猛的一颤 苏红娘就向床上仰去 叶昭一个亮墙 也直面摔了过去 啊 叶昭惊叫 眼看自己 就要摔在苏红娘身上 却觉得胸前 腰间 腿上一疼 就这样身子悬空 平伏在半空 叶昭微微回神 才发现原来 苏红娘 左手托在自己胸前 右手转轮枪 顶在自己腰间 更屈膝 顶住了自己的双腿 自己这才没摔在她身上 只是现在这个姿势 未免太过暧昧 叶昭向下望去 心猛的就是一跳 娇艳绝伦的俏脸 就在眼前 那鲜红诱人的阴唇 仿佛一低头 就能狠狠地允熄 白皙无瑕的坟井 小乔的耳珠 静收眼底 秃着单寇的雪白小手 浮在自己胸前 而身下人 苏兄随轻喘微颤 竟令叶昭 想到了欲聚还迎 这个四字成语 脑袋轰的一声 一时间 叶昭身子都要炸了 更令叶昭骨头酥软的 是他虽然半分也没粘到人家 却被屈膝顶在半空 感受着那力度弹性 就能想象到身下同体 那天生魅骨 妙不可言的香软滑你 正是涓涓白雪将群龙 无限风情曲曲中 水骨嫩玉山龙 鸳鸯亲礼晚春风 说来话长 其实也不过短短一瞬间 头晕脑上的叶昭 马上就感觉自己 腾云驾雾般的飞起 又被力道一挡 稳稳地站在了床前 好一会儿 叶昭才回过神 却见那水灵灵的翘影 正开门走出 叶昭急忙追上去 问了句 去哪里 苏红娘沉着脸 离也不离她 叶昭知道 苏红娘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自己的色鬼样子 瞎子都能看出来 又何况是苏红娘 在苏红娘的世界里 大概自己就是淫贼那一种人了 如果自己和她刚刚认识的话 只怕二话不说 就刺自己几个透明窟窿了 唉 其实又怎么能怪自己呢 叶昭摇头叹息 二十年前就尝过雨水之妙 而自己身份使然 在这个世界更是充满了诱惑 却又实在不想做个好色之徒 只能硬憋着 就说达春等人践行那晚 虽然自己面色冷淡 但翠仙到后来 几乎赤裸裸的挑逗 正常男人都会浴火焚身 可自己却是愣能无动于衷 怕是留下慧也不过如此了吧 只是 怎么这二十年的苦熬 都报应在今晚 报应在苏姑娘身上 而且刚刚说了佩服人家守洁 转眼自己就在人家面前成了色鬼 这叫人情何以堪 叶昭一个头两个大 也只剩下满心郁闷 只是有件事搞不明白 为什么苏姑娘最后拉了自己一把 而没将自己硬生生摔在地上呢 当时发生了一切电光火石 莫非是下意识之举 难道在她内心深处 却不见得多么厌恶自己 想着叶昭又哭笑 就别自我安慰了 这怎么可能呢 晚饭之后 叶昭左思右想 又来到了苏红娘的藏房 没办法 苏红娘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令她动心的女子 初恋 叶昭实在不想到最后 她心目中自己只剩下色狼的形象 想想也愿达春 想来第一次见苏姑娘时 若不是真的以为她会成为自己的女人 也不至于见到她的时候 那么喜欢响入飞飞 更不至于二十年的修为 回于一代 在她面前 就好像色鬼附身一般 不想苏红娘 却并没有脸若寒霜的对她 甚至帮她争了一杯茶 苏姑娘 也照刚想说话 苏红娘却白手制止了她 淡然的答 叶公子 您先听我说吧 叶公子对妾身 有天高地厚之恩 甘冒奇险 救出红娘的哥哥 说不得以后 就会连累公子抄家灭族 公子又对红娘百般眷顾 呵护北至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按理说 不管公子是汉人满人 红娘都该报答公子高义 但这般大恩大德 红娘又实在无疑已报 只有柳絮之躯 不是红娘矜持 红娘有何金贵 以公子家事 不知多少名门望族千金 巧守以盼 红娘却不能补报公子一万一 但若公子真的喜爱 红娘自无话说 叶招愣了又愣 见红娘一脸的严肃 却显然不是在说笑 苏红娘又轻轻叹了口气 只是对不起薛大哥了 不能为他守身孤老 九全之下 没面目再见的 看了看夜昭 苏红娘又道 红娘 现在就可以给公子 苏红娘面色平静 实则心下已经有了决断 她对自己确实恩比天高 但只怕也不过是公子哥 欲擒故纵的手段 而苏红娘乃是当时豪杰 杀伐决断快一恩仇 何曾受过被男人 险些压在身上的屈辱 更别说这个家伙 当时仇太笔漏了 现在却因为受了她的大恩 受此侮辱 更要屡次被她调笑 又如何对得起薛大哥 苏红娘当下答定主意 与其再这样下去 受制于这个小鬼 怕是薛大哥在地下都不得安身 偏生又受着小鬼大恩 也罢 心里清清白白就是了 身子脏了又如何 既然小鬼所做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身子 自己给他就是 任他开心几日 等到了上海 兄长和一干兄弟安全 自己一刀宰了这小鬼 再自吻还这小鬼一命就是 这样也算对得起这个小鬼了吧 只是对不起薛大哥 那也没法子了 从今而后 自己再不是薛夫人就是 宁可自己被人认作水性洋花 也不能连累薛大哥在九泉之下收入 叶昭自是不明白苏红娘所想 却是好半天说不出话 这古代女子的思想实在古怪 令她一时跟不上人家的思维跳远 好半天后才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 以身相许 叶昭心底就是一栋 眼看苏红娘雪白小手 慢慢移向树摇紧带 红色绫罗裹着销魂石骨的身子 更显得冰雪肌肤高贵不可侵犯 可偏又做出这般令人流鼻血的动作 叶昭喉咙发干 眼睛都有些冒光了 可她随即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一蹦巴掌高 慢来 慢 慢 苏姑娘 你别再这样 我可走了 苏红娘微微一正 心眸不解的看了过来 叶昭心扑通扑通乱跳 压抑着不知从哪儿冒起的邪火 叶昭哭笑道 苏姑娘 是 既然话说开了 老是不客气 我确实仰慕你 但怎么说呢 感情要慢慢培养 你若不喜欢我 这是何苦来的 姑娘好意我心灵了 这样吧 既然姑娘不气 那从今以后 姑娘就算是我叶家的人了 算是 算是定亲吧 这样姑娘也就算抱冷 要我说 姑娘对薛大哥怕是持有尊敬 绝不是男女之情 挂了叶家媳妇的名 说起来 也算为姑娘 娶了心头一道魔杖 日后姑娘 若真遇上了心上人 咱这婚约 就不做数 姑娘你看可好 叶昭又笑道 既然姑娘不作声 那就这么定了 苏红娘 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小鬼有这么一打 东扯西扯的 就成了什么婚约 叶家的人 更被他胡言乱语一通 什么魔杖啊 心上人呢 简直莫名其妙 叶昭又笑道 再说了 说不定日后 姑娘会倾心与我叶昭 那时节 咱就假戏真做了 若姑娘肯和天帝会一刀两断 我用八台大轿抬你过门 若不然 就只能偷偷摸摸了 眼见苏红娘秀眉又醋了起来 叶昭忙道 我那儿还有事要办 告辞了 眼看叶昭脚底抹油 苏红娘一时无言 这人不但油言不敬 甚至自己抱着必死之心的决绝 都被他嬉皮笑脸的一通胡扯 给搞得不干不尬的局面 遇到这么个悖懒货色 又叫人曾生是好啊 外探洋行 临次皆比 道路宽阔 中望街 洋房小楼 中西河壁的瓦楼建筑 一栋紧挨一栋 此时的上海 却已经初见繁华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 熟理江苏暗茶时 吉尔航阿 调集精锐 在城郊盘营一聚 假之相拥团练 不下两万人 朕可谓迎磊相望 惊奇避天 而美英法三国 更足持洋枪队 守护租界平安 叶昭等人下船 就有几名核枪实弹的洋人 过来盘查 当瑞斯居傲地告诉他们 这是大清朝钦差时 他们却也听不懂 只是见叶昭随从披甲 就驱枪来干 唰一声 几名哥什哈 钢刀出鞘 和洋兵对质 跟在洋人身边 跑前跑后的 是一名中年华人 看来是位租界道路 码头委员会服务的 华人谷员 穿着应铃燕尾服 却偏偏脑后带了根辫子 他却是鼻孔朝天 大模大样的对瑞斯说 杨大人说了 不管你们什么身份 都不许进入租界 我们对大清国和反抗者 一视同仁 保持中立 你们是钦差 那绕到南门 去成交你们的大营 叶爪心里 轻轻叹了口气 现今国人头上的辫子 大多顶习惯了 就算接触西洋后 看不起自己的祖国 却是跟辫子 跟满洲无关 啪的一声脆响 穿洋装的辫子 捂着脸连连后退 一脸错愕的看着瑞斯 抽了他个大耳瓜子 瑞斯却还是不依不饶 小王八蛋 吓了你的眼 也不打听打听 也是谁 作死了 九居京师 区区几个蛮子 又岂会被瑞斯爷 看在眼里 眼看瑞斯 又过去追打那几个情间 却被洋人拦下 几里呱啦沟通不便 动手就要开打 瑞斯却是对 顶在胸口的火枪 全部在乎 想来觉得 借洋人几个胆子 也不敢对大清清差 请王二哥的随从动促 叶昭哭笑不得 忙走上几步 用英文 对洋人老几位 朗声道 各位 我是大清朝官员 我也了解各国中立的态度 但我这次来 是同英美法三国使节谈判的 还请各位通报一声 谢谢 杨兵们正正地看着叶昭 瑞斯老夫子等人也吃惊地看着他 任谁也想不到 小王爷几时会讲一口蛮子话 几个杨兵 唧里呱啦地商量了一阵 有一位去报信 剩余几位还是端着步枪 警惕地看着这伙傲慢的中国人 十几分钟后 一辆豪华马车飞奔而至 从马车上跳下一个高大肥胖的白人 四十多岁年纪 灰褐色的眼瞳 好似天生就带着几分狡诈 他略带怀疑地看着叶昭一行 大步走过来脱帽至里 用生硬的中文道 你好 B人是大不列颠王国临世阿里国 请问各位是从哪里来 想来 听说有自称大清官员的人会讲英文 惊动了这位临世大人 叶昭微笑走上两步 却是用英文道 领世大人 你好 我是北京派来处理海关事务的官员 爱心觉罗景祥 好久没用英文了 开始上线声音 渐渐就流离起来 阿里国吃惊地看着叶昭 他还从来没有接触过 会说英文的大清国官员 别说大清国官员了 整个大清国民 也就那么几个活跃于通商口岸的买办 以及教会学校的学生 尚能说上几句英文 而且不可避免地夹带地方腔调 又怎有咬字这般清晰呢 开始听人送信 还以为夸大其词呢 临世大人 我准备将行员设在租界区 这也不违背贵国严守中立的原则吧 因为我不是武官 而是来和贵国交涉海关官物的外交使臣 而且根据南京条约 五口通商章程 五口通商付沾善后条款 租界乃是我国租给贵国使用之土地 贵国无权驱逐前往租界避难之官员 贵国前些日子的行径 已经违反了条约精神 损害了条约的合法性 我大清会正式召会贵国表示抗议 叶昭一脸的言肃 阿里国脑子却有些懵了 因为他对这个腐朽帝国的高级官员 印象极坏 他们一个个的 是那么的高傲自大 从来不按规矩办事 就说梁广总督叶明称 对各国使者完全一副不予理睬的架势 如法国公使布尔布隆 自去年被任命为驻广州领事 在澳门等候了十几个月 屡次请求拜见 却到现在还不知道总督衙门 门冲哪边开 犹如美国代办博驾 四年两次任期内都没有获得接见 美国公使马沙利 去年到广州上任 要求与梁广总督叶明称会见 总督大人的回复是 日理万机 疑似有闲 当选即日相见 一年多过去了 总督大人的黄历历 好像还未出现过极情日子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八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八集 对这个帝国的官员做派 各国使节既无奈有郁闷 闲谈起来更是恨得压根痒痒 但阿里国却从未想过 突然会有一位来自帝国首都的年轻官员 主动跟他接触 更能说一口上算流利的英文 而言谈之节 更一副外交辞令 令阿里国既新鲜又吃惊 进而怀疑起 这个年轻官员的真实身份 怎么可能 大清国这个愚昧落后的官僚集团中 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 要知道 大清国早就将十年前签订的条约 当废纸一般对待了 各地官员对中央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内容 均闻所未闻 大清国皇帝第一个带头不守约 下面各级官员更不小说 就说广州城这个通商口案 十年过去了 各国商人还是不能进城 偶尔偷偷偷溜进广州城的 几乎都会遭到大清国国民的辱骂 甚至群怒 生命安全是没有一丁点保障 可忽然冒出来这么一位年轻官员 竟然破天荒提起多年前签订的几个条约 而且用这几个条约驳斥自己 若他的钦差身份是真实的 虽然可能同大清的外交谈判中 多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 却无疑是一件好事 因为最起码终于有一位 不再那么不可理喻的清国官员 可以作为沟通对象了 要知道以前 就算想谈判 也没人跟你谈 只是这位青年官员的身份 未免令人生意 怀疑归怀疑 阿里国做事何等老的 微笑点头道 警降大人请放心 我会一力帮助大人 安排行赎事宜 阿里国的策略是 先监视起来 确认身份后 再做对策 就这样 中望路上一座花园般的洋房别墅 成了青差大人的行员 而大伙安顿好之后 叶昭吩咐一名哥士哈 携盖了官房大应的手语除成 去南门军营传令 请松苏太道道员 将海关监督 吴建章 前来行员序话 又传令 在见到道台之前 西洋诸国使者 一律回笔 如有人来访 只说等钦差大人 同地方官员相见之后 再与各国领事会晤 刘立赵 没有灯 到了租界 叶昭也就入乡随俗了 用起了西洋的玩意儿 在小楼二楼 辟的一间房为书房 叶昭却是正正出身 茶早就凉了 他物资不绝 先锋递说得轻松 但叶昭却知道 这差事 从头到尾 就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西洋诸国 好容易 有了将官税权 拿到手里的机会 几会轻轻放过 不过想想也可笑 据后世史书记载 英法美三国成立委员会 实际控制上海官务事宜之初 收缴的税款 反而要大大高于 原来由大清国官员 官室的时期 该因大清国官员 这经济一道 本就不明不白 又贪污成风 这才闹出 令史书官都尴尬的 这么一个局面 正因为洋人控制了 海官之后 收缴的银钱反而日增 使得后来北地里做主 将海官利益出卖的 两江总督遗粮 苏松太道道台 吴建章等 可以上折子时 含糊其次 大清国又没几个 真正明白这种事 如果按照国际惯例 是多么的犹如国体 先锋帝也就没有深究 海官权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被人家拿走了 再到后来 明白人多了 那时候 大清国却早被欺负的 不成样子 再想拿回海官权 那真是难如登天了 可现在 皮球却被踢到了自己手里 也招不忧的叹了口气 这柴事 难办呢 还想维持小道会 启示前海官的状态 怕是不可能 也只能尽量争取最大利益 尽人事而已 若明智开化 国家强盛之日 这些问题 就通通不是问题 最大的难题 反而是怎么忽悠 咸丰帝 以及京师那帮强硬的大臣 这件事一个处理不好 还被人上个折子 扣个交好蛮夷的帽子 那可就成了罕见了 换了别人 罪过再夸张些 如果在北京城北凌池 老百姓还会拍手叫好 说不定还会捡你的肉吃 就是这么一个令人无奈的时代 开启明智 又如何着手 又何其难言 叶昭不由的又叹了口气 灯芯突然一跳 叶昭猛然见窗帘上 有条窈窕人影 拿了一声 转身看去 可不是 一袭红沙 高贵娇媚 宛如神仙妃子下凡 苏红娘 翘生生的就站在书桌前 红娘 几时来的 苏红娘来了有一会儿了 却是诧异的发现 小色鬼皱着眉头琢磨事儿呢 站了好一会儿 小色鬼都没有注意到她 看小色鬼皱起眉头 认真思索的样子 简直和平时换了个人 也不知道她聚精会神的在想什么 但听叶昭 喊自己红娘 还一副很亲热的样子 苏红娘实在无奈 在这家伙面前 好像什么道理都讲不通 厚颜无耻 到了极点 可偏偏她 好像还占得天大的道理一般 对于两人现在的关系 苏红娘也是偷疼 莫名其妙的 被这家伙胡搅蛮缠 与她定了冤枉 可偏偏说要将身子交予她 又是自己掀开的口 现在 却又如何收场 本来已经到了上海 该当马上辞行的 可现在告辞 又好似欠了人家天大的恩情 毕竟今日过别后 未必有再见之 公子真名 可否世界 不能领了 还不知道人家 是个什么人不是 虽然一路同行 但天地会众小心谨慎 又怎会和这帮青妖混在一起 叶昭就是我的本名 苏红娘 心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却没有再说什么 叶昭正了正脸色 问道 红娘 你对上海局势怎么看 苏红娘就轻轻地叹了口气 怕是凶多吉少 上海孤城 被青妖重兵包围 太平军自顾不暇 又怎能指望天王来救援 说起小刀会尽狂 苏红娘的心情就沉重了起来 小刀会 三合会 天地会 等等皆是鸿门一脉 不过因地域领袖不同 是以教法不同而已 所以才有天下鸿门市一家的说法 而小刀会 则多是苏宁 广东 福建等堂口的天地会中 首领刘立川 本是天地会 香港堂口的画室人 和苏红娘 怎么都算 同门师兄弟 叶昭 斟酌着 欢声道 这样吧 过几日我寻个渠道 可以酌人混入上海城 你写封信也好 派人去见刘立川也好 劝他突围去天津 他呢 是指望跟太平军 连城一片做大 未免把天下事情 看得清了 你要人跟他讲 上海地位何等重要 若能跟发匪的地盘 连成仪器 那大清国 岂不危在旦夕 就算清举国之力 大清国也会守攻上海 再转头 去对付长矛 叶昭对双方谁胜谁负 并不放在心上 但司机一年后 上海县城被攻破 清军对小刀会众 对女兵的凌辱虐杀 心下终究不仁 苏红娘本是盘算 哥哥腿上痒得七七八八了 若不然 干脆和哥哥混入上海县城 助刘里川以臂之力 只是这话 却不好通叶昭讲 忽然辞别 倒好像不收信义一般 没想到叶昭 会说出这番话 苏红娘诧异地看着他 实在不知道 这小滑头到底是哪一边的 心里有到底打的什么盘算 只怕 只怕清军围城 插翅难飞吧 放心 我自有办法 不过呢 还要等等看 不能急 慢慢来 我总能救得咱娘家人平安就是 娘家人 苏红娘却没在意 只是默默点头 深深凝视野招 心里却越发迷糊 阳楼高耸 四面铁窗洞开 青漆铁栅栏 圈着一片绿云细草 青青点点的各色小花 点缀其中 青雅幽致 坐着凉伞下的西洋木椅 吴建章怎么都觉得病 同钦差大人会晤 他穿戴整齐 招服官学顶带 来之前 更是焚香仪式隆重 不过对这位亲王家的阿哥 宗室贵胄 吴建章却佩服得五体投地 怎么也没想到 钦差大人能将行员设在租界 要知道 就在不久前 他就是从租界 被人家以忠利之名赶出去的 他随即在陆家嘴 弄了两条船 作为临时刑署收税 又被人赶到了苏州河 而自从法国人 首先宣布法国商人 可免税出入后 英国美国立即效仿 取消了领事待征制 英国美国商人 也均自由出入上海码头 再没有税款可征了 吴建章心里这份着急就不用说了 和洋人打交道比较多 他却是深知洋人的拘骄和不好惹 早几天就接到精力快马鸡宝 清命宗室子弟景祥 办理上海关税事务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对这位少年贵咒 他所知不多 只知道是郑亲王的独子 刚刚考封为一等奉国将军 本来心里还打鼓呢 朝廷里派出这么一位少不更事的亲王阿哥 同洋人打交道 那还不搞得一塌糊涂 回头差事半砸了 他是铁帽子世袭网替 罪名全在我身上 这冤不冤呢 这两天吴建章 都觉得没什么精神头 就琢磨怎么脱干系了 却不想钦差打人 心声夺人 竟然到了上海 就打破了洋人禁令 大张旗鼓的将行员设在了租界 吴建章这个佩服 有心说 看来洋人也是捡软柿子宁 怎么不见他们 把亲王阿哥给赶出租界呢 同钦差大人见面 将小刀会作乱 攻克上海后的事情 简直要紧地讲了 更述说了三国领事 对我国朝这态度 例如花旗国人 最讲道理 海关没了 他却率先实行领事戴争 主动帮助我朝 从该国商人处征税 英国自知 只有法国人最满河 法兰西商人挑头抗睡 使得英国花旗国 起而笑之 叶昭静静地听着 不时抿一口茶水 心里却不得不感慨 经常和洋人打交道 自然也就睁眼看世界了 这个吴建章倒也算有些才举 可惜啊 现实同洋人打交道多了 对于仕途 却是极其危险的 这位倒台大人 可不就是几年后 中英法战士一起 就被灌了个通医养医的罪名 被革职拿问了吗 不过他本是商人出身 又做过买办 更贩卖过烟图 何况虽因种种原因 但也说得上是出卖海关利益 搁职拿问倒也不算冤枉 道台大人 你的话不敬不识吧 叶昭轻轻地放下了茶杯 吴建章就是一愣 忙到 小公爷 这话怎么说的 下官可不敢欺瞒小公爷 怎么称呼这位钦差大人 吴建章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本就比人家品级低 又是皇亲贵州 自不能好像汉官般 老兄老弟的乱教 汉将军大人 好像都不够恭敬 世子小王爷 偏偏钦差大人爵位不高 这么称呼 有媚上更令钦差大人 见悦之嫌 此来想去 干脆喊小公爷 恭敬公主钦差大人 早日敬绝封宫 既然是王爷独子 公爵也是指日可待的 加个小字 又不会显得太馋美 可忽然听小公 也用了欺瞒二字 吴建章脑袋上 就好像响了声炸雷 欺瞒青柴 闹不好 那可等同于骑君了 叶昭微微笑道 盗台大人 曾被贼兵俘获 怎不见告 吴建章又是一愣 这事可没人知道 不过在逃跑时遇到贼兵 被关起来不到半个时辰 就被自己偷偷溜了 盖音那会儿小贼兵里 无人认识自己而已 这 这 吴建章结结巴巴的 说不出话来 忽然就哆哆嗦嗦地 跪了下来 一个劲儿的磕头 小公爷 小公爷明见 卑职 卑职一时被困 可贼兵里 没人认得卑职 卑职是自己逃走的 断然不是 遇贼勾结 为求活命 将冠音拱手奉贼啊 小公爷 您 您明见哪 叶昭倒是一愣 没想到随口一句话 惹来吴建章这么大的反应 本来从底报 见不到吴建章曾被俘的说辞 叶昭就随口问一问 毕竟前世史 吴建章曾经被小刀毁俘虏 关了七八日之久 险些小命不保 是靠羊伤救出来的 而脱难后 他更加起劲 鼓吹要杀尽小刀会众 终其原因 也是担心 因为被俘的经历 影响他的仕途而已 难道今时 他被俘竟然一直隐瞒 可七八天不见人 又怎么自圆其说 叶昭看着扶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吴建章 皱眉道 你胆子也忒大了 吴建章连连磕头 鼻涕眼泪满脸 小公爷 杯子落入贼手 不过斩查时间 贼人中 有无人认得杯子 杯子侥幸逃脱后 为了免脱干系 才隐瞒不报 小公爷 小公爷 您明见哪 斩查时间 叶昭心里 微微一动 看吴建章神态 不似说话 何况如果真被小刀 会俘获七八天之久 他也瞒不住人 也不敢瞒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九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九集 为什么呢 自己在京城的活动 却是影响不到上海吧 不过叶昭渐渐明白 人这一生 却不知道 有多少选择 可以影响命运 就好比吴建章 在他从公属逃跑时 遇到胡同 或许向左拐 是一种命运 向右拐 又是另一种命运 叶昭默默想着心事 却哭了吴建章 实在不知 他小公爷心思如何 盘算极许 跪在地上 动也不敢动 你起来吧 叶昭忽然笑了 他恶然发现 自己无意间 以兴握游 可以牢牢操控 这位倒台大人的把柄 倒真是无心栽留了 卑职不敢 卑职不敢 叫你起来 你就起来 还是跟我说说 羊伤的事吧 叶昭笑容温和 轻轻放下了茶杯 慢慢抬起头来的吴建章 心里却是七上八下 实在不知道 这位小祖儿 到底意欲何为 蒙了波斯 粗容的长沙发 和结实的黑檀木写字台 硬木雕花的矮书架 装真华美的书籍 整个陈设 色调庄重协调 两块退了色的 法国著名戈贝林的 银灰色挂毯 遮住了四面墙壁 挂毯上的木人和树木 栩栩如生 白日里瞧来 才见阳楼内 处处一语风光 叶昭坐在书桌前 摆弄着手里的万花筒 面前鞋子台上 又碧绿语拆一枚 拆头叶明珠流光溢彩 极为华美 又有金光闪闪的 怀表一刻 钻石挂链 硕硕生辉 又有几只小匣子 里面珠光宝气 小匣子之旁 则有厚厚一叠 横铜装的银瓢 叶昭刚刚数过 不多不少 刚好一万两 这些事物 全是吴建章送来的 玩弄着万花筒 叶昭就轻笑 看来这个吴建章 下血本了 更花了不少心思 就说桌上这些小玩意儿吧 却是本地宝贝 与博来品俱全 不管自己性情如何 想来终有喜欢的 听闻乾隆朝时 为求能将骗子送到福康安 这位显贵面前 锁花叫万两之举 而自己拿捏了吴建章 这么大把柄 他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哄自己开心 加之他大概 又存了巴结自己的心思吧 对他来说 和未来的铁帽子王 能攀上关系 这几回 自是千载难逢 就算叶昭郑王府一脉出身 这一万两银子 也为时不少了 郑王府家业 自是极为吓人的庞然大物 郑亲王一年的凤银 就有万两之举 至于王府的各种镜像 就更是个天文数字 关内关外 数十上百亩的土地 牧场林子 光凭租出去的土地 每年收租也总有数万两 加之关外 更有几处金矿煤矿 要细算下来 其产业实在是庞大的吓人 不过郑王府开销树木 却也惊人 历代主人 更少有积蓄银钱的 就说京城第一后花园会员吧 就是前几代亲王 见到府库存了数万两银子 认为钱财招货 事已全部拿出来 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王府花园 事已夜招 虽花钱如流水 但凭空得了一万两巨款 却绝对谈不上无语无求的大人 倒颇为欣喜了一阵子 爷 有洋人递骗子 敲门声后 瑞斯销售的身影闪了进来 手里拿了张滚金烫鞭的名片 夜招接过来描了一页 圣和行 迈克维尔斯 请他话听序话 夜招满脑子搜索着 有关这个迈克维尔斯的记忆 却实在想不起 有这么好人物 不过话说回来 金石靠鸦片贸易 在中国大发横财的洋商 不知反击 最出名的 莫过于花旗国 也就是美国住户领事 金能亨 在中国 很是赚了惊人的身价 但也盖因其 久居中国 才这般文明 比起捞得更狠的鸦片贩子 各种商人 实则大有人在 而这位维尔斯先生 能抢在各国领事之前 来拜会自己 倒是不能小觑 花厅淡雅接近 脚下的法兰西地台 软软的 足有两寸多厚 四壁挂着油画 一派稀土风情 维尔斯先生 一副贵族派头 续了短短的胡须 更修剪成夸张的良铁 讲话时 喜欢在桌上 磕手里浮雕滑贵的烟斗 因为见叶昭英文流离 他随身带来的通意 也就被留在了外面 华厅里 只有他同叶昭两人 维尔斯 却是极为直接 开始寒暄之后 他就满脸微笑地问道 不知道特使大人 对火器有没有兴趣 叶昭端着茶 评了一口 心说 原来是军火贩子 不过没摸清 对方底细 叶昭也就打起了哈哈 维尔斯先生 对火器感兴趣的 又岂止我一人 现实的上海 租界和县城 是完全两个世界 和后来民国时 大上海的格局 完全不同 清军围困小刀会 占领的上海县城 美英法等国 虽然通传本国商人 严守中立 不过实际上 租界同小刀会 叛军之间 一直有贸易渠道 小刀会众的供给 就是靠洋商们的渠道维持 当然 要以高出 市价数倍的银钱 购买粮食军火等物资 商人逐利 同小刀会做生意 也同样同清军做生意 却是在其中 大发展政策 可是要找上 自己这个钦差 那显然是比大生意 果然 威尔斯磕了磕烟斗 脚刹的小眼睛 露出笑意 说道 特使大人 一千支步枪 难道特使大人 希望我买给对抗 贵国中央政府的叛军吗 一千支 叶昭的眉心 就是一跳 但面上 却丝毫不露 笑着问道 威尔斯先生 是军火商 还是鸦片商 这军火鸦片生意 一来害人少有福报 二来常年海上颠簸 艰难危险 威尔斯先生 有没有想过 做其他投资吗 威尔斯一正 随机失笑道 特使大人 懂商业投资 显然 对大清国官员 忽然跟自己谈商业 觉得有些滑稽 叶昭身子向前靠了靠 说道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可以称为 金融投机吧 举个例子 就说现今贵国 联合法兰西 同沙皇之间的战争 据说已经架售了 电报通传情报 如果电报员失误呢 一个月的时间 传来的都是战败的消息 那么与奥斯曼帝国 利益攸关的各个公司的股价 会不会直线下跌 甚至贵国国债 都难免出现大的波动吧 而一个月后 真正的战况 才传到伦敦 又是什么样的近况 我只是打个比方 就算贵国现今金融监管不严 可电报员 又怎么能出现这般低级的失误呢 叶昭神秘的笑着 威尔斯却是眼睛越来越亮 烟斗也不稀了 只是正正的出神 这时 瑞斯从厅外进来 来到叶昭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又退了下去 叶昭东拉西扯的 本就是等瑞斯回报 瑞斯和威尔斯带来的通议 都厚在偏听 叶昭早吩咐了 要瑞斯通过通议 盘盘威尔斯的底 而瑞斯果然不负所望 刚才回信 将威尔斯的情况讲了 威尔斯先生 本是破败贵族 十几年前 就来到中国 开始经营鸦片生意 现金竟然积累了 据说近百万英镑的财富 虽然在英伦本土名声不佳 却俨然已经是 英国最有钱的商人之一 叶昭却是小小的吃了一惊 要知道 除了具有大清特色 曾经垄断中外贸易的 十三行华商 这个世界的富豪 大多出自英伦 资产过百万英镑的商人 在英伦屈指可数 而现在 一英镑 大概兑换三两多银子 自己刚收下的那笔大额贿赂 也不过区区三千英镑而已 而华人富商 十三行在走下坡路 更说不定 哪个满洲清贵打个哈欠 就能将这财产充公治罪 其财产得来 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无非靠当时朝廷禁止贸易 只允许广州的十三行商人 与洋人交易而已 而现今 有百万英镑身价的英伦商人 若是眼光敏锐 却是大有可为了 维尔斯先生 维尔斯先生 夜招喊了两声 维尔斯好像才回过了神 维尔斯先生 不知道能否允许 我先看一看你准备售卖的步枪 啊 好好 好好 维尔斯答应着 却失魂落魄的 显然还在思索夜招忽悠他的言语 起点中文网版群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夜招只带了瑞斯 他上了维尔斯的马车 瑞斯则一路小跑跟随 一直向东直奔码头 维尔斯的船是一艘三维飞舰船 巨大的船体 一块块巨大的帆步垂落 气势不凡 甲板上金发碧眼的武装水手 都好奇的远远望着登船的夜招与瑞斯 船闲之旁 碧海青天 海鸥翱翔 积目远眺 令人心框神怡 瑞尔斯吩咐下 很快几名坦兄精壮水手 从下层船舱里 搬来一支木箱 一位英俊的白人青年 麻利地打开木箱 木箱内有稻草铺垫 一直着崭新的步枪 整齐地排列着 白人青年 从木箱里拿出步枪 递给夜招 却掩不住嘴角的一丝笔 显然在他眼里 这个梳着辫子的古怪国度 又有什么人懂得枪械 虽然野招对枪械是外行 但却也一眼看出 这些步枪 不要看擦的增量 却实在是拿破仑时期 淘汰的信号 拿起几支看了看 甚至有的步枪 还是不带唐县的华唐枪 虽然比青军常备的鸟枪强多了 却实是西方世界被淘汰的军火 想也正常 几年后的乡军淮军 还大批量装备人家的淘汰款 虽也有真正的先进步枪 却为实是少数 夜招就笑着看向威尔斯说道 威尔斯先生 不知道你准备如何定价 威尔斯目光敏锐 本就是鸦片商人 但见大清国闹起了彩平军 当下用鸦片船 顺道烧了一批枪械 船只刚到上海 小刀会购买能力有限 本来他正准备赴天津 将这批枪械高价卖给太平军 但忽然闻听 上海来了位会说阳文的清国官员 维尔斯自是乐得来壮壮运气 看能不能从政府军手里多刮些钱财 谁知道见了夜招 才感觉蛮不是那么回事 刚刚夜招关于伦敦股票的那些话 却令他沉思良久 他未必会按照夜招暗示的办法来赚钱 但无疑给了他许多启迪 本来是准备一支步枪 开价三十两银子的 但夜招笑眯眯的问 维尔斯却是不好回答的 略意迟疑说道 一支 一支二十两 正结果夜招手中步枪 放回原位的白人青年 吃惊的抬头看过来 他可知道 维尔斯先生是多么的精明 又是多么的吝啬 夜招心中一晒 够黑的 按照现实西方军火市场行情 最先进的步枪 也不过几英镑 十余两银子 见夜招似笑非笑的神情 维尔斯就确信 这个青年官员很清楚行事 但不管怎么说 要见价卖于他 那是万万不行的 另一个大买主太平均 怕是三十两银子 也舍得出的 看来我们的交易 达不成共识啊 维尔斯笑眯眯的说 夜招微微一笑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 买卖不成友情在 对吧 维尔斯先生 对对 我是很想同特使大人交朋友的 虽然不能见价将军火授予夜招 但对这个青年官员 维尔斯却是极有兴趣 就算贵国最先进的M1853步枪 二十年之内也必将淘汰 带弹舱的后装步枪 才是未来的趋势 维尔斯不明所以 只能礼貌的微笑点头 那旁边的白人青年 眼睛却是一亮 他嘴唇动了动 实在忍不住闻道 特使大人 您 您说的这种后装枪 有没有草图 维尔斯先生瞪他 他也顾不得了 他在小兵工厂做过学徒 早就想到过给后装枪嵌入弹仓 但实验过几次 全已失败结束 更引起工厂火灾 被赶了出来 夜招目光 在白人青年脸上扫过 微微一笑道 先行者总是要百折不挠 我这不过是个人的浅见 还希望你能印证啊 说着话 轻轻拍了拍白人青年的肩膀 此时白人青年早前的居要 早就飞到爪哇国了 被夜招捏了捏肩膀 却莫名感觉身体内有一股动力 更有些腼腆道 先生 谢谢您的鼓励 和夜招并肩走向船前 威尔斯心中盘算好久 终于微笑道 原来特使大人对毕国的步枪深有研究 不瞒特使大人 我另一艘船 马上就会到上海 船上有200支M1853步枪 倒是可以20辆银子一支 授予大人 同貌20箱 每箱20辆银子 特使大人 我是诚心想跟您做朋友 这个价钱可不能再低了 威尔斯的另一艘商船 确实携带了国内新鲜出炉的 恩菲尔德1853步枪 但等真正接触大清国军火市场 威尔斯才发现 这种新型武器反而利润不高 远不如那些被淘汰的次品 比这次品多卖不了几辆银子 与其这样 还不如卖与叶昭 哪个人情 M1853 这老狐狸 看来终于下血本了 叶昭脸上不动声色微笑道 船到了再说吧 威尔斯笑眯眯的说 船在香港 等施工的火药卸下来 就会来到上海 叶昭倒是知道 此时的香港岛正在西营盘东部一带 开山填海修建码头 施工火药 叶昭心下忽然一动 现实可是还没有真正的工业用安全火药 自己前世学的是化工 本以为金氏派不上用场 可现在看 将会在十年后诞生的安全炸药 自己完全可以利用现实的条件 制造出来 而且又不是第一次 二十年前 自己不就动手制造过炸药吗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集 叶昭慢慢停下脚步笑道 威尔斯先生 我对开荒破矿的工业炸药略有研究 有一方子 不知道威尔斯先生 能否帮我在贵国花旗国 以及西方诸国申请专利 威尔斯一正 实在不知道这青年官员 到底还有什么不懂的 但也全没在意 点头笑道 当然 很荣幸 能帮到特使大人 在会晤江苏部政时 吉尔航阿时 叶昭还在琢磨 威尔斯这个人 已经将用雷拱药帽引爆的 安全炸药配方 及详细步骤 写给了他 既是原料 不过是水银 硫酸 硝酸 甘油 苏达木炭粉等 再加之一些小技巧 制作极为简单 这些原料 就算上海背不起 在香港也能寻到 香港造船厂 教会 工程委员会 等等机构 要背起这些原料 还是绰绰有余的 说起来 也亏生在这个时代 若是同西方文明 没有接触 就算想造工业炸药 又哪里去寻材料 也照绞尽脑汁 就琢磨自己 还能发明什么 想了半天 也没个所以然 最后不得不放弃 心说 可真是人心不足舌吞响 贪天之功 自己也莫要太贪得无厌了 现在 问题就在于威尔斯 会不会老老实实 去帮自己申请专利 也照有九成的把握 首先 如果是有远见的商人 多半就会考虑和自己 长月合作 更莫说他 不知道自己的根底 一个大清国官员 又怎会懂这许多 谁知道这个大清官员 在英伦有没有势力极大的朋友 若贸然贪图专利权 会不会闹得身败名裂 只是好像 有些对不住诺贝尔他老人家 早十年盗窃了他老人家的发明 不过 也顾不得了 同吉尔航啊 倒也只是官场的客套 叶昭是来办理海关官物的 同吉尔航啊关系不大 但叶昭是黄带子 郑亲王独子 这位湘黄旗满洲的翻台大人 是定要前来拜会问安的 在同吉尔航啊 华厅序话的档口 门房来报 英国领事阿里国到了 吉尔航啊 忙记告辞 叶昭自礼送他出华厅 笑着嘱咐了一句 静待大人破贼加音 吉尔航啊连说不敢 他从吴建章这个倒台又自不同 他虽然出身上三旗 但郑亲王这一脉 可一直是湘兰旗旗主 只是自康熙朝起 到雍正乾隆二朝 渐渐夺了众旗主的权 任命都统 实际管理八旗 旗主渐渐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 许多旗也早没了旗主 尽管如此 吉尔航啊 对湘兰旗名义上的下人主人 又怎敢以同僚自聚 送走了吉尔航啊 叶昭亲自将阿里国迎进了花厅 又叫人奉上从京城带来的碧螺春 倒是清热的景 闲逐几句阿里国家正了整脸色 清史大人 我代表英法美三国 正式向贵国提出成立 关税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这是相关文函 请清史大人过目 叶昭心下一笑 看来他们也没闲着 背地里早就商量好了 同声同气的向自己施压 在叶昭翻看他地上的文函时 阿里国又道 只要贵国同意我们的要求 上海江海关的税收制度 将马上恢复正常 缴纳的税银 我们会按月交割 阿里国面含笑意说道 当然 大人也需考虑几日 我们会给大人充足的时间 阿里国 话里有话 自然是说你晚一天决定 白花花的税银 就一天天流逝 损失的是你们大清国 在阿里国帝来的书寒里 同后世一般 三国要求成立关税委员会 由三国各派一名代表为私税 共同管理海关事务 叶昭放下书寒笑道 领事大人 关于关税事务 我想贵国也好 任何一个国家也好 都没有权利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 领事大人请回吧 等众位领事大人有诚意时 咱们再谈 阿里国面色严肃地站起来 强硬道 领事大人 如果贵国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那谈判的基础就不会存在 叶昭微微一笑 就算损失一年的税银 我也不会答应阁下的条件 莫非阁下真以为小刀会的反抗 能支撑下去吗 等上海县城被攻破之日 我国会对所有逃避过税务的商人 实施惩罚措施 这一点还请领事大人转告贵国商人 到了那一天 一切责任由领事大人承担 阿里国哼了一声 大塌步而去 叶昭知道 谈判才刚刚开始 两人倒是都摆起了强硬架子 自是为后面的谈判定调子 自己可不能显出半分急躁的样子 现在公历是十月 如果能在来年年初 达成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就算不错了 生根半夜的三更天 钦差大人的行员 却高高地挂起了红灯笼 叶昭也未想到 威尔斯会大半夜十一点就急切地找上门 这可不是一个精明商人的做法 而且他还带来了一名律师 叫做威廉霍尔 此外威尔斯还带了一堆文件 有要夜招授权威尔斯申请专利的协议书 也有合伙人的契约 按照威尔斯提供的合伙人契约 如果新诈要专利申请成功 这份契约既是生效 威尔斯会拿出十万英镑 在英美法德四国建厂 夜招则以专利权折价入股 威尔斯投资十万英镑 占八成的股份 夜招的股份则占百分之二十 黄昏时分 夜招倒是隐隐听到海滩上 似乎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倒是没想到 是威尔斯在按照配方 实验新式工业 而显然 威尔斯意识到了 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 事已才雷厉风行的 准备好各种文件 更迫不及待的在深夜来访 确实 虽然在实验过程中 炸伤了两名故宫 其中一名故宫伤势还挺严重 估计要赔一笔数额不菲的医疗费 威尔斯却全部在意 他现在只担心这项发明 被人截足先登 要知道 炸药虽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 但怎么作为炸药安全引爆 却一直是个难题 也很少有人将之试索 新型炸药的出现 而这个大清国官员带来的新发明 简直就是无价的金矿 现今在欧洲 在北美大陆 铁路的长度正以几何倍数增长 建设铁路少不得开山破石 更莫说这种炸药在其他领域的引用 不说其他 就现在澳洲正兴起的彩金热 仅仅供应澳洲这一地的工业炸药 所能赚得的 怕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叶昭翻看着那份合伙人契约 维尔斯就眼巴巴地看着他 丝毫不言是期待的心情 维尔斯先生 对于您的慷慨我极为感谢 可我宁可你仅仅投资一万英镑和我共享股份 也不想做一个小股东 维尔斯听到叶昭只是对股份方面提出意义 马上就松了口气 略意考虑就到 时间就是金钱 就算我不说 特使大人也该知道 现在在多国建设分场 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特使大人 我愿意在原油投资额十万英镑 不发生变动的前提下 给予特使大人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不知道特使大人能不能接受 在这里 维尔斯玩了个小滑招 要说股权 就算给叶昭六成 怕是他都能接受 别看好似叶昭平白无故 就拥有了几万英镑的资产 维尔斯看中的 是这项投资自己能赚多少 而不是合伙人 是不是比自己更受益 开始提出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不过是障眼法 现在忽然从百分之二十提到百分之四十 会令人觉得大大占了便宜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 作为成功商人 维尔斯运用的炉火纯情 如果叶昭不上当 那么维尔斯是不介意真的同他共享股权的 叶昭却是微笑道 维尔斯先生 不知道 我要您八成的股份 您会不会同意呢 维尔斯一声 想不到这位年轻人 狮子大张口 正不知如何回答 叶昭就笑道 四成就四成吧 合作愉快 说着 伸出一只手 微笑着看着维尔斯 维尔斯大喜过往 急忙伸手紧紧和叶昭相握 愉快地笑道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又转头对霍尔律师道 准备新合约 笔墨纸张都带足了 显然是由备而来 过了一会儿 维尔斯才猛然醒悟 感情自己被这个年轻人 暗示了一把 不由得心里一阵苦笑 这个新合伙人不简单 其实叶昭倒是没想着 要赚多少钱 只是需要有个畅通的渠道 能和西方接触而已 而能和一名极具实力的 英国商人合作 那无疑自己以后做事 会更加得心应手 或许 维尔斯是上天赐给自己 在欧洲的代理人吧 叶昭都觉得 自己的运气实在不错 维尔斯这位英伦新贵百万富翁 自是不知道自己 在新合伙人心目中的地位 归结于代理人之类的角色 却是急切地站在霍尔律师身边 只是他心起约 要怎么写怎么写 却是忙得不亦乐乎 等看到叶昭签下的名字 维尔斯微微一正 叶昭就笑了 维尔斯先生 以后可以称呼我为叶昭 维尔斯玄机实然 听说吧 这个国家 商人地位极低 好像很多种群 是不许经商的 想来这位年轻人 也是在此列 更别说他还是官员 维尔斯就了解此的微笑 给了叶昭一个拥抱 亲爱的叶 祝我们合作愉快 他又回身打了个响指 那霍尔律师就变戏法般的 拿出了一瓶红酒 三只高脚杯 放在坛木桌上 倒了三杯酒 维尔斯通夜招碰杯的时候 又到 耶 为了表示诚意 我这次带来东方的活气 可以全部低价卖给你 一千只老式步枪 二百只新式步枪 两百箱铜帽 共计一万五千两银子 我仅仅收取了一点廉价的运费 叶昭就笑了 一万五千两 这我可拿不出 欠着行不行 当然可以 没问题 但见叶昭神色不像说小 他渐渐差异起来 本来他是准备低价将军火卖给叶昭 而这个新合伙人 想来可以在转售中央政府的过程中 大大的赚上一笔 但看起来 新合伙人却是另有心思 不过他自然不会理会这些 而叶昭肯将专利技术 毫无保留地交给他 在股权分配上 也是极为慷慨 他自然需要投桃报李 那位一笑 威尔斯道 亲爱的业 这批军火 就当做我送你的抵押吧 如果专利申请失败 就作为赔偿送给你 专利申请成功的话 这笔欠款 从你的收益里扣除 我过几天 就会离开上海 有什么事要办 你可以放心交给威廉 他是咱们的自己人 而且会说简单的中国话 霍尔律师 微笑举杯是一 叶昭举杯 轻轻和威尔斯碰杯 由衷地道 谢谢 看来我们的合作真正开始了 怀描描 威尔斯写的平条 跟威尔斯说好了 火器弹药将会暂时保管在胜利行的仓库 而只要持有威尔斯写下的平条 就可以通过霍尔律师从仓库领取军火 踏着厚厚的波斯地毯 走在二楼长廊里 在一间房间前 却忍不住停下脚步 这是苏红娘的房间 作为挂名夫妻 苏红娘被安排在了二楼 其他随从以及天地会众 则住一楼或者院中提供工人仆役居住的平房 对此苏红娘 就算不情愿也没办法 毕竟她在瑞斯等人眼里的身份 是小主人来自燕春院的小妾 而且因为是汉人 要密而不宣 叶昭站在门口 就琢磨到底要不要敲门之际 精致的西洋母门 忽然嘎吱一声 被人从里面拉开 正出神的夜招吓了一跳 不由的连腿两步 随即就见到门旁 国色天香的大美女 一袭红纱 轻柔似火 肤若凝脂 英纯娇艳欲敌 一身高不可攀的 神仙妃子风轻 却偏有天生魅骨 柔弱无骨入宴三分 聊得人不能自己 只想狠狠抱住他 连奶一番 见到夜招神台 令人忍不住 抿嘴一笑 却更是百昧横生 傍齐泰 以令人鼓软惊俗 夜招这个无奈 好像每次同他在一起 自己都是一副 孩子气的模样 在各路洋人 各方官员面前的 干练理智 全然不见 只怕他心里 一直叫自己小鬼呢 有事吗 还是那么轻柔动听的声音 夜招善善的 将怀里的平条递过去 说道 送你的新礼物 苏红娘莫名其妙的 结果来说 什么呀 上面是阳文 却也看不懂 一千二百支阳枪 两百万铜吧 随时可以去点收 苏红娘吃惊的阴唇 再合不拢 看着夜招 一时说不出话 夜招知道 苏红娘是早晚要离开自己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夜招都不希望苏红娘在月西的武装很快被剿灭 但又没有办法 只有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提供些帮助 而自己不是不需要这批军火 只是现在不需要而已 在离京前 夜招已渐渐对自己的路有了个粗略的计划 眼下就是办好这趟差 办好了这趟差 先锋地定然龙颜大跃 再由清王从中调停 东北或许真的开进也不一定 就算不开进 自己去东北的希望也会大增 只要能去东北 到时同俄罗斯人的冲突中 自己才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 以炼军之名也好 在幕后组织乡团也好 总会锻炼出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支力量 至于到时购置军火等等军费 自然要想法子 由大清国讨要报 这就叫借机圣诞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一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一集 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 当今咸丰帝的身子比之前世还要阴弱 如果搞不好 提前得翘辫子 兰贵人又没怀他的龙肿 那时节可就热到了 没有子嗣继承皇位 众亲王怕是都会跃跃于世了吧 却更便于自己浑水摸鱼 当然 种种想法也只能说是想法 实则却是半点不由的自己 就说自己差事办好了 咸丰帝高兴 赏自己个领侍卫大臣 或者六部侍郎之类的差事 那一切的计划都得泡汤 现在只能走一步开一步了 叶昭脑袋里胡乱琢磨 嘴上又倒 把大哥留在上海吧 许多事我需要他张罗 你以后购买羊枪弹丸也方便 在上海自然要留一个代理人 想想身遭的人 却都不合适 瑞斯虽然忠心耿耿 根深蒂固的奴才思想 就算自己造反做皇帝 怕是他都没二话 但终究是满人 暂时一些事 还是瞒着他比较好 至于老夫子杜文权 自己身边却缺不得他 思来想去 叶昭就想到了苏老大 那是条重义轻生的汉子 自己对他有救命之恩 在上海历练历练也好 就算开始对自己心存戒备 但想来日子久了 也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 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苏红娘吃惊地看着叶昭 如果说以前还能说 叶昭所作所为 只是贪恋美色的话 那现在他的作为 也实在太出格了 怎么都不能自圆其说 叶昭微微一笑说道 我也反清不行 我不但反清 还反太平军 反你们天地会 因为你们都带不了先进的生产力 苏红娘正正地看着他 虽然听不懂 但隐隐猜到 这家伙好似心中有着宏大的志向 叶昭又笑着掏出五千两银票 递给苏红娘 可没办法 你是我老婆 我不帮你帮谁啊 你说是不是 剩下的五千两 也找准备交给霍尔律师 要他在教会学校 选些聪慧的少年 送出去留学的 说起来 吴建章这一万两银子 倒也得其所在 老婆 我好吧 清香席人 叶昭又有些兴奋 鸡皮笑脸的说完 才见苏红娘柳梅又竖了起来 叶昭吓得赶紧银票一塞 脚底抹油 虽然李人那染着单扣的牵牵十指 那般有人 叶昭嘴上画画的 却是绝不借机会开油 碰也未碰到 他溜得快 自然看不到苏红娘 心谋里的笑意 小刀会叛乱 占领上海县城 华人纷纷涌入租界 人口随着激增 好像一夜之间 中网路上就多了许多挂着招牌的 中式商铺 人流也熙熙攘攘 倒是多了几分繁华 叶昭和苏老大 坐在茶楼一楼打糖饮茶 也在观察着街上涌入租界的各色人等 早上起 叶昭就带着苏老大去霍尔律师居所喝了杯咖啡 威尔斯先生已经离开了上海 商行一应事务都交给霍尔达里 转头看到苏老大脸上裹着纱布 叶昭心里就无奈地叹了口气 昨晚和苏老大闲聊了几句 不过提了嘴 大哥在广西威名甚盛 在上海久了怕被人认出来 干明儿我帮您想个招 谁知道当晚苏老大就在自己脸上滑了几道 苏逢娘虽不知道叶昭要哥哥留在上海做什么 但听叶昭话语 想来对于繁卿大业颇有注意 是以苏老大这条铁汉 竟为了叶昭一句话 不惜自残身体 大哥 和你们这些当代豪杰比起来 我真是惭愧 叶昭是有感而发 可不是吗 这些人说的好是豪杰 说不好就是亡命之徒 在这个时代却是大有用武之地 比起他们 自己可就真成娘们儿了 花个小口子 怕得疼得大脚 苏老大却是憨厚一笑 摸摸脸上纱布说道 洋人的药倒是怪用 刚刚在霍尔律师处 请了西医重新帮他缝针包扎了一番 叶昭点点头道 是啊 西洋文明却颇有可取之处 大哥留在上海 一切当心 刚刚也跟霍尔律师谈了 将苏老大举建胜利行做买办 但熟悉了这个圈子 就成立一家货轮商行 租一艘火轮船做运输生意 霍尔倒是大为赞成 现实洋行不许北上贸易 而华上第一艘火轮船北上 定然转得盆满薄园 苏老大呵呵地笑着点头 看了一眼叶昭说道 叶公子啊 我是个粗人 有话不会拐弯抹角 叶公子是有大志向的人 成您看得起 也觉得我苏老大 有那么一点威莫用的 这儿的事儿 我一定帮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什么大志向 大哥太看得起我了 不过大哥 我倒是有几句话叮嘱你 您说 苏老大放下了青瓷茶碗 叶爪琢磨着 还生地狱 我知道大哥和太平军小刀会 同仇敌开 但希望大哥从现在起 忘掉辛仇旧恨 专心在上海历练 这么跟你说吧 就算现在大街上有陆营兵 追杀天地惠众 大哥也只能旁观 小不仁则乱大谋 我懂得 苏老大缓缓点头 却忽然又咧嘴一笑 公子啊 我很喜欢听您喊我大哥呢 红娘能遇到公子 是他的福气 叶昭 微微一正 却没想到 苏老大竟然赞成自己同苏红娘这档子事儿 却是提前做起了大酒歌 苏老大却轻轻叹了口气 哎 红娘是个要强的孩子 命也苦 都怪我 累得她打小就四海漂泊 风里来雨里去的 没一天安生日子 好好的女孩家 却整天跟一帮粗人混在一起 过那刀抠天血的银声 我对不起这个妹子 九泉之下见到我娘 她老人家问我一句 你是怎么照顾妹妹的 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不想这个外表粗犷的汉子 还有这般细腻的心思 叶昭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苏大哥放心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他的 定不让他被人欺负 今儿喝不得酒 就用高沫敬您一碗 放公子莫负了小妹 叶昭也举起茶杯 与他相捧 见苏老大咕咚咕咚喝茶的模样 胸中莫名地生起了一股好气 两人正叙着话 忽然旁边一阵丝竹生气 转头看去 茶楼内不知何时 来了一老一少 衣衫蓝绿 老人总有七十多岁年纪 操着一把二胡 边拉边唱 唱的是 金粉东南十五州 万崇恩怨 鼠名流 老盆侠客 操胜算 团善才人 居上游 碧席未闻 文字语 诸书都未 道良谋 天横五百 人安在 难道归来 静列侯 曲声苍嗓 令人背声背闯 能唱得出这曲子 可知老人乃宝学之士 却是不得志之志 晚年落得这般凄凉 再看那四五岁大的幼童 满脸的黑泥 可怜巴巴的 伸手挨拙逃赏 客人却只管厌恶的驱赶 看着这一老一小 也照心里 轻轻叹了口气 默默念叨着 万崇恩怨 书风流 万崇恩怨 书风流 竟渐渐地吃了 苏老大 仍给幼童几分碎盈 也是沉默不语 下午时节 英国领事阿里国 来到清差行员 提出严正抗议 抗议清军 在租界的劫掠行为 因租界并无城墙 与租界外清军军营相隔 不时由清军兵勇 混入租界 事宜纠纷不断 前几日 由兵勇偷码头目料 与杨商发生冲突 兵勇打伤杨商 扬长而去 昨日晚 又有兵勇在帐滩 与杨商护殴 后杨强队赶之 击伤清军数人 击毙一人 兵勇这才鸟兽在 叶照知道 几个月后历史上 有名的泥城之战 就是因为双方矛盾 不断加深引起的 导火索 乃是一位 杨商童妻子 在跑马亭散步时 遇到清军兵勇 双方活并 杨商被重伤 这一系列的冲突 使得英美法三国领事 决心给清军一个教训 事宜组织英美联军 水手陆战队 三百余人 向清军发起攻击 又请小刀会 合作作战 据有讽刺意味的是 区区三百洋强队 就将数万名清军击败 并且火烧了清军大营 起点中文网 版权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泥城之战 也使得大清的虚弱不堪 进一步暴露在 西方诸国面前 西方诸国开始注重于武力 保护租界 而这一战事以后 两江一帝官员 对西洋各国更为敬畏 开始了同西洋各国 一起剿灭小刀会 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不过京城强硬派 还是稀里糊涂的 瞧不起满意 当然 这些所谓的强硬派 并不是说有什么民族气节 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高自大而已 就算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输了 他们却认为 杨仪远隔重阳 签了约 快快送走 就是 就算是几个条约 也莫不是一副大清国 可怜众杨仪不义 恩赏几个口岸通商 又赏赐香港岛 给英国之类的口气 是以前些年前的约 在咸丰帝等人眼里 不过是糊弄洋人 要洋人军队赶紧离开天朝的权宜之计 是没人想认真遵守的 当时英国人提出的条件 本是狮子大开口 等中国人讨价还价的 谁知道就被大清国一口气答应了 当时英国人自是欣喜若狂 却绝想不到 大清国压根没把这条约当回事 而十年之后的现在 在大清国秒堂之上 对于那场战争 更觉得输得不服气 那种自高自大 就太富盟 到几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竟然濒临北京城 火烧圆明远 以先锋帝为首的强硬派 才算真正被打腾了 咸丰猝死 架子最大 对洋人不理不睬的梁广总督叶明琛 被俘虏去印度 客死一乡 这位封疆大力的遭遇 对大清朝所有官员的威慑 可想而知 接下来的大清政府 对于西方诸国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洋务运动兴起 并开始同西方全面合作 剿灭叛军 尼城之战 虽然在国内史书极少提及 实际其影响 却是极为深远 而看眼前这架势 现实租界洋人 与清军的冲突 怕也不可避免 对于阿里国的抗议 叶昭只是回话 不在自己的权责之内 但理解各国的愤慨之情 并表示遗憾 当晚 叶昭兴致忽起 就要去看一看 这个引起历史上 尼城之战的跑马厅 实则引起 尼城之战的跑马厅 是即将破土的 第二跑马场 并不是叶昭所去之所 只是叶昭 不大清楚而已 黄浦滩上的跑马厅 实在颇为简陋 赛马路 围了一圈绿草而已 四下甚至没什么遮挡 只是在东面 有一处简陋的看台 走在跑马厅旁的泥石路上 盖阴洋人赛马时 因场地狭小 时常冲上跑马场边的 这条泥石路 是以这条路 又被人称为马路 国内公路称为马路 据说既由此而来 不远处 既可见深随大海 波浪起伏 月色朦胧 颇有海上声明月 天涯供此时的意境 夜召精气神十足的 阔步前行 身侧 苏红娘一袭黑色燕尾服 增亮的黑皮鞋 古典大美女乔装打扮 活脱脱 一俊美小声 翩翩一平一笑解 妩媚动人心魄 令人生气万般吓死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苏红娘早就在府里憋得闷急了 小滑头忽然来约她出府办事 她自然满口答应 欣然换了男装 却是令夜召本来想好的说辞 全没了用场 瞥着身侧的苏红娘 夜召笑道 嘿 穿男装真漂亮 我看啊 你以后就男装打扮吧 出书入入也方便 就算回了月夕 也裁一身军装 女将军嘛 再说你的部下 也要有统一的制服 可以汇聚人心 松松垮垮的农民军 是没前途的 你的天书里都写着呢 苏红娘抢白了她一句 穿了一席男装 走在这小滑头身边 好像自然多了 讽刺我呢 是吧 回头羞了你 夜召本来准备瞪她一眼 可是话却是越说越没底气 越说越小声 对夜召的口不择言 苏红娘既无奈 又有些麻木 而在知道小滑头 并不是鸭子一伙之后 对她这些小毛病 却不知道为了什么 没了以前的厌恶之感 何况 苏红娘忽然就瞪着夜召问道 你跟我哥说什么了 晚饭的当节 苏老大却是将她叫过去 语重心长的 说了一番张兄如父的道理 就在苏红娘莫名其妙的时候 苏老大才说了 她一正式做主 将她许给了那个小滑头 而且是聘书聘礼都收下了 虽然是测试 也算明媚证据 你不管怎么都是寡句 夜公子又是大本事的人 做测试也不委屈了你 而且婚期都给定了 就在十天以后 苏红娘气得够呛 差点和哥哥当场翻脸 这正想找夜召算账呢 她却先提起了这个茬 夜召早有对策 就好像我说的呀 挂名夫妻可总得有个仪式吧 好吧 仪式不要也行 但总要有个说法 也就是说十天以后 你就算有了名分了 放心吧 咱俩的关系 一准像现在这般维持不便 可要说没了这个过头 你怎么算我夜家的人 又怎么算报恩了 嫁我的话可是你先说的 总不会反悔吧 没人我都找好了 就老夫子了 苏红娘冷哼了一声 我当时本想杀了你 夜找心下一灵 却满不在乎的 随便 伸脖子给你杀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二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二集 苏红娘看了她一眼 没再说话 两人就沉默下来 沿着泥石路 在海边缓步而行 夜色渐深 路上早没了行人 远方沙滩上 隐隐绰绰有几个人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其实我是郑王府大哥 不过你只要记住 我叫夜招就可以了 走了几步 夜招终于还是 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毕竟她早晚 会有知道的一日 还不如自己亲口讲呢 苏红娘早隐隐猜到 夜招是满州贵州 但听她亲口承认 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忽然有些失落 原来 原来她终究是个鸭子 忽然夜招就是一笑 虽然我是个鸭子 可我是个好鸭子 而且我可从来 没把自己当满州人看 倒好似知道 苏红娘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好鸭子 苏红娘啼笑劫非 真不知道 说这个家伙什么好 夜招又叹了口气 说道 人之一生 总有许多无奈 正想再说下去 却被苏红娘拉了拉一袖 红娘努了努嘴 夜招顺着方向看去 却见沙滩上 走过来六七个身影 渐渐近了 才见到是团勇打扮 想来是围困上海县城的团练一支 哎呀 这兔相公长得真壳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胖子 盯着苏红娘 眼里就有些欲火 而其他几名团 用贪婪的目光 却是盯在了夜招手上 那几枚翠绿的羽斑指 一看就不是凡品 大胆 我是朝廷钦差 你们谁的治下 速速让路 若不然 定然将你们几个 送到吉尔航啊 仗前治罪 夜招知道 清军军纪败坏 团勇就更不小说了 和部分军纪败坏的太平军一般 都是烧杀劫掠惯了的 事宜他上来 就报名了身份 咻 什么他妈清差 老子怎么没听说来了清差 你吓唬谁家爷爷呢 胖子笑呵呵地走在最前 其他几个人 则成善面围了上来 就算没经历过这种场面 夜招也知道不好 不由暗悔 没有带哥士哈戒了 可话又说回来 这一来是租界至安尚好 二来带了哥士哈 许多话 却不好同苏红娘讲了 谁又会想到 这般倒霉 遇到几个亡命之徒 走在最后的香涌 忽然举起了鸟枪 砰的一声 夜招就觉得身子被大力推开 正是身侧的苏红娘推开了 饶是如此 胳膊上还是一马 转头看去 血淋淋的 想来是被弹丸扫到了 电光火石解 这一刻夜招真是目不暇尽 就见苏红娘 一步就到了胖子香涌面前 手腕一抬 就击在胖子喉咙之间 胖子闷横倒地 手中钢刀 已经落在了苏红娘手上 接着就见刀光闪动 扑扑扑几名香涌猴间 鲜血狂喷 离得远的两名香涌 见识不妙 撒腿就跑 叶昭不加思索道 别留活狗 苏红娘倒是微微一正 随即手一抬 已经多力并转轮手枪 叶昭送她的 却不想她待在了身上 砰砰砰几声枪响 两名狂奔而出的乡涌 栽倒在地 苏红娘又追上去 显然是在检查他们 有没有咽气 快走 叶昭站起身 也不管胳膊上还在冒血 只想快些离开此地 若被洋人见到自己杀了团恋 相拥 成何体统 何况短短时间 叶昭就知道此事大有可为 苏红娘 不知道叶昭心思 她略意迟疑 用钢刀从相拥尸体 衣服上割了一条布 快步追上叶昭 帮叶昭 扎住伤口 侧门静的行员 门房旁的哥士哈 急忙攻身行李 倒霉注意 钦差大人受了伤 回到二楼卧房 坐在紫檀木 五租相遇员凳上 苏红娘却是很快 拿了的刀伤药 帮叶昭处理伤口 看到叶昭 呲牙咧嘴的墨牙 苏红娘就忍不住好笑 今天的事 跟谁都不要讲 叶昭刚说完 就压了一声 却是苏红娘 绑紧布袋时 触动了伤口 跟大哥也不能说吗 苏红娘小心地 慢慢放下叶昭 卷起了衣袖 就怕这位大少 再呲牙咧嘴的喊痛 一边不解地问 能不说就不说吧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泄露的威胁 叶昭沉吟着 随即心下一症 这一刻 倒感觉苏红娘 好像和自己是一条心 反而跟她自己的哥哥 成了外人 再见苏红娘点头 显然是异了 叶昭心下 就更有些畅快 这是照相机吧 苏红娘破天荒 第一次来到叶昭的我房 却是发现了 那红漆描金彩绘的镜台旁 一个怪怪的三脚架架架着的小木箱 叶昭吓了一跳 还以为这大小姐也忽然间穿越过来了 随即想起自己书房里曾经对现实西洋科技的介绍 看来这段时间 她看了不少 对 照相机 回头咱俩拍张结婚照 叶昭就笑了 照相机是她从霍尔律师那儿借来的 却是想空霞时拍几张照片留念的 苏红娘也没听清她说什么 转身瞄了一叶叶昭道 今天受了惊吓 早点歇着 我走了 叶昭笑道 好 我怕了就喊你 苏红娘却是点了点头 虽然她男装打扮 穿了皮鞋 却不免脸部讹诺 燕尾服下 似乎能感受她柔软的腰枝白动 这种古典美和现代碰撞的惊人风情 险些令叶昭 拔不出眼睛来 直到丽人背影消失 她才无奈地摇摇头 心说自己就一直这么没出息吧 琢磨着今天晚上的事 想来会被算到洋人头上 更加激化清军和租解洋人的矛盾吧 而自己又如何从中取利 正正地想着 忽然一丝浓香飘入鼻端 转头望去 不知什么时候苏红娘又进来了 端了个海棠花式 叼齐田津云龙献瘦的汤盆 白玉寺的官窑稍次盖碗里 是一盏香气浓郁的鲫鱼汤 乳白的汤底 鱼身上飘着几色绿叶 官之既令人食之大动 喝吧 溅了血 鲫鱼汤最补 胳膊还用得上劲吧 苏红娘将汤盘放在了叶昭身旁的坛木桌上 啊 啊 没事 我又不是左撇子 叶昭伤的是左手 倒不影响他进食 拿起白玉小勺 就急忙咬了一口送到嘴里 随即啊了一声 被烫得窒息冷气 苏红娘水汪汪勾魂舍破的大眼睛 无奈地看着他 还说自己是亲王阿哥呢 怎么没一点稳当劲 跟个小猴崽子似的 叶昭在苏红娘面前 也不是第一次丢人了 却也练就了一副铁面皮 全然不在乎 善笑着 哎呀 黄带子嘛 那当然是没个正型了 有这么帮顽固子弟 老婆的反清大业 定然马到成功 就不能好好说话 啊 行 那以后不喊你老婆了 这就最好 十天后再喊 叶昭的话 却令苏红娘气劫 伸出雪白滑腻的小手 就给了她一个暴力 叶昭一呆 苏红娘也挣住了 这动作显得实在太过轻易 叶昭随即悠悠叹了口气 哎 动手打你家夫君 看来 要罚你回娘家 学三从四得了 苏红娘轻笑道 我管教弟弟不行吗 好吧 今天姑且饶了你 以后可不许再犯 对答之间 倒好像苏红娘 默认了是她老婆 说管教弟弟 是为了刚才动手 打夫君一下而辩解 苏红娘知道 和这个口哗哗的大少 多说几句 就注定自己要吃亏 可她却很少 有这般轻松闲聊的朋友 天地会众 各个尊她众的 见了她 就是一丝不公的神情都不敢有 就莫说和她谈笑了 偏生 就这个恨的人 牙根痒痒痒的家伙 嘴里一句没有正经话 轻浮的厉害 倒和她在一起 好像很轻松 就好像自己换了个人 再不是金格铁马 叱咤月息 令千军万马 胆寒的窍罗上 而是个有人疼 有人怜的普通女子 这家伙 好像真的不怕自己呢 老婆 我喂你一口 果然 看她现在嬉皮笑脸的无赖样 又哪里将自己的名头 有半分看在眼里 不和拉倒 老婆 今儿咱们去的地儿叫跑马场 就是赛马用的 我听说法国领事有一匹好马 等我寻机会给你弄来 这天下的骏马 只有我老婆才被急 给他们 那就暴恋天物 叶昭唠唠叨叨的 苏红娘虽不理她 却静静地看着她 不知在寻思什么 如同叶昭料想的一样 跑马亭事件之后的第三天 英国领事阿里国 法国代理领事爱堂 美国领事沃科特 一起来到了钦差行员 态度强硬地 要求清国特使大人 约束兵勇 不然绝不甘休 接连两日 发生清军兵勇 袭击扬伤事件 显然跑马亭 襄勇被杀一事 引起了连锁反应 团恋相拥 大多出自遗地 同气连之 同乡被洋人残杀 自然会引起 其不敌开之心 何况团恋相拥 军纪本就不好约束 叶昭稳坐钓鱼台 只是一再地表示遗憾 而等打发走三位洋人 叶昭立即修书一封 乃是写给江苏巡抚 徐乃昭 暗查是吉尔航阿 要二人严密戒备 防止洋人投袭 担心二人全不当一回事 叶昭措辞极为严厉 言道 警讯已传 若不克敬职守 这军务有时 定然参他二人 弯乎职守之罪 要清兵将信 秘密送往清军大营后 叶昭又来到二楼 敲响了苏红娘的房门 苏红娘换了件玫瑰红 小队金梅花烙印 修身旗袍 显得体态修长 夭夭艳艳艳 勾人魂魄 叶昭就笑 怎么 也穿上鸭子装了 是不是觉得鸭子也有好人呢 苏红娘也不理他 侧身道 进来说 红竹之下 香归刘华一彩 银瓶绣阁 刘苏是账 而靠窗漂亮的西式梳妆台 又带来了别样的风情 在软敦座下 接过苏红娘送上的香名 饮了一口 吃霞留香 叶昭不再说笑 而是极严肃的道 写封信吧 给小刀会刘里川 我估摸着超不过半月 洋人就会攻击清军大营 怕是到时候会请小刀会协助 你告诉刘里川 不能答应 若不然就答应下来 但等洋人攻势一起 要他趁机率众突围 小刀会生死存亡 只有这么一个机会 若不当机立断 定然全军覆没 本来以为还要跟苏红娘解释 为什么小刀会不能同洋人联合攻击清军 谁知道苏红娘猝没到 这消息确实吗 我也正发愁的 别看洋商卖给刘大哥他们武器 可要说在洋人政府眼里 我们终归是乱军 早晚洋人和达子会沆瀣一气 联手对付刘大哥 到时候刘大哥可就连个退路都没了 夜招一条大拇指 哎 老婆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苏红娘心甲无能 才正经了多一会儿 就开始露出本色了 放心吧 这些儿保管错不了 不过老婆 你要找个能说会道的兄弟 一定要说服刘李川 如果他实在听不进 那也没办法 咱们不过敬人事听天命了 苏红娘默默点头 自美感觉 不知不觉见 老婆一称 渐渐被小滑头 在谈正事中确定下来 就叫阿九去吧 苏红娘略意琢磨 有了人选 那明儿 一大早就大哥带着阿九去找货儿 他会帮阿九安排进上海县城的事 自己和天地会交往 帮小刀会通气 只要苏红娘和苏老大知道即可 如罗阿九之流 是断然不能令他们知晓内中详情的 苏红娘点头 却又看向叶昭 我真不懂了 你是亲王阿哥 为什么反叛族人这么帮我们 帮老婆是应该的 不过 说反叛族人嘛 那倒也未必 即使要说当今之时 满汉之分 远不如几十年后 更不像后世网络上那般描述的 你死我活 大清入关二百多年了 中军思想早就深入明心 曾国藩的乡君 就是以中军尊上为信仰 同太平军展开的殊死搏斗 而士绅阶层 就更普遍存在中军心里 早就心安理得的 做满洲人的治下之民了 而太平军也好 天地会也好 投身其中的 大多为吃不上饭的农民 一伙亡名之徒 诱惑妄图从中取得荣华富贵 他们启示 虽提出反清的口号 却实在和满汉之争 扯不上关系 甚至辛亥革命后 又有多少所谓的汉族大儒 成为宝皇派 而不肯剪掉辫子 满清之亡 实在不是因为满汉之争 而是几十年后 首先甲午惨败于日本 洋务运动失败 接着八国联军进北京 义和拳乱天下 慈禧离世 朱少国仪 而修达达搞出来的君主李宪 却是换汤不换药 皇室根本没有放弃权力的意图 这才引起士绅阶层强烈不满 大清执政根基也就不复存在 可是叶昭指的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自己最后终究要恢复汉人名字了 不能由自己带来的改变 是大清江山铁同永固 只是 那可能是十几 甚至几十年后的事了 现在 自己只管积蓄力量 若手里有一支异常强悍的武装 再能在江南两越 等领海之地守江 则可能 进行真正的洋务运动 团结世身 改善民生 与西方平等往来 使自己所守之欲 富强昌盛 若真能走到这一步 就算自己顶着满洲贵族的头鞋 也断不会有人被自己的血统困扰 说不定 还会拥护自己 做第一任君主立宪治下的国王呢 不过 是自己不甘愿一辈子 顶着个满洲贵族的名头而已 当然 现在说起来 这些也只敢做梦想想 实在太过遥远 这个世界 因为自己的到来 断不会按部就班的发展 自己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想梦想的目标努力而已 至于八旗子弟 如果这个国家真由自己来改变 那可说是他们的福气 最起码 他们会安安稳稳的去过自力耕生的日子 背叛族人 那更是断然谈不上的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三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三集 这些话 叶昭当然不会同苏红娘讲 只是嬉皮笑莲的告辞而去 完全符合她在苏红娘心目中 神叨叨故作神秘的形象 典型的十九世纪洋楼 彩色奢华的玻璃 类似教堂的间隔结构 绿草阴阴的花园 就好像一座浓缩的小宫殿 前厅处 那尊洁白无瑕的大理石少女雕像 唯妙唯笑 宛如随时都会火转一般 这里就是霍尔律师的住所 在红毯铺地的大厅里 叶昭见到了霍尔律师 从上海香港二地教会学校 选的十名 准备送去英伦留学的少年 全是男童 一个个梳着辫子 亮晶晶的眼睛 都好奇地看着野兆 他们全是教会孤儿院收养的孤儿 虽然大清民间 对这些孤儿院的描述极为恐怖 有说是拐卖儿童 挖了心来做药引的 有说是挽了双眼 给羊腰做法的 但不管流言如何匪夷所思 这些幼童却个个精神着 脸上也没有乡下孩童常见的彩色 辫子 到了英格兰后 想不留就不留吧 在霍尔律师介绍给幼童们 这就是资助你们留学的叶昭先生后 叶昭的开场白 就令这些幼童迷惑起来 叶昭挨个问了他们的名字 微微一笑说道 出阳留学和家乡远隔千山万水 你们以后的生活会遇到很多挑战 我只有一句话告诉大家 那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剽窃了某位伟人的名言 但此刻说出来 觉得辈儿合适 大家一起来跟我念一遍 来 举手 这样 叶昭右手握拳 做宣誓状在胸前 又叫那孩童都学他的姿识 大声道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幼童们嘻嘻啦啦的跟着叶昭喊着 再大声一点 幼童们一起大声喊 整齐而幼稚的声音 虽然他们脸上多少有些迷茫 叶昭不知怎么的 鼻子忽然酸酸的 好 就这样 这句话 你们终有一天会明白他的意思 叶昭笑着 轻轻拍了拍 离他最近个子最高的少年的间 刚刚少年报了名字 叫做沈成龙 字万生 先生 我会努力求学 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回国后 为先生效命 这个少年 年纪最大 也最懂事 知道这位叶昭 实则改变了他的命运 叶昭微微一笑说道 不是为我效命 这个道理啊 你以后会懂的 是 一切都听先生的 不敢和叶昭对视 少年恭敬地垂下了头 看看这几名少年 叶昭的心情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开朗起来 红竹摇曳 今天是苏红娘和叶昭的大喜之日 在罗阿九 从琉璃川处返回的第二天 他就和天地会众兄弟 搭船去了香港 免得日久 被满洲打子识破 而不管是叶昭的身份也好 叶昭和苏红娘的关系也好 他们大多 懵懵懂懂 却不敢往身里去猜 苏老大也早搬了出去 就算叶昭 想与他相见 也是极为隐秘 何况瑞斯老夫子等人 并不知道苏红娘和苏老大 乃是同胞兄妹 是以叶昭这个大喜的日子 只能和瑞斯老夫子喝几杯 老夫子顶了个没人的头衔 至于瑞斯 自然觉得 这是小少奶奶讨了主子欢心 虽不能明媒正取 但也私下给个名分 瑞斯甚至琢磨着 这小少奶奶这般得宠 说不定办完这趟差 回京之后 他老人家就会入了棋 正儿八经的成为主子的偏房 说不定 日后就是正宗的正王府 侧附近 和瑞斯老夫子喝了几杯酒 吉祥话 自然是听了一箩筐 等叶昭醉醺醺醺醺的 上了二楼之时 估摸着 也快三更天了 怎么喝酒了 叶昭敲开门 苏红娘见到叶昭 就不由的促起了秀眉 很少见这个小花头喝酒 好似就第一次见面之时 他喝了闷酒 但也只是微有酒意 叶昭脑子却清醒得很 今儿咱俩大喜日子 喝了两杯 好了 您歇着 我也回房 孤枕独眠 说着话 就转身摇摇晃晃 走向自己的房间 苏红娘无奈地看着他 摇着红唇 好似一直很难下决断 直到叶昭推开自己房间的门 准备进屋的时候 差点被半个跟头 苏红娘终于忍不住喊道 你等会儿 站住 叶昭愕然回头 有些不明所以 苏红娘就走过去 扶着他埋怨道 都多大人了 还跟个孩子似的 再说了 身边就没个人伺候你啊 你不是亲王家的阿哥吗 被苏红娘雪白划你的小手 抓着胳膊 叶昭就觉得 半边身子有点酥 全然不知自己 怎么迈不进了房 先坐下 靠好 我帮你弄醒酒汤去 苏红娘扶他到了软榻上 轻柔腰肢 摆动出了房间 叶昭晃晃头 倒觉得没那么晕了 忽然 就听外面轰天动地一声巨响 打地都颤了几颤 叶昭一愣 随即就站起了身 苏红娘爷快步走进来说道 好像是羊炮 叶昭微微点点头 到了窗边 推开窗子 就听见外面枪炮声轰鸣 寒沙声震天 远方 火光好像一瞬间 映红了半边天 哼 羊鬼子忍不住了 叶昭跳往远方 笑呵呵地说 苏红娘则担忧得道 不知刘大哥他们怎么样 明儿一早就知道了 叶昭自是没有切夫之痛 也实不太关心小刀会众的命运 希望万云龙大哥保佑 苏红娘千千千柔提何时 倒是极为前程 嗨 那还不如求我保佑呢 你们的万云龙大哥 要是真的有灵 达子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苏红娘瞪了他一眼 但对这家伙不进神佛的做派 早就熟知 也懒得理他 大喜的日子 倒是送了份好礼 回房睡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叶昭笑呵呵地说着 伸手关上了床子 外面喧闹声 直到余度泛白 才渐渐平息下去 而叶昭呼呼哈哈地 睡得那叫一个踏实 早上从清军大营赶来的信差求见 却是苏红娘叫门 才把叶昭唤醒 苏红娘一夜无眠 见叶昭睡眼朦胧地开门 苏红娘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在花厅 叶昭见了信差 听信差将战局讲了 因为清军各部 一直警惕霍旗萧强 是以洋人商团展开的第一波攻击 并没有令各部混了 反而血战之下 打退了洋枪队的进攻 后来商团又试探性地进攻了几次 但终究因为上海县城方向 小刀会叛军不见动静 几次攻击 无功而返 信差带来的是江苏巡抚 徐乃昭的亲笔信 请钦差大人斡旋 与洋人和谈 叶昭当下就回了一封信 要徐乃昭和吉尔航阿 放心来自己的行员就是 虽说大清国确实做过扣押人家和谈使者 领事官等等不可思议的举动 而且几十年后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 但想来阿里国等人断不敢这么做 不说这种行为在西方人眼里恰当的恰当 就租借这片地儿 他们那么几个人现在想也不愿再起争端 叶昭又给英国领事阿里国写了一封信 请他和参加战士的各国领事来行员和谈 并一再保证他们的人事安全 没办法 谁叫咱在人家眼里不守约而野蛮呢 阿里国和美国领事沃科特倒是先到的 还没寒暄几局 就听外面人选马斯 那叫一个热闹 把阿里国和沃科特都吓得面上变色 无他 徐乃昭和吉尔航阿道 一位巡抚大人 一位翻台大人 带了有三五百兵用 把清差行属院门围得水泄不通 园外几个洋兵不安地看着对面的兵涌然海 面上也有巨异 叶昭迎了出去 徐乃昭看起来心情甚好 和叶昭携手进院的时候 低声在叶昭二侧道 大人 有习信 击退洋人调性后 我军乘胜追击 一举破小刀会贼兵 收复上海现成 叶昭杜临暗笑 自知道小刀会众 继承突围终被发现 但大清国官员 在军功上自是当仁不让 一转眼 这个破贼兵 收复上海城的功劳 就落在他巡抚大人头上 起点中文网 版权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进了正厅 英梅岭是坐右侧 徐乃昭 吉尔航阿和叶昭 坐左侧 倒是敬畏分明 叶昭这时节 也不说英文 和徐乃昭 吉尔航阿一样 说一句 要通议 翻译一句 阿里国首先 怒气冲冲的抱怨 清军对苏解的掠夺 徐乃昭和吉尔航阿 都有些尴尬 不知道如何应对 而且昨晚 在同洋枪队交手时 虽是有备而战 但却尾时吃了大亏 其中团永不尽 仅仅陆营兵就有两名 拔总数十名官兵 在昨日的冲突中丧生 又有一名拔总不知所踪 吉尔航阿还算比较从容 徐乃昭面对洋人 可就真的有些惧怕了 领事大人 您所申诉之事 我们定会详查 如领事所言属实 对于败坏军纪这君族 我们绝不容情 可领事大人 悍然偷袭我大清军营 不知该做何解释啊 听到叶昭的话 徐乃昭和吉尔航阿 都抚须点头 徐乃昭乃是老官友子 见少年钦差开生 心下就是一席 就叫他谈去 谈得成谈不成 也有个回旋的余地 可上面也好说话 少担心干系 阿里国沉着脸道 钦差大人说错了吧 昨晚明明是贵国士兵 侵扰租界 我们才奋起还击 还抓到几名 冲进租界的俘虏 其中一位是军官 叶昭就有些无奈 谈判桌上果然可以信口辞皇 不过又怎么被人抓了俘虏 徐乃昭端着茶杯 眼皮都不抬起 端无此事 领事大人怕是抓错了人 等通义翻译出来 这一回可就轮到阿里国惊讶了 明明有战俘 怎么还能不认账呢 看看徐乃昭 一时无话可说 叶昭不时时机的打圆场 领事大人 我认为不管此事纠纷对错 事已至此 希望指刀兵 挺干戈 又转头对徐乃昭道 辅太大人 也定会约束士卒 不遗余力 是吧 上海县城已经收复 自然没有再驻扎 大量兵涌的道理 和租界的冲突 也不会再起 徐乃昭笑呵呵地道 那是自然 这一点 请领事大人放心 叶昭又对阿里国 和沃科特道 二位领事大人 关于海关事务一谈 就定于明日上午 不知二位 有没有时间 两位领事 对望一眼 都点了点头 就在徐乃昭 和吉尔航啊 以为谈妥大功告成之急 阿里国却又道 关于租界的安全 我们希望能用条理的方式 确定下来 徐乃昭和吉尔航啊 就都心下脚苦 现下最容易捅娄子的差事 莫过于和洋人 签什么条约了 叶昭一笑 说道 领事大人 想也知道 我们没有这个权责 阿里国知道 这三人中 就这位钦差大人 还是有些担当 有些见识的 看向叶昭的 放心 不过是一些小条纹 和海关关物有关 晚点 我把条纹送过来 你看了便知 叶昭轻轻点头 徐乃昭和吉尔航啊 见没有自己的干系 就更松了口气 又恢复了一连的淡然 徐乃昭却是心下在想 如何写捷报 说起来 昨晚没有大败 多亏了这位京城来的阿哥 虽然捷报之上 不需要提与洋人冲突一事 最多含糊其词而已 而昨日阵亡军兵 自然是要记入于小道会党的血战 是以这份功劳上 倒有钦差大人大大的一份 花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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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百解 回京才会替自己美颜 更不会 揭破了自己的牛皮 叶昭却是不知 一份大功劳 从天而降 只是在思索明日 和几国商谈官物时 该如何应对 第二天的谈判 同样在钦差行员的艳客厅 只不过艳客厅中间 摆了一条长长的 谈木桌 叶昭吴建章坐一边 三国领事坐另一边 却显得更正规些 因为有清差叶昭总理官物 徐乃昭乐得清闲 这本就不是什么好差事 能不沾就不沾 是以他虽为辅愿 却借口搅出小刀会余党 做了摔手掌柜 谈判还未开始 阿里国就瞪着 灰蒙蒙的眼珠子问叶昭 青山大人 归国被俘虏的军官军人 如何处置 叶昭早就料到 他会有这么一说 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阿里国气得鼓鼓的 但对这个国度的官员 真是没有办法 只能讽刺得到 在毕国国民眼里 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 我极为钦佩贵国被俘虏的军官 他很勇敢 我现在更为他的命运遗憾 其实 叶昭又岂和徐乃昭一般 魂不将自己治下军官当一回事 虽说叶昭对大清军官的命运 不怎么放在心上 但毕竟是同杨仪作战备服 总不能让人做个孤魂野鬼 只是谈判就是这样 你若表现得极为看重这个俘虏 反而对方会漫天要价 你表现得不在乎 再考虑你大清官员的历史记录 考虑到这个国度的价值观 对方还真不能把这重要的筹码 当筹码了 叶昭首先抛出了昨晚阿里国 前人送来的几份文件 其实就是各国商人 筹备成立公布局的计划书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十四集 欢迎收听《我的老婆是军阀》第十四集 这个公布局 大体上职能相当于一个自治政府 在前世 也确实成为租界的管理机构 国中之国 如果按照他的职能 大概将市政委员会 或者市政厅更恰当些 只不过 毕竟是在他国土地上 名义上为租界 并不是美洲 或者非洲的殖民地 堂而皇之地成立一个 类似市政府的机构 未免余力不合 事已才有了公布局 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称呼 在前世 杨商们成立公布局 却根本未同大清中央政府打招 只不过成立之后 才召会了地方官员 而现在 不管出于哪种考虑 杨商们的计划书 送到了大清清差的案头 却是令叶昭 威绝警察 不过凭空得了一个筹码 叶昭又岂会轻轻放过 用手敲打着厚厚的文件 醋没倒 各位领事大人 租界租界 何为租界 乃是租给各国之土地 我也知道 西方各国侨民 有着极强烈的自治精神 也尊重各国侨民 对社区的权力诉求 但我看公布局这个章程 实在有岳族戴袍之嫌 有凌驾我地方政府管理之嫌 阿里国一致 他知道对方一定会反对 本来就准备在对方反对后 用一通民间自治的道理含糊过去 谁知道 却被叶昭抢先说了 道令他无言以对 叶昭就将那些章程推到一旁 一副完全没商量的架势又道 我大清天军兵临之处 萧小授手 现已攻破上海城 如我所言 海关恢复旧物 将对各国逃税商人刻意重罚 叶昭是极有底气的 狮子大张嘴呗 新泥城之战已经告诉你们 上海租界是没有绝对力量 对抗大清国的 就算你调舰队开战 那得经过多少十日 书信往来 假之你那个上议院 下议院的争吵 总不是眼前的事 何况 你英法两国 还在土耳其和老毛子 打得不亦乐乎 现在又哪里能腾出手来 教训我这个狂妄的情差 阿里国面色铁青 昨日就知道了小刀惠众 弃城突围 上海县城已被清军攻克 关税权谈判中最紧要的筹码 忽然间就不一而飞 叶昭又道 当然 本官并不是不讲人情 十日之内补足税款者 该不追究 若过了十天期限 就莫怪本官严苛了 吴建章恭恭敬敬坐在一旁 只是捧着青瓷茶碗出神 听着小公爷和洋人唇枪舌剑 那是一句话也不说的 只是越听小公爷的言语 心下越是忐忑 这 这要是激怒了洋人 可没法收场了 见气氛僵硬 一副绅士派头的美国领事爱堂 微笑察言 话却是极有分量 钦差大人 贵国如果想收到十足的税款 没有我们的协助很难办到 相信钦差大人 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还希望钦差大人平心静气 我们共同研讨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章场 叶昭端起茶杯喝茶 大家的目光全看在他脸上 个人心思不同 但都在揣摩这位钦差大人心里到底是什么章程 又有什么底线 终于 叶昭放下茶杯笑道 你们希望介入关税事务 我能理解 但若成立什么三国委员会 由贵己国来恒定我大清海关税率 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如果谈判的基础就为此 那不谈也罢 其实昨晚 阿里国等几位领事 和十几位颇有分量的商人 也合议过此事 上海城已被清真收服 凭借小刀会 要挟大清国的筹码不复存在 若在执意同大清国争夺官物管理权 似乎颇有些异象天开 何况来自大清国京市的那位钦柴 好像对诸国之事清楚着 可不那么好糊弄 其实在前世 因为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 而临时拼凑的三国委员会 又何尝想到 最终会真的能掌控上海海关 事宜昨日连夜合一想 三国领事和商人代表 又草拟了一个新掌场 这时阿里锅就拿了出来 递给旁边的书办 悠悠书办 恭恭敬敬送到叶昭面前 叶昭翻看几眼 无非是换个名目 但仍要求江海关私税 由英美法三国代表和大清官员 共同担任 江海关事务 各国与大清政府 话语全军等 叶昭心中就是一帅 这又怎么谈得上军等啊 换言之 不与各国协商海关事务 就无法办理 这与三国委员会 并没有质的不同 不过大清面子上好看而已 叶昭就将张诚放到一旁 哼 容我等商议后 再回复诸国领事 三国领事欣然同意 虽然上海县城被攻克了 但租界内的江海关衙门 可是在他们手里 还是由最后的筹码 讨价还价的 这时 叶昭摆了摆手 两旁的通意就退了下去 叶昭微笑对阿里国道 对于诸国侨明准备在租界成立公布局一事 并不在我权责之内 只能给阁下提供私人见解一共参考 我认为吧 侨明自治 首要之物 自是取得地方政府的同意 这里 自是暗示阿里国 你去糊弄地方官员就得了 要我明明白白表态 同意你成立公布局 就算了吧 阿里国开始不解 继而恍然 随之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钦差大人高见 叶昭又笑道 听闻昨日 商团在租界抓到几名不法之徒 不知可否遣送地方 严惩一进校友 给了颗糖 自然要拿回几粒枣子 阿里国侧头和爱唐商议了几句 都觉得这个国家 都觉得这个国家草菩人命之志 扣着几个俘虏实在不知如何处置 昨晚多次考打那位军官 可那条硬汉却是坑都不坑一声 更别说承认自己的身份了 一直观这么个小角色 也没什么注意 倒不如送予这位钦差哪个人情 商议完毕 阿里国对叶昭微笑点头 送走几国领事 在花厅 叶昭留下吴建章序话 在吴建章越过阿里国拿出的新条款后 叶昭就问了几句 关于海关事务的问题 吴建章却只是异常恭敬的道 一切听晓公爷训事 叶昭最后就火了 一瞪眼睛 道台大人以为我年少好期吗 那我明日就回话 答应了洋人的章程 回京只说是你的主意 吴建章吓了一跳 本来就做的不是很安闷 听了叶昭之言 屁股就好像着了火 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卑职 卑职不敢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 怎么回京堵住那帮人的嘴 叶昭虽然心中已有记忆 但若论上期下满 吴建章这类各种老手 怕是更为原话 倒要听听他怎么说 听叶昭这么讲 吴建章一颗心 嗖的又放回了肚子 小公爷 这分明就是把他当自己人了 顿时浑身骨头都觉得轻了几两 沉吟了片刻 吴建章的 洋人满横 小公爷也以满横对峙 我关心张成 洋人实则已大大让步 小公爷不妨答应下来 回京的折子上 就说因江海关衙门 位于租界之内 雇洋人雇员效命而已 当然 这张成还是要扶院大人牵押的 扶院大人心进军功 在这上面担些干系 也是应该的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叶昭颇有些瞠目结舌 雇佣洋人雇员 这也行 这些官员推脱干系的花招 也实在匪夷所思了 再想想也就释然了 实在因现今信息不通 虚报天灾的封疆大力 尚且大有人在 又何况这小小的花招 叶昭琢磨了一会儿 微笑着端起茶杯 道敬老哥 多来我这走动才是 喊了他的名字 那更是当他自己人了 吴建章脸上 马上露出一副 感激体灵的神情 啪的甩马蹄袖 一个签打了下来 杯子遵命 杯子惶恐 得 您也甭跟我客气了 起来吧 被指告退了 吴建章恭恭敬敬的道着身 退出了话庭 叶昭又在话庭翻了一会儿 洋人的心张着 正准备再找老夫子商议的时候 一名歌声哈急不静听 打签离道 耶 洋鬼子把人送来了 跟在叶昭身边 别的没学会 倒学会了喊洋人 洋鬼子 叶昭微微点头说 带进来吧 低头将张承收起 就听登登登 脚步声响 一抬头 夜着吃了一惊 哗 好一条大汉 就见花庭外 走进以虎背熊腰的汉子 肌肉求结 就好像黑塔一般 虽然他蓬头垢面 面有伤痕 却掩不住那股子 好似会冲天而起的彪悍之气 被指何振宁把总韩景春 见过大人 大汉推金山岛屿柱 就跪了下去 一脸羞残 在这个时代 被敌求俘虏带来的耻辱 怕是一辈子都难以洗刷的 见他雄资 夜招倒是有几分欢喜 起来吧 委屈韩将军了 卑职不敢 卑职有负朝廷圣文 惊大人之罪 大汉嗓门红中一般 却是清朗响亮 显然不是那种真正的粗人 大人称卑职将军 卑职实在不敢当 夜招就笑了 失守背情 非战之罪 韩大人也不必放在心上 女儿 咱们再赢回来就是 是 是 大汉虽然口中称是 但脸上的悲愤羞惨 却是不能烧减 你知道我是谁吧 卑职知道 大人乃是京城来的情差 啊 知道就好 何振宁 你也甭回了 也回不去了 赶明我给府院写封信 算是要你来帮我办差吧 你可愿意 实在这大汉也无处可去 怕是已经上了徐乃昭 拟定的阵王名策了 大汉不是粗人 自然明白叶昭的意思 砰砰砰 就给叶昭磕了几个头 谢大人抬举 小的只有舍命办差 叶昭就笑了 起来吧 我这儿也没那些个血淋淋的差事 大汉这才漫漫其身 叶昭打量了他 又问道 韩老弟 台府怎么称呼 什么出身呢 小人曹字万生 道光爷三十年武进士 叶昭自不知道这个名字 在历史上威震江南 乃是剿灭太平军的陆营第一汉将 事已全无感觉 只是听他说是武进士出身 不由的多看了几眼 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二十年了 对武科出身 还是颇觉心情 瑞斯 瑞斯 叶昭喊了两嗓 声音也不算大 但马上 厅外就窜进来一只兽猴 瑞斯打签请安 耶 瑞斯候着 带韩将军去沐浴更衣 好生休养几日 再把老夫子喊来 遮 瑞斯起身 做了个请的手势 哈爷 请吧 刚刚进花厅 见到坐在夜昭身侧的苏红娘时 老夫子闲些没认出来 以为哪儿来的俊俊 小生呢 也太俊俏 太妖美了吧 可不是 俏丽的黑色洋装 还戴了钉礼帽 英气勃勃中 又说不出的名言动人 太认出了是小王爷唯一的侍妾 老夫子可就眼观鼻鼻关心 再不敢多看一眼了 话说回来 要老夫子的儿媳妇打扮成男人 而且还是鬼老男人 老夫子说不定 把儿子腿打瘸 再叫儿子修了他 可是在小王爷这儿 不知怎么的 好像少奶奶怎么打扮 都令人觉得理所当然 感觉不出半分愉悦之处 夜昭写了封信 准备派亲兵赶回京城报平安 可不是 出来多长时间了 亲王福晋也不知道多惦记自己呢 此外 就是写给京城的折子 却要老夫子参详一番 夜昭这二十年 也算不学无术了 对于这种古剧连篇的折子 实在不知道如何着手 苏逢娘一直憋着笑 看着老夫子 几乎是手把手的 教夜昭落笔 老夫子 算了算了 你来写吧 夜昭握着毛笔 实在觉得遭嘴 赌气就撂了挑子 老夫子扶须微笑 虽然说起来不尽 但对夜昭 他总有一种对小辈的疼爱之情 盖音这位小爷 从来不摆架子 夜 夜 不好了 瑞斯忽然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 他在夜昭面前 可从来没有这般不成体统的时候 韩敬春 韩敬春他 韩敬春他跑去海关衙门了 瑞斯面色有些苍白 也怪他多嘴 和韩敬春唠叨了几句 洋人站着海关衙门 里面的账策拿不出 也心胶着 谁知道韩敬春却是二话不说 夺了哥什哈的腰刀 就冲了出去 夜找醋没到 他去那做甚 瑞斯扑通就跪下了 噼里啪啦扇自己的嘴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都怪奴才多嘴 说爷是为了海关的事烦 他就说 拼了这条命 也要帮爷把关乌账本抢回来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 也都着了魔 跟他一块聚了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 乃是护卫叶昭的哥什哈 从王府带出来的清兵 君是香兰旗有名的勇士 那也是骄傲得很 倒是瑞斯 渐渐见识了洋人的厉害 直到这个祸可创大了 瑞斯追出去劝说半天 却终究劝不得他们回头 只好飞奔回了报信 胡闹 叶昭真生气了 啪的一声 拍的桌上鼻墨乱见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瑞斯跪在地上 一个劲抽自己的嘴巴 叶昭也来不及理他 急得团团乱转 却是一时无际 去清军大营调兵 一来来不及 二来许乃昭 怕是不会痛痛快快誓远 自己这儿又不是郑王府 身边就几名清兵 瑞斯几名包衣 那是见不得刀阵 好了 起来 去备马 现在只有希望自己赶得及 韩静春三人 没遭洋人毒手 而后院中 早就从许乃昭的军营 征用了几匹军马 奴才这就去 这就去 瑞斯慌慌张张跑了出去 叶昭一转头 才发现刚刚还坐在书案旁 看自己笑话的苏红娘不见了 不由的诧异道 她呢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五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五集 老夫子摇摇头 一脸茫然 刚才也只顾心急 却没注意少奶奶去了哪 西洋风格的铁栅栏门洞开 夜昭虽骑舍接连 但多少还有些奇数 登上高头大马 几名哥士哈也都披挂整齐一脸的肃杀 瑞斯等几名褒衣杂衣聚在夜昭马旁 这时节自没人敢惜命 若小主人出什么差池 只怕他们的轻卷都会受到牵连 远方传来 砰砰砰的火枪巨响 夜昭一皱眉 挥动江省 跨下马 飞奔而出 枪声一响 租界的马路上 就不见了人影 这几天 租界也是乱得很 人心惶惶 哒哒哒 几匹马 飞奔着 瑞斯等奴才 一溜烟 跟在后面 行员距离海关 衙门不远 拐过一个路口 就见海关衙门的铁栅栏门前 隐隐戳戳围着二三十名羊兵 各个占据了射击位置 砰砰的向里面开墙 而这个旧日的海关衙门 却在二楼窗口 伸出了一面狐暴旗 那是清军标迎旗帜 叶昭心下一松 虽不知战况 但险见几人 还未遭毒手 停火 停火 叶昭大声用英文喊 谁知道靠近这边 接向几名羊兵 扭过身来 马上瞄准了火枪 砰砰砰 震耳欲聋的火药爆炸声 叶昭未及反应 已经被一名清兵 猛的从马上扑了下来 摔了个七魂八素 一阵混乱 几名清兵洞子快捷 很快就护着叶昭 钻进了旁边的小巷 钢刀出鞘 手在巷口 刚刚扑叶昭下马的清兵 腿上血淋淋一片 也被拽了进来 接着 瑞四等奴才大呼小叫的 也都跑进了巷子 叶 咱们先回去 这巷子口拐个弯就通行员 瑞四见叶昭额头 摔得轻了一块 脸都下白了 这些日子 租借的巷子 倒是被他摸了个门心 叶昭知道 自己现在再喊什么 全无用处 再留在这里 莫名其妙被抓了俘虏 回头变成自己大清清差 带领兵勇武力进攻租借商团 却是真的有理说不清了 也只有回去从长计 出来时 已经派人去清军大营送信 看徐乃昭是什么盘算吧 当下点头 走吧 瑞四等人 这才松了口气 簇拥着野昭一路狂奔 等羊枪队冲进巷子时 早就人影不见 徐乃昭的援军迟迟不到 等了一个时辰 叶昭实在坐不住了 信说 也只能求苏红娘了 有他护卫 想来遇到商团散兵游勇 也能对付 现在只有去见霍尔律师 要他斡旋此事 若不是必要 叶昭不想令阿里国等政治人物 知晓自己同威尔斯 同霍尔的密切关系 想来威尔斯 也是同样的心思吧 而不管威尔斯 会不会侵吞自己的专利权 至少暂时 两人之间还算是合伙人 可是上了二楼 转了一圈 也未找到苏红娘 叶昭正无奈至极 清兵跑来送信 说是英国领事阿里国到了 叶昭心下就咯噔一声 看来韩锦春等人 不是遭了毒手 就是失手被请 不然阿里国也不会找上门了 而现在人家有离有惧有劫 甚至手里还有俘虏 可真不知道 接下来自己的戏该怎么唱 不过叶昭 倒真希望租界商团 只是俘虏了几个人 尤其是巴克什和阿尔哈图二人 对自己何等忠心 若两人鲜血淋漓的尸体 摆在眼前 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发狂 一心担忧 叶昭匆匆来到花厅 谁知道阿里国脸色 好像比他还难看 京湘大人 我希望你立即命令部下离开海关衙门 释放我国侨民 不然我将会视大人的行径为 向我大英帝国宣战 看到叶昭 阿里国就怒气冲冲的喊了起来 叶昭一正 什么 离开海关衙门 释放侨民 感情这一个多时辰 洋枪队不但没攻进海关衙门 还被人抓了俘虏 阿里国现在 真可说满枪郁闷 忽然有清军冲进海关衙门 悬挂起清军旗帜 这还可以说是迫不及防 毕竟海关衙门只留了两名卫兵看守 可接下来巡逻的商团 马上发起攻击 谁知道半路上又杀出过莫名其妙 不知道来头的杀戏 一身欧洲贵族打扮 等到了跟前 忽然夺了一名火枪手的步枪 抡着枪托打晕数人也冲进海关衙门 接下来 二三十名武装人员 却怎么也攻不进衙门大院 对方不但见识精准 还有个极厉害的火枪手 七八名士兵被对方火器所伤 后来几名武装人员翻后墙进了院准备偷袭 谁知道全部被活捉成了俘虏 被绑在窗户前做了人质 无奈之下 阿里国只好打消了武力夺取衙门的念头 带了十几名武装人员直奔钦差行员 若翻了脸皮 只管将大清钦差抓起来就是 阿里国怒气冲冲的兴师问罪 也找莫名其妙占了上风 心情大好 无辜地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的于青说 领事大人 我当时可曾在现场大喊停火的 却遭到贵国保民袭击 我一个轻位被贵国保民赏了性命 这又怎么说 叶钊说着话脸就沉了下来 其实救护他的清兵只是腿伤 倒无性命之忧 随即叶钊的话风就一转 算了算了 不管谁是谁非 总之以和为贵 我本意只想着人取回海关衙门几份旧文件参考 或许语言不通 才酿成这场悲剧 在此我个人深表歉意 请领事大人下令 撤去围攻海关衙门的武装 我保证贵国侨民毫发无损 阿里国哼了一声 但还是点了点头 等叶钊见到清兵去传令停火接回的人 众人才恍然大悟 占领江海关衙门比抗拒羊枪队进攻两个小时 除了韩敬春巴克什和阿尔哈图 却还有第四个人 正是穿了燕尾服 英挺帅气 散发着别样诱人妩媚的苏红娘 院前喷水泉边 夜照看到苏红娘就笑 嘿 老婆 可吓死我了 你没受伤吧 在这许多人面前 苏红娘却不由的脸一肉 更觉得这小鬼魂不知拉拢人心 怎不先去问你的部下呢 但莫名其妙的 又颇有些被人疼的心田 我没事 苏红娘淡淡回了局 转身走向阳楼 自要先回房洗漱 韩敬春此时 惊佩惶恐 实在想不到 忽然杀出来救助自己等人的 竟然是小王爷的夫人 刚才还想 谁家小哥这般俊俏 简直可说妖艳了 而且那身功夫 脚一个俊 十个八个大汉 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 偏偏又拿了把短火枪 其准头 更令韩敬春惊恶 西洋火器 若操作得当 原来这般洗礼 可万没想到 这救命恩人 竟然是少奶奶 韩敬春呆了半赏 猛的跪了下去 卑职该死 卑职累 夫人身陷险地 万死难输其咎 卑职罪无可恕 请大人止罪 至于巴克什和阿尔哈图 早就跪着趴在那儿 自己长嘴了 他俩刚刚还真未认出 救援三人的大高手 竟然是主子的侍妾 平时他俩 自不会和苏红娘 有什么照面的机会 就算见了 也就是打签问安 又哪敢偷偷瞄上半眼了 夜找此时 心情不错 他喜欢武当弄枪 倒也怨不得你们 顿了一下 笑容渐渐淡了下来 不过你们 也推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在你们眼里 可还有规矩 韩敬春垂下了头 不敢作答 两名哥是哈 就只顾自己长嘴了 目光扫了一圈 夜找到 好了 你们也停了吧 这时节 是给谁看呢 说完 甩手就进了院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 善善地停了手 脸蛋已经又红又肿 三人大眼瞪小眼对望着 只能乖乖跪在院门口 等候法洛 起点中文网 版群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半个时辰后 一队清军才匆匆赶来 钦差行俗处于租界边缘 商队 对这队清军倒也没有阻拦 带队的是一名游击 姓陈 言道府院大人和翻台大人 昨晚去了苏州 军营调度繁琐 事已援军才来晚了 夜找自不会为难这些族子 老官游子 一向明哲保身 徐乃昭就算不持缘 也在意料之中 至于是不是去了苏州 倒也不必深究 说起来自己也算因祸得福 韩靖春等几人鲁莽行事 却无意间帮了自己一个大忙 想来阿里国等人 对清军的实力又要重新估算了 晚饭时分 夜招才要瑞斯去传话 要跪着的三人起来吃饭 并言明日后再罚 双醉并法 咋一早就拎着红檀木的石盒 将饭菜送上了二楼餐厅 夕阳油花 雪白蕾丝窗帘 长长的餐桌 铺着白绿哥的餐布 两张梅花镂空仪背的木椅 餐厅内一派稀土风情 当苏红娘见到一盘盘肉和菜精味分明的食物 翘脸微有些差异之色 但也没多说什么 却见夜招笑着将自己灌肠做的那张木椅 向后移了一个 老婆大人请坐 苏红娘对老婆这个称谓已经麻木了 但夜招的动作却令他吃惊不小 脸部清白来到木椅前 却觉背后移动 椅子碰到了腿弯 却是夜招又将木椅向前略微推了进来 你干什么呢 苏红娘坐下诧异的看着夜招 夜招回到自己的位置坐好 笑呵呵的说 哎 男人风度嘛 哎 我都快忘了 遇到你这些天 我才想起来男人该怎么疼女人 哼 这叫什么风度 疼女人的风度啊 男人本就该让着女人的 兔相公才讲究这种风度呢 要我说呀 男人大丈夫就该有男人大丈夫的样 驰骋江场建功立业 那才是大英雄大豪杰 再不计家里也该有个威严吧 成天围着女人转 给女人端茶倒水 又是什么男人 夜招心中一晒 也罢 自己算是一轮明月照勾曲了 这个世界的女子思想古怪 就算苏红娘等这等金国 却也对大男子主义习惯了 好了 吃饭吧 不管怎么说 夜招未免觉得有些无趣 也没精神去介绍各种菜式 只淡淡倒 西餐 羊鬼子的口味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怎么了 生气了 不敢 夜招确实有些毒气 随即就好笑 也难怪苏红娘看不起自己 自己也太孩子气了 好了 给你这个 别生气 苏红娘虽不知道怎么用刀叉 但将鹅肝削下来一片 自是轻而易举 用闪亮亮的小叉子 叉到了夜招的吃点里 哼 这就像江公赎岁啊 怕是差劲点吧 你还想怎样 苏红娘好笑地看着他 这个家伙 说他孩子气吧 但有些话的见识气度 能令人深思良久 而和西洋诸国 和那些朝廷大臣打交道 可是老练着 可是要说他本事吧 偏偏整天没个正行 夜招瞄着苏红娘 娇美寒称的诱人神态 心脏又跳得厉害起来 顺嘴就说 喊上老公 那我就不生气了 呸 想得美 苏红娘说完就逮住了 自己这是怎么了 怎么好像在跟这个家伙 打情骂俏 怎么这般不知羞耻 又如何对得起 九拳下的薛大哥 夜招不知道苏红娘心里想什么 却是笑着一手持刀 一手持叉 来 我教你怎么用刀叉 学我这样拿起来用才方便 苏红娘看了眼夜招 心下不知是什么滋味 低下头 我默默去割盘中那黑乎乎的烤肉 自己 自己尾时早就对不起薛大哥了 从阴差阳错 和这个家伙成了挂名夫妻那天起 自己就背叛了薛大哥 或许自己就是个轻贱的女人吧 不配薛夫人这个名分 可是回到贵西 又如何面对薛大哥的亲人 红娘 你为什么会想去救韩靖春他们几个 他们可都是吃大清国的良想 看得出苏红娘心情忽然低落 叶招也就不再开口老婆 闭口老婆了 苏红娘搁着盘子里的肉 不流露丝毫感情地道 你帮了我这么多次 我总要帮你一次 算不了什么 叶招看了他几眼 尾时不知道 他为什么忽然变得冷冰冰的 挠了挠头 也只好低头去吃自己碟里 半生不熟的牛排 接下来的半个月 叶招拆是办得顺风顺水 如果说唯一的遗憾 就是感觉苏红娘一直在躲避自己 就算吃饭时 都比自己晚半个时辰进餐厅 这十几天 倒是和各国领事 磕磕绊绊的议好的章程 对方又让了一步 江海关衙门议题事务 仍由大清国官员处理 但衙门设顾问三名 分别由英美法三国侨明出任 反设关税纷争 均交由江海关监督 与各国顾问合同办理 想来因为 清差四清兵 占领海关衙门一事 令各国领事 也感到了紧迫感 这次小冲突 更完全可以说 是商团实力 大清国清差的四名清兵 就将商团三十名火枪手 压制得死死 最后更是毫发不伤的 任由人家离开 怎么说都是闹了个灰头土脸 各国领事自然担心 这类冲突多了 怕是租界的安全 都得不到保证 毕竟上海租界 没有西方诸国正规军 助手保护 而租界之派 就是旗帜遮天蔽日的 清军大营 清差四清兵闹租界的威风 道令清军大营 也变得唬人了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六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六集 张承拟定 看似比历史上 争来了好大的面子 但一个主体国家的海关事务 却要同各国争论谈判 粤语 又岂能称为胜利 更不要说 还要加入不伦不类的 所谓顾问之说了 不过叶昭可没有贸然就签押 做实行海关条款 而是同阿里国等人 拟定了个试用条约 就是从今儿起 正式向进出上海码头的货物 收取关税 但仅仅为试用期 正式签约 要等自己送入京城的折子 收到准信再说 在晚清历史上 同洋人打交道 最为危险 同洋人签约更深 前脚签完约送走洋人 后脚说不定 你就成为替罪扬备治罪 以平息朝廷强硬派 以及民间义愤的反对声 至于被后世骂为卖国贼的 那就更不知反击了 叶昭不想重蹈这些大人的覆辙 是以同阿里国等人 商议搞了这么个适用条约 既可以很快的收取关税 免得白花花的银子流走 又有回旋余地 条约张成 我一字不差的发回经理 你们同不同意 跟我没干系 以后翻旧账 也算不到我头上 阿里国等人 倒理解钦差大人的顾虑 虽然无奈 但也想这事早点平息下来 事已答应了叶昭的要求 而叶昭这一手 显然比吴建章 那欺上满下的手段高明多了 就算江苏巡抚 徐乃昭这位府院大人 也是自愧不如 心说这位小阿哥年纪不大 办事情却是滴水不浓 可比咱们劳劳多了 以前怎么就不懂签约 还可以签草约 还可以有什么赞行期呢 而在江苏大小官员 宴请叶昭的酒宴上 徐乃昭就不免提及此事 大赞叶昭少年国事 将来必为大清 以为公骨重臣 而大小官员 自其声附和 于此如潮 这里是苏州刘园 寒碧山房 招待钦差大人 园林主任自乐的 棚笔生辉 刘园景色极甲 数不尽 迷离遮映的 漏窗洞门 湖光山色 若隐若现 而从寒碧山房 二层观学 园内美景 美不胜收 阁楼旁一汪碧水 山鸾陵木 在池中倒影 正是溢水方寒碧 万灵一变红 宴桌上 菜肴精美 金杯御展 一派奢华 江苏大小官员 自巡抚徐乃昭 依次而作 什么府院道台府台 什么番司聂司县太爷 三席酒宴 总有三四十名官员 听着满耳的奉承之词 叶昭只是微笑品酒 虽然不亦察觉 但叶昭知道 徐乃昭对自己的态度 韦时和以前又自不同 想来曾经在他眼里 肚皮空空的草包阿哥 一跃成了或许前途 无量的权贵子弟 酒宴过后 众官员纷纷告辞 而叶昭则留宿 寒比山房 待明日再回上海 房内 弥满着花贵的气息 画着黄英明知的锦绣平风后 是垂着丝薄账漫的金贝高卧 那层层叠叠 构造奇巧的木床 更令后人叹为观止 爷 您歇着 还是出去走走 瑞斯送上清水 等叶昭竖竖了口 又端来水盆毛巾 伺候叶昭洗漱后 瑞斯就问 歇会儿吧 这喝点酒啊 身子就乏 叶昭擦干手 将毛巾扔给瑞斯 你也别在外面伺候了 去旁边那屋密会儿 是 主子真比奴才的亲生 爹妈对主子都好 跟了主子 瑞斯也成了大福气的奴才 瑞斯一脸的感激提灵 却被叶昭 轻轻在屁股上踢了一脚 骂屁心 滚你的蛋 这一脚 确实踢得瑞斯 那叫一个舒坦 奴才这就滚 这就滚 躺在软绵绵的大床上 清香迎笔 叶昭就不由地想起了苏红娘 眼看这趟差事就要办完了 和她分别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自己回京之日 就是与她分手之时吧 从此天各一方 可不知何时 才能再相见 朦朦隆隆中 夜朝好似听到外面有人吵闹 不由地慢慢睁开了眼睛 不是做梦 窗外确实传来吵闹声 瑞斯 瑞斯 叶昭叫了两声 这才想起她刚刚要瑞斯去歇了 不由地一闪 自己却是习惯她在身边了 谁知道门嘎吱一声就被推开了 瑞斯的猴脸从门缝里冒了出来 爷 我刚去看了 是一个疯老婆子 说要搞什么预障 疯疯癫癫的 我就让人赶她走了 夜朝微微点头 这个瑞斯 可比谁都机灵 见瑞斯正要缩回身子 夜朝就招着手 瑞儿 进来吧 跟爷说实话 好嘞 瑞斯 屁颠屁颠的进了屋 眼上门 虽然夜朝醒着 他还是放行脚步 捏手捏脚到了床边 半跪下身子 免得主子要仰视他 爷 你想跟奴才唠什么 要不奴才给爷唱个小曲吧 瑞斯一脸的小心翼 夜朝就笑骂了 你还会唱曲呢 他赶明儿送你去东泰班老杨那 出了诗再回来 瑞斯就磕了一个头 爷叫奴才干什么 奴才就干什么 爷要是觉得奴才是淡绝的料 那是爷的恩典 就算爷叫奴才做一辈子戏子 奴才也全听爷吩咐 夜朝凝视他 淡淡道 真心的吗 瑞斯吓了一跳 偶尔小主子会露出这份神态 令他厚极了发凉 更令他知道 小主子绝不是看上去这般简单 砰砰砰 瑞斯连连磕头 奴才对主子的忠心 天日可见 夜朝坐起了半截身子 靠在深谈木床头 你起来吧 是 瑞斯也缓缓地起了身 但还是拱着腰 见夜朝姿势 又忙拿了软枕 帮夜朝垫在背上 瑟斯啊 你知道喜欢一个女人 是什么滋味吧 问完 夜朝就摇头 这不是对牛弹琴吗 可是身边真没有一个 能说提及话的朋友 也有心上人了 瑞斯倒是一正 但见主子模样 也知道未曾得手 当下就咬牙切齿道 爷 谁家丫头 让您老这么惦记 您交给奴才 就算是在侧的绣女 奴才也保管给爷弄到手 竟然有主子惦记 不能得手的女人 瑞斯可就发了狠 这还了得 主子要为女人害相思兵 那还要我这奴才干嘛 夜朝哭笑不得 训斥道 两情相悦 发乎于情 只乎于礼 少在这儿呼叫 是是 夜说的对 瑞斯干笑着 却留了心 定要打听出主子 看上谁家的丫头 帮主子把心愿了了 夜 您看看今天的镜像吧 瑞斯从怀里掏出一张薄薄的指尖 上面记下了今天众官员的孝敬 夜朝瞄了一眼 哼 好家伙 又是一万多两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徐乃昭 两千两 其后大小官员明慧官职树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怪不得 尽管都喜欢外放 自己这个钦差 不过是办海关官物的钦差 还没怎么着呢 一万多两银子就到手了 这可比做什么生意来钱都快 当然 夜朝也知道 若不是自己顶了个亲王阿哥的名头 也断然不会令他们如此破费 收了吗 夜朝摆了摆手 正想再说什么 窗外本来沉寂下去的吵闹声 又响了起来 兵勇训斥声也越来越大 去 看看怎么回事 瑞斯也来了火气 信说你们这不给脸不要脸 徐乃昭也是 怎么选了这么个破地儿安顿我家主子 答应了一声 就快步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吵闹声就平息下来 交给瑞斯办的事儿 那从来是手到擒来 估摸着又过了展察时间 瑞斯轻手轻脚走了进来 外面的吵闹声早就不见 见夜朝坐势起身 瑞斯赶忙走上几步 扶夜朝坐起 主子 那疯婆子是本园主人的遗娘 死了儿子 吵着要和钦差大人告状 告苏州府害死他儿子 我把状子接了 他也就不吵闹了 还有本园主人姓刘 想给主子磕头 想给主子磕头 磕头就免了 今儿这事儿不怪他 你回了他 到底怎么回事儿 还有状子 瑞斯倒是打听了个明白 状子 是疯婆子找别人早写好的 本园主人并不知情 半年前的事儿 据说疯婆子的病时好时坏 今儿听说府里住了钦差 不知怎么就清醒了 偷溜过来告状 叶昭就笑了笑 心说自己这个钦差 是根本管不到这些事儿的 找自己告状又有何用 不过终究好奇 说道啊 给我看看 瑞斯从袖子里摸出状子 双手奉上 状子告的是苏州知府乔松年 说他贪赃忘法 诬陷良民 再看下去 叶昭渐渐看明白 感情苦主的儿子姓郑 明金石 是苏州有名的士神 并在嘉定一带 组织团练 曾经剿灭响应太平军的贼众 赵四海一旨 斩贼党138名 生情贼手赵四海 玄机收赵四海为己用 并奏成赵四海党 自飞饥饿 轻于宽带 谁知道今年年初 小刀会启事 赵四海复返 苏州知府 郑松年 随即办 郑金石一个潜通 肥党之罪 砍了郑金石的脑袋 叶昭看到最后知道 怕是私怨所致 虽然听起来告状的老婆子 奇情可敏 但其儿子手上 又何尝不沾满了鲜血 何况这案子 自己却也插不上手 将状子还给原主人吧 叶昭话音刚落 门外传了清兵的声音 爷 苏州府求见 瑞四就嘟囔了一句 来得倒快 想也是 虽然本原主人和老婆子是亲戚 但断然不会帮老婆子和苏州府做对的 出了这等事 还不第一个派人去禀告苏州府 免得吃老婆子挂落 而事后 就不知道要花多少银钱 来安抚苏州府了 请他偏听序话 夜招下床的功夫 瑞四赶忙跪下去 帮主子换鞋 又去打水 给主子洗漱 乔松年 不到四十岁年纪 生得方脸浓眉 倒是钟正人的面相 不过同夜招许话时 乔松年可不像他表现得那么平静 可不是 剿灭了小刀会 乔松年作为苏州知府 那也是要在功劳部上大大提升一笔的 眼看家官进爵在即 谁知道闹出这么一档子事 这个节骨眼上 如果钦差大人回京费几句 那好好的前程 可就要付诸流水了 在同夜招闲聊时 乔松年倒也未提及正经时的事 却只是向夜招请教西方诸国的情形 西间徐乃昭 大赞夜招 通敌先机 令江苏大小官员都知道 这位钦差大人对西方诸国极为了解 不管乔松年喜不喜欢这话题吧 但他觉得少年权贵 定然喜欢卖弄 投其所好 听他夸夸其谈就是 谁知道夜招只是简略地说了几句就笑道 乔大人 我这可乏了 说着就端茶送客 乔松年哑然 但自不敢再叨扰 忙躬身道 下官告退 夜招回到寝室 不一会儿 瑞四就禅笑着敲门进来 爷 乔松年送了五千两银子 收不收 若不然 奴才给他还回去 哼 还回去干嘛 他们这在地方的捞钱有道 补贴补贴 咱们也是应该的 是是 爷肯收他们的银子 那是他们的福气 本源主人 孝敬两千两 奴才也大胆帮爷收了 夜招微微点头笑道 苏州这一趟 倒是没白来 在等上语决断期间 夜招狂购了一堆西洋物 已被带回京城使用 甚至霍尔律师的照相机 也被夜招折价买了下来 在霍尔律师精致的客厅 喝着浓香的咖啡 夜招就饶有兴趣的 同霍尔讨论去建一家 罐头厂的可能性 这些天的接触 霍尔对夜招 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位钦差大人 知识也未免太原博了 用中国话说 简直就是踩高八斗 学俯彻 霍尔在国内 是天文学爱好者 夜招就同他谈天文 说是太阳系 并非银河系之中心 待观测效果 更加的天文望远镜诞生 就可以证明他的观点 霍尔大为吃惊 太阳系为银河系中心 为西方天文界的共识 他又凭什么言之凿凿的 推翻这一共识 争辩了几句 夜招就笑道 中国有句俗话 人为万物之灵 西方自古也有类似的看法 可要知道 茫茫宇宙本就不是为人类爱生 数百年前东西文明 都认为万物星辰 围绕地球运动 百年前又都以为天上星辰 以太阳为中心 到了今日 才知道太阳 也不过是茫茫宇宙中 一颗普通星辰 又何必牵强附会 一定以为太阳系 为银河系之中心呢 霍尔先生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一席话啊 令霍尔默默点头 颇觉夜招此言不假 前几日 夜招又拿出一份 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商业策划书 却是借工业火药厂之事 在美洲大陆建立兵工厂的计划 策划书里 详尽分析了美利坚 南北利益集团的尖锐矛盾 并预言南北之间爆发战争 不可避免 而在美利坚建立兵工厂 可以进水楼台 大发战争才 当然 这要等火药厂 能在美利坚扎根以后再说了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七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七集 这份企划书 叶昭要霍尔托人 蜜蜂带回英伦 给威尔斯参与 而今天呢 叶昭谈到罐头厂 更指出食物腐败 是因为微生物所致 而高温侠 却可以杀死这类导致食物腐败的细菌 虽然在欧洲大陆 罐头生产 一直采用废水蒸煮后 蜜蜂的工艺 但人们只知道 这可以使食物保存的更久 其原理是谁也说不清 霍尔听得惊讶连连 新说回国后 定要请皇家科学院的生物学家论证 企划书也好 叶昭在霍尔面前夸夸奇谈也好 目的无非是一个 要威尔斯知道 同自己合作 前景是多么美妙 若不然 商人见利妄议 又同英伦远隔重阳 现今苏伊士运河未开 一来一回 若风向不顺 怕要走小一年的时间 怕威尔斯一个念头上来 就把自己踢到一边 自己手里的两份所谓授权文件 那和废纸也没什么区别 而叶昭同样知道 自己现在或许能剽窃一些小技术小发明 但若不将其置于欧洲大陆 就永远无法获得最大的利益 更无法使其为自己将来的发展 提供最大助力 将专利权交于维尔斯 实在是一场豪赌而已 赢则前路通常 就算输了 自己也不过剽窃他人技术 又有什么可惜 权当此路不通 还于人家就是 若这点事情都看不透 却汪子重生一场 不过现在谈论的罐头场 也找到确实希望在上海建一家 手里也有了闲钱 想来建一家小工厂 索费不过万余两银子 叶昭也没指望罐头厂会赚什么钱 虽说提供给上海码头来来去去的商船 倒也颇有市场 但这一万两银子 若质败些货物 在上海伦敦间走一走 利润何其逢厚 谁又会将银钱投到这种短期内 前景不明的投资上 叶昭不怎么懂军事 但却也知道 罐头食品装备军队 在军需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对于减轻军队资重 对于军队补给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已虽然霍尔律师劝说 叶昭还是笑呵呵的坚持己见 而霍尔律师好像想到了什么 微微一笑 就开始帮助叶昭分析罐头厂的可行性 最后却沮丧的发现 不得不随之配备一家小型玻璃厂 以生产成装罐头食品的器皿 叶昭倒不在意 请霍尔律师写信也好 派人会英伦也好 购置在国内才买不到的器械 霍尔律师却是微微一笑 叶先生放心 工厂所需的器皿设备 倒也不必一定在欧洲大陆支败 只需从加尔阁达购置就是 叶昭微微点头 可不是吗 印度孟买第一条铁路已经通车 而大清帝国却在二十年后 用雪花花的银子将殷商在上海修建的 华夏大地上第一条铁路赎回 而后铁路拆毁路基填平 这片土地 尤其是区区一个一切官办主导的洋务运动 就能改变的 先锋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实则已经是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数道上狱终于到了上海 其中内阁凤尚宇 对徐乃昭等官员数月内歼灭小刀会贼党 颇多加许 称 清等鞠躬尽瘁 昼夜搅拌 得以扫数奸琴 皆清等利也 揽奏身位震怀 又称 贼屡败屡孤 得策在以脚行服 正以乘机训扫 书记筹谋 而尚狱种 对一众官员接近封赏 如徐乃昭 家兵部又是狼显 下部优续 苏州府乔松年 卓为道员 江赐花林 同时受长田通海道等等 在这道尚狱种 又提到了江海关交涉事务 称海敬昼平 瞒一顿手 又称夜昭 士郡勤劳 狡贼提策 少年老成 多结振忧 奉一等镇国将军 回京续用 显然 夜昭军功 加扮遗物之功 连升三级 镇国将军 绝位一品 而对于宗室子弟 也不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封号 强宝之中 封国公 封贝子 贝勒的 都大有人在 不过 郑勤王 正在盛年 夜昭又显然回京后 就要派下差事 和那些 不过靠绝位养着的黄带子 又字不同 吴建章 自然也沾了光 以苏聪太道道远 兼属江苏部正史 由道台大人 变成了翻台大人 回思来到上海后的一幕幕 夜昭也只能叹息 自己轰运当头了 原来可是以为 这趟差事千难万难 谁知道一次阴差阳错 令自己占尽了便宜 先是因为苏红娘的关系 和小刀会接上头 又利用苏红娘的名头 劝说小刀会 放弃了上海县城 使得泥城之战 完全没有按照历史轨迹发展 收复了上海城 更使得自己 在同阿里国等人的谈判中 不落下风 假之自己审时度势 按照西方思维来同他们交涉 又有清兵闹租界等一系列意外 终于使得这趟差事功德圆满 夜昭自嘲自己运气好的报 实则一步步又有哪一步 不是他精心构思了 或许只有清兵闹租界 算是个意外的插曲吧 接到上誉的同时 夜昭也收到两封家书 一封是亲王写来的 也没什么正事 只是怕爱子早日返金 而另一封信 就令夜昭吃惊了 却是刚刚受了护部左侍郎的速顺写来的 也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叔叔 要知道 以前夜昭可是极少和他有什么交集 而速顺这人 也是尾时精明强感 虽然京士哥哥郑亲王 和咸丰帝关系不是那么融洽 他却仍然仕途通常 咸丰帝在位短短三年 他就渐渐冒出了头 不过要说爵尾 速顺到尾时不能跟继承王统的哥哥一脉比 他爵不过是辅国将军 而夜昭小小年纪 却比他高出了一个评级 在写给夜昭的信中 速顺提到朝廷可能开进关外 而速顺这个护部左侍郎 就是为此而来 若胜意决断 速顺怕是会总理签名示意 说起来 东北可能提早几年开进 也是因为郑亲王的折子 就在夜昭离京不久 关外吉林将军景春上折子 乘哈吉湾一带 发现俄人踪迹 在历史上 因为东北实行虚边政策 东西伯利亚一带人际罕至 俄国人对库叶岛一带的蚕食 清政府根本无从得知 更少有人前往库叶岛和黑龙江口 甚至在俄国人完成了实际占领 并派出陆军中将穆拉维约夫 就重新划定远东地区的边界问题 与清政府谈判时 大清也完全不知道 后花园已经被人家占了 还以为是讨论九旋未决的 污地和边界问题 但现今得到夜昭提前打了个预防针 接到吉林将军的密报 朝堂上那是定然会有一番激烈的讨论 从肃顺的信来看 开进关外的声音 好像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 只是如何开进 何处土地开进 又如何迁入汉民 如何管理汉民 迁入汉民规模如何 等等诸多头绪 怕是要经过这些大臣们 好好争辩一番了 在信里 肃顺着实夸奖了夜昭几句 又言带侄子回心 他这个叔叔定然要与夜昭彻夜相谈 夜昭知道 自己这个叔叔才具是很有限的 只是太过高 正着斗争上手腕不多 又和东太后结了院 使得他命运悲惨 先锋帝刚去时 就被东太后和公秦王发动政变 砍了脑袋 起点中文网版群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而这一时 历史又会如何发展呢 夜昭不知道 也猜不出 只有走一步 看一步吧 巨仙楼的旌旗招牌 在烈日下啄啄生辉 品着茶 夜昭从雕花的珠红木窗向外看去 心里轻轻叹口气 长街上 熙熙落落的行人 不远处菜当成牌的菜饭 似乎人 似乎人人都精神不振 神色萎靡 时下的国人面貌 实在同影视作品上所见 大为不同 这是一家刚刚开业的茶楼二楼隔间 夜昭同苏老大做的 是紫檀木 五足相遇原凳 红木茶桌上摆着二龙细珠花式雕漆的小茶盘 白玉寺的官窑烧死盖丸 茶香轻芽 一应用具皆为上品 也难怪这二楼隔间 茶价七里饮了 苏老大脸上蒙了薄薄的纱布 看起来伤口愈合很快 上海一行 才令夜昭感觉人手不足 而回京之时 老夫子怕是要留在上海 多待一段时间了 罐头厂有霍儿一手办理 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 都有霍儿想办法从欧洲大陆 或者印度招募 而老夫子却是需要招募中方工人和学徒 总不能一个简简单单的罐头厂 还要一直雇佣养工 而且 夜昭希望通过这个罐头厂 成功向上海的华商推销出一种理念 那就是 西洋科技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 不用掌握理论的技术工人 也并不难培养 开化明知 非一朝一夕之时 技术工人的出现 会暂时成为某种形式上的启蒙 夜昭也想过办报纸 但是看了霍儿律师要人从香港带来的几份华文报纸 皆为洋商作办 无非是洋商抨击港英政府的工具 就好比英商德伦 就正通过报纸中国之友 长篇累读 攻击香港总督保理 对香港岛的供水设施不足 发泄不满 而若自己不在上海 怕是也很难办出一份有心意的报纸 来养成华商看报的习惯 夜昭只能和霍儿谈了谈这方面的想法 令他帮自己物色办报人才 于是以后再谈 老夫子留在上海要办的另一个差事 就是在霍儿帮助下办学 香港和上海的教会学校 实则都是启蒙教育 夜昭则希望在上海办两所学校 一所男学 一所女学 中等教育水平 当然 主要还是学习浅显的科学知识 声援的潜在目标 自然是各通商口岸 以及香港岛中 与西洋诸国多有接触的商人家庭 不然 谁又肯送孩子去鬼老学校的私塾呢 而这两所学校 夜昭是准备收费的 当然 能维持学校支出即可 而且收费 还会令这些华商觉得 这两所学校门槛很高 能送孩子进去求学 字也面上有光 实资方面 霍儿童教会方谈好了 由教会方提供教师 但校方要付给教师一定的薪酬 而且校方要开设课程 由牧师传送基督教教义 每周一课时 看来老夫子要在上海留一段日子了 而夜昭刚刚到手的 近两万两银子的校警 左手进右手出 全交给老夫子 等两桩差事办妥了 想来也剩不下几个字了 盘算着这点事 夜昭颇绝的上海一行 顺风顺水 自己没怎么掏腰包 办成的事还真不少 夜公子要离开上海了吧 苏老大穿洋装 戴了顶礼帽 现在的他 怕的就是遇见同乡 夜昭微笑点点头 初二走吧 总不能在水面上过年 不吉利 再说了 也不好顾传 哦 那也没几天了 苏老大掐算了一下日子 明天除夕夜 那就是大后天启程了 他迟疑了一下问道 那 那红娘他 红娘也该回广西了 苏老大脸上 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悠悠道 我这个妹子啊 我真希望他跟了你去 从此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傻官造反 终究没有好下场 苏老大最恨自己的 就是将这个妹子带入江湖的血雨腥风中 而遇到夜昭 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别看夜昭好似吊耳朗当的 但苏老大有个感觉 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男人 收服得了脱江野马般的妹妹 那必然就是面前这位夜公子 事已 不管夜昭什么身份都好 苏老大都希望遇成吉士 妹妹从此脱离兴风血雨的生涯 快快乐乐平平安安肚死一生 两臂曾经百余战 一腔不落千人后 又有何用 持马呼槽 意气好 万千虎熟 分藏逃 又能怎样 女孩子 有个如意郎君疼爱 才算是真的福气 经过豪杰 万夫不挡又如何 不免落个伸手一出 死于非命的下场 九圈之下 自己又有何面目 见自己的老娘 但听到妹妹 终究要回广西 苏老大失望之色 一余言表 默默地将杯中茶干了 夜昭拍了拍苏老大的手 红娘 飞池中之物 若一定要她坐笼中的金丝雀 她就会蔫了 失去本有的光滑 她也不会开心 等她什么时候眷了 累了 自然会飞回朝 看来公子 倒是红娘的知己 只怕红娘 自己都不知 夜昭微微一笑 掏出怀表 看了眼时间 我下去看看 大哥可再坐一会儿 夜昭下的楼来 靠窗桌 瑞斯巴克什 和阿尔哈图 坐了一桌 见到主子下来 三人忙都站起来迎上 大唐二胡沧桑 却是曾经见过的 那老人和幼童 到仿佛和夜昭有缘 却又跑到这里来买唱了 滚 一声翠响 却是有桌客人 一个嘴巴将 逃赏的幼童 锅了出去 更有人大骂 唱的什么东西 败了爷的姓 给我滚 茶楼掌柜 本是体恤一老一少 才放他们入内 此时见惹恼了客人 忙站出来打圆场 又连声催促老少 二人离开 慢 夜昭抬了抬手 笑着招呼老少 老人家 来 这边坐 这桌客人 就有人要发作 其中一位穿绸挂断的矮胖子 蹦的站了出来 谁知还没等他说话 瑞斯却比他们还嚣张 抢先发作 瞪起三脚眼 对他们破口大骂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给老子滚出去 跟这仨也 也就看看你们有多能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 也豁得站了起来 他俩虎背熊腰 彪悍逼人 站在那儿 跟两个门绳似的 官职就令人心里打鼓 更甚人的是 两人守在茶桌上的长包袱里摸 就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虽然出来是变装打扮 但家伙还是要带的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十八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十八集 爷 几位爷 您看我面子 看我面子 掌柜吓得脸都白了 但毕竟自家的买卖不能不管 忍着心下惊恐跑过来劝说 有一个劲的给那桌客人打眼色 闲见是熟客 好掌柜 今儿也几个看你了 那桌客人有人说着场面话 都兴兴起身 扔了几个铜板在桌上 就一个个溜出了茶楼 夜招却全部关他们的纷争 等老人走近 微笑着递给老人一张十两的银票 老人家 街头卖唱总不是个办法 还是回家乡 寻找个正经营生吧 抖着胆子过来倒茶的小二 见了银票 舌头半天都缩不回去 好家伙 打赏就是十两银子 这出手也太阔绰了 老人见了银票 也一下正着 回过神 积极拉着幼童 要给夜招跪起磕头 华子 快 谢过恩公 夜招拉起准备 给自己磕头的幼童又道 老人家 坐 坐坐 回头 招呼伙计上茶 老人更是惶恐 心善赏银的老爷 见过不少 却从没有出手 这般大方 至于叫自己同桌吃茶 那是破天荒第一遭的 再仁慈的老爷 也讲究尊卑有别 又哪里会同卖畅的 做一桌虚话 老人推辞不久 瑞四一瞪眼道 叫你做你就做 废什么话 老人吓了一跳 这才颤颤悠悠的坐下 夜招看了眼 黑你脸幼童 叹气道 唉 老人家 这孩子才几岁 跟你东奔西跑 终究不是个头 该当上进求学问才是 老人正了下 就哭笑道 老爷 不是我耽误着孩子前程 他实在 是个丫头 其实夜招也看出来了 幼童虽然满脸泥巴 眉目却眉 眉心更有一点红艳艳的美人质 夜招就笑了 女孩子怎么了 同样可以求学上进 进不了私塾 可以去教会的学堂吗 既不要学费 又可以学习西学 我看 女儿也当自强 听着夜招 离经叛道的言语 老人山羊湖 都呼吱呼吱地喘 却又不敢出言反驳恩人 只得世事地胡乱答应着 幼童却是眨巴着眼睛 好奇地看着夜招 他听不大懂夜招的话 却暗暗记在心里 这个漂亮的小叔叔 比爷爷的话 好像有道理 夜招见幼童 一直看着自己 笑了笑 拍了拍他的头 夜招此时 自不知道二人渊源未聊 数年之后 风起云涌 二人再见面时 却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除夕夜 租界内噼里啪啦的炮帐上 却忽然被不期而至的 一场雨雪冰雹打断 海上吹来的狂风肆虐 将喜庆的氛围 一扫而光 霍尔律师的公馆内 各个房间都点起了没有灯 除夕夜灯火通明 也算讨个中国人的急情 书房壁炉里 火光跳动 夜招同霍尔律师坐在壁炉前 喝着浓香的咖啡聊天 就要离开上海了 夜招自有许多事 要同霍尔律师交代 叮叮 女佣推开了房门 恭敬地对夜招道 先生 夫人安顿好了 刚刚她领着苏红娘去洗漱 又将苏红娘送进了客房 夜招也有些无奈 大过年的却被困在了霍尔家里 却是和苏红娘缓和关系的机会都没了 这段日子 苏红娘还是在避着夜招 今天却是夜招在餐厅 一直等她露面 她才答应跟夜招来霍尔家里 夜招是想和苏红娘 吃个热闹的年夜半 而瑞四他们 就算被砍了头 也不敢和主子及夫人坐一坐 是以夜招才带苏红娘来了霍尔律师家里 谁知道遇到了暴风雪 却是回都回不去了 本来还想找个机会和苏红娘谈谈心 这样别别妞妞的分离 夜招实在不甘心 我也去洗个澡 夜招笑着站起了身 霍尔点头 心里却羡慕夜招好福气 霍尔知道东方的规矩 是以刚刚的餐桌上 并没有多张望一眼 但惊鸿一瞥 却已经令霍尔大为惊艳 古香古韵的东方美女 尾时冲击男人的神经 夜招洗了个澡 又在女佣引领下来到一楼客房 宁开门进了客房 却是一阵 乳白色镜台前 翘生生站着丽人 可不正是苏红娘 屋里温暖如春 她也退了黑皮球披风 露出那艳美华贵 要人眼目的金丝朝阳 无缝长裙 裙摆处 微微露出一抹红色绣花斜面 令人怦然心动 夜招开始一阵 随即恍然 可不是 自己和苏红娘 在外人眼里是夫妻 那定然是安排一间客房了 转头想要说什么 女佣却以微笑着 道了声晚安退了出去 随手带上了门 随即夜招才想起 自己穿了棉睡衣棉拖鞋 这也太不亚观了 果然苏红娘上下打量她 水汪汪的大眼睛 有了笑意 唉 夜招心底叹口气 总比对自己冷冷淡淡好 却也只能没话找话 爱丽丝是给准备了新被褥吧 是 客房不大 只有简单的梳妆台 茶几 以及一张西洋风格的大床 天鹅绒棉被 床单铺盖 都是崭新崭新的 而且房内梳妆台上 特意按照中国人的习俗 点了红煮 夜招坐在茶几前的原木凳上 拨弄火盆里的炭火 房里倒是暖洋洋的 房间里沉寂了一会儿 夜招道 就 就这样凑合一宿吧 也不好再麻烦人家多收拾一房间 你后天回京 是啊 夜招点点头 颇有些异性阑珊 抬头看着苏红娘 真撑得道 红娘 我是拿你当朋友的 就是嘴上不知道该怎么说 早惹你生气 以后你要珍重 繁清一事不可意气 尘固可喜 若觉无望 也不必勉强 我只希望你平平安 日后还有再见之期 苏红娘凝视着她 轻轻点头 随即笑道 你这么一说话 我倒是不习惯了 夜招笑了笑 倒霉趁机开什么玩笑 苏红娘凝视她一会儿 忽然问道 你这么帮我 不怕我将来杀到北京 看了你的脑袋吗 不怕 房内又沉默了下来 只有火炭 偶尔烧响了喜微声音 你就想这么做一宿啊 苏红娘指了指床道 你去睡吧 你睡吧 放心 我不会偷瞧你的 相风席人 苏红娘连步轻移 就夺了夜招手里的火产 用命令的语气道 叫你睡你就睡 你身子弱可熬不得夜 我习惯了又有功夫 几天几夜不睡都没关系 夜招可就有些伤自尊了 仰着脖子反驳道 你怎么知道我身子弱 我告诉你 我从小到大就没生过病 这倒是实话 自打来到这个世界 夜招可真是百病不清 刚来到这个世界时 迷茫而孤单 经常穿着单衣 在雪地里发呆了一夜 第二天 却是喷嚏都没打上一个 见夜招不服的孩子气模样 苏红娘不觉好笑 你大少爷娇生惯养的 能得病倒怪了 夜招这个郁闷 在自己那个世界 如果一个大美女 觉得你身子骨弱 这得是多丢人的一件事 怕是会成为笑话 被朋友取笑一辈子的寒碟声 弱不弱 你不会试试 夜招赌气 又抢回了火产 苏红娘自听不懂后世的这种隐晦话译 惊笑道 她还用试 我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 夜招瞪了她一眼 索性不再理她 偷偷占人便宜 也不是男人所为 好了 算我说错了 你身强力壮 是大丈夫 行了吧 快 上床歇着吧 苏红娘又抢过火产 花你的小手 微微擦了夜招的手一下 一样的舒服 夜招很无奈 哪有男人享受 女人遭罪的道理 说到这儿就一致 怎么今天吐出来的词都这么暧昧 婆婆妈妈的 苏红娘回身坐到了床上 随着她轻柔的坐姿 裙摆轻轻拉起 露出葱绿色段子面衬裤 以及一对秀气的秀花鞋 好半上 两人又都没有吱声 窗外的风声 似乎渐渐的小了 哎 你也坐床上来吧 说说话 苏红娘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硬邦邦的木椅 夜招尾石坐的屁股有些疼 犹豫了一下 也就起身过去 坐到了苏红娘身边 以后 咱们还有机会见面吗 应该 应该会有吧 夜招 夜招语气 是那么的不肯定 是啊 她又怎知今日一别 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 是的 或许会有的 苏红娘轻轻地叹了口气 你有什么心愿 可需我帮忙 京城有没有仇人 又或江浙一带 可有与你不睦的官员洋人 显然 是准备杀人报夜招打恩呢 哎 就知道打打杀杀 夜招苦笑 心下却是一动 偷偷瞄了苏红娘一眼 说话第一次结巴起来 要 要说心愿 还真 真有一个 就是说出来 你 你别生气 我想摸摸你的手 我不是好色 你不知道 我那个世界 要是手都没拉过 怎么称得上男女朋友 我吧 是真拿你当女朋友看的 遇到你 怕是我这辈子 最值得回忆的事了 可手都没拉过 这 名不正 言不顺的 以后 以后想和人炫耀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着 心中就是一晒 自己可再回不到 原来的世界了 就算交过这么一个 牛到豹的金国女友 又跟谁炫耀去 你 你说什么呢 苏红娘 翘脸为红 她根本就没听清 后面夜招 叙叙叨叨的神经话 但瞪了夜招一会儿 终于慢慢垂下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半晌 慢慢的 慢慢的 伸出了图单扣 诱人无比的 雪白小手 只是这只追魂夺命 谈笑间取人头颅 令人心惊胆寒的御手 现在却紧紧握着拳头 看起来 紧张得很 夜招一呆 就屏住了呼吸 手也慢慢的伸了过去 两世为人 夜招从来没有 这么紧张过 在手伸过去的这一刻 脑子已经一片空白 仿佛仅仅一瞬间 又仿佛过了千万年 终于 那只勾魂射破的小手 被他轻轻握住 那份滑腻香软 令夜招的手 仿佛忽然间毛孔尽开 无数神经跳跃着 那舒服到极点的奇妙滋味 平生境界 夜招嗓子样发干 触觉带来的奇妙 却远远比不过 心理上的满足感 这可是苏红娘啊 两臂曾经百余战 一腔不落千人后的苏红娘 芝麻呼槽一起好 万千虎叔分藏桃的苏红娘 前世梦境中 都见不到的经过 此刻却和自己手拉手 好似女朋友般亲密 侧眼看去 苏红娘背对着她 只见锦绣华丽耀目的 红裙轻裹的香肩 微微颤动 显然丽人 此时紧张得不行 看着那雪白粉嫩的玉景 小巧圆润的耳珠 一缕缕醉人的清香 仿佛从她冰激玉浮渗出 直冲人脑海最深处 叶招颤抖着 胳膊好像不听指挥 更没了知觉 慢慢伸过去 搬住了丽人的香肩 轻轻向自己怀里揽来 能感觉到 丽人那柔软的焦躯 仿佛猛的僵硬 好似抗拒的挺了挺 接着就好像无奈而委屈的 慢慢的靠在了叶昭胸口 叶昭低头看去 只能见丽人如花般娇媚 透着一抹单驼的 白玉丝的半边翘脸 双眸紧睛闭着 娇艳欲低的红唇 不安的微微颤抖 要多紧张 就有多紧张 而她香软的身子 却无力地靠在自己身上 隔着薄薄的沙 却能感到她的身子都在颤抖 呼吸急促 红裙中苏兄仿佛也在 随轻传微缠 不经意 轻轻碰触到叶昭的身体 丽人焦躯一阵 惊呼 啊 一声如同仙音的耀命轻盈 叶昭脑袋 嗡的一声 身子仿佛都要爆裂开来 猛的就将她压到了身下 常年的静雨压抑生活 令现在的叶昭 宛如忽然间变成了一只野兽 双手乱撕乱扯 魂不知道怎么解开 那从未被男人碰触过的丝套 不知道怎么扯开 那令人销魂的红色罗伤 更不知道 她伸手去拽那红通通的肚兜 而在她的撕扯中 丽人红裙散乱 血白苏兄半落 有人同体若隐若现 有人情景 却令叶昭更为疯狂 一滴青雷 终于从苏红娘紧闭的双眸中滑落 而叶昭也是蒙的一阵 仿佛被雷击一般猛地清醒过来 我 我这是在做什么 对 对不起 叶昭结结巴巴的 想从这柔柔无骨 令人血脉奋章的绝妙铜体上翻下去 但压在丽人身上 脊软如眠 那天生的魅骨 仿佛就是要男人置身其上 享受那骨软惊苏的绝妙滋味 叶昭的身体 好似不听她的指挥 却是动也不动 别走 柔软的声音 微不可闻 苏红娘自不知现在叶昭处境 仿佛怕叶昭跑掉 荡人心魄的玉腿 轻轻勾住了叶昭腿弯 却不知道她的举动 会令男人怎样的疯狂 叶昭就觉得脑袋火热 鼻子热流涌动 仿佛随时会狂喷鼻血 又仿佛脑袋会在这一刻爆裂 她再顾不得其他 猛地压了下去 啊 那一刻 苏红娘忽然失声痛哭 痛 从来没有过钻心的痛 而心里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只是难受的厉害 委屈的厉害 只想放声大哭 将所有的委屈 哭出去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九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十九集 那紧果的感觉令叶昭 愈仙愈死 只觉得以前简直白火了 原来男女欢爱 竟然能令人舒服到 如在云端飘荡 她很想用力成此 但看着紧闭双目 咬着红唇痛哭的苏红娘 叶昭心中怜爱 无疑复加 轻轻拂下头去 吻着苏红娘脸上的泪痕 红娘 不难说 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连你爱你 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听着叶昭温柔话语 苏红娘的眼泪 却流得越发快了 叶昭正不知道如何是好 胳膊却是猛然一通 被苏红娘用力地咬住 你 你要记住今天的话 苏红娘紧闭双眸 看也不敢看叶昭 声音更是娇弱无力 有哪里是在叶昭面前 一副大姐姐面孔的苏红娘呢 叶昭心下大乐 再忍不住了 厚厚的窗帘上 有一处亮斑 显然已经日上三干 叶昭缓缓睁开了眼睛 怀里软郁温香 软绵绵的胶躯令人发狂 叶昭的心 蹬的一下又热了起来 怀中苏红娘满脸泪痕 秀眉景簇 好似还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昨晚叶昭折腾到鱼肚泛白 苏红娘也不知道昏厥过去几次 而叶昭胳膊上被咬的全是牙印 不是叶昭不怜香惜玉 实在是苏红娘体格奇异 仿佛碰一碰都会疼得哭天呛地 若不是精精咬着棉被 只怕是楼上霍尔都能听到 看着物资熟睡的苏红娘 叶昭就好笑 看你还自称功夫好 还敢小觑我 却不知道谁哭了一晚上 从今而后 看来乾坤才不会颠倒了吧 知道什么是大男人了吧 还当我是小孩子看吗 要说昨晚 开始时叶昭也吓了一跳 动一动 苏红娘就好像疼得天昏地暗 叶昭虽然憋了二十年的浴火 但也实在不忍 本想放过她 但可能是见到叶昭沮丧 苏红娘不得不贴在叶昭耳边 极小声地说出了真实感觉 疼得厉害 可是叶 叔父儿子虽然最后没有说出口 但意思叶昭自然懂了 马上雄风大震 而苏红娘那痛极又舒服极的媚态 更令叶昭疯 简直想画在她身上 听着金国豪杰 在自己身下疼得大呼小叫 而又知道她是极舒服的 却偏偏疼得眼泪直疼 好似随时会死过去一般 可怜的 就好像被强暴的小女人 那种绝妙感受 简直令人舒服到发直 以前可是真白活了 叶昭回想起昨晚的销魂石骨 不由的感慨 轻轻将地人推开 帮她盖好被子 叶昭下床 从地上捡起睡袍披上 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寂静无声 沿走廊来到正厅 还是不见有人 而在正厅的长桌上 竖着一张指尖 叶昭走过去一看 却是霍尔的笔迹 叶先生 我和仆人拜会 史密斯牧师 晚上九点前回来 早晨时分 叶昭倒是听到 女仆敲客房门 说准备了早餐 但没理的 可能霍尔和女仆 感觉到这二位如胶死期 这才躲了出去 叶昭笑了笑 就准备回去 叫醒苏红娘 转头间 从窗户看出去 却见大院铁炸了门旁 瑞寺正靠在门堆 候着呢 怕是一大早就到了 不过 不敢惊扰了主子 叶昭快不回房 推门进屋 才发现屋内清香引人 昨晚在屋里时间长了 却是不觉 走到床头 掀开被子 准备寒醒苏红娘起身 却猛地呆住了 却见颈卧中的丽人 罗山半截 雪白铜体若隐若现 一条柔美长腿上 还搭着葱绿绸子衬裤 一只小脚伤 雪白罗袜 另一只莲足 那精致诱人的红色绣鞋 还蹬着呢 却是昨晚自己狂点 根本被退进 丽人一山 再看此时苏红娘诱人 美态 简直比制服诱惑 还要制服诱惑 叶昭口干舌燥 骂着自己没定力 却还是忍不住伸手 轻轻除下苏红娘脚上的绣花鞋 又颤抖着 慢慢退去她脚上锣瓦 柔美没有一丝瑕疵的雪白小脚 渐渐呈现在叶昭面前 阴阴一卧 洁白如玉 点着十点鲜艳的梅花红 充满了妖艳的魔力 叶昭咽了咽口水 正带伸手去感受那本妖艺 却听 呀 一声尖叫雪白小脚猛地缩了回去 你干什么 苏红娘快速地用被子将自己的身子遮住 翘脸通红 看老婆的脚怎么了 无赖 苏红娘白了叶朝一眼 媚态横生 嘿 以后你可就真正是叶家媳妇了 不得对相公无礼 苏红娘可能现在才想起昨晚的事 想起被这个小鬼压在身上 自己痛哭求饶的一幕幕 翘脸越来越红 这 以后在她面前 可抬不起头来了 叶昭却是一笑 我先出去了 你穿好衣服吧 叶昭拎了自己的袍挂衣裤出了屋 在走廊里换好 一边盘算着 一会儿却是要瑞士买个丫头了 这里的被褥自不能留下 要全数搬到自己的公馆里 那丫头就留在公馆里 红娘来上海也要有人伺候 钦差行员已经被叶昭用银子买下 成了不折不扣的叶公馆 上海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 怕是以后也免不得要来上海 买一栋宅子是免不了的 想着叶昭就开门去叫瑞士 坐在叶公馆餐厅吃早餐的时候 苏红娘想来已经回到自己屋里换好了衣服 红群遮体千娇百妹 叶昭静下心 仔细想了想昨晚的事 却是猜得出 红娘绝不是要和自己双宿双七 而是临别之际 为了报恩才将身子给了自己 本来一腔喜悦 现实却未免惆怅起来 苏红娘默默地帮叶昭家财去股 叶昭轻轻叹了口气 现在也是为了报恩吗 忽然意识到 苏红娘可能并不是喜欢自己 叶昭未免无趣 若真如此 昨晚自己的行为也太无耻了 苏红娘诧异地看了叶昭一眼 算是吧 感觉得出 这家伙好像有火气 也不知道是谁惹了他 好端端的 发什么火呀 叶昭就不直升 却将苏红娘加来的菜 都扒到吃碟旁边 碰也不碰 苏红娘盯着他 实在不知道这家伙 怎么又突然赌气 哎 摊上这么一个相公 也不知道是不是前世的冤孽 你什么时候回广西啊 叶昭忽然就问了 苏红娘好像有些明白 他为什么生气了 低头想了一会儿 终于到 若是 若是你定要红娘跟你走 红娘就跟你走 啊 叶昭这下真的吃惊了 心情一瞬间就一百八十度转弯 可见到苏红娘神态 叶昭狂喜的心又冷静下来 是啊 现在可以叫苏红娘跟自己回京师 可是他心里终究会有放不下的事 会惦记贵西的那些人 到了京城 他会真的开心吗 叶昭凝视苏红娘认真的到 我不会强迫你的 不过红娘 咱说好了 你在广西不许和人拼命 要做统帅 真正的统帅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外 不过叶昭也知道 苏红娘毕竟只是一支叛军的首领 想不上战场 那是基本没可能的 事宜最后有加了句 总之 不许单枪匹马的胡来 苏红娘轻轻地点了点头 红娘记住了 叶昭又是一阵 感觉一夜之间 苏红娘对自己的态度大有不同 到颇有点言听计从的感觉 老婆 以后可要正儿八经地喊我老公了 咱俩是真正的夫妻了不是 喊一声我听听 叶昭心痒痒 到真想听听从这位金国嘴里喊出来的老公 是什么感觉 不喊 苏红娘低着头 好像觉得自己理亏 也不看叶昭 总之就是实小性子 不想喊叶昭老公 叶昭哈哈大笑 心情纳叫一个舒畅 海风轻浮 碧水蓝天 飞燕船缓缓升起巨大的帆步 慢慢驶离上海港 站在甲板上 眺望渐渐变成黑点的上海城 也找轻轻叹口气 在昨晚 几国领事为他送行的跳舞会前 苏红娘就留书离开了上海 恰好苏老大联系了一艘船 可将火器运至香港岛 再从香港岛遣送越东贵西等地 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 自己真可以说 是文不成 无也不成的草包顽固 苏红娘尾声给自己 可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委屈 不过好在这个世界 不流行离婚 以苏红娘的性格 终究会跟定了自己吧 荣誉出品 在靠近船船的位置 清兵巴克什正宝贝式的擦拭手中的转轮手枪 亲眼见识到夕阳火器的吸力 巴克什等清兵 对于叶昭给他们配置的短火枪 可就欣喜若狂 更巴不得早日回府炫耀一番 叶昭微微一笑 自己现在至少在改变着身边人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吧 郑王府张灯结彩 传到植孤后 叶昭就已经先前人回府送信 而亲王福晋望言欲传 掐算着日子也就是今天了 会员瞿敬同优 及时森列 楼台掩映花木服输 坐在凉亭中品茶聊天 朋友瀑布一条 搞仗语 其声朗然有秒 福晋抱着叶昭 哭得气不成声 令叶昭颇为尴尬 本来出去这一趟 感觉自己变了 不是以前混吃等死的顽固了 可是一回惊 得 在爹娘眼里 自己还是个小风小浪 都经历不起的温室花苗 娘老没为了你吧 我听说 那儿还闹小道会打仗了 你还去了 吓死娘了 福晋眼睛红红的 用锦绣手帕抹来 他生得雍容华贵 看起来也不过三十许人 没事儿 额娘 我这不没事儿吗 我这趟差事办得可好着呢 皇上还下指夸我了呢 叶昭急忙开解福晋 亲王却是笑呵呵的 是啊 这一转眼啊 就要成家立事了 你说你哭个什么劲 可不了了你的心愿吗 叶昭不解的问 成家立事 小子 你得争气 我和额娘 可就等着你早点 给我们生个大胖孙子了 提起亲事 福晋也破提微笑 你还不知道吧 皇上已经把惠征家 那丫头指给你了 既然是你看上眼的 王爷又打听好了 那丫头 辱名叫戎儿 赶年十四了 长得俊 性子也好 她姐姐是贵人 家里也清白 祖生出过大学时 嫁进咱王府 也不算委屈了你 我看这门婚事挺好 叶昭虽然早就知道 婚事是自己做不得主的 但事到临头 心里还是有些叹息 但也只能点点头了 是 阿玛额娘放心 还是懂的 这婚事 是自己先提起的 而在册秀女 为参加选秀 就特恩许给人家 这却也是只有 郑亲王府等富贵之极的府邸 才能拥有的殊荣了 大婚的日子 悬了下月初三 这半年 就这么一个好日子 叶昭这下 可真挠头了 这才剩几天了 要知道 虽说这个戎儿 说起来是赶年十三 但这是虚岁 实际上就是一个刚刚十一周岁的小丫头 十一岁 在自己前世的世界 好像还在上小学 五六年级的样子 不过挠头归挠头 现实就是这般 你总不能说人家年纪小吧 既然婚期都有了 那就是大定了 自己除了接受 也没什么好做的 回到厨缝楼 叶昭要瑞斯和几个奴才 将刚从上海买来的洋玩意儿 都搬来摆好 自己要和一个十一岁的幼女成亲 真是哭笑不得 奴才 恭喜主子大婚 偏偏瑞斯 还哪壶不开提哪壶 挨了夜招轻轻一脚 苏红娘没有回京城 瑞斯等自然不敢问 就是心里 怕也不敢犯什么嘀咕 西四排楼 增盛楼二楼雅间 达春白酒 为夜招洗尘 雕龙紫檀木圆桌上 热荤冷拼 摆了满满一桌 房内只有他二人 夜招第一件事 就问起了他离京前那档子事 谁知道达春好像全忘了 端着酒杯迷茫的道 横州团练的亲戚 谁啊 夜招无奈摇头 举起酒杯 喝酒吧 哥哥 你这是要成亲吧 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什么意思啊 这人呐 成了亲就没什么笨头了 一天天数日子 西下有了小兔崽子 就得把全副心思都放他们身上 咱们呢 也就老了 起皱 不灵光了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多愁善感了 这可不像你 说完 夜招拍了拍达春的尖头 别整天就惦记这些 你才多大 怎么就不灵光了 谁知道夜招拍到达春肩膀的时候 达春忽然一咧嘴 吸了一口气 胳膊也条件反射般向后缩了缩 怎么回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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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春打着哈哈 拎过酒壶 帮夜招针酒 可他刚刚疼得 呲牙咧嘴的模样 可瞒不过夜招 夜招醋没道 老六 你拿我当外人是吧 那好 我这就走 说着夜招就要起身 达春忙拦住他陪笑道 哥哥 这话你是瞅我嘴巴呢 坐 你坐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没什么打不了的 前几天和贵老三那帮人闹翻了 架不住他们人多 吃了亏 这事 不用哥哥您管 这场子 我六子要自己找回来 贵老三 夜招眉头就醋了起来 贵荣也算是黄带子中响当当的人物 是雍正朝十三爷 宜亲王映祥一职 是本朝宜亲王宰元的侄子 而贵荣在孩童时 就因为父亲离世 而早早降绝 洗了顾山被子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20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20集 贵被子威风越来越大了 夜招抿了口酒 就有些气门 任谁都知道 达春和自己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打了达春 就等于打你郑亲王阿哥的脸 当然 夜招也知道 大家同样混吃等死 谁也不会认为 你这个郑亲王阿哥 就比谁高一头 何况宗室子弟姐 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打出手的 多有人在 贵荣可不见得 是故意找自己的茬 哥哥 有个人不知道您想不想见 达春挨了打 自然面上无光 赶紧岔开话题 这人吧 和我一起当差 人机灵 闹起来 原来是哥哥的亲戚 亲戚 什么亲戚 啊 是嫂夫人的远亲 他叔叔和嫂夫人的先锋 是唐兄弟 嫂夫人 夜招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 感情达春是指 那个即将嫁给自己的 十一岁的小丫头 颇有些无奈 摇摇头倒 就不见了吧 在这个世界 借盘亲戚打秋风的人太多了 能不招惹 还是不招惹的好 花亭布局雅致 格调不凡 品尝着青瓷杯里的极品雀舌 夜招不由的赞了一声 好茶 坐在桌案另一侧的 是一位国字脸浓眉大眼的中年人 他就是素顺 晚清史书上少不得要提及的人物 对于这位叔叔 夜招并不了解 而破天荒第一遭 和他单独坐在花厅内 夜招心底 第一次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自己和历史的碰撞开始了 是啊 以前了解的史书上 素顺实在是符号化的人物 而现在就坐在自己身边 微笑着和自己谈天说地 不由的不令夜招感慨万千 韩静春 我好像听过这个名 夜招介绍韩静春时 素顺笑呵呵 插了一嘴 夜招也是没办 东北开静再寄 自己却歌于大婚 何况就算大婚之后 怕也去不得关外 只有推举老夫子 韩静春等 去关外阻炼民团 现在老夫子上子上海 唯有请面前这位叔叔 抬举韩静春了 道光爷三十年的武进室 战争贤熟 足可独当一面 夜招只能替韩静春吹嘘 现在的韩静春 也只能撑得上一个泳子 但在关外 既同罗煞人连番的小冲突中 泳之一字 却大有用处 肃顺微笑扶须 他是宗室 从来瞧不起自己等满人 常说 咱们奇人混蛋多 懂什么 满人糊涂不通 不能为国家出力 为之要前二 他是满洲宗室中 为数不多的 真正看重汉大臣的权贵 对于宝举汉人 也往往乐此不疲 而他自己 也按照汉人习惯 自己取了个语庭为字 苏顺又笑了笑 以你之言 罗煞人和英格兰 法兰西尔国 在西方熬战 还要再打上一两年 英法两国军纪犀利 火枪炮剑 在当今世界可称敌 罗煞人战败是迟早的事 道士怕是必然将目光 投向我关外 茫茫无珠之地 在东方 他急需一处出海口 出海口 对于西方诸国来说 现今是海洋时代 军舰横行的时代 罗煞人如果在我关外 密得出海口修为码头 择起军舰 就可直抵朝鲜 日本等帮 更可威慑我惊师重地 这就是线下 出海口的共用 本以为洋人 与我大清远隔千山万水 可听你这么一说 洋人却离咱们家门口 越来越近了 西方轮船技术越发先进 这些年 怕是会在阿拉伯一带 修建一条大运河 则东西贯通 洋人若来我朝 到时 怕只需越狱 苏顺的脸色 变得更为难看 茶也不喝了 只是正正的出神 洋人有讲理的 也有不讲理的 可说到底 贸易贸易 他就是像从咱大清赚银子 赚不到银子 他就想法子定章程 定能叫他赚银子的章程 咱们打又打不过 真可说 是人为刀足 我为鱼肉了 看了言肃顺 夜朝又到 北京之计 只有师仪长计仪之仪 而师仪 却不能简简单单 买他的枪炮武器 工业商业 却也需要学习人家之经验 鼓励民间 行商办事业 你这话 可说过了 肃顺终于回过神 摆了摆手 伸手拿起了桌上的茶杯 夜朝也知道 制度不改 阳武图强之类的主张 挽救不了大清 但若早一日 有了变革的声音 世人就会更早睁眼看世界 这个世界 也就会更早的发生变化 夜朝也知道 现在同苏顺说这些 没被吉言利色的训斥 已经算不错了 他也根本不会拿自己说的 主张当回事 但总算给他心里留了点影子 那今天讲的这些话 就算没白说 由瑞四带路 夜朝来到了西四牌楼 匹柴胡同 荣儿他家 这是一间不怎么起眼的四合院 灰瓦青墙 院里有两架紫藤螺 吐出些嫩嫩的绿 瑞四先递了帖子 童家事和大儿子赵祥 早就赢了出来 确实没料到 大婚前准姑也会登门 毕竟姑也嫁得显赫 可不是咱闲散其人可比的 姓真进了宫又怎么样 又有几家外戚 能指望得上宫里的贵人 而荣儿这门亲事 那才真的叫拉家洪运当头了 嫁给了郑亲王的阿哥 将来一准儿就是亲王府的地福尽 这得是多大的福分呢 听说是小阿哥看上了咱家荣儿 这可怎么话说的 荣儿这孩子还真有福气 童家事上下打量着野招 脸上笑意越来越浓 显然对野招极为满意 赵翔呢 早就听说过野招 可他一个闲散其人 别说野招了 就随便一个黄带子 他都巴结不上 这时节见的野招 赵翔不免咳着劲的迎讽 倒把野招搞得小小吃了已经 毕竟这一家 可是出了个将来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女人 看着一家子对自己的亲热劲 叶招差点以为自己记错了历史 他家进了宫的蓝贵人 并不是历史上那位西太后的 不过现实蓝贵人一家 确实生活比较窘迫 十年前 祖父牵扯进户部亏空 其实本是祖上的案子 但道光明令 凡是去世的 其子孙代为赔款 是以蓝贵人祖父 锒当入狱 并被判 赔付万余两百银 东差西解 蓝贵人 与其父惠征 才算将银子补足 将祖父搭救出来 而后惠征官运渐通 却在去年 被携带响民印信 逃避江苏 镇江之最搁置 并逝于镇江府 所以现在 正亲王府 这门庆家的日子 为时比较结局 却也令叶昭 莫可奈何 却不想现实慈禧太后 成了自己家的穷亲戚 进了政厅 小臂奉上茶 童家事问了几句家常闲话 叶昭一一作答 赵祥抓耳挠仔 想来觉得自己插不上话 憋了好久 忽然有了个主意 笑着对叶昭道 景哥 要不要带您去看看 荣二的陪下 里面好些宫里赏下的宝贝 都是宫里我那妹妹操办的 这事啊 他可操心了 叶昭一正 童家事可就一个劲的 瞪兆祥了 自是怪他乱说话 叶昭就笑了 不看了吧 成婚前一日 这些陪嫁才会按规矩送入正亲王府 成于厅堂 以示女家做陪嫁之丰厚 而蓝贵人 看来却对这张婚事极为伤心 就怕自己妹妹进了正亲王府 被人看清 被人欺负吧 毕竟现在的他 不过刚刚被皇上重信 在宫里 贵人更紧紧高于常载和答应 现在他又哪会知道 数年之后他的境遇 只怕每天在宫里 都要小心翼翼 怕得罪了谁 赵祥大哥 以后咱们可要多亲近了 叶昭笑呵呵的看着赵祥说 赵祥可就等着话了 连连点头 那是 小王爷 以后又用得上赵祥的 只管开口 赵祥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优把子力气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有闲聊了几句 叶昭这才笑着起身告辞 而瑞斯不时时机的 给老太太送上了一个 绸布包的小房盒子 里面有一叠银票 总计一千两 看着那小房盒子 赵祥偷偷咽了口口水 就算计 不知道 孤爷带来了多少银钱 正亲王府二哥出手阔绰是出了名的 对亲家想来也更不例外 老太太和赵祥送叶昭出厅 就在叶昭脚步刚要迈出大厅门槛之际 他忽然回头做了个呲牙咧嘴的怪象 而在大厅内侧偏门的布帘后 叶昭能感觉到 有人在偷偷瞧自己 回头做怪脸之际 果然轻轻掀起一线的门帘后 亮晶晶的漂亮眼睛 嗖的不见了 叶昭憋着一肚子的笑 回身和老太太照响告辞 而旁人自没注意到叶昭的小动作 其实叶昭早就猜得出 偷偷看自己的定是那个小丫头 对于和她的这门亲事 要说叶昭也没什么想法 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结婚后那是自然不会碰的 可想到要和这么一个小丫头 结为法律上认可的夫妻 叶昭实在觉得无可奈何 而今天来到岳母家里 忽然感觉到那小丫头 在偷偷看自己 叶昭又好气又好笑 小毛丫头 你能懂几个问题 还学着偷偷看人了 事已叶昭 才突然做了个怪象吓他 而回去的一路上 叶昭越是想越好笑 实在忍不住 哈哈地笑出了声 瑞四只是翻白眼 也不知道主子受了什么刺激 叶昭自然不会知道 在门帘这旁 一个粉雕玉琢 可爱之极的小女孩 被她的怪脸 吓得捂着胸口 喘了半天气 更开始有些发愁 自己的相公 好像没什么正形 如果叶昭知道 不仅仅是苏红娘 就是一个小丫头骗子 都认为她没正形 可不知道会不会气得七巧生烟 其实也怨不得荣儿这么想 荣儿从小家叫吉艳 她性格温婉 贤良淑德 年纪不大 却懂事了很 一言一行 都将就个端状大方 谁知道未来夫君 做鬼脸吓自己 将荣儿吓得 心砰砰乱跳好久 更物质发愁 夫君性子轻浮 一点也不像姐姐说的那么本事 叶昭本希望回京后 被围到关外统领齐军 私下也跟亲王透露过 但现在看起来 这个希望却越发渺茫 现在被围了个散着大臣的仙柴 可不知道大婚后 又会围以何用 这婚期却是眨眼尽到 还没等叶昭 将各类尸体捋出个头绪 后天就是大婚的日子了 当天中午 叶昭醉了个一塌糊涂 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福 懵懵隆隆 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睁开眼睛 头痛欲裂 忍不住声音的一声 爷 你醒了 瑞四的声音 眼前景象也渐渐清晰起来 这应该是瑞四家 土炕的木桌上 火盆炭火正望 而自己身下躺的 身上盖的 都是崭新的被褥 大红颈段 看手工图案 应该是新婚时的嫁妆 难道是瑞四成青时的庄兰 叶昭没怎么到过下人的居所 但也知道 府里包一杂一兜住西前院 而瑞四前阵子 被自己开恩赏了个小院子 算是府里第一灯的人物了 爷 奴才伺候您喝粥 叶昭这才注意到瑞四身后 有一名妖艳女子 穿着碧绿的翠烟衫 凤眼寒春 魅意荡漾 倒颇有一番勾魂的风情 女子也不避讳 坐在炕头 轻轻将叶昭的头 扶到了她的腿上 用白玉小勺 咬了一小口一小口的 为叶昭吃粥 叶昭开始酒一上载 可喝了两口粥 猛的清醒过来 急忙挣扎做急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妖艳女子笑盈盈扶叶昭 叶昭起身 奴才莲姑 瑞四家里的 叶昭猜也猜得出 她是瑞四的老婆 不由得更加尴尬 就算瑞四觉得 她女人伺候自己 理所当然 甚至被自己睡了 怕都不会 蹦出半个步子 但只要是男人 心里难道真的 就坦荡荡荡 没有一丝不舒服的感觉 叶昭接过周晚 小口的喝着 而见莲姑 挑步联出了屋 叶昭就到 瑞四啊 以后不要再叫你女人 来伺候我了 瑞四吓了一跳 脸上明显紧张起来 小心翼翼的问 爷 他 他刚得罪您了 他哪儿做的不对 您告诉奴才 奴才回头骂他 看你这点出息 自己的女人 伺候别的男人 你就这么舒坦 奴才们伺候主子 是 是应该的 算了 我该走了 是 是 奴才送主子回屋 瑞四忙伺候叶昭 起身披大厂 却记得 不再叫他媳妇来捣乱了 这正是 桃圆结义 薄云天 燕月青龙 刀刃寒 一记绝尘 走千里 吴官斩将 镇乾坤 欲知后事如何 切听 下回分解 说书人一拍桌案 茶楼里喝彩声不绝 这段书讲的 正是官公 过五官斩六将的故事 坐在靠窗的桌 叶昭也微笑轻轻鼓掌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 自然觉得娱乐平凡 尤其是没有电脑可用 令人极不习惯 但时间长了才发现 这百年前的娱乐 实在有其独特的云味 却不是高科技带来的乐趣可比 这里是天桥的一树茶楼 天桥一带 也就是现实京城下等人活跃的场所 内城权贵 是不屑于来这一片的 但叶昭从小起 就喜欢来天桥 听评书 看杂耍 只不过换了个身不显眼的 轻袍马瓜而已 手上的翠绿的扳纸 字也都收了起来 此刻的叶爪 摇着折扇 倒跟天桥一带 讨生活的平民 没什么不同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1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1集 明日就是大婚之 野兆不由的 又从怀里掏出照片来看 那是她和苏红娘的合影 只是这个年代的 城墙技术 实在不敢恭维 苏红娘还好 艳丽无比 而自己 面目麻木 没有一丝表情 活脱脱一个讲师 可不知道放在后世 会不会被人骂死 要说自己 可怎么也有几分小帅吧 或许因为来到 这个世界二十年 这个世界的习俗 也渐渐影响了她 比如和荣儿成亲 叶昭虽然每次私己 都觉得对不起苏红娘 但依赖荣儿年幼 自己断不会和她有男女之事 也不会有感情纠葛 再一个 自己身份特异 成亲一事 实由不得自己性子 三一个 这个世界取其那些 本就平常 虽然叶昭觉得自己这样想有些无耻 可每次想到在这个世界 可以左拥右抱 想其人之福 就不由的怦然行动 不过想想 当着苏红娘的面 和其他女子亲热的场面 叶昭后脖颈就发凉 左拥右抱 还是算了吧 不要被那小丫头 一刀砍了脑袋 爷 一个白白净净的清秀年轻人 在旁边打钱问安 他身上袍子补丁落补丁 不过洗得倒也干净 正是刚刚在台上讲评书的 说书人麻三 至于本来鸣心 却无人得知 坐 叶昭做了个手势 明天就要澄清了 也不知道以后 还能不能来天敲听书 若不然 以后就带着戎儿 那个小丫头来玩 伙计 给麻三哥上碗烂肉面 夹料 叶昭用扇子敲了敲桌子 那边跑堂 马上大声吆喝 一碗烂肉面 夹料 所谓夹料 自然就是多加些肥瘦肉 麻三谢了 麻三感激涕零 又打了个钱 这位叶公子 对他一直颇为照顾 可惜叶公子交代的事 他却帮不上什么忙 果然 叶昭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就问道 那事儿行得通吗 麻三历时闹了个大红脸 突然就觉得这事儿 自己办得挺不仗义 现在可没资格 吃叶公子请的面 叶昭见麻三神情 就知道了答案 我估计呢 那就这么着吧 从上海回来之后 叶昭就找到了麻三 却是希望麻三 用评书的形式 来讲一讲国外形式 甚至叶昭 自己就写了几万字的评书 江树踏青男子 在海外奇遇 当然 就免不得介绍西方 诸国现实的科技水平了 虽然这种科技 在国人眼里 可能更近乎于魔术 麻三扭捏着道 爷的段子 我给几位行家看了 他们都说爷这种神怪评书 说到这儿 不往下说了 想来那些行家 给批驳得一无是处 叶昭微微一笑 恰好这时伙计 端了热腾腾的肉丝面上来 叶昭就笑 先吃面吧 麻三没办好爷交代的差事 麻三不敢吃 叫你吃你就吃 不差这碗面去 你看我像这么小气的人吗 麻三黑黑一笑 随即就抓起筷子 狼吞虎咽起来 家料的烂肉面 要大钱十五个 他平时又哪里舍得吃了 爷的现在想想 也觉得自己的想法 有些异象天开 不过一时兴起了念头而已 不过爷 说真的 您给麻三看的段子是真事 洋人就这么不懂教话 男男女女的搂在一起跳舞 麻三扒了着面条 却又忍不住问叶昭 嘴里满是鼻 脸上却分明有似什么 对于长这么大 没碰过女人手的这个年轻人 显然洋人的习俗 令他颇感兴趣 见麻三这个落魄秀才 也仅仅是对洋人比较荒诞 不知羞耻的人际交往 问长问短 魂没注意到自己本想宣扬的内容 叶昭就更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失败了 吃你的面吧 叶昭懒得厉腾 自顾端起茶杯饮茶 麻三尔风卷残云般将碗里的面一扫而空 更咕嘟咕嘟将汤底喝光 抹了把嘴 回头见到叶昭风轻云淡品茶的样子 心下就动 叶 我倒是有个主意 您要真想麻三说您的段子也行 可有一套 麻三得有口饭吃 哼 感情你也知道没听懂 那我要你说这段子作甚 徒你清静啊 麻三腼腆的笑 不敢吱声 不过嘛 说说看吧 咱就当一乐 试试 叶昭笑呵呵的看着麻三 行 试试就试试 麻三痛快的答应 然后如他所想 一张十两的银票就到了面前 麻三喉咙发干 马上紧紧将银票抓在了手里 这是半个月的定 说得好 另外还有赏 听到叶昭的话 麻三自然又是一番感恩戴德表忠心 叶昭 轻摇 轻摇 折扇 只是微笑 他自不会将这民间平潭之所当作介绍西方世界的阵地 但能发出些声音 不管大众做何想 早些传传西方的事总不是坏事 不管叶昭多么无奈 成亲的日子总是要到的 这一天 几乎整个西四牌楼都被红筹包裹起来 看热闹的人群挤满了各条街道 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热闹 但也一窝蜂地涌上了街 何况听说线下四处都搭起了戏台 从明天开始要连唱七天大戏 西四这块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夜照晕头胀脑的将亲娘迎娶回府 又在正殿明晃晃的红竹下和凤冠侠屁的新娘子拜父母天地 在李官指引下 麻木地进行着一桩桩仪式 而本以为小丫头多半会哭闹 谁知道新娘子却是一板一眼 落落大方 一看便知 演练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出凤楼洗暖阁 四壁涂红 洗漱高照 阁北有红通通的洗床宝座 南窗下有一铺火炕 炕上至桌 放有精巧奢华的酒具 好不容易进了洞房 夜照只觉得浑身骨头都散了下 在火炕上一躺就再不想起来了 几乎朦朦胧胧就要睡去 呼听奴婢轻轻敲门 却是送来汤圆 子孙饺子 夜照只好忍着心下凡门去开了门 在奴婢丫鬟的吉祥话里还得是一脸微笑 等丫鬟们将汤圆饺子摆好退出去 夜照才注意到 坐在火炕炕桌另一旁的新娘子 小丫头到现在一生未知 倒真是好耐心 夜照勉强想起来自己该做什么 寻了半天才从茶几下寻出被自己扔的一边的鱼如意 走过去将新娘子的盖头挑了下来 夜照倒是呆了下 红通通的侠屁 衬得小丫头可爱得一塌糊涂 真是个眉目如华 明眸好吃 漂亮的就仿佛年华里的小仙女 这要是自己的妹妹 可不知道得多疼她 夜照冒出来这么一个念头 却见小丫头死死地闭着眼睛 又觉好笑说道 自己玩吧 想干嘛就干嘛 说着话就自顾躺回了火炕自己一侧 想眯一小叫 房内没有一丝声音 哎 还没喝酒呢 过了好一会儿小丫头实在忍不住提醒相公 致声致气的声音 本来偷偷睁开的漂亮大眼睛 见到夜照忽然抬起了头 又急忙紧紧闭上 不喝了吧 就是个行事 夜照实在懒得动 随口说着 哦 小丫头答应着 却多少有那么些可怜爸爸唯唯唯唯唯唯的强调 可不是 驾进门来 自然相公最大 相公说不喝交杯酒 那就不喝好了 可是 可是从没听说过进洞房后不饮交杯酒的 那得多不激励 夜照眯着眼 眼见着十一岁的小丫头 却偏要一副端庄稳重之态 实在觉得好笑 忽然起身道 你想不想喝交杯酒 小丫头打破脑袋 也想不到夫君有这么疑问 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样 咱俩打赌 下棋 你赢了 咱就喝交杯酒 输了就不喝了 估计全大清国 也就夜照能有这么浑账的敌 实在是夜照觉得这个小妹妹太过端壮 忽然就想想着法 把小丫头变成小丫头 人多的年纪 就该有多的年纪的样 不是吗 十一岁 吵吵闹闹闹玩疯才对吗 那 那好吧 容儿眼泪 实则都在眼眶里打转 没听说过 谁家相公这么刻薄的 可嫁进门来 相公为天 也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荣儿 荣儿 棋下得不好 师父说荣儿勤家练习才能达到国手之境 荣儿还得赶紧坦白 免得一会儿露见 既然相公要下棋 想来棋已是极精的 夜照却是精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这小丫头骗子 听话查 围棋相当不软 什么 国手之境 可不带这么胡人呢 幸好 本就不是想与你较量围棋 不然输给你个小毛丫头 那还不郁闷死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夜照用力拍手 阁门轻轻被推开 外面是吉祥如意两名巧丫头 将青侍女打扮 阴阴艳艳娇俏个人 一名是荣儿陪嫁带来的 一名是夜照从府里选的 又给两人改名 一为吉祥 一为如意 去 把我的富贵旗拿来 吉祥不明所以 如意却飞快地答应一声 拉了吉祥一把 飞也死得去了 不一会儿 一张彩色千奇百怪的旗盘 就摆在了火炕炕桌上 有骰子 有造型可爱的小陶人 又有硬纸板做的银票 这是夜照在上海时 捣鼓出来的 大青板 大富翁 本来只是做出来 准备自己解闷式玩的 现在却拿出来 难为这位小骑生 夜照给荣儿 讲解这规则 一边说着话 一边和荣儿试走了几步 叫他体会这些规则 换他人 怕是早就听得头晕目眩了 荣儿却是只管一一磨尽 相公多才多艺 又有耐心交授于他 他自然不想辜负相公的好意 懂了吗 荣儿皱着小眉头 苦苦思索了一阵 就点了点小脑袋 那就开始了 三举两胜 我赢了 交杯酒就不喝了 我输了 咱就喝 夜照说着可能被天打雷劈的混账话 魂不当回事 荣儿苦着脸 轻轻点了点头 心下却是给自己鼓了鼓气 富翁棋看起来也不甚难 如果自己能连赢两局 第三局 输给他就是了 大富翁这个游戏 确实不难 有时候骰子的运气成分实在大 夜照运气就相当不错 直下两局 每一局不用一刻钟 就将荣儿赢个尽光 可这两局赢下来 实在没什么喜悦之情 荣儿这个小丫头 太有个性了 那真是荣辱不惊 赢亦何喜 输亦何悲 别说尖叫賴齐之类的举动了 输的底调 漂亮的大眼睛 都没有眨一下 不过夜照感觉得到 连输两局 小丫头好似有些失落 琢磨了一下 夜照就笑了 我赢了 那咱也把交杯酒喝了 老祖宗的规矩 不能忘 嗯 小丫头点头 眼尖一盖 喝小丫头的小胳膊挽着喝交杯酒的时候 看着小家伙近在咫尺的漂亮大眼睛 夜照未免有此尴尬 这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才十一岁 可比自己那个世界十一岁的小丫头东事多了吧 好了 交杯酒也喝了 你去睡吧 明天还得起早请安什么的 这几天就操了啊 你睡炕上还是睡床 床 小丫头自然恪守规矩 要去睡那设计精巧 层层叠叠叠的木床 夜照其实也挺喜欢这个时代的床 手工太讲究了 讲究的是 繁汝多治 坚固鼎立 富丽堂皇 其奢华繁琐 令人目不暇接 夜照甚至认为 渗透着风雅古韵的木床 甚至可以归结为木制雕刻艺术品了 看着小丫头 在那一板一眼的将华丽的颈背抖开 好像扑了一层什么东西 然后 就又慢慢的 将那双蝴蝶刺绣的漂亮骑鞋脱了 接着极快的躺到床上 用颈背紧紧裹住了自己 夜照忍俊不住 险些笑出声来 开始 他一举一动 倒真可以说典雅大方 颇有大家风范 可最后飞快用颈背 裹着自己的可爱动作 还是暴露了他的真实年龄 再见到小丫头 好像掀开颈背一条缝 偷偷看着自己 夜照就觉得好玩 坐起身 夜照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浅灼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红热火光 跳了一下 顶窗外 好像隐隐传来三更天的帮子响 转头见 却不经意的发现 小家伙从被子里露出秀气可爱的俏脸 在看着自己 夜照隐隐猜到 出价前 小家伙想来是会受到一些启蒙教育的 虽然懵懵懂懂 但如果一夜不理他 通过母亲的启蒙说辞 怕是对他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了 夜照知道 自己没办法跟他解释 但也不想小家伙心灵上受到什么伤害 会误以为自己不喜欢他 或者不屑于碰他什么的 想了想 夜照就指着桌上的棋盘笑 再来两盘 好 小家伙马上咕噜爬起身 又穿上漂亮的鞋子 刚刚跑过两步 忽然想起了什么 忙收敛忘形之态 卖起连步 可见到夜照眼里的笑意 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可不是吗 在家的时候 什么时候这么失忆过 和相公相处 不过个把时辰 怎么好像脑子就乱乱的 不经意就出错呢 可是那富贵旗 真的 真的很好玩 夜照本想说 以后想跑就跑好了 可见到小家伙神态 知道这句话说出来 怕是他会哇的鼓出声 也就不再逗他 只是笑道 今天咱们挑灯夜战 好不好 小家伙坐上炕 也不敢吱声 说好吧 好像玩无丧志 说不好吧 又是忤逆相公 质疑只是默默分配银票和此人 夜照又笑道 我就要一千两 剩下全是你的了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2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2集 难得遇到能和自己玩游戏的 夜照倒也来了兴致 更叫吉祥如意送来小菜点心 就乍乍乎乎和新婚夫人玩起了大富翁 从而却是极矜持 屋里只能听到夜照大呼小叫的声音 玩得兴起夜照更顺手将几根黄澄澄的点心塞进蓉儿嘴里 你怎么就不吃零食呢 我自己研究的炸薯条 你尝尝 玩游戏嘛 当然要吃吃喝喝 玩得才尽兴 蓉儿猝了猝小眉头将薯条放了回去 可见相公做手势要他吃 就极优雅的用兰花纸粘了一根慢慢送进嘴里 中间竟然输给蓉儿两盘 夜照兴致更浓 不知不觉多赢了两倍 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沉沉睡去 睁开眼睛 夜照微觉头疼 看窗帘好似刚刚天明 嗯 夜照动了下 却觉得身子转动颇为费劲 低头看却 自己是睡在火炕上 盖着一床红缎的颈背 夜照就顺手掀开了颈背 却猛的被吓了一跳 却见一个可爱的小身子 正八爪鱼般抱着自己 可不正是蓉儿 和自己一样合一而握 还是穿着那红色侠皮 只是可能睡觉时 踢掉了锣网 两只雪白的可爱小脚丫 缠在自己足怀上 夜照哭笑不得 新知被子 想来也是他抱来的 轻轻向旁边推了推 谁知道小家伙翻个身 转头又缠上来了 抱得夜照死死的 嘴里倚难着 娘 我要再睡一会儿 夜照无奈 只有任他抱着 仰身子盯着天花板 盘算自己的事 大概过了斩茶时间 吉祥在外面 轻轻敲门 小姐 小姐 要给王爷福尽请安了 夜照纸妆听不见 还闭上了眼睛 吉祥又叫了几声 蓉儿忽然就坐了起来 然后就捏手捏脚的 下床去外间开了门 在吉祥伺候下洗漱 等他再回到屋内 寒醒夜照时 已经换了一席粉红刺绣蝴蝶穿花图案的气泡 却更显得漂亮可人 相公 天亮了 见夜照睁开眼睛 荣儿又恢复了那不慌不忙的神气 却是一丝不露切 好似刚刚摊睡的不是他 被人叫醒的更不是他一样 这个小机灵鬼 夜照又好笑又好气 却也只能起身更衣 荣儿蹲下身子帮他穿鞋 夜照就将他拎了起来说 我自己来 以后啊 别喊我相公了 昨天已经告诉荣儿 不许喊自己爷 可是今天听着相公 也挺别扭的 被夜照抓着后脖领子拽起来 小家伙显然有些气愤 这哪里是相公对妻子的态度 小家伙也感觉到了 分明把自己当小孩子了 就喊 喊我大哥吧 要不就喊哥哥 夜照一边穿鞋 一边思索着说 不 第一次 小家伙 忽逆了相公的意思 道令夜照一呆 哑然的看过去 荣儿咬着嘴唇 却是毫不屈服 既然相公不喜欢寻规导具 荣儿听说民间恩爱夫妻 相互之间 称老婆老公 荣儿就喊你老公 夜照差点一个跟头摔倒 老公 要说相公官人等等称谓 虽然别扭尚尚能接受的话 可背个小不点 整天喊老公 那可就遭罪了 毕竟前世 男女情侣 新婚夫妻之间 最常用的称呼 就是这个老公了 这个小不点 喊自己一封老公 怕是自己都会感觉罪孽 更深一分 骏马一声长嘶 马车缓缓停在前门大街 会友标局门前 夜照跳下马车 心里就有些冒火 贵老三是叫自己好看是吧 自己大婚第二天 就约达春打裙架动刀子 感情是想叫自己红事上 再见那么一点红是吧 会友标局当家的宋彦超 早就候着呢 飞奔上来给夜照请安 他心下这个无奈 萧气营和前锋宁的爷们全欧 偏偏来到他会友标局 说是他会友标局 那场子宽敞 他宋爷又是当初神机营 老七王爷金口许的神权 打架动刀子的事 有宋爷在 那就是一个光明磊落 可一个是贵贝子 一个是打柳爷 都是黄带子里惯会耍横的主 这要出了事 谁担待得起啊 跟在宋彦朝身后 夜照穿堂果实 来到后院的盐武场 青石砖的地面 确实铺的一个场料 可现在闹哄哄的好像菜市场 四五十号人都是精壮小伙子 没穿官服 一个个盘着辫子神气十足 有几个将辫子咬在嘴里 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家伙 看起来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哎 二哥 怎么惊动您了 哎 您看这话说的 今儿可是您大喜的日子 您说您跑到这儿来 一会儿血子呼拉的 干嘛来啊 您 正指着贵戎鼻子骂街的达春 忽然见到夜照 在宋彦朝陪同下进了盐武场 忙跑了过来 又跟跟在夜照身后的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点了点头 夜照就瞪起了眼睛 你小子 知道是我大喜的日子啊 怎么就不能消停消停 那边贵戎呵呵的笑了起来 要不怎么说紧歌呢 就是仗义 达六 你交的好朋友 他是个白胖子 看起来走两步都会累得喘气 夜照邪眼瞥着他哼了一声 对达春说 你小子也是 没那根攻击铃子 就少给我装老鹰 要真打 你去什么 来人家标局干嘛 这不为难人家宋爷吗 宋眼超 赶忙陪笑 不碍事 不碍事 我全明白 全明白 达春节夜照真动火了 不敢还嘴 嘴里嘟囊着 贵老三约咱来的 谁知道选了这么个屁地 贵容脸色 震红震白 知道夜照拿话磕着他 脸沉了下来 转着手里的缸珠 一步步走到夜照面前 撇着夜照道 怎么 紧歌的意思啊 咱们就直奔城外 夜照好似才看到他这个人 就笑了起来 哎呀 原来是贵辈子 我说呢 满北京城打听打听 谁有这么大面子 能约前锋赢的爷们来助全 说着话 脸就沉了下来 不想吃官司的 都给我滚 大伙全指着 大眼瞪小眼 这位井哥可不是先三宗士 那是刚刚从外面办了差回来 是位赢的散致大臣 这要公事公办 八旗兵斗殴 罪名可不清 起点中文网版全所有 畅听网荣誉出品 有几个就偷偷向月门那边挪动脚步 贵荣却是翻了个白眼 井哥 少拿你这套官卑虎人 今儿告诉你 在这儿 咱没被子 也没王爷 也没有你那个闲差 今儿就是告诉你 在北京城 你井哥 鸟都不是 鸟都不是 说着 就在地上狠狠吐了口吐吗 本来想开溜的 都停下了脚步 既然贵被子担着 那怕什么 咱不能成了闹肿 叶兆微微促起了眉头 看了贵荣一眼 怎么 贵被子今儿是要见解雪 那尝 川 贵被子看得起你 你就跟贵被子亲近亲近 贵荣却是下意识的 就退了几步 要他跟达川淡挑 他还真不敢 也不是对手 宋彦超 眼见话越说越僵 心里这个急啊 可他又不敢插话 这堆主都是什么人 都是整天闲着没事 就怕没人来招惹他呢 一个个都是吃饱了撑的 惯会找事的主 这时节自己插起嘴 一句话说得不中听 得罪了里面谁 自己这标局也就不用干了 金哥 爷今天就叫你见雪 躲在前锋迎几名兵勇之后的贵荣 觉得大没面子 气急败坏的喊着 都给我上 打残了打废了 我跪三兜着 一场乱战 眼看就要开始 忽然 砰的一声巨响 巴克什手里 多了一把火虫 就在众人一致之际 阿尔哈图手里的火虫 砰砰砰砰砰砰砰 连开六枪 对面假山上的花盆 被打得稀巴烂 没人敢往上冲了 都看着巴克什和阿尔哈图手里的家伙发来 老子这把石脸响 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 接着扎刺啊 巴克什面粗心细 说大话 眼睛都不眨 千锋迎的小伙子们 脸上都变了色 哪儿来的火气 也太瘆人了 井哥 你不是个爷们 靠洋人的玩意儿 吓唬北京城的爷们 你不是东西 桂荣白胖白胖的 脑子却转得挺快 叶爪笑了笑 淡淡道 要真糊你 刚才就不走空了 直接给你脑袋来这么一下 说着话 叶昭对他做了个瞄准的姿势 吓得桂荣又连退了几步 叶昭哼了一声道 哼 是北京城的爷们 那就跟洋人干去 跟长毛干去 自己人干自己人 落几块巴能算你能呢 要我说 熊透了 都散了吧 该干嘛干嘛去 叶昭目光 缓缓在众人脸上扫过 没人敢跟他对视 不管是萧启营的 还是前锋营的 一个个垂头丧气往外走 桂荣见识不妙 也想拔脚开溜 却恶然发现两个铁塔似的汉子拦在他的面前 金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桂荣色力内润地冲 叶昭喊 叶昭笑笑 咱没下次 懂吗 今儿也不欺负你 过几天在长春楼 给老六白酒认错 眼看着架势 不答应 非但出不去 怕还要挨一顿狠的 桂荣只好狠狠地点头 叶昭就笑 白白手 叫巴克什和阿尔哈图放行 却是忽然发现 自己做纹裤 也做得越发得心应手了 郑王府西境第一路的跨院 清雅别致 春智 院中花谱 渐渐绽放嫩绿 这座小跨院 通常是小主子 用来接待宾客所用 跨院华厅中 叶昭穿戴华丽 正同韩敬春闲聊 今儿实在是叶昭 陪新娘子回门的日子 可韩敬春刚刚被抬举了 手背一支 帮伴黑龙江团练 马上叫启臣赴官外 叶昭有些话 不得不叮嘱他 官外开进 烟鲁一帝汉民 被允许千玛黑龙江江北 江东等荒芜之地开荒 上誉传达的各省道府 响应着慎重 谁不想游吉姆自己的徒弟 这是自古以来 农耕民们最为现实 最期盼的生活 可韩敬春心下 却实没有底 他是一员猛将 但不是猛将 办团练本来就千头万续 更莫说是要在一片人心不定的迁徙之地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也知道 若在其他省道府县 也只能有本乡士绅才有能力号召操办民团 外来户却是想都不要想的 叶昭品着茶 一边思索一边说 你这一去啊 要把当地情景摸个门心 和迁去的汉民也好 和当地的原住民也好 要好好相处 不要急于一时 不要急于拉武装 欲速则不达 韩敬春默默点头 至于办团练一事 等老夫子回来 可去关外助你一臂之力 两想筹备 你是定然不如他轻车熟路了 关外嘛 大户乡绅不多 可淘金的匪类不少 我就听说过一个嘛 韩显忠 算是有些明起的 起初的钱粮 你和老夫子可以从他们身上想想辙 当然 还是要以安抚为主 莫伤了和气 毕竟人家是地头龙 朝廷上 我再想办法 终归不能叫你们为了银钱计短 办团练军务 最棘手的就是银子 要真有用不安的银子 那什么样的武装都能拉起来 韩靖春也正发愁自己这个挂名守备 去了关外 不知道如何下手呢 谁知道小王爷 却是什么都替他考虑周全了 为止 一定不负小王爷厚望 韩靖春 感激 地打签跪下去 从一个小小的拔总 被抬举为首位 再到被围以关外办团练 韩靖春实则知道 自己不过是帮小王爷办柴 小王爷 想在关外办团练 可惜身不由己 不能亲力亲为而已 而小王爷 能将这重担交于自己肩头 令自己满腔抱负有了用武之地 更滋滋提点 巨巨千金 若是办不好这趟柴 自己第一个 就该在小王爷面前 挽去双目谢罪 叶昭却又从袖子里 抽出一张折起来的横幅 展开来 上面有公公整整十个字 字体虽然不算好看 但也说得上刚进有力 为中华昌盛 虽九死不回 也着晓得 这是我写的 送于韩大哥 韩靖春接过 正正的看着这十个字 有些迷茫 总觉得这句话 有点不对劲 但又想不出 哪里不对劲 这算是我的信念吧 与韩大哥共勉 韩靖春念叨着 虽九死不回 虽九死不回 胸中一枪豪情 却是蹦发 丹西跪地 大声道 是 卑职记下了 卑职定向小王爷这句话 带给团军 每一个兄弟 卑职为小王爷办柴 一样 九死不回 叶朝微笑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 匆匆回到厨缝楼 却见小家伙 打扮整齐 红彤彤的警服 秀起了小骑鞋 更显得漂亮可爱 正乖乖坐在踏上 等着自己呢 刚刚见个朋友 咱们走吧 马车在外面候着呢 叶朝知道 小家伙人小鬼大 虽然这两天和他下棋吃酒 倒也没冷落他 但毕竟一直未行房事 可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是也倒也想找个机会 跟他聊聊 吉祥如意 一人一个 轻盈拖起外屋桌案上 摆着的红颈布盖着大礼盘 虽然按照习俗 回门不必送什么贵重礼物 可除了马车上的绸缎布匹 叶朝却是为老太太 挑了副飞翠耳环 又给两个旧哥 选了鼻烟壶扳子等玩物 也就是吉祥如意 手上托盘里的物事 老公 不要惯坏了我哥 小家伙明显 人对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给自己不成器的哥哥 有些不满意 至于弟弟 强宝之中 尚不懂事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3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3集 叶朝笑道 这才显得我疼你吗 叶朝昨日细细思量了一番 却恶然发现 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的话 自己在刑防指示上 竟然是有些理亏 这一惊人结论 令叶朝错愕了好久 可要说刑防 那怎么可能 十一岁 要他开开心心 快乐成长才是 线下之际 也只能哄着他 免得他胡思乱想 不过小家伙 显然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 坐在去匹柴胡同的马车上 小家伙偷偷偷在叶朝耳边道 老公 荣儿不会说与旁人听的 您也甭急 总有一好的时候 叶朝开始不明所以 胡乱点了点头 可越琢磨越不识味 这小家伙 什么意思 说什么不会给别人听 说什么 总有一好的时候 忽然就有些明白了 这小家伙 是不是在说防势呢 啊 感情是以为 自己有暗急 行不得防势 越琢磨 越觉得是这个意思 可不是 不说暗急不暗急的了 府里嚼舌根的丫头就不少 一直有流言在背后 说自己有龙羊这屁 吉祥这个陪嫁丫头 看起来就诡计了 怕早就得了信 那还不护着他主子 偷偷在他主子面前 把这信露出来 不管小家伙怎么想吧 总之肯定是以为 自己的身体或心理 有问题就是了 叶朝哭笑不得 不过想想也好 导爷省得自己解释了 自己总不能说 嫌他年纪小吧 那小家伙 怕是会被打击到的 皱起眉头 夜朝就到 不要喊老公了 还是 还是 还是随你意吧 总之不许喊老公 这个词 却是每每听到 小家伙嘴里说一次 就觉得自己不是东西子 哦 小家伙听话地点点头 却又拿出手帕 体贴地帮叶朝 轻轻适去额头的汗 叶朝这个无奈啊 看着他稚气的脸蛋 端庄的举止 这么个性的可爱老婆 真是千古难逢了 姑爷回门 老太太笑咪咪这个打量啊 在他眼里 叶朝和荣儿 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就没这么再般配的了 赵翔拿到翠绿的鼻炎弧 眼睛放光 简直把叶朝 当活祖宗供起来了 而叶朝说的 领来的四位点心 都是他自己画的草图 请府里点心师傅 帮着捣鼓出来 烹炸而成时 老太太就更乐得 嘴都合不拢了 一个劲夸姑爷 孝顺 知道疼人 说起来 虽然姓真身份尊宠 宫里的贵人 可也只是个虚名 回家不回家的 自己都根本做不得主 更是轻易提不得 却是要皇上 偶尔兴起 才想起放你出宫 回娘家看看 而一年半载 皇上也不见得起 这个念头 而且 这还是能见得到皇上 得宠的 要一般的辈子 那是想都不用想了 而现在看 这家里 也就只能指望 紧搁这个二姑爷了 小家伙虽然一脸端庄 但漂亮大眼睛里 偷偷闪动的喜悦 骄傲 有哪里瞒得过夜招 夜招就有些好笑 心说小不点 还挺好哄的 酒席宴上 赵翔喝了几杯酒 就有些得意忘形 敬了夜招一杯 说道 小王爷 您看我也老大不小了 也没个正经事 就咱齐人每月 那份钱粮 想给老太太 熬碗黄米粥 孝敬孝敬 他老人家都不够用 您说 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老太太瞪起了眼睛 又胡说话 喝多了 就后院歇着去 听听话音 谁都知道赵翔是什么意思 赵翔不敢跟他娘顶嘴 欺皮小脸道 怎么是胡话呢 我这不是想上镜吗 再说了 我走了 谁陪景哥说话 你说的都是混账话 让人听了笑话 以为咱家没家教 老太太真火 赵翔蔫巴巴的垂了头 不敢吱声 叶昭蒙笑道 大哥说得也对 其实这事啊 我早惦记着呢 我托人去说了 估摸着能给大哥 某个差事 就这几天吧 成不成的 有个准信 老太太就叹了口气 这话怎么说的 金哥 你以后 可不能这么打我老太太的脸 赵姆哥还拿景翔当外人 景翔心里可不自在了 哪会 哪会呢 老太太终于转怒为喜 呵呵地笑了起来 赵翔则偷偷对叶昭伸大拇指 自是夸自己这妹夫 真有一套本事 小家伙 却狠狠瞪了哥哥一眼 显然胳膊肘 已经开始往外拐了 上马车前 看日头还早 夜昭就在瑞斯耳边 滴雨了几句 马车一路向西拾去 小家伙好似感觉到 不是回府的路 掀开窗帘 向外瞅了一眼 这是去哪啊 去西郊钓鱼 可好玩了 小家伙默然 过了一会儿到 可是 可是福里的湖 也有鱼吧 那有什么意思 小家伙 知道相公贪图享受 迷雨游乐 知道自己劝他也不会听 也只能在心里发愁 可等到了西郊 一片碧水之派 垂流土芽 绿草莺莺 偶有几朵小花点缀其中 又有蝴蝶盘旋飞舞 下了马车 小家伙就睁大了漂亮的眼睛 不得不承认 相公寻找游玩场所 实在是一等一的人才 几辆马车远远停轻 清兵速立 瑞斯和一名奴才 则搬来 罗散软椅鱼竿 这些器具却早在一辆车里 准备好了 本来小家伙还在奇怪呢 一直不知道 紧紧跟在最后面这辆车 有何用途 不见人上人下 也没有成装送去 自己娘家的礼品 现在看来 却是相公的游乐马车 拉的肯定是相公 千奇百怪的游戏器具了 叶昭其实也有些无奈 在自己那个时代 约朋友开车钓鱼 好像是很正常的休闲活动 可早了一百多年 怎么就感觉劳师动众 二世祖不务正业呢 看小家伙长虚短叹的 好像为自己前途担忧了 就更令叶昭哭笑不得了 不过在叶昭坚持下 小家伙不得不拿鱼杆 坐在叶昭身边坐起了渔夫 马上就体会到了钓鱼的乐趣 虽然还是一副 荣辱不惊的模样 鱼儿上钩 更不会雀跃尖叫 可他心里的兴奋紧着 又有谁能知道 给 这个也好玩 叶昭将望远镜 递到了小家伙手里 什么呀 小家伙将望远镜 拿在手里 翻来覆去的打量 叶昭双手握圈 放在眼前 比划着手势 这样看 对 就这样看 咦 当看来本来很远的景色 忽然清晰地扑到自己眼前时 小家伙终于惊讶地 轻轻地叫了一声 野兆笑道 以后呀 我再捣个鞋 更过瘾的 有可以晚上看星星 看月亮的 嫦娥都看得清清楚楚呢 小家伙 却是完全没有听清 只是好奇地 拿着望远镜 四处张望 叶昭靠在软椅上 微微闭目养神 要说西郊到皇家园林 能寻到这么一处 钓鱼的圣地 还真是件不简单的事 而自己 也最喜欢来这里 琢磨些难以解决的难题 比如现在 自己最大的难题 是如何离京 就算去不得关外 可要一直在京里 挂着散至大臣的闲柴 那以自己懒散的性子 只怕慢慢又要习惯 二世祖的优先生活了 从书房出来 叶昭颇有些闹头 贵被子给达春白酒赔罪 他并没有去 这两天 他都在亲王面前吹风 希望亲王能替他在皇上跟前说几句话 去关外为皇上办差 可每次提到这个话题 亲王却都打起了太极拳 笑呵呵的也不给个准话 还劝自己 你有这个心思 在皇上身边就更该担惊截律 经里经外 一样可以为皇上分忧 显然 亲王也好 福尽也好 都是不希望自己再离开北京城的 刚刚书房里和亲王聊了几句 不得要领 叶昭就更为头疼 沿着青石板小路 进了会员 向除凤楼走去 会员中 绿木樱樱 流水小桥 春日明媚 更显情幽 小王爷 甲山之后 忽然有人窃窃的轻声叫叶昭 然后闪出了一条翘影 叶昭抬头看去 微微诧异 却是亲王的小妾赵氏 跟在他身边的尚有一名青群小臂 姨娘 叶昭鞠躬座椅 赵氏三十许人 本就美貌 穿了件翠绿烟沙三花裙 更显得楚楚动人 她是天津近海 杨柳青人 本是府里买来的丫头 和亲王一夜欢愉 亲王兴起 就纳她为妾 可是在这王府 心照不宣 不过给她拨了两个使唤丫头 既没有给她入旗 甚至妾氏的入门过场 都没有给一个 而亲王和她热乎几天后 就对她失去了兴趣 要说赵氏这些年在王府 实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论地位 她不过稍稍高出府里奴婢一线 可处境 却比那些奴婢嫌恶多了 就敌附近 侧附近身边的丫头 她都不敢得罪 更时时担心 被哪个附近看不顺眼 在王爷耳边嘀咕几句 就将她送人 这几年 王爷是很少去她的房了 而面对叶昭 这位王爷的心肝宝贝 和服供起来的小祖宗 赵氏就更加拘束得很了 轻轻扶了扶 没说话 眼圈却先红了起来 姨娘有事吧 叶昭说不上平等精神多么强烈 但对赵氏这个兽气包 她态度还是极好的 逢年过节 给赵氏房里送的礼物 也颇为丰厚 赵氏未雨 泪先流 眼泪巴达巴达的向下掉 叶昭这个无奈啊 就算自己不在乎 可人言可畏 亲王的小妾 在自己面前哭得累人儿似的 这传出去想什么话 姨娘 您受了什么委屈 我去跟阿玛讲 叶昭就想拔腿开溜 她也实在不喜欢 哭哭啼啼的女人 别 不要 王爷 王爷会打死妾身的 赵氏脸都白了 叶昭略一琢磨就到 姨娘请先回房 晚点我令内子去探望姨娘 姨娘有什么话 可说与她听 想了想有个小家伙在身边 倒也颇多好处 赵氏垂了一点头 怯怯的道 怯身回屋 恭迎小奶奶 荣儿这个未来的准地福尽 比她的地位自高出了千百倍 叶昭自不会跟这么一个可怜人食言 想也知道 她能鼓起勇气寻自己帮忙 那要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和煎熬 而她肯定也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题 十一晚上 叶昭就打发小家伙 去怡春园赵姨娘房里唠嗑 小家伙是急听叶昭话的 自是乖乖的白凤嫁怡春园 而小家伙也不负所托 回来就将赵姨娘家的事 一五一十的跟叶昭讲述了一遍 原来 却是赵姨娘娘家出事了 杨柳青有一家姓石的大户 号称一门三节 老大行商 腰缠万贯 老二财高八斗 在某丰江大利幕府效力 老三则仕途通畅 却是江南某道的道员 赵姨娘娘家 同石家同住一条街 而年前石家宅院阔修 却是要起一座 占地数百亩的大宅院 而毗邻石宅的人家 或设于石家的权势 或是被诱以银钱 纷纷将宅子地基授予石家 而最后 仅仅有两三家 不愿意抛弃祖业 其中一家 就是赵姨娘娘家 赵姨娘的老母亲迷信 而赵宅院中 有一棵槐树 老太太坚信 这是赵家的风水树 风水树若被砍倒 那整个赵家 就会遇到劫难 甚至会加败人亡 事宜赵家说什么 也不肯将宅子卖于石家 双方为此多有争执 最后不知怎么就动了手 赵家两个儿子都吃了大亏 赵老大被打得吐血 现在仍卧床不起 而赵家老太太 尾时不知道赵姨娘乃是亲王府的士气 事宜还以为是亲王府的丫头 但那又如何 亲王府的丫头 真到了地方明捷 那也是吓人的很 老太太托人 给赵姨娘来了一封信 写得极为凄惨 要兰儿 也就是赵姨娘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找人帮着和石家说和说和 愿意将宅子卖于石家 只求石家大人大量既往不咎 小家伙 还将老太太托人写的信带了来 也找翻看 微微粗美 看来老太太 是被石家滔天权势吓坏了 现在只想尽快稀释宁人 叶昭却想不到 赵姨娘胆小若此 竟然和家里都不敢提她在王府的身份 不过想想也就是 开始赵家敢和石家对着干 多半也就是赵姨娘 亲王府丫头这个身份 在后面作祟 若赵姨娘讲了她是亲王府小妾 给娘家人知晓 可不知在地方上 这些亲戚会如何霸道转横 而娘家人一旦惹出事来 赵姨娘心里明劲似的 她在亲王府怕就待不长久了 现在她还能在亲王府安安稳稳锦衣玉石 不过是因为争宠的几位 没人再将她当回事 也没什么借口在亲王面前嚼舌根而已 所以赵姨娘才加倍小心 和娘家人丝毫不露口风 免得家人给自己惹出大祸 而在娘家人眼里 她本来就是亲王府里买的丫头 事宜这些年都不能叹家 自也无可奈何 毕竟那是要主赠点的 不过以赵姨娘的性格 平日省吃俭用 烧给娘家人的阶级 怕是少不了的 夜昭翻看着信 就是一阵摇头 老太太被吓得若思 可见石家气焰之嚣张了 要说赵家人不提赵姨娘 这个正亲王府丫头 是绝无可能 看来石家要么不信 要么就强横惯了 对于京城权贵家的花花草草 颇不在乎 有正亲王府家丫头 这个挡箭牌 赵家尚被欺负到如此境地 也可见这个石家 在杨柳青是怎样的跋扈了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24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24集 东四牌楼上林春 楼上下三层 画动飞云 珠连卷雨 进进出出 皆为锦衣之辈 乃是东城第一等的茶楼 二楼临窗 一间气派豪华的格子里 夜招正笑和和饮茶 听着对面一位思思文文的中年人 介绍上海半场的情形 老夫子坐在另一侧 中年人是他带来的 换作黄文秀 自东阁 本是上海县城内有名的商人 一副乡钱庄的东家 小刀会作乱 一副乡损失惨重 庄号内的银子几乎被洗衣接一空 而现实 许多商人 却是看名声 比性命还宝贵 就几十年后 京城死横银套 因为八国联军进北京大上援起 不得不惨淡结业 尽管如此 却租赁门面 坚持银票兑换 收回本票号的银票 退顾客银子 却是坚持了十几年 其众信誉可见一斑 黄文秀情况差不多 清军克服上海城后 黄文秀拿出全部身家 为主顾退还银两 收回一成白纸的银票 而现在的他 不但一贫如喜 更欠下巨额债务 不得不进入租界讨生活 机缘巧合下 结识了老夫子 听老夫子讲了他的情况 叶昭就不由的 有些喜欢他的为人 而听黄文秀一板一眼的 介绍筹备中的罐头厂 玻璃厂的情况 叶昭也连连点头 毕竟是开明商人 比老夫子要精干许多 老夫子找黄文秀帮忙 却是早松了口气 要说去关外帮韩敬春 筹钱筹粮拉拢乡香身 他还有些信得 可要说做买卖 他知道自己实在不是这个路子 东哥呀 往来书信不变 以后呢 你能拿主意就拿主意 我信得过你 叶昭摇着折扇 笑呵呵的说 叶公子放心 西洋的技术 西洋的肠子 要说在上海滩还赚不到钱 那我黄文秀可太对不起公子了 不过 在我这儿甭客气 有话您就直说 咱不喜欢拐弯抹角的 不过 叶公子啊 黄某决的公子 想诺大本钱 在这两桩买卖上 似乎 呃 似乎 不明智是吧 糊涂是吧 东哥呀 我是越来越喜欢你这脾气了 都说人与人之间有缘 我看咱俩就挺投缘的 见小王爷甚为开怀 老夫子也不仅微笑 难得有人这么被小王爷看得起的 叶昭引了口茶道 你就敞开手脚干 咱们呢 不图钱 这场子赚了多少银子 你也不用交账 就给我往大里办 越大越好 虽然和叶昭见面没多长时间 但黄文秀感觉得出 这位东家 可不是败家责二世祖 人家看的东西 怕是比自己要远得多 看来之前倒是白单了心事 本来还担心 东家对生意意之半解 一味重阳 这才花了许多白花花的银子 办起这么两家厂子 东也豁达 我就放心了 黄文秀对叶昭 却是不自觉 越来越客气了 老夫子介绍叶昭时 自然不会提到 这位东家的身份 不说宗室子弟 不可行商这条规矩吧 就小王爷这般尊贵 又岂能轻易跟人交底 叶昭看向老夫子笑道 你们来的也是巧 再迟半日 我就去直辜了 怕是要两三日才能回来 老夫子微微一正 这 怕不妥吧 宗室子弟 是不能无缘无故 离开北京城的 无妨 老夫子的意思我明白 我知道 放心 我心里有数 来吧 喝茶 这上凌春呢 不糊弄人 他说是从武夷山山顶 采来的茶叶尖 那保管错不了 我看着 也有那么些仙气 说着端起茶杯 微笑对二人示意 天津 近海洋柳青 镇子地处经济要冲 南来北往客商必经之地 却是店铺林里 商贸发达 南大街西端 比邻川云牌坊的赵家 却是愁云惨物 赵家四合院中 好像这几日 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哭声传出 而四陵皆闭门不出 就是热闹都不敢瞧的 这不是 眼见又有七八名凶神恶煞的汉子 踢开赵家大门进了院 本来还在牌坊下聊天的几名姑婆 却是击快地散了 回家关好门窗 只坐冲而不闻 街坊邻里的住着 若说不帮赵家说几句话 颇不好意思 可现下 谁又敢帮赵家说话 也只能闷声 发大财 装作听不到 见不到 你们 你们做什么 忽然见到几名凶悍闯进院子 赵家老二撞着胆子过来 却被一脚踢了个跟头 自从赵老大被打得吐血那天起 赵二哥就已经吓破了胆 那是绝不敢还手的 天井旁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女孩 吓得呜呜地哭起来 惊恐地看着他们 手里那串糖葫芦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忽然大哭起来 她就是赵老二的闺女 叫平儿 几名壮汉 却是抬着长距进院 两人在前 两人在后 就持着巨子 开始吃吃吃的 聚那颗天井旁的骨怀 酷个屁 站在旁边 指挥伙鸡们干活的一条 面目猙獰的大汉 盯着小女孩 恶狠狠地 再哭 再哭把你卖窑子里去 小女孩哭得更大声了 大汉大步走过来 本来在地上装死的赵老二 可是装不下去了 毕竟是她亲闺女 虽然平时嫌弃她 是个不带伴的 她眼睁睁看被人欺负 赵老二还不是那么 没人性的脑肿 何况杨柳青 没人不认识这恶汉 石家户宅 姓张 叫张全 心狠手辣 都传说 她以前是江阳大盗 赵老二咕噜爬起来 就将闺女挡在身后 回头骂道 滚回物家 跑出来作死啊 砰的一声 小腹就被那恶汉踹了一脚 疼得她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阿爹 阿爹 平儿抱着她的胳膊哭喊 而整个四合院 好似空空荡荡 再没有人出来 赵老大吐血在家养伤 一房大小 一房大小 字都围着她转 老太太气得犯了心脚痛 也被二媳妇送去了老大家养着 这座老宅 却是只剩赵老二和平儿看家了 骂的 老子让你哭 被平儿哭得心烦 恶汉张全就伸手去揪小丫头的脖领子 想把她扔出去 这谁呀 好大的威风 忽然一声冷笑 从大门处 踢踢踏踏踏 走来一个兽猴般的人物 一嘴黄牙 一脸冷笑 走路晃悠悠 满身的嚣张 滚出去 张全见近来的人不认识 心知定然是外地不开眼的主 跑到这里来骑哄嫁秧子 真是不知道死是怎么写的 兽猴却理都不理他 回身恭恭敬敬 对刚进门的一个清秀年轻人打钱 爷 您怎么就进来了 几个乡下粗人 没得污了您的眼 怎么不等奴才打发了他们呢 年轻人摇着折扇 好像院里的吵闹 全都与他无关 他悠然自得的就来到了小鸭的身边 蹲下身子捡起地上的糖壶 随即就猝没到 脏了 小妹妹 甭哭 哥哥一会儿给你买新的 大串的 好不好 平儿却只是抱着父亲胳膊 呜呜呜呜的哭 赵二哥这口气 还是没穿上来 小腹还疼得厉害 但院里的情形是看得清楚 诧异得很 来的这又是什么人 找死 张全眼见年轻人旁如无人的模样 就忍不住活气 挥拳就想照这个年轻人脸上狠狠砸上一圈 非把这张小白脸打掉几颗压不可 压 张全这拳 抡起上围击出 就绝手腕一疼 回头 却见一铁塔似的汉子 正冷冷看着他 大手铁钳刺的 牢牢地牵住了他的手腕 打 给我打 瑞斯见这帮乡下人无法无天 竟想对小王爷动手 跺着脚就咋呼起来 而院里 马上乱作一团 人影闪动 一场混战 叶昭却是笑着对赵二哥的 咱屋里说话 别吓坏了孩子 赵老二都看傻了 砰的一声 证据数的一名汉子 头上被来了下狠的 两枪退了几波 摔倒在赵老二脚下 赵老二打个机灵 这才回过神来 好好 您 您跟我来 进了厢房偏厅 赵老二从漏花窗帘的缝隙 偷偷看外面的动静 叶昭却是笑着问平儿 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云云 不一会儿就和小丫头混得 熟了起来 不过看到平儿和赵姨娘一般 从小就缠了脚 心里就轻轻叹了口气 虽说叶昭知道 实则三寸金莲别有动人风情 后世网上流传的照片 一来是主人老丑 二来刻意突出其恶 若真的那般令人作呕 百多年前的男人 以及更早之前的风流雅士们 难道各个心里残疾 但叶昭自然喜欢天族 也知道从小禅族 对女子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桩惨事 幸好 红娘是广西客家人 荣儿是齐人 二人都未缠足 可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喊出放足的主张 这却要等到 天时地利人和了 叔叔 你皱什么眉呀 不漂亮了 平儿胆子却大 伸手俯弄夜招的眉头 引得夜招笑了起来 而赵尔格只顾看外面动静 自无暇训斥闺女不懂规矩 在夜招和平儿笑呵呵聊天之际 瑞四条门帘进来 拱着身子道 耶 供给七名匪徒 悉数成琴 奴才放了一个回去报信 好啊 今儿就打打十家的抽风 看他十家有多横 折 赵尔格见了 吓了一跳 这气派 可太不是普通人了 看着夜招 小心得到 爷 您 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您 您知道十家 这你就甭管了 总之不叫你吃亏 有钢磨没 给上一碗 我这嘴有些干 起码来的 要说我这身子骨 哪惊得起颠呢 哎 这 小子真糊涂 糊涂 您等着 我这就烧水下 这两天家里闹 烧水的人都没一个 赵尔格说着就忙去烧水 而院里一个个凶啾啾气昂昂的小伙子们 一个个小老虎似的 赵尔格心里怕急 只能远远的绕道走 喝着茶水 夜招同赵尔格唠叨几句 却听院里又是一阵嘈杂 赵尔格一直忐忑 却是吓得差点跳起来 夜招摇着折扇就笑 不妨呗 话音未落 就听院里 砰砰传来巨响 接着就是惨乎 赵尔格如坐真摘 正不知如何是好 瑞四却又进来打钱 夜 石家户宅二十三人被擒 四人被火器所伤 奴才又放了一人回去 要他给石家带话 一条小命二百两银子 叫石家来赎人 夜招笑着点头 赵尔格却是腿都软了 偷偷看着夜招 实在不知道这位小爷是何方神圣 夜招又吩咐瑞四 去买几串冰糖葫芦来 听说这天津的大麻花和糖葫芦是最出名的 打打牙记 瑞四答应了一声 倒退着出去 等瑞四买了糖葫芦 夜招和平儿嘻嘻哈哈吃起来的时候 院外又是一阵嘈杂 瑞四忙奔出去 不一会儿又回了禀告 夜 静海县的差人被巴克什两名牌挡了 好吗 倒真是手眼通天了 静海县早干嘛去了 要办案还要他石家放话 瑞四善善地笑着不敢戒查 巴克什是郑王府的三等护卫 乃是从无品的五官 就算静海县亲来 又怎敢得罪 更莫说衙门里的小鱼小虾了 要说起来 夜招若前次考封 被封为世子的话 按规制 就可以配备四名头等护卫 四名二等护卫 以及八名三等护卫 按品级 王府头等护卫从三品 二等护卫从四品 也就是他小小年纪 就可以带一堆三四品五官 在北京城里晃悠了 现在却只能靠亲王的护卫来唬人了 可话说回来 这次来天津 本就是靠巴克什等护卫来唬人的 夜招断然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 惹人非议 被人猜到是一回事 你大摇大败亮自豪 又是另一回事 在京城实在有些闷 夜招来天津 散散心而已 青墙碧瓦的宅子 门口威风凛凛 蹲着两只石狮子 站在黑漆大门的台阶下 杨柳青石家的威势 仿佛扑面而来 此时石家院内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东院书房 红木香云时长方连击 面对面坐了俩人 西面的是一位花家之年 嫉妒沉稳的老人 他穿着灰斧绸袈裟开启袍子 外头照了一件墨色筹码卦 扣子扣得整整齐齐 浑身上下都透着威严 查记另一边那位主 看起来年纪小几岁 穿着也简洁 轻袍步履 但双目炯炯 偶尔不经意露出的目光 锐利如刀令人不甘逼时 坐在东乡的老人 就是石家大宅的主人 今夕第一父户 石老爷 紫兴德 天津一帝的头面人物 就算天津府 也要尊他一生德翁 坐在石翁对面的 是他的弟弟石学熙 自明渊 好青鲁散人 乃是直立总督 加兵部尚书贤 桂梁幕府中第一号人物 为桂梁出谋划策 不遗余力 桂梁一路官运横通 实在得他助力颇多 曾提议宝举他个优厚的美差 石学熙却坚辞不受 令桂梁甘念不已 对他更为倚重 称他北青鲁先生 更称青鲁之财 昔日孔明 意不如意 要说这二人 那真是三山五岳踩脚下 五湖四海如通图的人物 能令他俩 坐在书房秘义的 自然是极为棘手的麻烦事 也正是叶昭这个二世祖 大咧咧杀到天津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抡着铁棒子 给了石家当头一下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二十五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二十五集 银子找给 石青鲁飞闭着眼 一字一字的缓缓道 这 德翁可有些心疼 被扣了三十来人 六千两银子 为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服了软 草图的规划好的新柴子 也就泡了汤 人小恶 成大美 正亲王阿哥 给他点天头又怎样 石青鲁目光闪动 微露阴森之意 德翁叹口气 缓缓点头 也罢 就听你的 明渊阿 你确定来人 是正亲王的阿哥 不是说宗氏子弟 不许出京吗 总有害群之麻 石青鲁冷笑一声 轻轻端起了茶杯 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德翁卑微醋梅说道 那能不能想个折 请总督大人上折子办的 皇上是明白人 能由他胡来 石青鲁缓缓摇头 我自由置他的计较 定叫他不明不白 施了胜券 又何须总督大人为难 德翁心下大位 自然知道青鲁十言九重 北京城来的这个二愣子 以后怕是油的苦头吃了 赵家东向偏廷 叶昭慢慢品着茶水 翻看手里的信间 瑞四则侧立一旁 再一张张地数着石家送来的银票 赵二哥完全充当了下人的角色 刚刚去院里给各位爷倒了热茶 又赶忙来到偏厅伺候叶昭 叶昭看着手里的信 只是冷笑 来天津之前 他自然盘好了石家的底 对于给自己写这封信的石青鲁之了解 至少比石青鲁对他的了解 要深得多 就算是二世祖 也不能轻易得罪人不是 石青鲁这封信 开篇称世子 而后篇诚恳地道歉 又说什么 本代赴经情罪 乃何世子身在京师 身份尊贵 学习不敢造此云云 后面石青鲁又隐晦地劝世子 修身养性 话语极为动听 若不是真的混账 倒能看出他苦口婆心 实则却是为世子着想 可惜叶昭虽不混账 却尾时被青鲁先生想象的高明百倍 看着这封信 叶昭知识冷笑 情真一切 言之凿凿 你还真能骗鬼啊 就不信了 讹诈你家这许多银子 你能泰然处置 若真的想巴结我 那又为何仅仅送来六千两银子 你圣名九父 但却不知道吧 想巴结我这二世祖的有多少人 什么样的手段没见过 却从来没有一个巴结人 只会动嘴皮子的 这巴结人是真是假 你老兄怕是远不如我明白 将信丢在一旁 叶昭就看了眼 正呵呵对自己傻笑的赵二哥 转头对瑞四道 四儿 数一千两银子给赵二哥 剩下的你和大伙分了吧 辛苦一趟 赵二哥一呆 急忙就跪去了 谢公子 谢公子赏 不是给你自个儿的 你啊 拿去给老太太 请老太太做主吧 是是 赵二哥想了想 就在青砖地面上 砰砰磕了两个头 汉地里只字呀 那叫一个疼呢 公子 您 您是亲王府的 赵二哥 静静出出 伺候这些大汉使 隐隐听到石家被抓的护院 小声议论 事宜才有这么一问 叶昭笑着点头 那您 您认识 赵二哥自然是想问叶昭 认识她妹子不 却被叶昭摆摆手道 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叶昭可不想跟她变瞎话 至于以后她和赵姨娘通信 赵姨娘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好了 啊 是 是 赵二哥连声答应 瑞四这时 偷偷在叶昭身侧道 耶 一下子省这些钱 奴才不敢要 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今年呢 怕是大家都操了 就当提前担待大伙的辛苦吧 是 是 奴才得主子体恤 真是天大的福分 对于瑞四的马屁 叶昭已经听麻木了 只是微微一笑 混不当回事 家春远乃是福尽情愿 暖阁流光异彩 金秀华贵 亲王和福尽都笑眯眯的看着荣儿 对于荣儿的端庄贤熟 亲王福尽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看到荣儿 福尽就不由的想起了年少的自己 眼里的慈祥就别提了 要说亲王府 尾时只有叶昭 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现在多了个荣儿 只是福尽万万不会想到 得财双心的荣儿 正被叶昭一步步带离原来的轨道 更不知道艾儿 对新娘子唯一邪恶的想法 就是把她变成贪玩的孩童 后天就要住对岳了吧 福尽慈爱地笑问着 是的 鹅娘 荣儿置声置气地回答 小家伙腰板坐得笔直 就怕不得亲忙福尽欢心 叶昭和荣儿成亲快一个月了 按照满洲惯例 荣儿却是要回娘家住对岳的 亲王却好像有心事 一直心不在焉 叶昭看了 微觉奇怪 阿玛昨日从宫里回来 就是满腹心事 可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哎呀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也罢 早晚你也会知道 昨日桂梁在皇上面前举荐你 赴广州办遗物 叶昭一正 桂梁 这位直立总督 怎么忽然想起我来了 叶昭倒是知道 英法等国因为商人迟迟进步的广州城 而多方和梁广总督叶明深 请示卫国后 已经到了上海 同梁江总督交涉 更听说 要以巨剑直上经事 而朝廷也做好了 由直立总督贵梁 来打发这些疑人的准备 洋人炮剑 想来会停泊在植骨 桂梁怕是很快就要去天津 沿阵一带了 叶昭猛的恍惚 前几日在天津 石青炉也在 怕是就为了此事吧 亲王又叹息道 皇上好像颇为心动 昨日问询于我 准备为你个无口通商协伴打臣的差事 叶昭微微点头 现在大清国并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 而梁广总督兼母口通商大臣 实则就是处理同各国的外交事务 也就是说 现在大清国的外交部在广州 兼任外交部长的正是梁广总督叶明琛 这个对西方诸国以不理不才著称的奇怪官僚 实际上 前世英法联军进入广州时 曾经要求叶明琛 十天之内出面谈判 叶明琛同样不理不才 也不组织军队抵抗 到后来英法联军兵临广州城下 又要求叶明琛四十八小时内投降 叶明琛毫无反应 既不抵抗 也不议和 更不逃跑 直到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 俘虏了他 事已他被积之六部总督 不战不合 不守不死 不降不走 相臣度量 将臣报复 古之所无 今亦含有 叶昭信说 如果和这么一个奇怪的官员共事 并且在他手下办柴 倒也极为新鲜 琢磨着 叶昭脑子里忽然划过一道闪电 支离总督桂梁举荐我 不笑说 定然是石青炉的主意了 好狠毒的一招吧 石青炉目光也极准 现今遗物是最难办 中英战争之后 几乎所有和洋人打交道 前张成的官员 最后都被搁置 只是 很多官员 是过了许多年被翻旧账 有的被治罪 罪名却和遗物无关 实则祸根 就起于他们签订的张成 先锋不喜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畅听网荣誉出品 可那是道光爷时候的事了 又不能明目张胆翻旧账 先锋这才寻别的缘由 整治这些大臣 后世史书记载清楚 令人观之一目了然 可现今之时 能看得这般透彻 知道办遗物是不归路 这石青炉 不得不说 目光如炬啊 不过嘛 叶昭又有些好笑 石青炉觉得为自己 掘了坟墓 可却不知道 自己这些天 担惊竭虑的都在发愁 怎么离开京师 他这条毒计 却是帮了自己的大忙 自己真该送众礼香谢才是 叶昭更有些无奈又无辜 自己的运气 为什么总这么好呢 若石青炉知道叶昭现在的所想 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吐血 偏听清雅 翘头按上那盆海棠 已经吐出了小小的花雷 正是绽放前的青梅 叶昭品茶 和赵翔笑呵呵的聊天 荣儿来娘家住对月 叶昭忽然觉得颇没意思 也不管合不合规矩 颠颠的就跑来了荣儿家 现在每天没这个小家伙逗弄 倒好像少了些什么 要说最近叶昭手里 又有了一把闲钱 从天津十家敲来的厚厚一笔 叶昭虽说要手下人 将剩下的银子分了 可谁又真敢受了 最后瑞斯等商量下 留了五百两银子算作赏钱 其余四千两 还是孝敬了主子 叶昭虽然无奈 也只得收钱 本来叶昭正盘算着 买些什么好玩的务势呢 和赵翔聊了几句 就不由的又想起了上海 还是那儿 新鲜务势多 有钱也有地儿花 景哥 上海真的这般好玩 赵翔脸上满是神网 叶昭还被回话 偏听外就冲进来一个轻衣小子 却是差点被门槛绊倒 嘴里结结巴巴道 爷 大喜 大喜 赵翔就移走眉 没点规矩 滚出去 小丝却是慌慌张张的道 贵人娘娘 贵人娘娘 回府 回府姓金 他这结结巴巴的勉强说完 却是险些背过气去 啊 赵翔吃惊的战气 这 这都没恩职 怎么 怎么就回来了呢 这可不是闯了什么祸吧 景哥 您稍坐 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叶昭微微点头 他却不认为 蓝贵人会在宫里闯祸 忽然醒清 想来又是咸丰的寂静之举了 从窗户看上去 毕竟只是贵人 倒不似电视里演的那般夸张 不过毕竟是皇家气派 就见太监宫女穿梭往来 老太太 好像还有戎儿都迎了出去 好一会儿后 戏跃见起 接着就见一对的太监 捧着扶尘香珠绣帕等走了进来 又有宫女几名在前 接着老太太等人 接了一顶八名太监 抬着的金顶金黄 绣凤板鱼走入 又有太监宫女 捧着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后面 这才算进了家门 叶昭没有再看下去 免得失忆 坐下饮茶 却是伺候的小厮都没有一个了 叶昭不免 觉得好生没意思 可就这么走了 又好似无礼 正犹豫 忽听急匆匆的脚步声 赵翔满脸喜气的挑门链进来 锦哥 快 跟我来 妹妹要见你 叶昭微微一正 心说荣儿这小家伙又干什么 赵翔就轻轻掌了自己的嘴一下 不是妹妹 是 是兰贵人 叶昭一呆 他见自己坐身 可是这时候 也只能硬着头皮 跟在赵翔后面穿堂过屋进了后院 却见正房前 老太太和荣儿刚刚走出来 叶昭偷偷对荣儿一字牙 荣儿也不理他 里面太监 公押嗓喊 一等镇国将军 锦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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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昭无奈 锤头锦 用袖子打圈 奴才锦翔 请娘娘安 娘娘吉祥 其实按规矩 平以下 是不能称娘娘的 但蓝贵人 醒亲 亲戚理到的 这么称呼一声 也不算余止 叶昭又道 锦翔 变装梦了 请娘娘见罪 前面一道黄漫 看不清里面情形 仅能见到 隐隐绰绰的人影 若说叶昭此时的心情 却好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叶昭本以为 这位未来中国五十年 最重要的人物 自己和他第一次见面 可不知道是什么情形 甚至想象过 无数次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却怎么也没想到 会冷不防地 就和他游了交集 而此时 自己的心情 却是平静得很 丝毫没有和历史巨人 碰撞的那种激昂 郑国将军吉祥 请坐 声音说不出的 污蔑动听 宛如阴体 郑国将军不必拘礼 今日偶遇 我也想见一见妹妹的夫君 就当许家常吧 是 叶昭在太监搬来的软墩上坐下 心里却在思量着面前 这位小公公 不知道是不是安德海 又暗暗佩服蓝贵人 就是蓝贵人 换第二人 怕是不会见自己 这个所谓的妹夫 免得引起飞短流长 郑国将军对西洋诸国研究造诣颇多 叶昭眼观鼻 鼻观心 倒是难得的 做得有模有样 略有耳闻 谈不上造诣 郑国将军倒是谦逊 叶昭前世 建国几本大清官员日记所载的西太后问答 知道这位西太后对外面情形倒颇多了解 不似东太后 只能问几句家常 西洋蛮夷 久必成我大清之祸 郑国将军现在就摸透他们的性子 很好啊 呃 办遗物 最怕流言蜚语 奴才时常为此忧虑 这些人明白这里的少 你替国家办这等事 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 你却要任劳任怨 说完 咱贵人似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贵人 老在政务上与人言谈 虽是与妹夫在家里私下闲聊 终究不妥 于是乎就转了话题 荣儿怎样 他呀 除了不听话 别的都好 提起小家伙 叶昭就笑 却是忘了身处何地 对面又是何人 张嘴就又平上了 说完才觉得不对劲 但话已出口 却收不回来了 叶昭心里就叹息 虽然蓝贵人是女人 可你也不能这么放松吧 这女人手腕多厉害 旁人不知道 你这个穿越过来的家伙 还不知道吗 黄曼后 蓝贵人 却是好半天没吱声 想来做梦都没想到 叶昭有这么一答 却是不知道 该如何往下问了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6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6集 好久之后 蓝贵人才接着问 怎么不听话 和你抢望远镜吗 这次是轮到叶昭目瞪口呆了 可是没想到 荣儿什么都和他姐姐说 看起来姐妹俩 感情竟然相当好 待了一会儿 叶昭道 真知女红 荣儿抢了座 奴才怎么说都不听 赶紧往回绕话吧 不知道荣儿和他姐姐说了什么 自己的二世祖形象 看来要在西太后眼里 根深蒂固了 显然 又未曾想叶昭有此一答 蓝贵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倒是宠他的井 宠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叶昭说完 心里苦笑 对面这位 可不是你的朋友啊 以后才说不定 分分分秒秒就咬你的脑袋 可又不知道怎么的 或许是因为 深知面前女人日后的可怕 叶昭却偏偏不畏惧 下意识就想和他开几句玩笑 可能 这又是另一种心情上的不平静吧 估摸着宫女太监 听着这一句句问答 也都有些傻眼 不过能站在这屋里的 必然是蓝贵人的心腹 好一会儿 蓝贵人道 你贵安吧 郑国将军 非池中之物 倒也不必隐瞒真心 故作癫狂 叶昭一呆 额头就有些冒汗 有那么一刻 竟有被这黄曼后女人 看穿的感觉 而来到这个世界后 也是第一次 直觉地感到了危险 叶昭倒也是没想到 头天见了蓝贵人 第二天就被宣入宫剑架 不过想也知道 不是蓝贵人吹的枕边风 不说蓝贵人对自己 到底是怎么个想法 就说蓝贵人目前的处境 虽然传出消息 近日可能风平 也可能 已经在帮咸丰帝看折子 但对于郑氏 他又岂敢在咸丰帝面前多嘴 又岂敢平一朝中人物 阳心殿西暖阁中时 有雍正帝亲笔手书的 秦正亲贤的辩额 字体苍井 令人观之 紧不住悠然神亡 而叶昭见到四字时 司机大清国这位 最秦正的皇帝 也不由的颇多感慨 四壁琉璃窗 甚是明亮宣长 东边一盘抗 设着文案卷桌 本房四宝俱全 堆着几落 持许高的奏折文鼠 此次境界 自然无正亲王在场 叶昭跪在皇府跪地上 一副中眠可嘉的身态 满洲子弟里 你也算出色了 咸丰有些病痒痒的 声音倒是清朗 单独被召见过两次 从上海回来有一次 成亲前有一次 叶昭现在面见圣言 倒也可以说 驾轻救赎 奴才什么都不懂 奴才只听主子的话 主子叫奴才干什么 奴才就干什么 叶昭磕了几个头 说得情真一切 朕看了你的折子 你说西洋炮剑坚不可摧 要成立什么传务局 学习西洋记忆 多造些火轮船出来 其实叶昭晨知道 以现在的大清国之 官办企业只有失败一途 将衙门半拆的那股子习气 用到企业中 贪污成风 荣源遍地 至于在技术上求新求知 就更无从谈起 要能成功倒是怪事 不过总要有个过程 总要有个阴头 前些天那道折子 以现在的环境 可谓大胆了 叶昭连连磕头 奴才不懂什么 奴才只是去了趟上海 就整日胡思乱想 想到的话不说给皇上听 奴才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咸丰的嘴角 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现在敢说真话的越来越少了 你上这个折子是一片孝心 就算说错了 也没什么 是 是 皇上宽宏 奴才的胡言乱语 也只有皇上宽絮 才不与奴才计较 你从上海回来 朕就一直琢磨着 为你个差事 总不能一直在宫里闲置着 可到巧 洋人又抄抄了要换约 还要吵着到京市来 叶明琛不是个庸臣 可藩外蛮蚁 总归安抚不利 朕就想到了你 总要有人 叫化洋人的野心 叶昭宁审听着 不发一言 涉及到叶明琛这位 封疆重臣 咸丰价钱的红人 自不好发言 朕就给你个五口通商 携办大臣身份 你到广州去 携办叶明琛办礼物 你可愿意 皇上 奴才不敢说 能替皇上分忧 但毕竟心尽力半差 不辱莫祖宗的名声 先锋惨白的脸上 又有了笑意 好 尽心尽力 说得好 你年幼 在外人眼里 又是沾了老祖宗的光 我重用你 外面少不得议论 你能明白 再好不过 是 皇上对奴才天恩浩荡 奴才定干出个样子 来给他们看看 叶昭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这么能白话了 越说 倒好像越从咸丰一体同心 咸丰微微点头 从机上端起乡鸣 轻轻鸣了一口 这还听说件事 你上次外出办差 带了几只夕阳火冲回来 叶昭心里一惊 看来府里轻微用火器与人斗殴一时 竟然传到了咸丰耳朵里 十有八九 贵被子的圈子就脱不了干系 叶昭心思电转 就急忙磕头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奴才见夕阳火气犀利 经不住见烈欣喜 奴才 罪该万死 咸丰沉映着 叶昭这一刻 要说不紧张是假的 胜意难测 谁知道咸丰到底是什么心思 终于 咸丰缓缓道 有求知之心是好的 但成兄与京师 朕不得不办 既然是瑞华的护卫 就要着落在他头上 回头 朕会知会宗人府 罚他俸禄半年 泪亲王受罚 虽不在乎那点银子 也着还是不由的一阵郁闷 但脸上自然不显 公公敬敬磕头 皇上恩典 可这事啊 又给朕提了个醒 朕再为你 广州副都统的柴 你到了广州 置办些西洋火冲 朕倒想瞧瞧 西洋火器 真能强过咱们大清吉社 叶昭却未曾想到 先锋有此意义 看来正清王府 哥是哈吃火器 逞凶京师 倒也带来另一个后果 令闭塞视听的京师权贵们 不得不重视起西洋火器的厉害 事已 先锋才会突然这么一说 而先锋一打一拉 恩威并济 自是要叶昭去了广州 好好办差 甚至对叶昭有些期许 若叶昭真把自己当成满洲权贵 怕多半会服服帖帖 可是此刻 叶昭心里知识愣笑 对于咸丰这一套反感透了 尤其是现在 算真正明白了 皇帝的权威 一张嘴就罚了亲王半年俸怒 换别人 也许不觉得怎么样 叶昭却颇绝烦门 因为叶昭忽然感觉到 自己一家看似显贵 实则生死荣辱 只在人家一念之间 叶昭这个现代人心里 又气会舒服 又岂能接受 叶昭脸上丝毫不动声色 只是恭恭敬敬的磕头 谁也不知道 此刻的他 心里在怎样翻江倒海 除凤楼吸暖阁 烫了壶酒 叶昭坐在火炕上 自贞自饮 还在琢磨去广州的差事 估计咸丰同军级处议过后 明后天就会有圣旨下来 不出大的意外 这个广州副都统兼 五口通商协办 是坐定了 五口通商协办大臣 没说的 虽然叶明臣脾气古怪 但自然要为他马首是瞻 不然这半遗物最容易着火 最后过错都会落在自己头上 广州副都统 那是名副其实的郑二平武官 由广州将军截至 而广州将决 实在是广州一地军队最高统帅 统领八级 全省陆营兵也要受其截至 关节于梁广总督统 实则地位要高于梁广总督 若是关外 如黑龙江将军 吉林将军等等 实则是一地军政最高长官 各地副都统 又是各地军政最高长官 而关内的都统 同样是将军的左右翼 除了军务 尚需分掌齐名户口 生产教养训练等事宜 同样算是当地齐名的军政长官吧 广州有满洲八旗 一千五百人 汉军旗一千五百人 世代常驻的习兵制 加着随军家属旗人 怕有万语人 而广州将军制下两位副都统 一为满洲副都统 一为汉军副都统 习惯上满洲副都统称为左都统 汉军副都统称为右都统 自己多半会弄个满洲副都统的差事吧 不过说到配着火器 叶昭就不仅摇头 八旗兵现今战斗力全无 购买火枪又怎样 被白白养了二百多年衣食无忧 若还有战斗力 那倒怪了 不做事的八旗子弟 吃饱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玩 六鸟 斗蛆蛆听戏 这还是好的 不好的 有抽大烟 坑蒙拐骗 杀人越货 皇上指望他们的骑射之事 他们是不做的 就说本来几年后 广州城八旗兵城里的洋操队 那八旗老爷 可是把洋枪锁在柜子里 看都不看 只有上面来人点叫了 才发枪主在那 站一站 装装样子 不过在广州城 其人倒是颇受欢迎 原因是这些人 由于铁杆庄家的缘故 大多不操心钱财之事 有钱就花 买东西不懈跟人讲价 钱花没了就赦账 再不就当当 于是整天当冤大头 人家一离能买到的 他们得花一分 不仅仅是广州城 在全国各地 其人大抵如此 这样 又怎能不受欢迎呢 虽然咸丰帝没有明确说出 练兵二字 可购置火器做什么 还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练奇兵 叶昭就不由地哭笑摇头 这些老爷 可都是烂泥扶不上墙 完全无药可制 又怎声练起 如意 好像你是广东的吧 看了眼旁边 伺候自己韭菜的俏丫头 叶昭忽然想了起来 如意穿了件 淡白香银边的旗袍 轻轻秀秀 倒也俏里可人 急想跟少奶奶回了娘家 小王爷身边 就剩他一个人伺候 是 如意颇有些意外 不想小王爷 竟然知道自己的习惯 叶昭微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确听的火车 轰隆隆隆隆隆 开走了 马三说书 将就生情并茂 他不喜欢寻规蹈具 站在书案台后 而是喜欢 把着折扇比比画画 在汤中查课间游走 只是这段书 他吐抹心子横飞 却吸引不到查客 客人们饮茶聊天 自个儿聊自个儿的 现今之时 没有魔幻评书 大伙也不感兴趣 若不是马三倒贴了 茶楼几千银子 加之又是以前的红嘴先生 怕是掌柜的 早就把他赶走了 坐在靠窗的一桌 夜招也不由地 打起了哈去 原来自己写的东西 是挺无趣的 自己个儿听的 都没什么意思 昨儿个 圣旨就已经到了清王府 夜招算是坐实了 广州满洲副都统的身份 至于无口通商携办大臣 倒是有些钦差的味道 非常致 是以副都统 也算是正儿八经的 给了夜招个二品十缺 离京前 夜招又来到了天桥 听了马三一段书 说起来 不由地摇头 这真叫人听了些气 异性阑珊 方桌左侧坐带 是阿尔哈图 铁塔般的身子 以身彪悍之气 却是挨着半边屁股坐下 那姿势说不出的别扭 右侧坐带是如意 和阿尔哈图一般都换了布衫 蓝布碎花小袄 倒是一般清秀可人 这等市警察楼里 不会进出梁家女子 偶尔来几个暗昌 卖弄风骚 又哪有这等韵味滋涩 假之查克 大多是底层粗人 是以频频地看过来 许多汉子的目光 几乎是肆无忌惮 道令如意 脸杯被发热 可能跟主子出来伺候主子 是何等的荣耀 小小的尴尬 又算不了什么 叶昭没带瑞斯 实则是因为瑞斯 不管到了哪里 都乍乍乎乎 这里粗人又多 对自己稍有不敬 瑞斯怕就上去抽人家嘴巴子 出来本是散心 无事求气 更不是来欺负人的 本来以为叫阿尔哈图和如意 听听自己写的评书新段 给点意见 可线下也不必问了 阿尔哈图跟个木头人一般 而如意 从进了这茶馆 就忙着擦桌椅板凳 擦茶壶茶碗 手帕都脏了 油腻腻的 看自己端着缺了口的茶碗和高墨 更是吓得大惊小怪的 就差抢过来消毒了 爷 您吉祥 麻三 擅擅地过来打签 叔说的别扭 好像人就挨了三分 他就是靠这个本事吃饭的不是 夜招收起了折扇 点了点桌子 意思叫麻三 坐在对面 麻三早就见到有女爵 本就是这位小爷 非寻常人物 猜得到女爵 定为小爷的奴婢之类的角色 尽管如此 麻三却也不敢坐下 陪着笑道 爷 麻三丢了手艺 怼不住你 麻三没脸做 也不敢做 这也不愿意 咱早说了是事是不是 要说怪 就得怪我 是我强逼你 你丢了手艺 我也没了言明 坐吧 如意 给麻三爷倒碗高末 麻三小心翼翼 挨着半边屁股坐下 见如意倒茶 又火烧火燎般战机 双手接过茶碗谢茶 却是看都不敢看如意 要说这世界 就是这般不公 麻三长这么大 女人的手都没碰过 他这二十多年最大的奢望 就是能娶上一房媳妇 哪怕是满脸麻子呢 当然 麻三可没什么不公的念头 就算羡慕的心思都没有 他现在唯一的念想 就是怎么把面前小爷交代的差事 扮得漂漂亮亮的 叶昭摇着折扇 醋眉头沉淋了一会儿 你这样 你啊 加些英雄豪杰的戏进去 我这快离京了 今儿明儿抽空写下 但也写不了多少 你拿去参想 其他的就自己想折吧 走 你看了我的开头就知道了 也着现在 心思也淡了 但现实 茶馆是人数众多的 下层人民接受教育 获取知识的主要场所 给他们讲讲外面的事 总没坏处 琢磨着 倒是可以把七侠武艺之类的故事 加进来 至于西方诸国情形 只能作为小背景 在评书里一点点的引出 这样 才不会令市井大众如文添书 又可以潜移默化的接受 从叶昭一开声 马三就放下茶碗 正经危坐的听着 这是裴笑的 爷的新点子 定人高明 马三都听明白的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7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7集 叶昭笑了笑 琢磨一下 就从袖子里摸出几张银票 挑了张大鹅的一百两 推到马三面前 我这趟离京 也没个准日子回来 说不得就得一年半载 这银子你收着 见马三惶恐的连连白手 想说什么 叶昭就笑道 我这人不说客气话 叫你拿就拿 等我回来 你这段子要传遍四九成 重重有赏 是 是 那马三谢爷的赏 马三忙起坐离席 恭恭敬敬谢赏 捉广州副都统 叶昭既没有给军机处的巨博们抵骗子 更没有拜会六部大员 魂不似后市官员交际应酬 将小圈子越做越大 一来 自雍正朝起 对于宗室权贵 与京中重臣 外藩大力之间的来往 就颇多警惕 二来 地权制度下 小河财漏尖尖角 就给人留下热鱼接党的口实 又岂能得到重用 而且叶昭也知道 在这个时代 真正能决定你生死荣辱的 只有一个人 只要他觉得你忠心可用 外面偶有些非议 实在算不了什么 满朝交口赞好的大臣 反极难得到宠信 所谓庸主才出名臣嘛 在家春园东暖阁 附近眼圈红红的 一直在抹泪 如果说前次去上海 不过是办钦差 估摸着儿子 早晚也会回到身边 那么这次放出去 再想和儿子见一面 可就真不知道 何年何月了 附近一边抹泪一边倒 若不然 若不然叫你阿玛去说说 去那么远当差 他就不心疼你 南边巢热 乙虫又多 这 这可不是去遭罪吗 附近十九岁 淡下了夜招 现今按虚碎算 也不获之年了 但天生理智 明媚无比 看起来最多三十出头的李人 雍容华贵 端庄高雅 可就是夜招出了什么事 她就变成了 哭哭啼啼的小女人 就好像去南边做官 是被流放一般 令夜招又好气又心疼 额娘 广州也是花花世界 孩儿不会吃苦的 夜招说着话 也有些无奈 要隔一百多年后 这话得多没出气 做父母的怕听了都心寒 可在自己这位老妈面前 却说得理直气壮 你要说什么成大气 要先老起筋骨之类的话 怕老妈会难过得比过气去 旁边赵姨娘也劝 她自然是极感激夜招的 可府里规矩森严 也不敢将这份感激流露出来 只是私下给夜招 送了一篮子新鲜果子 要真说和夜招走得近了 只怕王爷几方小妾 度恨之下 他再没有一天安生日子可过了 夜招见福尽流泪不止 琢磨了一下就笑 鹅娘 若不然您跟我一起去广州 咱们把阿玛撇下 不理她了 去 果然福尽 破涕微笑 瞪了夜招一眼说 媚妮阿玛听到你这混账话 她得有多伤心呢 只要鹅娘开心 阿玛也就开心了 在阿玛心里啊 鹅娘最大 福尽摆了夜招一眼 却被儿子逗得心情开朗起来 他不知道别人家阿玛 是怎么和爹娘相处的 可自己的儿子总感觉不一样 说话也新鲜 亲王也好 自己也好 总被他哄得心里敞亮 福尽抹着眼角 却又想起一事 红红的眼睛看着夜招问道 那 那你的新宅子是买现成的 还是咱自己起 夜招知道福尽不懂官场的事 要说清代官职 地与规避等等制度极为严格 官员更不可在任职之地 购置房产 当然 自己非省道府补衙官吏 去了广州 虽说平日住衙门 但买一处宅子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大张旗鼓地起一座新宅 那就未免太眨眼了 不过夜招为了宽慰福尽之心 只有笑道 放心吧 额娘 我会买一座大宅子 保管比除凤员还阔气 别舍不得是银子 回头叫哈峰阿 点点福库里还有多少银子 都给你带上 哈峰阿 是郑王府排名第一的管事官 也就是俗称的大管事 虽说名义上 张立是王府的管家 是内务府派到王府当家的最高级的管员 但实际上 张立平时从来不到王府来 只有王府有婚丧大事时 露一露面而已 是以亲王任命的管事官 才是真正王府的大管家 叶兆好笑地点头 好好 都依您 额娘放心 您就是不说银子我也带得足足的 福庆却是又想起一事 荣儿 这就跟你走吗 祝对月还没到日子 叶昭琢磨了一下道 他留在您和阿玛身边 替我尽孝吧 有他在 我也放心 要说荣儿这个小家伙 叶昭道真信他 能将亲王府尽照顾得无为不止 虽然在自己眼里 他是个小豆芽菜 成天装大人样 却是可爱的景 可叶昭也不得不承认 作为妻子 这个小家伙 却极能尽职尽责 在任何时代的标准 都可以达满分 不好不好 你带他在身边 才是对我们敬笑的 福庆连连摇头 赵姨娘明嘴偷笑 叶昭不觉得有些尴尬 干咳了一声 没吭声 真你夫人号火轮船 喷着黑烟 在未来的大海上 缓缓画出一道白线 叶昭站在船前栏杆旁 叼着根雪茄 好久没抽烟了 本来不想在这个世界 再染上烟瘾 但这次过上海 却经不住霍尔律师的诱惑 拿了他几家 花旗国生产的雪茄 去广州 自然又是走海路 陆路上 太平北伐军 正与森格林庆 在天津一带熬寨 再往北 就更是盗贼如矛 叶昭这托家带口的 为时不安全 这次 瑞四几名奴仆 以及巴克什等亲卫 都写了家卷 叶昭和荣儿 也带上了吉祥如意 招财敬宝四大婢女 招财敬宝 自然是叶昭给改的名 荣儿虽觉得不雅 可也只能游的相公 至于招财敬宝 两个巧丫头 就更不甘有意见 顾沙船到了上海 歇息了几日 就乘火轮船 直奔广州 珍妮夫人好 本是定期往返 香港与上海 二地的客户轮船 可上了一船 显贵的中国人 又多出银子 自然乐得中途 在广州一战 在上海期间 叶昭同霍尔 黄文秀 苏老大分别见了面 知会了三人 自己赴广州一事 颠道等安顿下来 自会前人送信联系 叶昭也同苏老大 打探了红娘的消息 红娘倒是写过一封信 保平安 人和枪械都到了贵西 可广西一带 并没有报名破城的消息 叶昭稍信奈 要知道 苏红娘凭借现在的武装 只要烧给些时间 令其手下熟悉火器之庙 则攻克广西几座州府 实在易如反掌 可那样 带来的恶果也是显著的 清军必定将之视为大患 全力较出 示意苏红娘现在在做什么 在蔫声不响的发展 农村革命根据地 叶昭想着 就不禁笑了起来 转头 叶昭才发现 荣儿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自己的身边 月白色香银丝牡丹刺绣小旗袍 刺绣极为精巧 前经处两朵怒放的牡丹 若隐若现漂亮极了 配上那双可爱的小花旗鞋 小家伙美得一塌糊涂 坐船泪吧 见他的可爱样 也着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小家伙心里郁闷 又不好说相公什么 现今各国来往于上海 香港间的客户轮船 主要还是载货 客舱极为简陋 这艘珍妮夫人号 还算条件好的 有的火轮船 干脆在甲板通道 搭通铺载客 尽管如此 叶昭也知道 肯定辛苦了这个小家伙了 海上颠簸 客舱闷热潮湿 幸好 只需七八天就可以到广州 哒哒哒 正当夫妻俩 眺望远方海景的时候 脚步声响 走来一位 身穿白纱裙的西洋青年女子 金发闭眼的 尚算看得过眼 只是仔细看的话 脸上全是雀斑 若是一两点雀斑 倒是可以用可爱来形容 要满脸结实 那就有些令人作呜了 叶昭倒认识他 上船的时候 和他丈夫威廉先生 攀谈了几句 虽然威廉语焉不详 叶昭却也听明白了 这对新婚夫妇 估计是在英伦本土混不下去了 事已借着东方淘金热的热潮 来到了大清国 放响在东方能闲鱼凡身 珍妮夫人号客丧规划 尚算其整 叶昭同船长史密斯先生讲了 包下了东船舰险附近区域 船上水手旅客 一律不许靠近 史密斯知道东方规矩 女眷不轻易见人 又拿了许多银员 自是欣然同意 起点中文网版全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雀班小姐罗斯 本来是想同丈夫威廉 一起来这边晒太阳 可半路 威廉就被拦了下来 倒是他好说 逮说 史密斯先生的水手 才放他过来 叶 你好 罗斯小姐伸出手 以为叶昭会吻他呢 其实刚刚登船时 两人第一次碰面 罗斯小姐可告知 对这个辫子国度的男人 自是不屑一顾 可后来 叶昭用流利的英文 同威廉闲聊 罗斯小姐惊讶的眼珠子 差点掉出来 再后来 见到叶昭随从 对他恭敬的神态 罗斯小姐便知道 这位叶先生 定然是东方的贵族 态度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弯 现在更主动伸出小手 等叶昭的文手里 虽说罗斯小姐 长得磕缠了点 人品也不咋地 可是人家女士 主动伸出手 为了身世风度 叶昭也会应付他一下 不过荣儿就在身边 如果自己吻上去 在荣儿眼里 自己定然是同西洋 姨父打轻骂俏 忧伤风华不说 小家伙怕是心里 都会嘟囔自己好色无耻 这可和三妻四妾 完全不同 事宜叶昭只是微笑地 嗨了一声说道 罗斯小姐也是好兴致呢 尴尬地伸着手 见叶昭没有牵自己手的意思 罗斯小姐不禁有些尴尬 她很快就奄然一笑 做事俯了俯被风吹乱的弯曲金发 叶大海很美吧 其实她越是这般 人品越先低烈 因为前日刚刚见到叶昭时那副嘴脸 可不知道有多高 而现在碰了一鼻子灰 还没事人似的 亲密地称叶昭为叶 可叶昭 这些花花草草人品优劣 对自己态度如何 又岂会放在心上 若将这类事上心 才真成了市井之徒了 说到底 前世叶昭就很出色 很成功 孤儿 靠着自己的努力 全额奖学金考进剑桥大学 努力钻研学问 在其专业领域都渐渐有了名气 扑被教授看中 如果不是英年早逝 可不知道叶昭会有什么成就 而这一时 虽然换了个活法 再不是前世紧绷着那根弦追求梦想 而是懒懒散散地得过且过 但骨子里的高傲却不会变 若斯小姐人凭怎样 对自己如何 叶昭若是放在心上 倒是多多怪事 是以叶昭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着 不过若斯小姐接下来的动作 却令叶昭粗起了眉 他竟然挤到叶昭和荣儿之间 将一只静静看海景的荣儿挤得亮枪了一下 荣儿抬头 奇怪地看着这个女人 不过蛮一妇女不懂礼数 和他计较到显小心眼了 相公喜欢和他聊就和他聊吧 荣儿正想跟相公告别回房 却不想见相公皱着眉头胳膊一伸 就将那蛮一妇女拦住 抓着自己的小胳膊 就给拽到了他身边 虽然相公的动作 明显还是把自己当小孩看 可荣儿却有些开心 原来相公还是宠自己的 若斯小姐 风大 请回吧 叶昭下了逐客令 虽然荣儿不知道相公在说什么 但见蛮一妇女性性地转身离开 就知道是相公赶他走了 心里不仅有些甜滋滋的 可叶昭接下来捏他小脸的动作 令荣儿又是一阵郁闷 一阵气馁 怎么老把人当小孩子看 大清国各地住房 其人所居 均为城中之城 在广州城 其人所居东西范围 从西城门到四排楼 南北则自大德街 归得门城墙起 被置光塔街街中心 这片范围筑起城墙 事宜又被称为骑城 而八骑官兵 是不允许私自离开超过骑城十里范围的 满洲都统衙门 就在骑城之内的大市街 由五境院落组成 数十间青墙壁瓦的房子 绿木遮掩其中 幽身中又透着威额 衙门前几近院落 为大唐 唐司 左司 右司 等边房 后两境 则为副都统公管 副都统走马上任 一应大小官员 聚来拜见 气派森严的 都统衙门大唐内 夜招一身戎装 坐在堂上 下面左右 总有几十位 披挂整齐的武官 携领四园 左领四园 防御十六园 小齐孝十六园 各个披甲 虽说有的将领 明显满脸烟气 但众武将站在一起 倒也威风凛凛 文官打扮的三四个人 有司堂的笔铁士 左右司的主士等等 司堂掌管副都统观影 以副都统名义 上报下达文书 或由左右两丝 报来对外联系文书书间时 有笔贴士 上交副都统审阅批准后 返交各听写 而后笔贴士 向副都统取钥匙 打开印件盒 盖完印后 将钥匙还给副都统 事已司堂的笔铁士 实则就是相当于 叶昭这位副都统的秘书 叶昭自不免多打量他几言 笔铁士阿布 四十多岁年纪 山羊湖三脚眼 官知便知其精明狡诈 此外左右子 处理其人日常事务 左思管前梁进相 教育 护术 其人学校新相等等 又死 则管田地水源 行宿 任免都统侠下八级官员 征兵 军马良相等等 整个骑城 自有一套秩序 不归广州地方官员管辖 就算其人获罪 也需交由将军衙门 或左右都统衙门处置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二十八集 叶昭昨日刚到广州 就拜会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广州将军穆腾 对于这位亲王二哥 穆腾自然不好摆长官架子 寒暄里头 官罩了叶昭车马劳顿 倒好像一位慈祥的长辈 客气的紧 亲热的紧 而现在 叶昭坐在都统衙门大堂之上 审视着两厢势力的官员 眼见他们在自己目光下 垂头恭敬的样子 才第一次 有了做官的感觉 可不是 去上海办差 实则手底下管不到几个人 而现在 才算真正的大权在握 成了广州城 握游军权的重量级人物之一 影影事务 你们照常办理吧 夜昭目光 又转到了阿布脸上 先生乃宝学之事 一切都劳你费心了 卑职不敢 卑职不敢 阿布吓了一跳 忙打钱出脸 一脸的惶恐 却是想不到 这位亲王二哥 没有一丝盛气凌人的样子 可黄带子呀 越是这平和的 那越是沉浮深的 不好应付 夜昭微微一笑说道 我就说实话吧 我这人懒散 能不管事就不管事 以后大小尸体 你们但凡能做主的 就不要来烦我 众官员听到这儿 脸上他不由的 有了笑意 自是以为 果然来了位 二十足 那自然和以前 一般安安文文 该捞钱捞钱 该吃烟吃烟 谁知道夜昭 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令他们笑容的将主 叫你们管事不假 可谁要办出糊涂事 别怨我不通情理 按照咱大清国的规矩 习人的规矩 我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 这 众官员整整齐齐的答应 道爷气势如红 梁广总督衙门 西洋岭市 往往苦等数年 都不得一见的总督大人 在花厅接见了夜昭 而夜昭 也得以近距离观察 这位在近代史上 曾经写下浓重一笔的 封江大力 花厅雅致 檀木花架上几盆素雅的兰花 彰显主人的情操 夜昭倒是想不到 夜明晨很健谈 天南地北 学识渊博 可见他只是同洋人闭嘴而已 想也是 官能做到这般显赫 自然满腹经伦 学府无彻 而总督大人 面向清雅 气度不凡 实在很难令人相信他 是近代史上最糊涂的外交官 夜昭心里也轻轻叹息 他的遭遇 到底是历史的悲剧 还是他个人的悲剧 智台大人 对西洋诸国与换约一事 有何高见 既然一位是无口通商大臣 一位是携伴大臣 话题自然而然的 就会谈论起洋人义务 叶将军轻轻拼着乡名 坏国者必先取其理 洋人不尊我大清国的礼 那是想着法的 要祸害我大清 若我等官员任其来往 损国体而服于情 成就下去 必然危害我大清根基 叶昭心里哭笑 你不跟人家来往 人家转眼就带着军队 逼你跟他来往 至于危害大清社稷 倒是被你说中了 不过叶昭自不会这般说 微笑道 至才所言甚是 不过观洋仪护有奸书 若能妥加利用 烧开市集 或可平息洋仪之愿 又何苦令夷人北上 惊扰惊失 叶将军心里不以为然 瞄了叶昭一眼说道 可一就可二 洋仪贪得无厌 是出了名的 叶昭微微点头说 志台大人酒里一物 实践比下官高明多了 兴致看了叶明深 也谈不出什么 自己若想利用 广州地域之力 商业风气之力 开启看世界的源头 开启民间工商业 大发展的源头 确实要暗度陈仓了 都统衙门后两境的公馆 第一境院落 安排瑞四等仆仪亲兵 与家眷居住 第二境院落 则是都统统 即都统夫人 四大婢女的居所 掌灯时分 院中挂起了红红的灯笼 竹目清脆 花朴流香 虽然不及郑王府的 除凤园 倒也清幽别致 郑屋大堂 圆桌上摆了几道 月室菜肴 叶昭却又亲自动手 烤了两块竹排 黄澄澄喷香 一块就摆在了荣儿面前的吃碟里 吉祥如意招财敬宝四大婢女 被主子主母针灸不采 在旁边伺候 心里却是吃惊 从来没见过男人下厨的 更莫说自己主子尊贵的身份了 放心吧 吃起来不腻 叶昭看荣儿犹犹豫豫 就不仅微笑 若觉得好吃 以后我有空就烤给你 相公喜欢吃的话 可教授荣儿 荣儿烤给相公吃 至生至气的 别有一番好听 非也非也 此中乐趣 说你也不懂 快吃吧 凉了就没这味 说着又把荣儿的吃碟给端过来 帮他把猪排一条条切开 荣儿无奈地看着相公的鲁莽举动 实则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可是想起相公现在的宠爱 可能是将自己当成妹妹 甚至女儿那样的小孩子对待 又不由地谢了起 夜找漫条斯里的饮酒品茶 眼见吃饱了 见荣儿也早懒得不动碗筷 嘴拍手 要吉祥如意撤了桌 伺候洗漱 招财从厅外进来 轻轻扶了扶柄道 爷 阿布在外面等候半个时辰了 夜招微微点头 一边接过如意送上的白毛巾擦脸 一边琢磨着 看来这位七瓶笔贴士 倒是没把自己当二十足 若不然也不敢这么晚还来谈公事 自己要他整理一干起舞文书给自己看 办事效率到快 想来从上午退堂 就一直在忙活自己交代的事 请他偏听序话 夜招就赏了他个恩典 能在公馆偏厅接见 自是拿他当了亲戚 夜招洗了脸 竖了口 起身晃悠悠来到西院华厅 见阿布一直就垂手站着 见他进来 就忙上前两步打枪 奴才阿布 请主子安 夜招就是一正 这主子奴才 可不是乱叫的 他又不是本府包衣 就算想巴结自己 也未免过了 阿布却是恭恭敬敬的 奴才 香兰其人 这次能为主子效力 是奴才莫大的福分 夜招恍然 原来如此 亲王是香兰其旗主 自己是未来的习主 虽然是虚名 但这声主子倒也喊的 在正手坐了 夜招就微笑 起了吧 等了半赏了 你也辛苦了 既然你自称奴才 那我自然不会喊你先生了 太客气 太生分 反而不美 阿布爬起身 又双手奉上厚厚一摞文书 这是主子交代奴才 整理的文策 请主子过目 夜招微微点头 接过来翻看 首先是兵额一项 既有领催一百二十名 前锋一百五十名 马甲几百三十名 工匠八名 铜匠一名 铁匠四名 副匠二百名 无弥手一百二十名 养育兵四百名 鱼兵二十名 和满洲八起兵丁 共一千七百五十三名 军械上 则马匹四百二十一匹 剑五千一百二十二支 刀两千二百三十一把 藤牌一百六十五具 鸟鸡枪 马鸟枪 鸟枪 三百七十四支 子母炮 微远炮 铁罕炮 皮山炮 台炮 行营炮 四十三门 看着鸟枪火炮 挺吓人的 实则鸟枪威力 顶不上后世的气枪 庄药繁琐 与西方比落后了两三百年 至于那些土炮 对付暴民或许尚有用处 但和西洋诸国交手的话 怕是完全不值一提 其中又有水师营旗 六百一十二人 配曾伟传两支 蒋传四支 小亭七支等等 夜长看得暗暗摇头 这也叫水师 岂不是天方夜谭 最大船之曾伟船 也不过是沙船一种 按照文册里说的 荣兵四十五人 在榜上台枪土炮 就称为水师了 怕是在珠江里巡航 商船都利忧不逮 又看了看新祥定向 马甲兵 也就是正式的最低级八旗官兵 每年可领到响银 四十三两 一前五分三里 米二十三弹 五斗九生六合 盐一包 又有红士银 白士银等镜像 按照现今广州城物价 公养一家大小倒也无忧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下面的文册 有详细记录了 其城内满洲奇人数目 八旗官兵 加之随军家属 以及世代住房衍生的 其人 共万余人 而其城之内 官学 易学 书院粮仓 银库 军契库 火药局 监狱具备 其余的房舍 酒楼 街市等民众生活设施 应有尽有 倒是形成了一个 城中之城的小社会 你回吧 还是那句话 我喜欢清闲 衙门里的事 你能做主的就做主 我呢 可不想每天去衙门 处理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遮 奴才理会的 奴才 愿为主子分忧 啊 你去吧 夜照看着阿布 垂手退出偏厅 拿起文策翻看了一会儿 就不由的倦了 心里苦笑 自己真是越来越懒了 洗了澡 打着哈欠进了寝室 却见红竹之下 荣儿摆弄万花筒玩呢 可能没想到夜照这么早回房 荣儿压的一声 万花筒就掉在了地上 小家伙受夜照影响 夫妻俩都穿睡衣 按照夜照的草图 京城坠福龙的师傅精心采访 上等的绸布穿起来极为舒服 小家伙穿了一次就喜欢上了 觉得穿睡衣就寝 果然舒服 而现在的她 就穿着嫩粒丝绸的可爱小睡衣睡裤 可是蹲在了椅子上 雪白的小脚丫踩着椅子 还顽皮的翘着 眉目如画 分雕欲拙 小美女要多可爱 就有多可爱 夜照也是一代 要知道夜照虽然把小家伙当孩子看 可戎儿可没那么孩子气 平时落落大方 一言一行都有板有眼 可从来没见过他像个小孩似的翘着脚 得意的玩耍 看到戎儿惊慌失措的样子 夜照肚立这个好笑 可知的小家伙要面子 最忌讳的 也是自己这个相公 把他当孩子看 夜照更知道 若没有自己的寻寻善诱 戎儿又哪里会变得贪玩 夜照可担心 他今天露出狐狸小尾巴后 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 于是就盲装作迷了眼 揉着眼睛骂道 这鬼天气 好端端的骑什么风 男蛮子的地界 也就是住不惯 眼角余光 就瞥到戎儿拍着胸口 好像松了口气 小身子跳下椅子 雪白脚丫 耸拉上绣花拖鞋 有模有样的迈着脸部走过来 嘴里关切的道 相公 戎儿帮你吹吹 关切之情 却是真的 夜照看的这个乐 有一瞬 就想抱着他咬上几口 不知不觉的 却早把他当亲人了 第二天上午 夜照颠颠的来到都统衙门正堂 倒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而是第一次真正做官 颇有些新鲜 不过一路上 他都琢磨准备给先锋上的折子 就是练三营火器兵的折子 每营五百人 其中满洲八起营 从广州露营兵中 挑选精锐筹备营 再从广州本地 招募营新兵 当然 这折子 却是要过些日子再上 免得被人一看 就知道自己早就谋划好的 三营火器兵 实则夜照对八起营 实在不抱什么希望 士兵制度下 太平了二百多年 八起兵的永汉早就不复存在 夜照真正上心的 是其余两营火器兵 如何练出两营龙金胡蒙的 近代化步枪队 又如何将之牢牢操控在手里 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 首先还是得说服咸锋 及京城的大佬们 同意自己练火器兵 夜照倒觉得 这不是什么难题 西洋火器之犀利 越来越被咸锋 以及一众大臣认可 其中成败关节 不过是如何从京城要银子而已 而自己这点 若也不需要咸锋操心的话 那肯定会得到咸锋的支持 夜照早想好了 折子里只需说 半火器营的银子 可从羊商身是征收 而自己已经说服了西洋 猪商人即可 也显得自己这个携伴大臣 干了件正经事 到时要吴建章 直接从关税中给自己拨银子 不过自然 不过自然不是真的跟洋人要银子 搬军务 而是在收取洋人关税时 巧立明目 利用中西一法不同 将正常的某项税捐 转成大清国文字中的 火器捐 则这项税收 就明目张胆的 成了自己的军费 吴建章等一众海关官员 上期下满中保私囊 那是清澈疏路 自己正经事 吴建章那还不办得漂漂亮亮的 现经上海关税税银收入 可说是大清国的命脉 有吴建章这个提款机坐镇海关 自己要银子 却是得心应酬 可比曾文正 连乡军愁得到处淘起 甚至红磊炎勒索士绅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当然 这个弥天大谎 自己也要圆一下 虽说大清国 现在明白外事的极少 可难保 不会有一天被人烦旧账 寻邪日子 自己确实要召集 杨商代表开个会 只需提一提此事 说收取了火器捐一下 但数目自然是极低的 又免了其他某项捐税 总之让杨商们觉得自己没吃亏就是 这样 除非咸丰帝真下决心办自己 派出的钦差 又是极精明 能与洋人沟通 海关又极配合 不然 却是没有人 能真正搞清楚 是有始末 更不会抓到自己的痛脚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军阀 第29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29集 而火器营的编制 多少要仿制西洋军制 自己折子里 却绝对不可说 我大清国军制 落伍于世界 只说洋枪队 另行禁止 却是一人军制 更能约束成军 琢磨着折子里 没有遗漏什么 叶昭坐在堂上 都有些出神 不过叶昭也知道 所谓火器营之类 购买西方洋枪洋炮 并不能改变这个国家什么 只是小节而已 真正要改变这个国家 确实要从根源 从思想上 令国人觉醒 正在出神之际 阿布匆匆走进来 大圈的 脱竹子红服 今儿一早 抓到陶琪 一年有余的人犯 叶昭就不觉得有些好奇 所谓陶琪 就是私自离开 齐城十里之外 而陶琪一年多 那是真的不想回来了 阿布又将一份文书呈上 人犯神宝 相摆其人 已经是第三次淘气 按律当发黑龙江为奴 叶昭接过文书 描了几眼 就不由地坐直了身子 这家伙 挺有趣啊 第一次淘气 竟然是和汉人合伙经商 三个月后 失了本 不得不回齐城授罚 第二次淘气 却是刚刚计军功 净声萧其笑后 淘气原因不明 第三次 也就是这最后一次 不但和汉人一起经商 更娶了汉明之女为妻 可以说 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而该营降左 对这评价颇高 可不是 第二次淘气前 他却是在水师营服役 只带了五十名甲兵 就将横行珠江的水道王王顶发 端了老窝 更生擒了王顶发 贼五百余众 鸟兽散 他也凭借军功 净声为萧其笑 谁知道没过多久 又干起了老本堂 淘气 把人带进来 带沈宝 随着阿部尖嗓子的高喊 不一会儿 一名被五花大绑的汉子 就被假兵推了进来 倒和野渣想象的不同 汉子身材并不高大 面相也清秀 只是眼神犀利 透着不服不愤的愤怒 他浑身血污 显然受了变形 在大堂上昂首而立 大胆 还不跪下 求都统大人饶你狗命 阿部对着沈宝迪鹤 沈宝 却仰着脑袋 紧紧抿着嘴唇 离也不理他 混账东西 插他跪下 阿部大怒 就做手势 要假兵按他跪于堂下 野招就笑了笑 罢了罢了 你们都退下吧 把他的帮也解了 阿部一正 主子 人犯凶狠顽固 奴才 还是在旁边 伺候主子 才放心 免了 我就不信 他还能挟持上官 不过是淘旗嘛 又不是伤了 人命的凶徒 怕什么 阿部犹豫着 但终究不敢不听 叶招言语 只得和假兵一起 帮沈宝松罢 低声在沈宝耳边道 我告诉你 这可是正亲王世子 你若敢无礼 整牛路 必被连坐 你旗里 总不会没有亲近好友 沈宝听了 倒是为政 不由的 就正眼看向了叶招 阿部带假兵走出去 视力堂外 只要听到堂内动静不对 自然要马上冲进来护主 叶招打亮着沈宝 哼 你的长官都评价你文桃武略 捏雷军功 着萧奇笑 本是大好的前程 为何自甘堕落 去做商人 沈宝抿着嘴 也不吱声 三次淘气 本就该发黑龙将为奴 又同汉女成亲 可不知道面前的亲王阿哥 想怎么处置自己 跟我说说 你这奴才怎么想的 我或许就不致你欺女之罪 虽说近些年来 实际上 民间齐名之间 通婚已经颇多先例 渐渐有履禁不止的趋势 官府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若真的追究 通婚者其人也好 名人也好 都是要下大牢的 沈宝心中一灵 刚刚他只想到自己的罪责 却忘了 若上官追查 自己妻女必然受到株连 他终于开声了 嗓子又些啥呀 大 大人 标下一直隐瞒身份 实则和他们无干 叶昭拿起茶杯 抿了口茶 这话呢 谁都会说 是真是假 本官自会判断 你说说吧 为什么要淘旗 咱旗城就容不下你吗 沈宝紧紧抿着嘴唇 好一会儿 终于记出了一句话 我 我是看不得他们的丑态 他们 他们是谁呀 沈宝却又紧紧闭了嘴 叶昭盯了他一会儿就笑 可是哪位将左得罪于你 或是欺压你 你说出来 今天在这大堂上 不管说什么 我恕你无罪 沈宝拨了古诗的摇头 看着叶昭鼓励的微笑 犹豫着 终于道 我 是看不得咱旗人的丑态 一个个吃着大清国的俸禄 可看看他们 都干了些什么 吃鸦片 驾鸟玩鹰 侠迹养相公 不止广州八旗 北京城也这样 对得起老祖宗吗 再说了 满洲静官二百多年了 为什么齐民不能通婚 汉人有什么不好 心甘情愿养着咱旗人 咱不惭愧吗 要这样下去 我看大清国要完 也该完 他越说是越激动 竟然不知怎么的 心里话全抖了出来 大胆 叶昭啪的一拍桌子 大堂外阿布探了探头 见没有异状 才缩回了脑袋 沈宝说完 就知道闯了大火 这位亲王阿哥 简直是笑里藏刀 那笑容 能令你不知不觉 就信任他 不知不觉 盘旋心里很久的念头 就说了出来 可现在后悔 又有什么用呢 想到妻女可能横早火端 沈宝再不敢强硬 双膝跪倒道 大人 你刚刚说了 不管沈宝说什么混账话 都恕沈宝无罪 沈宝不敢奢求 只求大人 饶了我妻女 凝视着沈宝 夜招脸色渐渐温和下来 这般大逆不到的话 若再有第二次 我定然要你的脑袋 说心里话 还真没想到沈宝 能讲出这么一番话 令夜招吃惊的惊 只是脸上不显 就不由地起了饱他的念头 沈宝一正 抬头不竭地看着夜招 难道这位亲王阿哥 就这样轻轻放过了自己 夜招又抿了口茶水 你既然是马上的英雄 何苦要做见自己去行商 我想个折 免了你流放黑龙江之苦 不是我宽人 实是正直用人之计 不瞒你 过阵子 咱们满洲八级 会编制引火强队 你呢 就去踏踏实实地当差 妻女的事先缓缓 你戴罪立功 这阵子 却不可以去见他们了 不然可就害了他们 沈宝正了正 呆呆看着夜招 你下去吧 我爱惜你是个人才 你也莫复了我 沈宝盯着夜招看了几眼 随即砰砰砰砰 磕了四个响头 隔头都磕出了血 再不说话 转身大踏步而出 虽然不相信事情 会这般轻易解决 但若亲王阿哥不实言 那对他自然是天高地厚之恩 唯有一丝报之 若阿哥实言 自己倒无妨 但若伤自己妻女性命 就这几个头 那就告诉阿哥 自己定会一命相搏 见沈宝走出 阿布本想拦着 但见夜招对他招手 这才赶忙快步进堂 来到夜招身边 听着夜招低声吩咐 不住的点头 广州城西关 店铺伶俐 自前朝 西关一带 已经是同杨仪通商的口案 到大清立国 第一次中英战争前 广州更成为唯一的 中外通商口案 西关商户越发愁迷 到中英战争 十年后的现在 虽然因为广州城 迟迟不许洋仪进入 上海随着 渐渐取代了广州的地位 但因广州 毗邻香港 下西关 商行遗怪 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渐渐形成了 一片商貌繁华之地 起点中文网 版群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从西关沿珠江而下 既是黄埔港 这一带 杨行云集 黄旗行 双英行 瑞和行 光顺行等等 这一片商号 同曾经垄断 对洋贸易的 十三行混出 又被称为 遗管 乃是各国商人的 商号 例如 大吕颂行 乃是西班牙管 广顺行 为美国管 双英行 则为英国管 双英行前 有一片广场 又换作 英国花园 前几年遭了火灾后 栏杆被毁 这个原来封闭的广场 就成了通渠大道 一些沿街叫卖的小商贩 也喜欢聚集在这里 做些小本生意 卖咸橄榄 卖花生 卖糕点 卖茶水 卖粥等等 叶招领着瑞斯 换了便装 前几天 将西关黄埔一带 走了个遍 最后还是从下西关 买了宅子 乃是临街门市 后套小宅院 原主人姓张 却是举家 迁去了香港 事已将祖屋变卖 售价 银一百五十两 瑞斯不懂商业价值 就觉得这桩买卖 主子亏了 可不是 宅院又小 房屋又多有破败之处 一百五十两银子 价钱实在高得有些离谱 不过瑞斯也知道 主子行事 从不无敌放肢 事已这几日 只是按照主子吩咐 雇佣工匠修补宅员 夜昭自由夜昭的用意 下西关一带 虽说商谱云集 但要一时半会儿 却又不好寻找卖家 你总不能大撒银钱 高价去买人家的酒楼银楼 太张扎眼 惹人注目 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 未免不美 在下西关买宅子买门时 本就是想同广州 普通商人接触 算是调研吧 夜昭不由的 想起前世一个 颇具特色的字眼 何况宅子小 又怕什么 荣儿是断不会来往的 自己偶尔过上几夜 难道还真的 一定要锦衣玉食吗 这家商好 本是卖布匹的 现在黄黎木柜台 货架上空空如也 夜昭坐在门口的木凳上 轻摇折扇 观察着过往的行人 却是盘算自己 做什么生意好 回头就看到 正在店里感慨 四下张望的邱掌柜 老先生五十出头 举止儒雅 为店铺老东家 效力近四十年 从学徒起 就在这家店卖布 现在老主人 举家签去香港 他却故土难离 不过老东家对他不错 在夜昭面前 一力举荐他 夜昭若想开店 又恰好 需要这么一位 熟悉西关行情的帮手 你也就乐得顺水推舟 暂且留下来 观察观察 邱掌柜 你说说 咱们这铺子 做些什么营生好啊 夜昭收起折扇 站起了身 对于新东家 邱掌柜所知不多 只听说 是京城破败商人之家 来广州讨生活的 而夜公子 虽然一是简朴 但那气度 一观就之不凡 想来以前 定然是高门大户 听东家问起 邱掌柜想了想 商业 七十二行 不管做哪一行 若能摸到门路 便可拔劲 不知少东家 可有相熟的行当 东家出自京城 说不定有什么路子 哼 要依我的意思吗 我准备开一家钱庄 邱掌柜以为如何 邱掌柜一口气 差点没憋回去 开钱庄 那得多大的资本 何况这行 更不是有银子 就能办起来的 要有信誉 有声望 人家才信服 你钱庄出去的票号 不然 就算你说破大天 人家拿你的银票当草纸 那终究是没用 这 这 邱掌柜不知怎么措辞 说服少东家的异想天开了 说深了 少东家年少起盛 怕浇灭他一腔热忱 说浅了 又怕他听不进去 掌柜的 我知道你想什么 我跟你说的这个钱庄 和你想的不同 被难来北往的客户 出具票号 咱自然没资格碰 我说的钱庄 是准备为银钱 周转不灵的商家放贷 咱们从中取利 你是西关的老行尊 西关一地的商家 谁遇到个难题 想来你也能收到疯的 邱掌柜心里苦笑 静说闹了半天 新东家却是准备放桂立 这哪儿是什么正经声 叶昭仿佛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咱的钱庄和桂立贷不同 谁想使咱的银子 那是要递文书申请 他从事的行业 为什么要借银子 借了银子又怎么个用法 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咱若觉得他的买卖有可为 有力图 这才会把银子借给他 就算手无分文的 但若对行商贸易 民间租房的见解上 颇有新意 咱也未必不会借给他本钱 叶昭心里却轻轻叹了口气 若是自己在欧洲开办这里业务 却又是怎样的境地 现今西方正式发明大爆炸时代 电灯电话 发电机 内燃机 渐渐诞生 这是影响人类进程的事物 而小发明上 例如自动吸水钢笔 喷雾箱水瓶 充气轮胎等等 那真是包罗万象 而以自己的见识 自然会知道 申请贷款的那些落魄发明家们 哪些发明会取得成功 而在自己的资助下 世界发明历史上 发明家的名字 肯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国内 自己资助的 自然是相对国内大环境 比较前卫的商人 资助那些 学习西方 开办工商企业的商人 邱掌柜 听着东家的奇思妙响 虽然有些荒唐 却又隐隐觉得 东家这未必不是一条 极妙的 钱生钱的买卖 只是 他就忍不住问道 邵东家 数秋某无礼 少东家的主意 倒也未必行不通 只是这本钱 咱能拿得出来吗 小有小的做法 咱们有小做起 开始放贷的数目 最高五百两 等以后字号响了 银钱足了 咱们再一点点 提高放贷数目 不过 如果现实确实 有急需大笔银子 而又生钱有道的商家 咱也不在意普利 至于咱的本钱嘛 就一万两吧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三十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三十集 邱掌柜听得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一万两 这东家 和自己原来估计的身份 可完全不同的 一万两银子 自然不是什么大数目 若有必要 我会同洋行相熟的朋友 接抢 同洋行合作 底气就更足了 若真如此 只需将前几笔买卖 打响了名堂 自然会有商户 来咱们这存银子了 如此借机生贷 循环不息 少东的生意 自会越做越大 能有一万两银子打本 那么认识洋行的朋友 也就不足为奇 钱庄只要银子充足 再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信誉 却是一桩极好的买卖 叶爪卑微微一笑 钱庄能不能赚钱 他倒不在乎 只是力所能及的 推动广州一地工商发展而已 而自己放银子的重点 确实要在那些准备搞大作坊 而又目光明锐的商人身上 至于引进西方机器 工业化 确实要慢慢来的 这些商人 总会有个认识的过程 以现在自己的身份地位 却也只能暂时做到这一步 回到公馆 叶昭就进了书房 研究自己准备送北京的折子 前几日 又拜会了广州将军木屯 是为了沈宝一事 请木屯法拜开恩 军中用人之计 可令沈宝戴罪理工 边行一百 但暂时免去流放黑龙江之城之 留军中听用 以观后效 当然 同汉人通婚 自然隐匿为保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马甲兵 有副都统亲自担保 又是亲王阿哥 木屯自然不会博叶昭的面子 倒是都依了 叶昭又提到 编制三营火枪兵的想法 虽然咸丰口语中 隐隐提到了这层意思 但上折子前 若不跟顶头上次通气 背面显得自己不知尊重上官 无理矫横 而木屯却是不知科普 自然是置身事外 既不阻拦 也不赞同 出了事儿 不但干系 反正你这个副都统 有权直接给皇上上折子 我不参合你的事儿 一字字研究自己的折子 叶昭不由地想起了昨日 荣儿接到的家书 看起来 自己和荣儿还未到广州 这封家书就寄了出来 家书里 那拉家有两大喜讯 依旧是荣儿姐姐 竟怡平成了真正的娘娘 向着他西太后的尊位 迈出了坚实一步 第二个喜讯 就是怡平有了龙肿 这却令叶昭有些始料未及 记得历史上 蓝贵人确实要明年怀孕吧 不过想来 自己在京城的生活 渐渐形成了蝴蝶效应 先锋帝刑房 自于历史上不同 蓝贵人提前怀孕 或者不怀孕 都不足为己 至于诞下的 是阿哥还是格格 这就更不得而知了 六王爷以心 越发受的重用 可不知道 金氏历史的车轮 要识相何方 而有了自己的参与 广州的历史 又如何发展 就算自己眼前 都是一团迷雾 其城内建筑 与京城颇为相似 和广州城内南方宅院 精卫分明 扶来顺茶楼 夜招药卵高末 咕咚咚咚喝了解渴 而方桌两旁 左侧坐火枪手保镖巴克石 右侧坐随此丫头如意 不过如意拙男装 马挂青袍 带了顶瓜皮圆帽 倒是风流倜傥 俊俏客人 瑞四被指派去 跟邱掌柜学习生意经了 满肚子坏水 不做生意难为了他 何况夜招 很多事确实需要他帮忙 就算他心里嘀咕 可主子的命令 他也不敢不停 筹办火器营的折子 已经送去了警时 而下西关的银号 也差不多要开业了 夜招写了信 给上海霍尔 苏老大 黄文秀等人 知会了他们自己的落脚点 当然 没忘了 叫霍尔现在开始 就帮自己筹备洋枪 至于下西关的钱庄 店面如此简陋 是必然没有什么人光顾的 夜招只是想通过 邱掌卖的人脉 扶持几几家商号 在广州月商圈子里 打响明堂即可 扑面 却是越不起眼 越合夜招的心思 琢磨着这点事 夜招撇到了身侧座的巴克什 却是微微一笑 巴克什的枪法 是越来越高明 已经颇有些神枪手的味道 这位曾经香兰器 有名的神射手 转型倒也挺快 他们这桌 在二楼靠窗位 从支起的窗棱 可以看到长街上 熙熙攘攘的人流 夜招忽然猝起了眉头 神宝 对面可是烟馆 对面店铺 满汉双文的招牌 巨仙馆 却见挑不了进去者 皆为弥补着 而从里面出来的 却是精气神十足 身揽腰 仿佛都有骨子着急 神宝是绝对没想到 统领大人会约他喝茶 要他陪着逛骑城 心里一直忐忑着 这位清王二哥在想什么 根本就看不透 他现在最担心的 莫过于自己妻女 淘旗本就是重罪 与汉女私自通婚 又是一罪 而为了汉家女子 淘旗一年有余 那上官研究的话 妻女怕是下死囚佬 都不足为奇 正摆愁莫展 听夜招问 神宝就猛地站起了身 抱拳鞠躬道 大人 对面正是一家烟馆 他呼来的动作 倒是把过来蓄水的伙计 吓了一跳 夜招笑着用折扇敲打桌面 坐下坐下 说了今儿不拘礼 怎么就记不住 呃 是 是 神宝慢慢地挨了半边屁股坐下 夜招又回头 看了那烟馆一眼 谁这么大本事 把烟馆开到咱骑城来了 今儿也算长见识了 神宝犹豫了一下 还是从牙缝里 蹦出了几个字 邪灵 查哈苏 邪灵乃是夜招这个副都统之下 最高级武官 从三平 夜招标下 共四名邪灵 哪邪灵 掌两旗军名 夜招早就能想到 敢在骑城 明目张胆开烟馆 必然是八旗权贵 但堂堂一名邪灵 这般不知进退 不知避疾 倒也算是晚清特色了 端起高末 明了一口 夜招淡淡问 其他邪灵可都参与了 那都不知 他们那点缺德事 下面谁清楚 神宝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河畔拓出 不过 邪灵大人 乃是木屯将军的亲眷 将军夫人的亲弟弟 夜招就笑了 扇子轻敲桌面 琢磨了一会儿 帮我办腾差 是 神宝马上离坐而起 他可坐着真不舒服 夜招却是将扇子地狱 他说的 你这就去 将这把折扇送进烟馆 就说是给他们冬家看的 夜招有两把折扇 都提了李白的事 其中一把折扇上 落款是夜招 而现在手里这把 落款则是景祥 折 神宝打签 又恭恭敬敬 双手接过扇子 起身大步而去 咱走吧 巴克什和如意 忙也跟着起身 接下来三日 夜招并没有作哑 而第三天晚上 查哈苏家的管家 颠颠地来造访瑞斯 送来了夜招的折扇 和一封银子 大概四五百两的样子 更要说 每月都有银子孝敬 当瑞斯送走 查哈苏家的管家 将银子和折扇奉上时 夜招只是冷笑 看来 还真将自己当二世祖了呢 本就在找阴头立威呢 查哈苏这个广州将军 小舅子的身份 倒是正合其用 更撞到了枪口上 第二日一大早 夜招就穿戴整齐 坐上了大堂 又令差兵 去传阿布来见 传令佐斯衙门 查查巨仙馆 查使撕开鸦片烟馆的 一应人犯 夜招冷着脸的御灵 吓了阿布一跳 他抬眼偷偷看着夜招脸色 随即走上两步 压低声音道 朱子 立面的关节 朱子可知晓 还不去传令 阿布心里有底儿了 随即就不免有些兴灾乐祸 这个查哈苏 依仗姐夫的权势 一向目高于顶 同僚全部放在眼里 看来是娇横惯了 得罪了朱子 何该他要吃个大亏 不过想到 广州将军的权势 那令人寒气的黑脸 阿布头皮 又有些法马 就怕两虎相争 最后倒霉的是 他等下面跑腿的 起点中文网 版权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都统大人 为什么要激怒广州将军 阿布想不明白 但他知道 这位亲王阿哥 看来可不是来广州混日子的 接下来 定然会有一番作为 坐在大堂上 品着乡名 又翻开几份 幼斯城上的奇人 纠纷的文书来看 估摸一个多时辰后 就听外面的脚步声 查哈苏怒气冲冲进了大堂 他到了堂上也不打签 只是一抱拳 更质问道 独统大人 巨仙馆何罪 大人要下令查方 他倒把叶昭问了一阵 要知道中英战争后 虽然大清国队燕馆 开始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骑兵军官 若涉嫌开燕馆 还是要按王力问罪的 若从众论处 引诱良家子弟西式鸦片 可照邪教获众旅 可是有个斩箭后 查哈苏长得到英俊 白皙的脸大 手也修长 可后世就是个标准的美男子 却是没有一丝君无之气 不过现在 怒气冲冲的 小白脸也有些扭曲变形 看来还真没受过气 叶昭微笑着放下文书说道 巨仙馆和邪领有什么干系 那是我家经纪开的 我妹夫的买卖 倒是没大咧咧的说是自己的声音 拉出姐夫自然是提醒叶昭 自己还有个姐夫 看来你是知情了 那致你个包庇己脏之罪也不冤了 来啊 把查哈苏给我拿下 左右差兵大眼瞪小眼 夜找脸一沉 要本都组亲自动手吗 景祥 你敢 眼见几名差兵涌上来要拿自己 查哈苏克就歇斯底里了 指着景祥大叫 你不过是个三考杰烈的阿哥 在北京城你有威风 可来广州 我不怕你 你不就嫌我银子给的少了吗 假公济私 我要跟上将军衙门告你 你别以为自己的事旁人都不知道 沈宝淘旗 私自通婚 你以为你保得了 那是爷不跟你计较 跟你计较的话 你等着宗人府治罪吧 拿下 夜昭一拍暗幕 差兵再不犹豫 冲上去就把查哈苏扭着膀子按在地上 查哈苏还在那挣扎 不甘不敬的乱喊 夜昭历声道 拉出去 关押待绝 柴柄七手八脚 就将查哈苏托了出去 查哈苏还在那乱叫 甚至祖宗辈的攻击都翻了出来 喊什么 大清国的江山是老祖宗们打下来的 不是留给你们祸害的 夜昭听了 只是愣笑 查哈苏被下了大牢 无论人情乏理 夜昭自然要禀告广州将军木屯的 何况从三平五官 夜昭更不能轻易治罪 就算木屯想办自己的小舅子 也要给经理谢折子 可查哈苏在牢里关了足足十天 夜昭才不紧不慢的 前往将军衙门败回木屯 这十天里 一应说情的官员拒不接见 而将军衙门的笔铁士来见副都统大人 也被拦了架 这就令夜昭治下官员都傻了眼 心里君说 不亏是亲王阿哥 四九城里横惯了的 这丝毫没把牧帅放在眼里吗 这也就难怪 夜昭再见木屯时 这位广州将军第一次黑了脸 偏听外 翠竹饭绿 花朴叉子烟红 一派春日风景 夜昭却是一如既往 仿佛全无隔阂 叹着口气道 查哈苏一世 想来将军以知情 他糊涂啊 开烟馆 且先不说他 可在都统衙门大堂上 他以祖辈攻击自傲 大骂我们这些皇室子弟 觉罗子弟贪天之功 是一群祸害 这话可不把皇上也 说着夜昭就摇头叹息 木屯眉头不经意的猝了一下 想来再见到夜昭的拜帖 那一刻起 他就在想怎么为查哈苏开脱 怎么在言语上拿捏住夜昭 可怕的是 他绝没想到 夜昭一句烟馆的事端都不提 直接把查哈苏的混账话 上纲上线了 将军想也知道 骑兵难带 而我又身负皇命 要在这广州练出一只精兵来 得罪查尔哥 本就是迫不得已 只想小逞大戒 做做样子而已 可现如今 我却不好做主了 木屯脸色 渐渐缓和下来 独统大人多虑了 查哈苏虽本官殷亲 但罚不可及 他的罪责 单凭独统处置 本官断不会循私枉法 夜昭心里骂了声老狐狸 见自己顺风起扯足了 他一句单凭督统处理 就将皮球踢了回来 确实知道自己定有下文 要说几句气话也做不得真 可在大堂上喊起来 拆官主事就不免心下嘀咕 时间久了 怕是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传出去的话 查尔哥未免担得了感谢 拿起茶杯 抿了口茶水 夜昭又到 依下官之见 广州虽好 总不如皇城跟下 查尔哥若愿回京城 下官愿上折子 一例举荐查尔哥进神纪营 进步兵统领衙门 木屯喝着茶水 好一会儿后 微微一笑 都统大人 所言及时 夜昭知道 木屯是没办法 只能任由自己赶走查哈苏 而虽说回北京城 实则是许多住房骑兵的念想 但这个田枣 远远抵不上给其的羞辱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31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31集 不过也没办法 若想真正掌控其城美军名 就要拉出二十族的牌头 一副我不怕广州将军的样子 不然以后做事 必定束手束脚 尤其是广州骑兵住房多年 关系盘根错节 尾时各地骑城都差不多 你将军都统走马灯似的换 下面的军官假兵 却是世代生活在这里 早就形成了人家自己的一套秩序 赶走查哈苏 无疑就打破了秩序的平衡 可以令自己很快在骑城中 树立起权威 权衡礼弊 得罪广州将军 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自己不可能 去用两三年时间 来捋顺各种关系 现在却是分秒必争 实不我待 叶昭也知道 虽说木屯被自己先用话挤对了 没能拿捏住自己 但又岂会像面上表露的这般平和 现在奈何不了自己 却难保以后不给自己捅刀子 就说神宝吧 听查哈苏话语 怕是他和小舅子也聊过 对于神宝的事情 可清楚着 当然 自己有亲王阿哥这个护身符 他没有十足把握 是不会公开得罪自己 得罪亲王的 诱惑风云变幻 以后他会求到自己 向自己示好 毕竟从木屯心里讲 想来是不愿意树立自己 这么一个敌人的 这些都是未知之术 陷下自己只要牢牢记得得罪的人 以后行事更加小心谨慎就是 查哈苏被从牢里放出来后 老实了许多 想来牧帅狠狠训斥了他 而巨仙馆被查抄后 店铺很快就被点卖 挂出了锁匠的部分 夜照还是老样子 三五天才上衙门转一圈 一应事务自有大小官员打理的井井有条 而需要他副都统大人盖印的文书 阿部会攒起来 等主子上衙一并奏饼 平日却是不会去打扰主子的心弦 这日在副都统衙门大堂有篇厅 左领刚安前来拜见 刚安四十岁出头年纪 骨背熊腰一脸惊寒 看来倒是没有大烟影 夜照也听说了 巨仙馆被抄 倒是便宜了西关的鸦片馆 可不是 骑城本就在西城门之内 而西关则在西城门之外 骑城内没了烟管 那些有烟影的骑人 自然全奔了西关 大人 本牛路骑人沈宝 新取名女一名为妻 以造策入齐 刚安说这话时 脸上没什么表情 就好像禀告很正常的公事 夜昭倒是一正 神宝属刚安锁下牛路 可忽然申报新婚 那可就是在给自己补救了 看着刚安虎背熊腰的 好像一名粗人 倒不想颇有心机 主动拿主意 帮自己解决了难题 夜昭微微点头 倒没多说什么 刚安又禀了几条公事 这才规规矩矩 告辞而出 从头到尾 都那么自自然然 丝毫没有刚刚为都统大人 解决了一道难题的神情 夜昭不由的品察轻笑 这才叫人不可貌相 看起来憨憨厚厚的 可心眼比谁都多 出了衙门 夜昭就回公馆换了便装 在巴克什陪同下 来到了西关自己的银号 太和号 商号里 重新装潢过 倒也焕然一新 柜台上造了木栏 将柜台和外面完全隔离 有了几分银桃的样子 木栏柜台里 站着几名伙计 一副忙碌的样子 其实这架银桃 根本就不会存放银子 故伙计 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见夜昭晃悠悠进来 邱掌柜 用钥匙开了柜台的木门迎出来 虽说是空架子 但一板一眼 却是全部依照钱庄的规矩 看得夜昭暗暗点头 北墙上挂着一幅青山绿水 雨蒙蒙的山水画 水墨画的下面 摆了一张檀木茶桌 左右一对黄黎木座椅 都漆得发亮 桌上紫沙壶茶杯等 一应器具清雅不俗 夜昭坐下就笑着问邱掌柜 掌柜的 他几时来 今天约了第一个客户见面 夜昭成了投资决策人 就未免觉得新鲜 事宜来得早了 邱掌柜看看外面的日头 又看看墙角的自明钟就笑道 估计着还要半个时辰吧 看来东家比他还心急呀 客户是邱掌柜拉来的 姓赵明礼自汉中 乃是佛山人士 祖传一家朝铁行 但近年经营困难 赵李就准备点卖了祖传作坊 再借些本钱去香港贸易洋铁洋针来卖 要说现在 洋铁尚未真正侵占国内市场 可赵李就看到了这一点 确实是位眼光独到的商人 邱掌柜对他的赞誉之词 想来不是假的 慢条思理的饮茶 半杯茶还没下去呢 却见店铺外 急急走来一个中年人 面白无须 举止斯文 一进屋就对邱掌柜抱拳 掌柜的 我没来迟吧 夜找就知道 这定然就是赵李赵汉中了 微笑起身 邱掌柜就忙着介绍 哎呀 汉中 来来来 这是我们东家 叶公子 叶昭和赵李寒暄了几句 也互相打量了对方 又在茶桌两旁坐了 叶昭就直入正题 汉中先生 为什么会想到去贸易洋铁洋钉 要说赵李 为筹备本钱可是想尽了办法 可顾交也好 生意行的朋友也好 听到他要同洋人贸易洋铁都偷摇的波澜古似的 无不语众心肠的规券 要说借钱 那什么都没有 等无意间听老乡是邱掌柜说起了新开的太和号放款的规矩 赵李可就心动了 而在递交的文函中 到底写不写自己借钱 是为了和洋人贸易洋铁 也颇犹豫了一番 最后还是决定赵氏些 成不成的不能令邱掌柜作辣 而今天见到这位邵东家 赵李心里颇有些忐忑 看对方年纪上哨 可不知道是不是公子哥贪好玩 搞了这么一门买卖 难道他还真懂生意了 听叶昭问 他也就只有将肚子里思量已久的想法说出来 至于邵东家信不信 那也没办法 邵东家 我曾经去过香港 见识过洋人所产洋铁洋钉 都提炼极醇 色泽又洁 比我佛山自产的铁锯 强上数倍 若能引入 销路必广 说着话 赵李就瞥了眼叶昭 也不知道说的 他懂不懂 叶昭就笑了 你的意思 洋铁比咱们的图铁更有竞争力 赵李 正了下 随即就点头 对 竞争 竞争力 觉得这个词 真是通强 叶昭拿了茶杯 抿了口 赵李则如作振战 自己的老铺生死存盲 就在人家一念之间 那洋铁都进来了 咱又有什么好处 照你的说法 洋铁这么好 可不把咱们的铁行都击垮了吗 你是佛山朝铁行传人 不觉得对不起祖宗吗 这 邵东家 话不是这么说的 就算我照理不做 洋铁洋钉迟早也会流传进来 咱们的手艺落后 就要学人家的手艺 我早想好了 等摸透了洋铁的行情 又有了本钱 我也开一家洋铁行 总比他们千山万水的运输过来 更有 更有竞争力 叶昭微笑点头 至少想法颇符合自己的心思 至于能不能真的学来人家的手艺 能不能真的开成洋铁行 估摸着 他自己也搞不起来 毕竟俩眼一摸黑 仅仅有热情 有想法 却是不够的 不过嘛 有自己这个投资人 偶尔督促指点 那却又不同 都统公馆后院 大堂灯火通明 一位灵人 打扮得花枝招展 正吱吱压压 用桂林观话唱着 开书唱 习文书 听娘教导 正成人 男儿听叫敬父母 女人听叫敬夫君 声音柔美 长得更俊俏 乍一看 这花旦就是位漂亮的大姑娘 就哪里能看得出 是男领 起点中文网 版权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夜兆 夜兆双腿翘在桌上 眯着眼听戏 脚还一颤一颤的 那可真是二十足作派 荣耳无语地坐在夫君身边 小身子坐得笔直 眉目如画 分雕欲拙 偶尔帮相公送上香鸣 颇向掀起亮目 这对夫妻 大概也是绝配了 唐中央的灵人 据说是广州城 乐剧班子最出色的花旦 被夜兆送帖子 请到了家里 这个世界 虽然没有电脑 没有电视 但对夜兆这个混 二世祖群体的人来说 却更有一番乐趣 眯着眼 夜兆还在琢磨 自己怎么想办法 早些把留生机捣鼓出来 自己是不会发明的 但如果有这方面的人才 自己可以提供灵感 提供思路 声音重发的原理而已 虽说自己不明白 但说给明白人听 大概就不需要爱迪生 二十多年后再发明他了 又想 托霍尔律师从印度购买的钢琴 不知道哪天能到 有机会 确实要给红娘和小家伙 好好弹上一局 祝您八方都吉利 都吉利 花旦手帕翻飞 唱到最后 行云流水般浮了下去 轻声道 恭祝都统大人与夫人 恩恩爱爱 早生贵子 荣儿这小家伙 在场面上矜持着 只是微微点头 叶昭却腰五喝六的 腿总算放了下来 却是大笑着 唱得好 唱得好 来啊 看上 吉祥偏然走过去 送上一封红包 红包包 保一两到十两的银票 也是叶昭的发明 兰花女 谢都统赏 谢夫人赏 花旦恭恭敬敬 跪了下来磕头 兰花女 想来就是她的花名 明日我会送帖子 给你们三横派的班主 赞你用心 这却是极大的恩典了 都统大人的帖子到了 从此后 兰花女几乎就有了护身符 在广州城 怕是没人敢欺负她了 谢都统大人 谢夫人 花旦又连磕了几个头 叶昭挥了挥手 按规矩 这时花旦就要退下了 一直站在墙角的瑞斯 也走了过来 准备引花旦出府 再派轿子送她回戏班 看主子开心 派顶轿子再抬举举举她而已 可能就是看到叶昭心情极好 花旦犹豫了一下 忽然又跪了下来 砰砰的磕头 叶昭脸上笑容就渐渐淡了 瑞斯见叶昭神奇 连一尘走过去拽花的 也乏了 咱走吧 都统大人 草民有冤要身 啪 脸上就是一个清脆的耳光 瑞斯骂道 不识抬举 赶紧给我滚出去 荣儿就站起了身 自是看不得这场面 叶昭笑着捏了捏她的胳膊 你先回 桌上有薯条 可不许都吃了 给我留点 荣儿本来轻轻点头 听到相公最后一句 就再不理他 心里郁闷的紧 当着许多人呢 好像自己是小贪吃鬼一般 好在吉祥如意 也都习惯小王爷的大大咧咧 并不作真 拥着荣儿出去 目送荣儿进了后堂 夜朝转过头 狠狠瞪了瑞斯一眼 瑞斯早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知道自己刚才的举动 惊饶了夫人 吹着手 看也不敢看珠子 花旦则贵服余地 只是一只磕头 好了 有什么冤屈 我听听 是 谢都统大人 谢都统大人 草民要为我可怜的妹妹申冤 状告汉父 陶家二奶奶陶荣氏 逼迫丈夫 犯出七出之条 何该备休 夜朝眉头就皱了起来 若是齐人齐压汉人 自然要管一管 合着 是汉人民间纠纷 那关自己这个满洲都统合适 夜朝拿起茶杯 瓶了口茶 家事族事 咱且不说 你是佛山人士 这园区 确实要去佛山县吧 再不行 你去广州府 我这衙门口 可是管不得你的事 都统大人 草民也知道不合规矩 可他桃荣两家势大 佛山县广州府 拒不解草民的状子 草民无计可施 这才求告于大人 请大人明镜高悬 为草民做主 为草民为美申冤 夜朝正带说话 却见瑞四看向自己 似乎有话要说 就招招手 叫他进前来 主子 这桃家二少和二少奶奶 我听说过 你听说过 桃家荣家 在西关财雄势大 那桃老二 从在商号门前过 伙计跟我讲过 说到这儿 瑞四嘿嘿一笑 桃老二的媳妇 外面都叫他锦二奶奶 听说美得锦呢 好像桃家的生意 也都是他做主 就是极为霸道 桃老二怕他的狠 这在西关都传为笑谈了 不过 道爷不仅仅是桃老二 桃老爷离世早 自从桃家老大病故 又没留下子嗣 这位二奶奶 在桃家就渐渐说一不二 桃家上下 每一个不怕他的 夜朝听着点头 心说这不是晚清版王熙凤吗 广州一直是对外口安 风气开放 只怕这个王熙凤 可不仅仅是在家事上弄拳子 看样子 桃家的生意 都是他在背后拿主意 瑞四又道 桃老二背起如虎 不愿回府过夜 就养成了纳妾的毛病 可这些年 他纳的妾 都被井二奶奶花银子打发了 听说有不想拿银子的 结果被整治的豪彩 一奴才看 这小蛋妹妹的冤屈 就源于此吧 夜朝微微点头 听瑞四一路讲来 井二奶奶倒真是这个时代的坏女 可要放在自己那个世界 却是大度的不能再大度了 这桩事 说到底是家事 要说有什么冤屈 那也得落到桃老二这个男人身上 琢磨了一下 夜朝就问 兰花女 你妹妹何在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32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第32集 花旦磕了个头 悲泣气得道 妹妹被桃容氏赶出来后 就一直在家查返不思 形容枯高 夜朝就摆了摆手 算是明白了 这本是家事 兰花女的妹妹是受了委屈 也应有解决之道 可和官府不沾边吗 自己这个副都统更是插不上手 何况罪魁祸首 那要找桃老二 既然没那个本事 在外面沾花惹草干嘛 害人害己 蓝花女 蓝花女无非是见自己开心 以为自己宠她 想借自己的权势 来为难陶家二奶奶 你若告陶老二 倒还显得你明事理 当然 在这个世界 是没人这么想的 只会将罪责 怪罪到不允许丈夫那妾的 汉妇身上 你回吧 这事啊 我帮不上 叶昭说着就端起了茶杯 见都统大人说的决绝 花旦再不敢多说 磕了个头 慢慢起身 先锋四年五月 尚遇到了广州 与军机大臣等 前景祥奏 清炼枪炮兵一辙 着迅疾伴离 为火器兵 故应以枪炮为重 建设亦当奸细 斥令景祥 简代精兵 整肃广州各拥 着叶名称 百贵于广州露营 水师副将以下各关内 临悬树源 赤赴广州景祥军营 听后差遣 帮同管带新军 物烧言误 不得以无缘可拔 皆此推为 将此 由六百里加急 各预令之志 又雨 又有人走 广州县有岳商挺船 不下百余号 客商密雇 专为护送货船 若雇令 由崇明入金口 可遇上下游串之贼 为船夫借 傲门人 又戏仪装 是否可以雇用 不致别资事端 仍着速托筹办 原则 乘着拆招给月 两道尚语 第一道尚语 欣然同意了 叶昭练兵之请 但也没忘记加一句 顾英 以枪炮为重 急设一当奸习 第二道尚语 则是对大清国 商人船上 逐渐出现澳门 香港等地名夫 着一桩一事 表示了担忧 但却也指令 兔所筹办 并没有明确反对 坐在公管书房内 叶昭手上 有老夫子一封信 信里言道 已在关外 募集四五百名相拥 香身所捐钱粮 倒也勉强可用 写这封信时 老夫子却正是带了银子 来上海采买军货 关外辽军总算起步 而自己这边 却实在不知道 如何着手 新边三营火枪兵 包括采买火器 都没有问题 可怎么练兵 却未免令夜朝头疼 要说军事 从小耳熟能详的 伟人事迹 各种战力 倒也只能当作故事而已 却或许能启迪 红娘这种天生将才 可要说亲自捅兵 自己又哪里懂 如何训练成军 就更是满头雾水了 伟金之际 只有同英仪协商 从驻防英军中 挑选一位军官为顾问 帮助自己练兵 倒不是迷信西方教条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何况新军是整编火器营 自然适合西方军制 以及训练办法 由英军官启蒙 是上上选 至于新军 到底能不能成为 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 却要看新军自己的将领了 将西式军事理论吸收 却不教条 在东方战场上 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规则 这怕是要在实战中 才能磨砺了 而且用英军顾问 倒是要想办法 得到穆特恩的支持 免得被人背后弹劾 琢磨着这件事 书房门被轻轻敲响 冒出了瑞斯的猴脸 耶 三横台班班主沉脚 率门下弟子卸赏 耶 奴才引他去正堂偏听客头 叶招微微点头 又翻看了几份太和号客户的文书 已经放了十余饼子 对象几乎都是有一同洋商贸易的 叶招心裂哭笑 自己这分明是在培养扶植买办集团吗 只希望这些买办日后莫令自己失望 总要有几人能为民族企业的心心出一把子力 放下文书 施施然出了书房 穿堂过市 来到前进衙门大院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紧紧跟在叶昭身边 衙门中松柏翠绿青砖铺底 一片肃木景象 只是今日却有些杂乱 七八名戏班伙计抬了几单礼品 看起来有布匹有礼盒 都用红绸布紧紧裹着 叶招微微醋眉 从侧门进了正堂偏厅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守在门外 偏厅内瑞斯和陈脚陈班主垂首带立 陈脚四十岁出头 身材高大 有一股子鹦鹉之气 不愧是唱舞声的 见叶昭进来 陈脚目光中忽然闪过一丝异色 叶昭微微一震 却见陈脚已经跪下磕头 曹明陈脚 拜见都董大人 叶昭在转旁刚刚坐下上尉说话 就听院里有人喧话 什么东西 站住 站住 就在叶昭正准备要瑞斯去看个究竟之际 巴克什和阿尔哈图猛的退进大庭 巴克什更大喊 竹子小心 叶昭一愣 而跪在地上的陈脚 轻之失败再不犹豫 身形一掌 一兵匕首在手 就向叶昭扑去 砰的一声 陈脚向右两枪了几步 右臂一片血红 而巴克什已经挡在了叶昭身前 砰砰两枪都中陈脚胸口 陈脚向后变刀 竹子快走 阿尔哈图不知道什么时候挡在了听郎前 几乎他每吐一个字 身上便中一刀 听外 七八名乱贼胸向毕露 手中寒气森森的钢刀 一刀刀砍在阿尔哈图身上 几乎一瞬间 阿尔哈图就成了一名血人 他铁塔般的身子 却牢牢堵在厅门前 不令乱贼 前行一步 走 巴克什抓着叶昭胳膊 对着瑞斯大喝了一声 呆若目击的瑞斯 这才回过神来 急步上来护着叶昭 跑向左侧门 从左侧门 可入大堂 再退入后院 搜 匕首几乎是擦着叶昭的 头皮飞过 叮的一声 钉在了窗帘上 骨子轻颤 转头 却见胸口 浸着大片鲜血的尘脚 撑起了身子 见以凶狠的眼神中 全是不甘心 清狗 我虽死无憾 他日变鬼 来说你狗命 碰 巴克斯又不立强 沉脚身子以歪 再无声息 那一侧 阿尔哈图忽然怒吼一声 本来紧紧抓住 两边门住的双臂 抱着前面几名贼兵 向外冲出 身上不断重刀 甚至到家 从他背后冒出 鲜血狂喷 他却死命前行 登登登 一连向前走了五步 呼自不倒 鲜鸣 持刀汉匪 惊惧之下 竟忘了冲进花厅 去杀叶昭 叶昭 几乎是咬着牙 忍着泥 在巴克斯和瑞斯 互持下退入了第二金远落 而柴鲜鲜 而柴兵们正乱轰轰轰地奔向前远 巴克斯和瑞斯脚步不停 一直护着 一直护着叶昭退到后宅 在月牙门前 叶昭挣脱了巴克斯和瑞斯的胳膊 就在这儿吧 几名反贼应当很快被俗清 叶昭不想吓坏了荣儿 巴克斯想也知道叶昭心思 不再说话 只是默默装摆 你去看看阿尔哈图 叶昭心里悲痛莫名 更知道巴克斯和阿尔哈图 是果命的交情 巴克斯这个铁骸 只是不表露出来而已 巴克斯死命咬着嘴唇 几乎咬出血来 却只是咬头 叶昭长叹一声 轻轻拍了拍巴克斯的肩膀 你的意思我懂 我明白 你是为我安全着想 只是 只是阿尔哈图 他怎么 怎么就死了 虽然重生于乱世 叶昭却一直养尊处优 从没经历过生离死别 更莫说 就像好朋友一般的侍从 在眼皮底下 被人乱刀刺死 良室为人 叶昭几乎是第一次流泪 见夜朝落泪 巴克斯蒙的跪倒 砰砰的磕头 竹子 竹子不要伤心 不要伤了身子 阿尔哈图能为竹子殉职 他 死得好 奴才也愿意为竹子而死 奴才们遇见了竹子 是天杂的造化 瑞四爷不禁心神荡漾 跪下磕头 竹子 阿尔哈图 阿尔哈图他下辈子 还愿意服侍竹子 说着竟忍不住乌烟起来 夜朝抹去眼角泪痕 漠然不语 一队队盾牌兵 鸟枪队赶到 自是来守护内宅的 不大会儿 左领刚安一身容装匆匆赶来 离老远就打钱 大人 乱贼共十六人 十五名被当场格杀 义人被擒 城中大乱 卑职大难 以大人之命传遇各营戒备 又欲令郑宏 整蓝旗两旗骑兵 入广州城协助鹿鹰弹压 夜朝微微点头 你做得对 转头看向八个石道 走 咱们去前院看看 竹子 竹子 竹子不要去 夜朝默默摇头 举步向前院走去 偏庭前后 骑兵抬着血淋淋的尸体进出 而阿尔哈图 俯身在花铺之旁 身上大小伤口无数 几乎是被凌迟了一半 夜朝看得心中一痛 扭转了身子 微微闭上了眼睛 港安报全答 独统大人 刚刚贼人招人 陈角夕广州会匪首领 陈开之堂地 陈开与发匪勾结 在今日约定广州众会匪起事 行此大人 乃是声东几西之计 会匪 那又是鸿门一支了 行此自己 怕也是突发奇想 正好借三横太来谢赏的机会 而来行此自己的 自然都是抱定了必死之心 就没想活着回去 只是十几个人 能暗藏气线明目张胆 进了骑城 进了副都统衙门 就算是已给副都统大人 送礼为名 但也可见 骑兵军纪之送谢 叶昭皱着眉头 而好一会儿后 三位邪领 四位左领 才匆匆赶来 其余三左领 却正领骑兵 进城弹压会飞了 起点中文网 版权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叶昭心思全没在这 一直在京城安详荣华富贵 就算被苏红娘抓住 也只是觉得好玩 而今天 血淋淋的场面 一下惊醒了夜招 长袖善舞 红福齐天 自己可真将天下事 看得简单了 哪一次改朝换代 不是用无数人命堆积而来 所谓一将功成万古枯 自己所走之路 日后还说不定 多少人掉脑袋 多少人为自己抛头颅 撒热血 又多少人 恨不得 生淡自己之肉 这些 自己可都准备好了 而那些渴望恢复 汉统之人 在自己真正亮底牌之前 又会多少人误解自己 想除掉自己 就算到了最后 为了权势也好 仇视自己 已经深入骨髓也好 只怕自己的敌人 从来不会再少数 只怕自己权柄越重 树敌越多 这些 自己都准备好了吗 还是那一句 从准备改变这个世界的 那一刻起 个人的荣辱得失 就再莫放在心上 希望阿尔哈图 甚至陈脚 这些人的血 都不会白流 终有一日 他们会见到 中国成为他们 理想的国度 他们的子孙后代 再不用 走他们曾经 走过的路 夜找默默 从瑞斯手里 结果分享 心里的话 却只能对上天 祷告了 广州将军 衙门偏听 叶明琛 穆腾 叶昭三人 正在一室 叶昭虽然只是 副都统 但全权筹办新军 是以俨然成为 广州城最有权势的 官员之一 成为仅次于 穆特恩和 叶明琛的 广州第三巨头 昨日广州 会匪 叛乱已平息 除了多处 店铺为分 倒是没有 引起太大的动荡 而经查 昨日叛乱 乃是发匪 会匪 一起起事 称开李文茂 则为匪首 称开不必说 广州府早就通缉了 会匪首领 而李文茂 则是广州一帝的 一龄魁首 却在佛山 穷花会馆 秘密结社 将弟子 编为文虎 蒙虎 飞虎三军 早就有谋反之意 也就难怪 叶明琛 冰冷地抛出了 杀无赦的字眼 他对发匪 会匪 本就极强硬 看来是决心 要在广州一地 掀起血雨 兴风 李文茂 叶昭也没听说过 但闹这么大 想来在史书上 也会有记载 正琢磨呢 叶明琛 已经皱眉到 岳居灵人 颇夺不法 该当严加盘查 翻穷花会馆 在策者 一律下雨拷问 叶昭知道 严刑拷问 这种案子 只会牵连的人 越来越多 琢磨了一下 笑道 志太大人 我倒认为 还是以安抚为主 除了手握 以及犯了人命的惯犯 其他人 大可福而化之 广州商业繁华之地 我大清国良详 仪仗甚多 严刑盘查 只会领人人自危 兵勇滋扰下 世身不安 何况广东一地 民风忠君尽上 却是不可一时之分 乱了民心 维持社会安定 才是消除会党的最好办法 叶明琛倒未想到 叶昭滔滔打论 听着倒是默默点头 木屯笑道 就有总督衙门 将军衙门 副都统衙门 协同贴出安明告示 这事啊 就怕识人称呼 咱们都不安定 那传到京城 就更惊饶皇上了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三十三集 欢迎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三十三集 广州城里贼党启示 说起来 叶明琛和木屯 可能都有些干系 木屯自是不想闹大了 被皇上伸持 见木屯 也赞成叶昭的说法 叶明琛只有点头 他一向中军 从不怕飞短流长 那份忠心 真是天日可见 不过两位满洲权贵 都不欲大张旗鼓 搜捕诸杀一半 怕倒也不好固执几件 在叶昭与智台 将军议事之时 自想不到诸江之派 一名头绑白捐的青年 正跪对江水发誓 有朝一日 定要重整旗鼓 杀回广州城 诸杀景祥 为哥哥报仇 院内燃着红灯笼 东乡三间房内 却是漆黑一片 这是阿尔哈图的家 站在房外 夜照心里就酸酸的 大嫂 主子来了 巴克石轻轻拍了拍房门 接着就听屋内 有人下地的声音 随即木板门 被人吱压一声 从里面拉开 童家是眼睛红肿 一身高速 见到夜招 忙下跪磕头 主子 咬着嘴唇 强忍悲气 快 快起来 夜照走上两步 想伸手掺 又忙缩了回来 唉 我 我对不住你们 主子别这么说 阿尔哈图若是知道 主子为他伤心 全下也不得安生 童家是慢慢起身又道 主子对奴才们好 奴才们都知道 可若主子为了阿尔哈图的事 耿耿于怀 奴才母子就成了罪人 阿尔哈图只是尽了本分 主子宏福齐天 就算没有他 主子一样花现为一 叶赵轻轻轻轻叹了口气 童家是是个明事里的女人 说这些话无非是为了他母子着想 可也是 在这个时代 鞠躬自傲是做奴才最忌讳的 只是童家是不会知道自己和别的主子有什么不同 叶赵陈宁战 你若是想回京城 这些日子我既遣人送你回去 若留在广州 有我照应 那也很好 听巴克什说 你想回北京 童家是轻轻点头 自是怕留在这里 时间长了 会令主子心里不舒服 渐渐可就碍眼了 回到京城 主子定会一切都安排妥当 可安心养育孩儿长大成人 叶赵也能猜到他的心思 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轻轻叹了口气 唉 也罢 就依你 可是你 把我看得太坏了 童家是以待 慌忙跪下 叶赵叹息道 今天 我就喊你一声嫂子吧 阿尔哈图也好 巴克什也好 在我心里和兄弟一般 阿尔哈图为我而死 是 我看到你就会想起他 可我想起的都是他的好 他的家人 我又怎么会嫌弃 你若留下 我必视你为嫂 若食言 诸狗不如 童家是终于痛哭出声 连连磕头道 奴才不敢 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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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笨 险些失了 主子和阿尔哈图 主仆之仪 巴克什也早就跪下 泪流满面 唉 你们都起来吧 是我这个主子没做好 主子再这么说 就是要奴才去死 童家是连杖的通红 为时惶恐的无敌自荣 好 这话 今儿就算说透了 你回北京也游的你 可是有一点 奴才不许怨和我 拿我当亲人 有事要知会我 奴才遵命 奴才都听主子的 童家是眼泪不住的他 但心里 却暖和的不能再暖和了 遇到这么一位主子 可真是天大的福气 巴克什眼睛红红的 也跟着慢慢起身 看了眼童家是 心说嫂子 你线下知道 竹子的好了吧 本准备回房 却不想来自北京的 王府信差连夜到了 他刚刚从黄埔港赶过来 脸灰扑扑的 落满尘土 叶昭忙叫巴克什 领他去厨房 要厨子造饭 叶昭则进了书房 点起了煤油灯 抽出信间来看 书房内 不知什么时候分了香 香炉清烟鸟鸟 倒是令人耳聪慕名 叶昭就知道 肯定是荣儿 要丫头们做的 看着信 叶昭眉毛 就渐渐醋了起来 信是亲忙的手笔 白纸黑字 字体刚进有里 可比自己的字 写得好看多了 信里言道 六王爷越发得皇上宠信 近日进了军机处 就是在意自己折子后一天的事 秦王又说 六王爷对广州列火器兵极为看重 还曾经登门拜访郑秦王 但两人话不投机 吵了起来 而六王爷向皇上举荐了满洲郑宏旗 副都统 傅良为广州将军 只怕任命 一半天就会下来 上誉怕比家书晚不了几天到广州 夜朝越看 眉头粗的越紧 可不知道这位六王爷 怎么就这么看自己不顺眼 按说自己一个混迟等死的黄带子 应该不入他的法眼 可他偏偏好像就盯上了自己 据说考风就是被他背后使坏 给自己下的绊子 现在自己到了广州 一应尸体刚刚有些眉目 他就把广州将军给自己换掉 而这个傅良 就算非他一挡 两人关系怕也匪浅 要说咸丰也怪了 本来征皇位就险些败于六王爷之手 怎么就不猜忌他呢 或许猜忌是肯定有的 可不知道六王爷使了什么招 令咸丰对他颇为看重 这也怪自己 是自己令亲王和皇上失和 咸丰没有亲近的满洲权贵 适宜将六王爷引为了仪仗 至于六王爷就更加怪了 为什么就盯上了自己 或许聪明人天生的本能 是对另一个聪明人的排斥 对可能威胁自己的人的排斥 夜朝不由的柔柔太阳穴 好像清闲大哨的日子离自己越来越远 前天刚刚说服了木屯 准备一起宴请广州领事兼香港总督包令 并请包令抽调军官协助自己办新军 现下倒好 忽然冒出来个负粮 怕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放下信间 呼听的外面一阵嘈杂 夜朝起身 推开书房的窗子 却见外面 瑞似被人掺着 一瘸一拐地进了院 荣儿一脸主母的架势 好像关切地说什么 又叫人去拿药油 怎么回事 夜朝皱着眉头问 叫瑞似去学生一经 怎么跌破了腿 要说瑞似 今天可够倒霉的 陶家老二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忽然和一个洋人朋友 跑到了太和好 陶老二话语尖刻 瑞似哪受得了 几句话不合就动了手 却是被陶老二的随从 抱打了一顿 动上手 瑞似才想起自己的身份 主子的身份 在这搞钱庄 是断不能泄底的 这顿打哀的 那叫一个瓷石 本想偷偷回房 却不想被主母见到了 本来主母的关心 令她痛哭流涕的感动 谁知倒霉的事 还在后面 见到主子推开窗户 看见自己 瑞似腿一软 就跪在了地上 到底怎么回事 叶昭隔着窗子 看得不真切 瑞似不敢吭声 本指望主母帮说句话 谁知道荣儿见了叶昭 就偷偷拔腿开溜 不是别的 昨日睡觉 将叶昭挤下了床 小丫头可真是修建相公 转头不见了主母 瑞似这个壮天驱寒的 但没有办法 垂着头将今天的事讲了 边讲边偷偷看叶昭脸子 主子早就吩咐过 却太和好 切不可惹祸 听瑞似将前后情友讲了 叶昭又是挠头 最近可真是诸事不利 生意场上 却惹了习官大少 对方又有洋人撑腰 只怕瑞似这顿打白矮 事情都不会轻易接过去 真月楼乃是广州第一等的去处 楼高三层 富丽堂皇 金器招牌 据说是乾隆爷是大学士所书 龙飞凤舞 更添了几分情仰 进进出出的客人 皆为达官显贵 三层为钳子 第一号房外 几名长随挺胸蝶肚 站在门口 一个个满脸局啊 看下人神色 就知道房内客人 定非常人了 起点中文网版全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满桌真摇假鸟 叶昭与汉军副都统松玉 一起宴请刚刚到任的广州将军 富良 富良白白胖胖的 脸上却总是一副笑眯眯的神情 说话也客气 同叶昭松玉 言谈审团 这广州啊 人节地灵 叫人说不出的喜欢 富良品着酒 连声的感叹 松玉蒙笑道 大人总要在广州多待几年 卑职等 也好多听大人的教诲 他是红袋子 但这一只早就没落 到他这一本才机缘巧合一路高升 捞了个二瓶顶带 人机灵 话也机灵 富良笑呵呵的 好似听得很开心 眼睛瞥向叶昭笑道 景哥 以后咱哥俩多清静 总要把差事办得漂漂亮亮的 为皇上分忧 从刚见面 他就用景哥的称呼 他好像是叶昭京城的老朋友一般 叶昭却是一脸的前功 不敢 景翔一切听将军吩咐 富良扎了口酒 脸上笑容不解 半火器兵的差事吗 一切由老哥我给你兜着 你就放心大胆地办 不过嘛 别怪老哥我多嘴啊 咱能不跟洋人打交道 还是莫去招惹他们 不然皇上怪罪下来 咱可都吃罪不起 富良打了个酒格 随口道 明日的酒宴 明日的酒宴就免了吧 松玉仁机灵着 刚刚听到将军和叶昭称兄道弟 就觉得里面有文章 就算想巴结亲王 也不必这么明显 毕竟你是上官 更是权重一时的广州将军 再听这话头 心里就不免吃惊 但他只是微笑地给两人倒酒 并不察言 叶昭手轻轻转动酒杯 琢磨了一会儿 将军远来疲劳 明日的酒宴 下官独自赴约就是 这外事交涉也繁复得很 言而无信 道令英姨笑话堂堂天朝 不识礼数 富良眯着眼看了叶昭一会儿 也好 景哥同洋人打交道惯了 倒是老哥我瞎操心 物怪物怪 叶昭本就知道 富良如果跟自己一起富洋人之约 那才叫多多怪事 现在他刚刚来 以后可指不定还给自己施什么绊子 木屯调任福州将军 本来想在他任期与之缓和关系的机会也错过了 江南主房八旗 最重要的两个将军 似乎都和自己不太对付 倒也颇令人头疼 不过叶昭只是微笑拿起酒杯 给富良敬酒 心里揣测着富良 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态度 有富良在 只怕新军练出来 也早晚为他人做嫁衣 说不定新军刚刚成行 他就会想个发子 直接拿下自己的管辖权 这种可能性 几乎是百分之百 自己 要怎么跟这条老狐狸斗法 对于能在大清国广州都统衙门 与副都统加五口通商协办大臣会面 因广州领事 兼香港总督包令 无疑很兴奋 因为就在不久以前 美国新任公使麦莲 拜会梁广总督叶明琛的请求 再次被拒绝 也就难怪包令 同英商见面时 称这次会见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两年受了一肚子气 偏偏我们的舰队 在黑海与俄国沙皇傲战 却是没有办法 为在华英人撑腰 是已接到叶昭信的那一刻 真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为了表示诚意 包令雷厉风行的 带上两名英国少校军官 其中一人刚刚从印度次大陆轮值 另一人乃驻港军官 均是年轻有为 在远东殖民地服役的佼佼者 而在进广州城的时候 虽然未免引起名分 包令和两名军官 以及通义随从都做了轿子 但从轿帘缝隙里 看着前面开路的大清官兵的红英帽 再看看广州城深随无比的门洞 包令就更有了一种 创造历史的感觉 以往洋商 至多不过在西关一带活动 而偷偷溜进广州城的 或者去佛山等商贸之地的 几乎都被民众为偶 进城 实在是诸国商人的奢望和梦想 等轿子过了 带红宝石顶带 仪表堂堂的 吟在较前时 包令的感觉就更加好了 林氏先生 你好 叶昭微笑拱手 道令包令一带 隐隐想起 听人说起过 大清国有位精通英语的年轻官员 几个月前 上海关税之争的钦差大臣 最后却是令诸国 根本没逃到什么好处 难道 就是这位副都统大人 他 他又来广州了 包令心下道士一领 先前的得意之情收敛起来 手放在胸前 微微致力 都统大人 你好 诸位请进 不远万里来我中国 诸位都是我朝最尊贵的客人 包令一行 在夜昭引领下 进了雅致的偏厅 自有拆兵奉茶 都统大人 通晓逼国语言 佩服 包令一脸子的微笑 嘴角两片弯具成波浪形的胡须 也跟着抖动 本官的夙愿 便是增进我朝 与西洋诸国的友谊 也希望我朝学习 贵国语言者 愈来愈多 东西交融 再不起祸端 请继续收听 我的老婆是军阀 第三十四集 请继续收听